第二百二十五章 风过 流痕 冷风呼啸 热血喷嗓 在这白雪纷纷之间 染上了触目惊心的红 众人错恶害人的眼神之中 鸡龙五的身躯 缓缓倒在了雪地之上 生机尽散的眼眸之中 还是那凶凶而中的杀意 没有震惊 没有恐惧 因为在那一瞬间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快 无比的快 快到了连这死亡都来不及感受 什么绝代天骄 什么杀伐神术 在这一界面前 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可笑更是可悲的笑话 鸡龙五 见着那倒在雪地之中的身躯 众人方才骇然回过神来 脚步不由倒退 惊骇的眼神之中 是一丝如何都掩不住的恐惧 鸡龙五 死了皇朝神武技家的天之骄子 先天神静三重顶峰的强者 就这么死了 竟然就这么死了 没有人知道 刚才那一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无边的恐惧 才会在他们心中不可遏制的蔓延开来 在场众人之中 鸡龙五的实力不说最强 也绝对是顶峰之列 没有一人可能稳稳胜过他 更不要说只是一招 便将他斩于剑下 但是现在 鸡龙五死了 就死在眼前之人的剑下 而在场众人 连那一剑何时动的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捕捉这件事的诡计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如果换成他们 能够挡住这样的剑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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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们心中所想如何 这都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恐惧 让众人的脚步为切 甚至想要退离 纷飞的寒雪 呼啸的冷风 让所有人的内心之中都蔓延开了彻骨的寒 但只有一部分人力外 那就是随着鸡龙五前来的家将 神武鸡家所培养的死士 少主 眼见鸡龙五身死倒地 这数个神经修为的家将狂笑一声 纵身杀出 一瞬之间 刀光剑莽 枪影几风 接连向宁渊攻杀而去 全然的攻势 没有半点防守回转的余地 视死如归 只为将眼前之人拖入地狱深渊 这一次 尽力了许久的人 动了 冷风呼啸之间 白衣双冷的身影翻转 助力在地的星辰渐长笑而起 凝结在剑尖之处的星红白雪飞散 下一瞬 剑风横空 残风剑影 剑出人动 却是难以捕捉到那在风中急速的身影 勉强能够看到的 只有一道道纵横而过的冷力见光 快 仍旧是无比的快 这是风之极异 剑之极速 只是一眨眼 只是一瞬间 众人尚未来得及反应 视线之中 就再一次映照出了七粒飞剑的星红 铁 在虚空之中飞洒着 与那飘落的白雪撞击在了一起 蒸腾在了虚空之中 剑 在狂风呼啸之间动横 极尽的剑速 在虚空之中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剑痕 鸡家一中死是冲杀而上 虽不顾生死 甚至想要自报真远 但在这极尽快意的风中 一切都是无用 一颗颗头颅 伴随着鲜血飞落 一句句无头的尸身 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之上 流淌的热血 将这满地沉浸了白雪化开 这万年已是独立的五道圣地 首次 染上了星红的色彩 不过 鸡家树为死是汉不为死的强功 到底为众人赢得了一瞬之间的喘息机会 见着那血腥飞溅的战场 众人心中惊恐 但却没有就此退走 因为现如今他们根本退无可退 一旦离开这天阴阁大阵笼罩的范围 那么 北域天地之中的五神员工 便会化作毁灭雷霆轰杀而下 那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力量 退不能 那么 就只剩下生死一波了 一眼扫过那战场之中漫天飞溅的血腥 众人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 随后眼神交错 传音入耳 神色阴沉的龙狮冷声言道 此人速度太过恐怖 剑锋更是锐利无比 必须将其限制 否则 我能根本抵挡不住 太医神宗的美妇人点了点头 说道 此时能够交于我 太医神宗使法可引动天地阴阳之力 将空间化为混沌 必然能够限制它的速度 不过 施展此法需要消耗大量真元 必须给我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推动 在此之前 你们必须挡住它 恩 话语之间 众人眼神一扫 便见战场之中 又是一具无头尸身倒下 鸡家的一众鸡家死士 已经实不存一 剑子 龙石眼神一鸣 冷声说道 我能挡下他的剑 不过速度却是有所不及 此时 一直沉默着的灵星仙子也是开口了 言道 星月神眼之术 能预判锁定他的剑舍诡计 再也有江公子一旁协助 挡住此人片刻不难 就如此办 六天风 你将大阵之力催动极限 屏蔽武神云光 若是可以 施展无法天地 深知眼前之人的可怕 将云翼没有半点犹豫 冷喝一声 身后星光闪动 一口长剑随之冷笑而出 直接斩入战场之中 见此龙狮也不再迟疑 翻身一转 竟是化作一头青龙 银甲附体 散发着宛若神铁一般的冷光 随后 龙吟长笑 斜着无边威势撞入战场 众人商谈对策 只不过是在片刻之间 这就是这片刻之间 战场之中 就已经倒下了七八具尸体 这个数字 看似微不足道 但若是每一具尸体生前 都是先天神境的修为呢 一众先天神境的家将死士 汉不畏死 博命一战的结果 竟然只是拖住了他片刻 而为了片刻 他们所付出的 是七八位先天神境的性命 飞洒的鲜血 蔓延的血腥 让这战场更添三分残酷 江云义见光横空而至 凌厉锋芒 只取战场之中那一道白衣双冷的身影 随后 怒龙长笑 龙师献出青龙本体 携着无比威势冲击而来 与江云义一前一后 何宫宁渊 江云义 北辰神宗七子之一 众人之中 与基隆武以及灵星仙子 并肩齐名的天之骄子 一身剑道修为已入道之化境 不逊色领悟出了杀戮真意的基隆武丝毫 此刻剑出人动 北辰天星剑法随之展开 剑锋纵横之间 有星光浮现 不断环绕在江云义周身 三分牵制 七分防守 毫无进攻绝杀之意 江云义明白 眼前军人速度恐怖 剑锋更是锐利无比 想要以攻戴手 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别的不多说 先前的基隆武就是写凌凌的例子 基隆武之所以在那剑锋之下败王 绝对不是因为他大义 他若是大义 一开始也不会动用杀戮之意了 基隆武唯一错的 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战略 想要以攻戴手 将自身杀戮之意的力量催动极限 将眼前之人逼入死境 全然没有顾及自身防守 若是面对别的对手 基隆武是对的 毕竟最强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就算是江云义 也没有半点办法直接突破基隆武的攻势 将他斩杀 但是可惜 这一次他对上了这样的人 在这速度快得难以形容的剑锋之前 没有防守 那和将脖子动的对方剑下又有什么区别 基隆武错了 为此丢了性命 将云义自然不会蠢的重蹈覆辙 北辰天兴剑法展开 只取宁渊而去 义的牵制拖延 但却见 冷风呼啸 剑影纷纷 下一瞬 剑锋连身 极致的剑速 带来无比凌厉的锋芒 一剑落下 将云义周身星光直接被撕裂拆来 不过 这到底为将云义争得了一顺时间 在那剑锋撕裂星光的下一瞬 将云义剑锋回转 进化手势 砰 剑锋交错 铿枪交击之声响起 将云义只感到握剑之手一阵剧痛 紧接着 一道道无形剑气 随着风势凌声 直接在他身躯之上 切割出了数道鲜血淋漓的剑痕 伤口之中 凌厉的剑以撕裂血肉 带来一阵剧痛 挡下了致命一击的江云义 心中却没有半点喜悦 反而惊恐更甚 因为他挡下第一剑的下一瞬 第二剑 来了 一剑破空 剑锋直取江云义的颈尖 剑未至 那凌厉的风 就切开了江云义的护身真元 在他的颈尖留下了一道血淋漓的剑痕 下一瞬 便要生死定论 但就是此时 龙吟长笑而至 无匹之威 直取宁渊 恩 龙师攻来 宁渊眼神一凝 手中即将要斩下江云义头颅的剑是一转 反向袭来的青龙 轰 一声轰鸣 剑锋汗冷身 沸腾的龙血飞溅而出 宁渊身影随之退开树部 江宁渊抵退 龙师所付出的代价 那便是可摧毁神体的龙爪之上 多出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珍贵的龙血 挣不住地从其中喷涌而出 江云义 龙师 这来自北辰神宗的天骄 与妖界龙族的强者联手 付出了如此代价 换来的 仅仅只是逼退眼前之人数部 无需多言 高下立判 也正是因为如此 江云义与龙师的眼神更是凝重 紧绷的心 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为这放松的代价 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性命 便是此时 忽然一声轻贺响起 星月神眼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六章 只见一片星光璀璨绽放 分化为无数星辰将战场笼罩 又出现两轮圆月 瞬间融入了江云义与龙师体内 月光入体 两人身躯顿时一震 随后只敢周遭天地变化 尽数纳于心间 时光更是在一瞬间放缓了下来 然后 虚空之中现出道的无形剑痕 若隐若现 然而眼前之人 那快乐难以捕捉的剑术 终于勉勉强强寻到了一丝诡计 星月神眼 星月神宫无上神法之一 能够推演天地 补算命途 若是用于战斗之中 还能判定对手的攻守之势 寻找出弱点将棋 神妙异常 凭借此法 在神州 星月神宫 天机门 补天阁 被誉为三大掩天传承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灵星仙子的星月神眼 虽然远远不到推演天地的地步 但轻力施展开来 还是能够勉强推演出宁愿剑术的轨迹 被星月神眼之力加持 在那风之急意之下 已经岌岌可危的龙师 与江云一心中顿时已定 下一瞬 冷风呼啸而起 宁愿剑风随之横空而来 剑随风行 仍旧是快得害人无比 剑风未至 冷冽的风 已然将虚空切割开来 面对这样的见势 龙师眼神一明 不敢怠慢嘶吼 心神合一 借助星月神眼之力 终于 堪堪捕捉到了这风之极剑的轨迹 一瞬之间 龙师不再迟疑 也容不得他迟疑半点 龙吟长笑一声 青龙之躯方腾 龙尾横扫一击 向那狂风之中纵剑而来的人轰击而去 喷 一声铿锵巨响 沸腾炽热的龙血飞剑开来 落到地面之上 顿时将那沉积的厚厚一层的白雪化开 血水流淌着 更添一分残酷 而宁元身影 则是再一次被震退了出去 握剑之手 竟然多出了一缕鲜红 这让宁元微微皱起了眉 他还是小看了地级英雄卡的力量 松之痕真正的根基 实在太过强大 强大到了他现如今的肉身 都无法完全承载的地步 因此 根本无法发挥出这张英雄卡完整的实力 六成 至多六成 宁元此时能够承载的力量 至多只有风之痕的六成 一旦超过这个限度 结果 就会和当初他第一次使用英雄卡一样 身体透支脱力 直接昏死过去 所以 宁元一直尽可能地控制着自身的力量 将风之痕剑法速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而不是专注于力量 但是宁元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还有星月神眼这张底牌 人本只凭星月神眼也算不得什么 风之急意之下 这星月神眼 至多只能推演出他第一剑 绝无可能推演出第二剑 就算推演出了 他们也跟不上 但是宁元此刻的对手是两人 出自龙族的龙师 还有北辰神宗的江云义 这其中最为麻烦的 就是那龙师的 这是一位妖界龙族之中的强者 青龙之躯防御强悍无比 宁元剑锋虽是灵力 但也只能将其林甲破开 无法真正伤之内部 这样的伤看起来虽是严重 但和龙族那强悍的生命力与恢复力一比 顿时就变了微不足道了 除此之外 龙族肉身之力极为强横 宁元要控制自身力量 若是与之正面硬拼 会加重他肉身的负担 要速战速决 否则 这肉身难以继续承载 风之痕的力量 想到这里 宁元眼神异朗 剑势再起 寒风呼啸之间 剑影纷纷 直将龙师与江云义笼罩在内 见此 龙师与江云义联盟出手抵挡 只不过 这剑影公式不比先前 威力虽减 但剑速极快 虽有星月神眼狱之剑是诡计 但一时之间 也跟不上这可怕的速度 无奈之下 龙师只能够凭借青龙之躯的强横防御 以身接连应接道道剑影 纵然被斩出了一道道鲜血淋漓的血痕 也在咬牙之称 虽有龙师抵挡在前 江云义也不敢怠慢 北辰天兴剑法也催动到了极致 进化防守之势 在那狂风呼啸之间 尖难抵挡交错纵横的剑影 剑影之中 鲜血飘飞 龙师与江云义节节败退 身躯之上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星月神眼的力量 能够让他们预算出宁渊的剑势诡计 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能够扭转战局了 在这风之极异之下 他们只多能够挡下那致命一击 其他的 仍旧是没有半点改变 身躯之上不断增添的剑痕 节节败退的局势 两人心中一片凝重 心知在这样下去 他们迟早要败王在这剑锋之下 虽明知如此 但此刻 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 别无选择 只能够咬牙硬撑 将希望放在一旁 已经酝酿了片刻的美妇人身上 太医神宗 逆先一脉 神舟皆知 太医神宗 神子为主 四脉为辅 其中四脉指的就是绝先 逆先 孟先 灵先四脉传承 四脉皆为太医神子的双修神吕 但所修功法各不相同 因为他们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帮助太医神子 将自身大道修炼至完美的地步 逆先一脉 之所以称之为逆先 是因为他们所修炼的传承功法 核心便是那阴阳逆反 混沌归一之道 眼下这位美妇人 就是出自于太医逆先一脉 此刻她运行体内真远 化为阴阳之力 逆反运行 正是太医逆先传承之无上十法 阴阳逆反 混沌归一 这十法微能恐怖 有逆反阴阳 规划混沌之能 也正是因为如此 消耗巨大 甚至会影响到自身根基 除去了和神子双修 助其功成之外 逆先一脉 基本上不会动用这样的力量 但是现在 她却不得不动用了 因为她不用 那么今夜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有龙师与江云一拼命争取到的片刻时间 她已是将体内真元运行到了极致 牵牵御手之上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绽放开来 顿时周遭虚空扭曲 万目失衡 隐隐肉崩溃毁灭 重归混沌之下 下一瞬 她眼眸之中两道神光绽放 双手一推 顿时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穿入虚空之中 眨眼之间 便将战场笼罩 黑白之光绽放 顿时时空时横 纷纷破灭 将那一片空间化为混沌 混沌涌现之后 一股恐怖的压力 顿时落在了宁渊身上 混沌之间 象征着天地阴阳的黑白之光转动 将宁渊身躯笼罩 竟然也想要将它肉身分解开来 阴阳逆行 混沌归一 这就是神舟传承的底蕴 屹立万古不灭的传承 所拥有的手段 根本不是寻常人能够想象的 在这混沌笼罩 阴阳逆反 风中极尽的身影 竟也是不由地缓了下来 甚至被禁锢在这混沌之中 便是现在 见此一幕 龙狮与江云一眼神一宁 没有丝毫迟疑 当即转手为攻 青海一击 北陈行让 只听龙银怒笑 星光绽放 龙狮与江云一转攻为首 一出手 就是最为凶猛的杀招 他们不知道 这混沌之力能够禁锢宁渊多久 所以 他们没有半点犹豫就动用了杀招 因为他们不确定 是否还有给他们施展第二招的机会 眼前之人的恐怖 他们已经深有体会 若是不能抓住这烧纵即逝的战机 死的 就是他们了 怒笑轰银之间 一道龙颖翻江倒海而来 同时 璀璨星光横空绽放 化作七剑交织 直攻银渊周身要害 同时 那逆先一脉的美妇人 也是将体内真元推动到了极致 混沌之中的阴阳逆反之力爆发 化作一黑一白两道锁链 死死的将宁渊躯体禁锢的其中 三方联手 实在绝杀 攻势逼命瞬间 混沌之中 宁渊眼神却仍是一片平静 下一瞬 风 起了 在这一切都已然化作被阴阳之力逆反 一片混沌之中 风起了 只不过这风 不再是速冷的寒风 而是 汹汹怒焰 轰 只听一声轰鸣 宛若烈焰的狂风怒笑而起 无比恐怖的力量随之爆发 禁锢着宁渊周身的阴阳锁链 在这暮焰风中 宛若梦幻泡影 瞬间破灭 没有抵抗 是因为 根本没有抵抗的力量 纵使逆反的阴阳之力 也难党这化作怒焰黄笑的风 啊 逆反的阴阳之力破碎瞬间 那逆先一脉的美妇人 顿时遭受波及 悲鸣一声 员弓破碎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斗声惊变 让沙昭方出的龙石与江云义心中一惊 但他们还来不及想些什么 风声已至 声腾的怒焰 呼啸的狂风 两者交织之间 一人 一剑 横空而至 思绪 尚来不及回转 便陷入了那怒焰风中 紧接着 便是一声凄厉无比的龙吟 一剑 只是一剑 怒焰风中的剑 将虚空撕裂 将龙虚展开 滚滚鲜血喷涌而出 那一头青龙 竟是直接被一剑展开 当场命绝 龙 见此一幕 将云义惊恐失声 但是这话 只道出了一字 下一瞬 一道血痕在他颈薄之处浮现 随着鲜血喷涌 竟是将他的头颅冲到了半空之中 一具无手的躯体无力的倒下 白墨在地上横流的血水与血水之中 被玩戴续 第二百二十七章 写的星红 再一次洒满了这雪风 增添的两剂尸身 让众人内心之中强压下的恐惧 再一次不可遏制的浮现 蔓延到了四肢百骸之中 不过 只是眨眼之间 龙师 江云义 两位顶峰强者就这么命绝剑下 太一神宗逆仙一脉的高手 星月神宫的灵星仙子 也是树窗不清 再加上 尸身已然冰冷僵硬的鸡龙武 众人之中最强的武人 已然是三死两伤 便是最强的四人联手 都挡不住他片刻 其他人又要如何面对如此恐怖的对手 注视着那怒厌风中的人 众人眼神惶恐 脚步不由地往后退却 这其中包括了太一神宗逆仙一脉那位美妇人 他此刻脸色一片苍白 唇边还带着一缕血迹 眼神直直中 更是如何都掩不住的惊恐 怎会这样 一声话语 四字之中是不可置信 是恐惧骇然 他实在无法接受方才发生的一切 近乎耗尽了他一身真远 甚至还损伤了根基 方才施染出来的逆反阴阳 竟被瞬间而破 这可是逆仙一脉的至高神法 和太一之道真意的阴阳逆反 混沌归一之术 就算对上神经四重 修出那元神的地结强者 也能将其困住片刻时间 但是现如今 在那怒厌之风当中 这阴阳逆反之术 却是连几个呼吸都拖延不住 就如梦幻套影一般破碎湮灭 难道这人的修为 已经超越了神经三重 踏入了修成元神的地结境界 但若是他的修为 超越了先天神经三重 又如何能够在这北域之中行走 难道这是神武圣殿手中 真正的底牌吗 内心之中满是精疑 更是加深了恐惧与慌乱 众人不由往后退去 心中战役 早已随着地面之上的一具具尸体 一同消亡了 众人惊退之间 宁渊却是踏开了步伐 怒艳风行 汹汹见势 纵横交织 将这一片战场笼罩在内 紧接着便是一阵血腥涂露 啊 一阵悲鸣声中 数颗人头抛飞而起 鲜血喷剑 在风雪之中飞洒而来 分外刺目 怒艳之中的人 狂风之中的剑 毫无半点留情 因为这一次本就是为了杀戮而来 生死相对 不是你死 便是我 如何能有半点留情 只不过是眨眼之间 又是数据无头尸身倒在了大地之上 在这怒艳风中 汹汹见势之下 这些出自神舟无上传承而来的神境强者 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 退 不断地退 随着一句句倒下的尸体 众人惊慌无措地往后退着 是没有抗衡的勇气 更没有抗衡的实力 就是在这经退与杀戮之间 忽然 天音阁 雪风后山 证起一声轰鸣巨响 轰 轰鸣声中 只见五道神光绽放 化作五根晴天光柱 直接冲入了天穷之中 随着五道神光冲销而起 顿时风云惊变 日月无光 天地失去了色彩 不见日月星辰 只剩下这五道璀璨的神光 遮掩天穷 无比浩瀚的神圣之力降临 将整座天音阁雪风笼罩在内 是神使 神使出手了 见此一幕 惊慌而退得众人一正 惶恐的眼神之中 浮现出了一丝惊喜之色 神使 宁愿喃喃了一声 手中剑势随之一停 转身望向那神光绽放的方向 同一时间 天音阁雪风后山 五道神光破空而至 直接落到了天音大殿之前 画出了五人身影 神色冷漠 身披神医 透着神圣不可亵渎的威严气度 手中分别持着一盏晶莹剔透 以神之光芒为灯火的灯展 正是那五位神使 见此一幕 宁愿不语 手中星辰剑却在微微颤着 让周身环绕的怒焰之风 变得更是汹涌了 而已然被杀得崩溃的众人见此 可谓是绝处逢生一般 趁着宁愿停剑的空隙 纷纷退到了五位神使身后 虽然那木焰风中的剑者恐怖至极 但五位神使的出现 仍旧是让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 因为这五位神使所代表的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们拥有着神的力量 执行着神的全能 是神只在这世间行走的象征 这样的存在 一位便已是恐怖 现在却有整整五位 这是何等强悍的阵容 更不要说 现如今在他们的脚下 乃是万年之前 那六位神主联手开辟出的神阵 战尽人士弟弟 五位神使面前 就算这来历不明的剑者强横无比 也只能俯首屈膝 众人经退之间 五位神使目光一早 将战场之中那横流的鲜血 与满地的尸体收入眼底 最后望向了那立身于怒焰狂蜂之中的人 无需多言 眼前这一幕 尤其是那一句句尸身 已经说明了一切 纵然情感已经变得极其单薄 只剩下对于神的虔诚 但见这满地的尸体 五位神使的脸庞之上 神是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丝怒涩 心中的愤怒 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死 而是因为那人对于神的挑衅与亵渎 亵渎者 该死 冷冷一声 太一人使 那一位面容绝美 但神情却无比冷酷的女子怒喝一声 手中灯盏神光一闪 与冲入天穷之中的一道神光天柱交相枯映 紧接着 一道神光化作雷霆轰击而下 直袭凝渊 雷霆斜着磅礴神威轰击而下 却见木焰风起 无形剑气切割虚空 神光雷霆尚未临身 便已然被剑气切割粉碎 消散烟灭 恩 见此一幕 五位神使眼神微微一宁 先前那一击 虽看似平常 但实际上 却引动了六方神阵之能 绝不可小视 万年之前 那一场神战之中 战败了五神耗尽一身五神员弓 封锁了北域天地 以至于那六位神之虽胜 但却无法进入北域 但是之后 三大圣地老祖叛变 与那六位神之勾结 建立了一方神阵 牵引六位神之之力 以此穿透了五神圆弓屏障 让帝魔皇等一众高手杀入北域之中 攻破神武圣殿 当初那一方神阵 就在这天阴阁雪峰之中 并且还多了一个名字 换作通天仙路 而现如今 胆受到强敌进犯 五位神使当即发动了这神阵之能 那冲入云霄的五根神光天柱 便是神阵的力量源泉 方才太一神使 便是引动了神光天柱的力量 一击之力 运神之威能 便是神境地劫的高手 也未必能够正面抗衡 趁不要说轻描淡写的一击破碎 宁愿这般强横的实力 让五位神使微微皱眉 随后对视了一眼 不但犹豫 直接催动起了灯染之内的神之圆能 恩 见此一幕 退到了五位神使之后的众人 惊魂未定的眼神之中 忽然多出了一丝好奇 神使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他们不会修炼 也无法修炼 因此 没有半点根基修为 单从修为上来说 他们很弱 弱到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连寿元都只有百年 但是他们体制特殊 能够承载神之元能 以此催动神为之力 在必要时刻 甚至能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让神之分身降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很强 并且强得恐怖 不过神使向来极少出手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神之 在神州之中 除了某些绝世强者 少有人胆敢触犯神之威 在场众人虽然出自神之传承 但却没有人亲眼见到过神使出手 所以现在他们心中难免多出了一丝好奇 想要看看这神之威究竟是何等强横 众人之中 只有那灵星仙子见此 神色骤然一变 想都不想 就抽身飞退 灵星仙子的动作 让众人一震 却还来不及猜测他的用意 便见一道道神光降下 只不过 这神光不是朝宁渊攻去 而是落到了众人身躯之上 什么 啊 一阵错恶与惊骇的呼声之中 神光入体 众人只感觉 身躯一阵剧痛传来 紧接着 汹涌澎湃的力量 在四肢摆开之中爆发开来 力量的爆发 却无法带来半点喜悦 只有无边的惊恐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的丹田正在破碎 以至于 其中的真元汹涌的爆发开来 这短暂的力量爆发 所以 付出的代价 是一身修为尽毁 此时此刻 他们终于明白了 过来这神使的手段是什么 这也让他们心中惊怒骄蹦 但却不等他们反抗 一股恐怖的力量便侵入了他们的意志 未成元神 在这股力量的侵蚀之下 众人一致瞬间崩溃 心神被夺 下一瞬 众人便狂笑而出 直朝宁渊杀去 他们人数不多 只有二十余人 但在那神之元能的加持 和体内真元爆发之下 每一个人都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二十余人冲出 视死如归一般 哪怕舍弃性命 也要将宁渊拖入地狱之中 众人狂笑为杀而上 搏命汹汹攻势之下 宁渊静离 怒艳狂风之中 银霜白发随风飞扬 浸染黑暗 剑 魔流 只听一声冷喝响起 怒疯狂笑 无比魔艺伴随剑势扑展开来 正是另一机翼之剑魔流剑 被玩戴续 第二百二十八章 风行快意 我走狂野 两种截然不同的机翼之剑 在一人身上展现 先前是风中的急速 现在是魔中的极端 剑势再起 魔翼纵横 这一次 众人终于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但是结果 却比之先前更为残酷 因为现如今 他们所遇到的是那最为疯狂的魔之剑 全无首饰 只有最为极端的弓杀 魔剑锁过之处 尽使腥风血雨 无人能挡得住这样的剑 无人能挡得住这样的魔 怒恋狂风纵横之间 留下了一句句残破不堪的尸身 不过是在这眨眼之间 冲杀而上的众人 就变成了满地的尸体 鲜血横流 将这雪风彻底化作了星红 杀戮过后 天阴大殿之中 剩下的 残存的 只有七人 五位面容冷漠的神使 惊恐站立的灵星仙子 还有那血腥之中 踏射而立的魔中剑者 注视着 那满地残破不堪的尸身 五位神使眼眸之中 已是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丝凝重神色 眼前的对手 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神使 神之在世间的代言人 拥有着神的力量 代行神的全能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这一切的光辉过后 是一个可悲可笑的事实呢 所谓的神使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容器 用来承载神之原能的容器 特殊的体制 让他们无法修炼 也不能修炼 将自身的一切 生命 灵魂 都献给了所谓的神 他们虽然有神之原能 但却无法使用 因为 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力量 所以 这些神使的战斗方式 要么 直接爆发出体内的神之原 能攻杀粘秘 要么 将神之原能注入他人体内 将其化作傀儡 并且爆发出最强状态 不顾一切的杀向对手 这样的手段虽是残酷 但却极为有效 但是这一次 却遇上了更为凶残的魔流剑 汉不畏死的众人 眨眼就成了满地蚕尸 这攻势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而现如今 他们也要面对这最为恐怖的魔流剑 高峰之上 冷风呼啸 带着化不开的血腥味 战场之中 宁愿步伐踏开 黑发飞扬 磨一森森 手中进风之上 一滴滴鲜血落下 剑落在大地之上 凄厉的星红 宛乱立剑一般 刺入了内心之中 眼见宁愿逼命而来 五位神使眼神一宁 当即 催动灯战之中的神之原能 运转神阵 神阵运转之间 五位神使身躯不住地颤抖着 口中鲜血一出 将身上的衣袍染得鲜红一片 全力催动神阵 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轰轰轰 一阵阵轰鸣声响起 整座天鹰阁雪峰都在震动颤抖着 无数人惊醒过来 远望着 那五根冲入运行的神光天柱 神色错恶 随后便是一阵混乱 神阵运行 五根神光天柱震动 涌现出浩瀚瀚礴的神之威能 太一阴阳 紫耀黄气 北辰天星 新月之华 还有那真龙之气 五方神能爆发 震撼虚空 直朝战场之中的宁愿轰杀而去 虽然当初建造这一处神阵的用意 是打开一个缺口 以此传送进入北域 但是 为了屏蔽天地之中的五神员工 那六位神之注入了大量的神之员能 此刻被这五位神使引动开来 轻力轰杀之下 一样是恐怖至极 这就好像一座万丈崇山镇压下来 纯粹的力量碾压 没有技巧 也不需要任何技巧 都能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并且 这还是五方神能 如果说一方神能 不是万丈崇山镇压而下 那么这五方神能接连爆发 就是天他倾泻 五方神能交错 无比恐怖的力量轰击而下 宛若神威灭世 虚空崩毁 毫无保留的轰击在了雪峰之上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这助力了万年的天鹰 和雪峰剧烈的震动着 山起崩碎出一道道裂纹 被这恐怖的力量轰击的下沉了十余掌 雪峰如此 战场之中更不用多说 在那五道神光之中 大地崩碎 全然破灭 不存半点生机 魔流 气血 却骤听一声冷喝 璀璨神光之中 一道魔之剑光绽放开来 魔剑爆发 极端魔翼 是最为极端的攻杀之剑 凶狂暴地 力破万法 一剑纵横之间 五道神光也难以抵挡 纷纷破碎 破碎的神光之中 但见一道身影冲销而起 纵入天穷之中 魔剑身影刹那化为风之极翼 白衣飘渺之中 再出极竟之剑 风尽残痕毒凭剑 刹那 狂风骤起 怒笑之间 竟使将天地笼罩 陷入了风之极翼当中 风 无尽的风 狂吓的风 在这风间纵横的 是剑 最为极尽的风横之剑 一瞬之间 风远天地 剑横苍穹 亿万剑气纵横交错 横扫十方 在那五位神使绝望的眼神之中 亿万剑气撕裂虚空 展入那五根神光天柱之内 剑气横扫之下 轰鸣升起 神光破碎 天柱崩碎 笼罩天地的神阵随之崩毁 彻底破灭 当年那六位神之部下的神阵 的确是强悍非凡 否则 也不至于将五神员工撕裂开一个缺口 进入北域之中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到底只是一个传颂阵法 用历经的万载岁月的消磨 已经是摇摇欲坠 只不过 有那磅礴神之缘能维持 才支撑到了如今 此刻 在这风之痕极尽之剑下 神能破碎 阵势自然也随之失衡 六方神能相互冲击之下 彻底崩毁 随着神阵毁灭 天鹰阁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万丈雪峰竟是直接陷入大地百丈 汇聚而来的地脉灵气 纷纷断裂 往外溢散 一众天鹰阁弟子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引起了一片混乱 谁也控制不住局势 而天鹰大殿之前 那五位神使 更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直接瘫软在了地面之上 神阵破碎 对于控制神阵的他们 自然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那一旁的灵香仙子见此一幕 眼神之中更是惊慌无措 连忙退入了天鹰大殿之中 他不知道这样能够逃得一命 但现如今 他已经没有丝毫勇气去面对那人了 先前那天地之风 万箭纵横的一幕 俗给予的震撼 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神 那样的存在 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甚至 连那神都不能 灵香仙子参皇而退 五位神使却是重伤难以动的 无法退走 当然 也没有退的必要了 事已至此 他们还能退到那里去 一阵狂风呼啸而至 风之剑影落下 直至五人面前 随后 也不能五位神使出生 那满是裂痕的心沉剑 便落在了太一神使的颈簸之上 把你太一神使唤出来 冷声话语之间 剑峰一横 便在太一神使那雪白如玉的颈簸之间 留下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痕 听此 太一神使却是冷声一笑 言道 评一口诀 也想要威胁无神之仆 不觉得太过可笑吗 话语之中 是对于生死的无畏 神使 本就是将生命与灵魂 尽数献给神的人 对于他们而言 死亡根本算不得什么 自然不会因此而受到威胁 神 宁愿难难了一声 俯视着自己剑下的太一神使 言道 若你们的神只有如此 那么 神这个字 未免太过廉价了些 你 听此 无论是太一神使还是其他四人 脸庞之上都浮现出不可压制的怒火 对于他们而言 那神 是生命 是灵魂 是绝不可亵渎的信仰 而宁愿这句话语 可只是亵渎那般简单 他们愤怒 无比的愤怒 以至于身躯都在微微颤抖着 但不等他们宣泄出来 便听宁愿冷声道 你们最后的机会 换出那所谓的神之子吧 话语之间 宁愿受谢 眼神冷漠地注视着五人 亵渎者 神子 会让你明白亵渎的下场 太一神使支撑着重伤的躯体站了起来 探手握住了那盏神灯 随后 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落入灯盏之中 鲜血落下 那本已经有些暗淡的神光灯火 骤然剧烈地燃烧了前 随后 与其他四盏神灯接连在一起 磅礴 神之源能涌现 绽放出一片璀璨神光 片刻之后 神光之中 隐约浮现出一道伟岸身影 渐渐清晰 近乎完美的俊逸面容 无上威严的神圣气度 神光绽放之中 太一神之子 再临北域 神子 见神子降临 太一神使身躯微微一颤 随后瘫倒在地 体内生机 尽数消散 恩 见此一幕 太一神子微微皱起了眉蓝 眼神扫过周遭 最终落到了宁渊身上 结果不等他言语 便见宁渊举起了手中的星辰剑 冷声言道 认得这口剑吗 见这星辰剑 太一神子眼神变幻一阵 随即淡笑道 呵呵 原来是因为那一个可笑的蝼蚁而挑上无望 神武胜点了余孽 是谁给你的勇气与自信啊 藐视话语 而无法让宁渊眼神出现半点波澜 唯有手中的星辰剑 泛起了森森杀鸡 我给你一招的机会 在这剑下 求火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九章 一招 求火 平静话语 是狂 绝代的狂 是强 绝世的强 满是裂纹的星辰剑 透着森冷凌冽的杀鸡 风骤然而起 在这满目疮痍的天鹰阁雪风之上呼啸 平天一股让人窒息的压迫 恩 太一神子眼神一宁 冷冷注视着面前横见而立的人 谋中是雷霆震怒 九十万年以来 你是第一个胆敢如此挑衅吴的人 一招 很好 话语之间 太一神子周身神能汹汹而动 顿时周遭虚空扭曲 神光璀璨 直接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它那神圣光辉闪动的神区笼罩在内 虚空扭曲 漩涡疯狂搅动之间 一阵阵狂风呼啸而起 诸唯还未彻底消散的神之元能 竟然被这漩涡之力吸引牵动 源源不断地注入太一神子体内 先前那太一神使 牺牲自我 牵引其他四盏神灯之中残存的神之元能 方才能够让太一神子分身降临 这最后的神之元能虽然不少 但对于太一神子而言 还是远远不够 起码没有达到能够一招 将宁愿斩杀在此的地步 他虽是狂傲 但是眼下这满地的血腥与尸体 还有那崩毁破碎的神之阵 让太一神子都不得不承认 眼前之人的实力 这样的高手 放在神周之中都是一个麻烦 再对北域 那更是心腹大患 若是不将其拔除 神周一方在北域 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更不要说牟取那一颗天地之心了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 对于太一神子而言 更是如此 所以这人必须死 只不过想要杀这样的人 就绝对不能给他退离的机会 因此太一神子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将周遭神阵破碎之后 异散的神之缘能吸收 欲要施展最强一招 将宁渊当场轰杀 虚空震动 神缘汹涌 源源不断地纳入太一神子的体内 那扭转角动的漩涡随之愈发恐怖 连周遭虚空都难以承受 纷纷扭曲破碎 露出了一片黑暗的虚无空间 对此 净利的宁渊不语 意识没有半点动作的意思 就这般让太一神子不断将神能吸收 他说过 给一招的机会 那么自是不会食言 见宁渊不动 太一神子眼神之中 却没有半点喜色 只有污边震怒 这被如此藐视的感觉 他已经太久没有感受过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此刻心中的怒火 才更是汹涌 陆一家催之下 太一神子今那十方神之缘能 顿时神灰璀璨 神圣气息蔓延 在这扭曲的漩涡之中 映照出一道无上伟岸的神之身影 纵然只是一个分身 但要杀你 一招 足够了 冷声一语之间 太一神子将体内神能 催发到了极致 随后 练见他双手高举 右手之上降下一轮神日 左手之中浮现一弯冷月 日为之阳 月为至阴 阴阳交汇 双形运转之间 无比恐怖的力量爆发开来 周遭事物波及其中 顿时万物尽毁 甚至于时光与空间都随之崩溃 化作了一片混沌 这正是太一之道无上神法 阴阳逆反 混沌归一 同样的招式 却在太一神子手中爆发出了更为恐怖的力量 日月神灰 日月神灰璀璨绽放 将一切尽数摧毁 无边混沌之气 汹涌而动 不断向四周扩散 反逆阴阳 真正的强悍之处 绝对不是困所束缚 而是绝对的攻杀 阴阳逆反 毁力万物 化为混沌 归为初始 这样的力量 怎有可能是困手之招呢 只不过 先前逆先一脉那女子 根基太弱 修为不足 也没有领悟出这阴阳逆反的精髓 所以 只能勉强化出阴阳锁链 将冥冤束缚其中 结果 在怒念之风下 却瞬间破碎 但太医神子不同 他乃是神之子 天父悟醒本就惊人 又历经九世轮回 修行万年 不断将自身补全之完美境界 这涉及天地本源的太医之道 都被他修炼到了正道通神之境 可见他的恐怖 所以 哪怕是同样的招式 也有着天壤之别 只见 混沌之气汹涌扩散 周遭事物尽数毁灭 眨眼之间 便已临近了宁渊身前 同一时间 太医神子双手运化 阴阳交汇 日月随之融为一体 随后 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 混沌归一 开天之光 神光绽放 混沌消散 化作无比恐怖的神之威能爆发 宛若怒海仙涛一般 汹涌而出 刹那 便将宁渊身影淹没吞噬 神光之中 一起尽数毁灭 小米 彻底化作虚无 似乎没有什么 能够抵挡这开天辟地的光芒 然而下一瞬 风 起了 在这无边混沌之中 在这开天神光之内 风起了 风中 两道身影浮现 一黑 一白 象征着两种极尽事件 风中快意 我中狂野 极尽的剑 风化而现 两股截然不同的剑衣 一体双分 双分一体 魔流剑 风之痕 两道身影 双剑纵横 无比纯粹的剑衣之下 神光崩碎 混沌消散 只剩下了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两口剑风 什么 开天神光崩碎瞬间 一声不可置信的话语 诗声响起 但却来不及道出第二句 因为下一瞬 见林了 没有人能够真正看清 方才那一瞬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连太医神子自己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最后所感受到的 便是那两道最为璀璨的剑光 交错而来 随后 他便失去了感觉 或者说 失去了生命 一片死寂之间 神光崩碎 混沌消散 毁灭的一切随之恢复 鲜血流淌 在这满目疮痍的雪地之上 扩散着 太医神子的身躯 僵硬地站立在雪地之上 在他身后 一人身紧 迎风傲地 你 太医神子艰难地转过了身躯 眼神之中是不可置信 甚至还有一份惊恐 注视着眼前之人 似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下一瞬 却见一道血线在他颈泊之上浮现 这想要道出的话语 也因此 硬生生地被止住了 鲜血地浮现 让人意外 因为此时此刻 太医神子只是分身降临 而这一道分身 是完全由神之缘能凝聚而成的 就算受伤 甚至被人毁灭 也只有是神光破碎而已 所以 他不会流血 也不应该流血 但是此刻 这刺目的鲜红 确实在他颈泊之间浮现 而那眼神之中的惊恐 更是说明了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 绝对不只是一句 微不足道的分身而已 便是在太医神子那 错恶与惊怒的衍生之中 敬礼的人 探手扶去了 剑锋之上的那一抹鲜红 随即诞生说道 你在神州那颗头颅 便暂且记下 来日 会有人上门取回的 你 一声话语 多少愤怒 但这话语声 下一瞬便被遮掩 扑 鲜血喷勃的声音 太医神子 颈迫之间那一道血线 崩开 鲜血喷涌而出 只将他那一颗头颅 冲飞而起 随之破碎开来 化作神光消散 而那一句无首的尸身 也无力地倒下 但还未落地 便随风而散 进化虚无 一招 只是一招 便终结了一切 大战过后 这天 鲜鲜血风再次陷入了死寂 入目 是在雪地之中横流的鲜血 还有那一句句 渐渐僵硬的尸身 喷 忽然 一道刺耳的破碎声响起 宁愿低头望去 这剑手中的星辰剑 在微微颤抖着 紧接着 那满是立文的剑身 一寸寸的破碎开来 化作飞灰 随风散去 当初为左晶云 承接五神云宫 以败王之剑 横斩五神血壁之后 这星辰剑 便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 只是因为左晶云 才勉强保留住了最后一分灵性 完成这一战之后 他最后一丝灵性 也随之消散 处视着星辰剑在自己手中消散 宁愿发出了一声叹气 随后 转眼扫视周遭 见此刻 这天音阁已是灯火通明 不过 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很明智的 没有靠近这天音大殿之前的战场 宁愿没有理会这混乱一片的天音阁 因为 这已经与他没有多少关系了 风声渐气 人影消散 最后剩下的 只有这一片满目疮痍的战场 还有那眼埋在白雪之中的尸身 冷风呼啸 落雪纷纷 一切归于平静 只是不知道明日朝阳升起之后 这平静还能维持多久 与此同时 终遇神舟 九星神月之下 一座神风望站 直入云霄 神风之上 一座气势磅礴的宫殿坐落 灰红庄严 在这云雾飘渺之间 宛若神殿 透着无上神圣威严之气 一眼便让人心中生畏 神宫大殿之中 四道虚幻身影相对而作 只有中央之人非是虚影 并且周身神光环绕 谋中更有日月之影翻船 尽显不凡 正是太义神之子 他此刻正坐于首座之上 更显威严气度 那四道虚幻人影坐于两旁 虽气息缥缈 身影虚幻 但隐隐透着无上威严之气 便是与这太义神子相比 也不逊色丝毫 无疑 这便是其他四位神子 北辰星主 紫妖神皇子 妖剑龙君 还有那一位星月神女 五人汇聚于此 正在商谈北域之事 那一颗天地之心太过重要 当年为了得到它 那六位神主不惜联手进攻为虑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才击败了那该是无敌的武神 之后又不想万联的筹谋 就是为了那天地之心 但是现在计划被打破 五位神之子才不得不重新商议 要如何才能够进入北域 收取那一颗天地之心 不过商议了许久 始终没有拿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 那笼罩着北域的武神员工 是难以跨越了天窃 连当初那六位神之都无可奈何 更不要说他们了 片刻之后 那子要神皇子摇了摇头 言道如今之际 也只能希望前往北域的人 能够将天地之心带回了 也只能如此了 北陈兴主点了点头 随后望向了手座之上的太一神子 问道 太一 方才北域换你降临 是又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些许麻烦罢了 太一神子诞生说道 只不过话虽如此 但他心中却也隐隐有些不安 神州与北域之间 有无尽之海阻隔 纵使太一神子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 便画出一道分身进入北域 他是以画神之法 将自身九道命魂分出其一 方才能够跨越 无尽之海 进入北域 然后借助神是体内的神之原能 凝聚神区 分身降临 只不过 神州和北域之间 隔着无尽之海 太一神子 也无法将心神与命魂分身 时时刻刻联系在一起 所以 他并不知道北域发生了什么 这也是他心中隐隐不安的原因 虽说神武祭结束之后 北域之中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强者 但左晶云的事情 仍旧是让他耿耿于怀 出现了一个左晶云 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艺术 还有神武圣殿那些余孽 他们折服了万年 如今好不容易争得了一线生机 又怎有可能放弃 想到这里 太一神子眼神顿时冰冷了几分 便是此时 骤然 一阵无比剧烈的痛楚传来 太一神子身躯随之一阵 竟是直接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太一 陡然惊变 让其他四人一阵 纷纷望向了太一神子 该死 太一神子此刻神色苍白 眼眸之中无尽怒火生腾 陈生说道 有人 染了屋的命魂分身 什么 听此 四人眼神之中的震惊不减反增 因为他们十分清楚 太一神子久到命魂的来历 这久到命魂 可是 太一神子深入轮回 重修久 视而助就的原神命魂 受轮回之力洗礼 又有太一神力护持 近乎不灭 不要说那五道已经没落的北域 就是在这强者如云的神舟 也不见有多少人能斩灭太一神子的命魂 但是现在 北域之中 竟然还有这等强者 是神武圣殿的余逆吗 众人喃喃数声 而后 纷纷望向了太一神子 神色变得有些苍白的太一神子摇了摇头 冷声言道 命魂未斩 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这北域之中 定然有隐藏的强者 天地之心 麻烦了 听此 其他四人也是揍起了梅兰 必须想办法 天地之心不容有失 能斩灭太一命魂的高手 非是寻常人能够应对的 但无等又不能亲身进入北域 这倒是未必 却听星月神女轻声一笑 言道 也许 我们可以寻找机会呢 你是说 如若妄免那般 理应外合 一举突破 听此 四人沉默了下来 纷纷望向了那一片朦胧之中的星月神女 气氛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第二百三十章 获得英雄之魂 风之痕获得英雄点 三千点 现在主人可以兑换英雄能力了 英雄卡效果消失之后 系统给了宁人一个小小的惊喜 英雄之魂 用了英雄之魂 便能够兑换出风之痕的能力 这十万点灵气质 总算是没有完全白费 不过很快 这一丝惊喜便化作了小小的无奈 风之痕 等级 第技能 风之痕 魔流剑 风之怒笑 魔流剑 风之痕 风之痕 风之疾异 剑之急速 急净快意的剑法 其中蕴含招式为 风 之痕 风果 流痕 残风剑影 剑随风行 流风剑影 流风一痕 风剑走无形 风果 无痕 风尽残痕毒凭剑 兑换所需英雄点 三千点魔流剑 魔之极端 狂以狠力的剑法 力重万军 杀势恐怖 其中蕴含招式为 剑 魔流 剑 气血 剑 气吕 剑 磨炼 剑 九霄 剑 魔挤 横眼之风 傲笑狂风 魔眼之风 魔剑走无形 魔剑狂流 魔风剑流 魔流 气血兑换所需英雄点 三千点 风之怒相 因由极尽愤怒而催动的怒眼之风 可将风之狠剑法加强至极致 对换所需英雄点 两千点 魔流剑 风之痕 同时施展魔流剑与风之痕剑法 以剑之极以化出向 至极之招 最多可分化出本体 风之痕 魔流剑三项 威力巨大 唯有将魔流剑与风之痕剑法 修炼至极致境界方才能够施展 兑换所需英雄点 六千点 看着这四项技能的介绍 宁愤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第级英雄卡的确是强悍无疲 但相对的 想要兑换其技能 也需要大量的英雄点 而现在 宁愤最缺的 偏偏就是英雄点 这一战 他获得了三千点英雄点 看起来不少 但结果只够他兑换数风之痕或者魔流剑 一项技能就要花费整整三千英雄点 这笔玄疾英雄卡的技能 不知道贵了多少倍 但是贵 自然有贵的道理 风之痕正得了风之极异 魔流剑修成了魔之极端 异者是速度的极致 异者是力量的顶峰 都是神之境界的剑法 神之境界 是何等之强悍 那帝魔皇只是借助分身降临 修为根基也不见得有多么强横 但却凭借着修罗之枪 在神武圣殿之中 涂入了大量年轻高手 之后 又一枪独占八大武魂 胸威滔天 势不可挡 再看左晶云 不过 出入先天神境的修为 便是因为修成了败王之剑 一人横扫三大圣地六位太上长老 若非是太医神子降临 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这就是神之境界 正道通神之境 不要说现在 就是在神武纪 乃至于上古神舟 古欲未分之时 能够踏入这个境界的人 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许多人穷极一生 耗尽心力 都未必能够触碰到这个境界的门槛 而现如今 宁渊只需要付出三千英雄点 就能够掌握一门神之境界的剑法 这何止是物有所值 如果可以了 宁渊真的想要把风之痕与魔流剑都兑换出来 但是可惜 他现在只有三千英雄点 风之痕 魔流剑 两者之间选哪一个比较好 风之痕 剑行快翼 拥有极尽的速度 魔流剑 凶狂暴地 力重万军 势不可挡 速度与力量 应该如何选择 宁渊陷入了沉思之中 片刻之后 他终于有了决定 心中说道 兑换风之痕 随之 系统的冰冷提示声响起 消耗三千点英雄点 兑换技能 风之痕 话语之间 无数剑法剑招 造诣领悟 宛若泉水一般涌现在宁渊脑海之中 不断地被他吸收掌握 一时之间 冷风骤起 吹动衣媚飘飞 宁渊周身刚气浮现 化为千万无形剑气 环绕周身卷动 好似一处暴风漩涡 剑随风行 直让虚空被切割出了一道道争鸣剑痕 片刻之后 剑气消散 狂风平息 一切又重归于平静之中 宁渊彻底掌握了这风之极异 宁渊之所以选择风之痕不选魔流剑 原因很简单 互补 现如今他拥有吃有血 苍龙战体 不败之意 又修成了刚远 铸就先天战体踏入先天道境 重重强化之后 这肉身之力已使强横到了一个恐怖的境地 便是和先天神境的高手也有一战的资本 所以 这力量方面 不是宁渊的缺陷 但是速度就不同了 以前无法修炼出刚系 宁渊也就没有修炼身法 全靠着力量的爆发加成速度 这对上普通人还勉强 但如果遇上身法玄妙的对手就是问题了 像是在咸阳城之时 面对那一众杀手的天魔部 宁渊一直都处于劣势之中 最后不得不以伤换伤 硬生生地拼死了那几个宁渊阁的杀手 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么干的 若是一个不好 那就是一命换一命了 所以宁渊必须弥补自己速度的不足 原本他还打算去找一门身法来修炼 但是现在有风之急意在前 那还有什么身法 以他那资质悟省去学着弹腾吗 除此之外 这风之痕剑法 还能够通过战魂分身来施展 这战魂分身拥有宁渊七成的根基修为 但防御却相对脆弱 若是配上这风之急意的剑法 以速度弥补防御的不足 也是一个积家的选择 并且还能够与力量强横的宁渊形成配合 所以对于宁渊而言 风之痕的作用远远大于魔流剑 兑换完毕之后 宁渊就是细细体会了片刻 方才收回了心神 现如今通过风之痕剑法 宁渊已经掌握了风之急意 由此踏入了神之境界 可以说 在剑道与风之急意上面 宁渊的修为造诣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悟出的不败之枪 但宁渊却没有因此而弃枪则剑的打算 这其中原因很简单 不败之枪 是他突破自我领悟出来的 而风之痕剑法 却是系统兑换的 如果宁渊以风之痕作为修炼的核心 那么他可能中其一生 都无法超越风之痕的境界 因为他是宁渊 不是风之痕 无法在这风之急意当中再做突破 但不败之枪就不同了 它源自于宁渊有我无敌的信念 是他自身领悟出来的力量 在他身上有着近乎无限的可能 不败之枪 才是宁渊的道 风之痕在墙 也只能是辅助 这其中主次 他还是分得清的 心思落定 宁渊转身回望了一眼身后 那天音阁的方向 灯火通明的一片 隐隐还有一片嘈杂声 说明了此刻天音阁之中的混乱 今夜一战 神舟前来的众多神经强者尽数远命 对于三大圣地造成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这天音阁的混乱还只是开端 等这件事情彻底传开 发焦韵量 最终爆发之后 三大圣地将会陷入空前的困境之中 不过三大圣地如何 和宁渊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今夜他上天音阁 只是为左经云之死 至于他与三大圣地的恩怨 说实话 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这倒不是宁渊想要和三大圣地一笑米安愁 而是因为 现如今的三大圣地 在他眼中实在太过微不足道了 他没有亲手覆灭三大圣地的想法 就好像一个普通人 不会因为蚂蚁咬了自己两口 就去把整个蚂蚁窝都踩碎 斩杀了神舟一方的众多高手 还了左经云当初挡下魔情的人情 也算是完成了对于武神的承诺 接下来 三大圣地如何 神武圣殿又怎样 与宁渊的关系就不大了 他现在打算的 只有一件事情 回家 出门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应该回去了 宁渊喃喃说着 脑海之中不由地浮现出了 记无双的模样来 脸庞之上顿时多出了一丝笑意 不过在回去之前 还得去把血龙胆收回来 也不知道他将天觉风的煞气吸收完了没有 想着 宁渊转身望向了天觉风所在的方向 随后 一阵风声呼啸而起 他的身影也随之消失不见 往百里之外的天觉风赶去 宁渊不知道 在他离开片刻之后 天音阁之中也是悄然飞出了一道人影 急匆匆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云末半炷香之后 宁渊便来到了天觉风 这风之极意 让宁渊拥有了吴雨伦饼的速度 再加上十二五脉赋予的身后根基 让他能够毫无顾忌地施展风之极意 因此 才短短的万炷香时间 他赶到了天音阁百里之外的天觉风 这还是未尽全力的前提下 此刻已是深夜了 圆月高挂 天觉风沐浴在森冷的月光之下 满是裂痕的山体之上 还凝结着大量的血迹 严明着一月之前那一场大战的惨烈 三大圣地众人的尸身残骸 已经被人收敛了 这天觉风上 只剩下了助力在地面之上 正源源不断吸收煞气的血龙胆 宁渊走上前去 助力在地的血龙胆自有感应 微微一颤 但随即又平静了下来 和一月之前相比 血龙胆并未出现多少变化 只是其中的煞气越发的浓郁了 空体流转着星红的光 让周遭空间都难以沉睡 一片扭曲朦胧 此刻血龙胆给人的感觉 就宛若一头折服着的绝世凶兽 虽未苏醒 但仍旧散发着恐怖至极的气息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一章 静立在血龙胆之前 宁渊能够感受到 他的蜕变即将完成了 脚下彻满是裂痕 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的天绝风 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宁渊与三大圣地的那一场大战之中 这天绝风遭受波及 又被宁渊当成了大阵中心 汇聚方圆百里煞气入体 接连摧残之下 已然是摇摇欲坠 之所以没有直接崩塌 是因为其中的煞气未散 才能够勉强支撑 但是现如今 这天绝风之中九成的煞气 都已被血龙胆吞噬 消散的煞气 让这摇摇欲坠的天绝风 已经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天绝风蹬他破碎之时 血龙胆也将会完成自身的蜕变 这也让宁渊有些期待 吸收了天绝风积运千年煞气的血龙胆 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看来还要再等上一阵 望了一眼星红光芒之中的血龙胆 宁渊心中估算了一下 随后在附近找了一块青石坐下 准备在此等候着血龙胆吞便完成 便是此时 虚空之中陡然浮现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波动 恩 顿时 宁渊眉头一皱 冷眼望向前方那空无一人的虚空之中 言道 既然来了 何必继续躲着 出来吧 宁渊话语方落 便见虚空之中一阵扭曲 紧接着一片黑雾涌现 一人身影缓步他出 与宁渊相对而立 他整个人都置身于黑雾之中 遮掩了气息 遮掩的容貌 只能够勉强看清他身影的轮廓 却分不清他是男是女 修为如何也不可知 诸身上下透着不可探究的神秘 对此 宁渊眼神仍是平静 不见半点波澜 一派从容 以他现在的实力 便是与神境人杰的强者都有一战的资本 在这位武神员工笼罩的本域 几乎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除非对方有太医神子命魂分身那般的实力 才有可能对宁渊造成威胁 但也仅仅只是威胁而已 所以 就算眼前之人神秘莫测 宁渊也不为所动 坐在轻拾之上 注视着他 却没有出声 见此 那神秘人也是沉默了下去 虽看不到他的眼神 但可以察觉得到 他此刻正在打量着宁渊 两人这般对视了片刻 最终 还是这神秘人打破了沉默 出声问道 你是宁渊 对此 宁渊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你是什么人 那神秘人摇了摇头 说道 你应当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对话才能继续 哦 是吗 宁渊一笑 神色完美的 注视着眼前之人 说道 那么 便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再来谈其他吧 听此 那神秘人连忙说道 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恶意 宁渊神色不变 淡淡说道 这番装扮 看起来 也不像是戴着善意的模样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的北遇 说到这里 神秘人叹息了一声 继续道 但是请你相信我 此番前来真的没有恶意 听此 宁渊挑了挑眉 言道 那好 说出你的来意吧 神秘人沉默了片刻 说道 我来自于神武圣殿 真正的 神武圣殿 恩 听闻神武圣殿四字 宁渊眼神微微变幻 但却没有出声打断神秘人的话语 似乎感受到了宁渊眼神的变化 神秘人的话语也随之停顿了一下 随后继续说道 我想 在神武圣殿之中 你应该已经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吧 真相 宁渊喃喃了一声 随后说道 算是吧 那么神武圣殿的人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听此 那神秘人也不再迟疑 开门见山地说道 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然而他直接 宁渊更是干脆 言道 抱歉 这我不感兴趣 如此快地拒绝 让那神秘人微微一正 随后不由地问道 为什么 宁渊轻声一笑 言道 为什么 就是不感兴趣而已 这样的回答 让那神秘人又是愣了一下 虽看不清他的模样 但也可想象黑雾之后他皱起眉的样子 片刻之后 这神秘人方才说道 你杀了三大圣地这么多人 连周天云都死在了你的手中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宁渊神色不别 诞生道 这就无需你来替我担忧了 然而神秘人仍是没有放弃 继续说道 三大圣地背后 是神周 摩渊 妖界 他们的力量远超你的想象 你纵然实力不弱 但也无法与他们背后的力量抗衡 放眼整个北域 只有神母圣殿能够庇护你 听此 宁渊不由一笑 哈 我说了 就无需你来替我担忧 至于庇护 那更是不需要 你 这话 让神秘人心中 已是给宁渊刮上了一个自大狂妄的标签 但还是继续说道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你不必对我们如此抗拒 再且说 加入神武圣殿 对于你有着莫大好处 你获得了武神传承 正应当回归神武圣殿 带领我们重现神武纪的辉煌 一声话语 道出了真正的用意 听此 宁渊摇头一笑 言道 我想你们误会了 你们要找的人不是我 武神传承也与我无关 不必浪费力气在我身上了 离开吧 这 听这话语 那神秘人沉默了下去 片刻之后方才说道 你的实力不弱 天赋更是惊人 纵然没有获得武神传承 未来成就也不可限量 但如今的北域 已经没有能够让你尽静的机会了 但神武圣殿能 宁渊淡淡道 我不这么认为 你 见他一副油颜不尽的模样 神秘人心中也是无奈 问道 到底为什么 宁渊扫了他一眼 说道 你们的争斗 是你们的事情 与我无关 这话宛若触及了你邻 让那神秘人终是压不住心中的怒火 冷声道 北域正在面临天青之危 覆巢之下安有顽卵 你能独善其身 你的家人能吗 不要等事情无可挽回之后 方才后悔 听此 宁渊眼神异了 顿道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一声话语 让气氛顿时已凝 陷入了一片死寂 被玩待续 第二百三十二章 天觉风 夜色森冷 更添三分寒意 气氛 也因为这一声话语 而陡然紧张了起来 紧张压抑之中 神秘人沉默着 却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压抑 难受 但却又无可奈何 无力抵挡 这样的感觉 他只在一个人身上感受过 就是那天音一脉之主 慕灵运 慕灵运给予人的感觉 好似一座深渊 深不可测 隐藏着未知的恐怖 而宁渊此时带来的压力 甚至胜过了慕灵运 这不是因为他比慕灵运强 而是因为他毫不掩饰 如果说慕灵运是一处无尽深渊 那么眼前的人 就是一座万丈重山 深渊的恐怖 在于黑暗与未知 而山岳的震撼 在于威俄与未暗 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 所带来的是同样沉重的压迫感 面对这样的人 强势不能 因为那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应 软弱更是不能 那会将自身彻底陷入被动之中 所以他沉默了下来 但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冷漠的眼神更是不见半点波动 注视着宁渊 始终没有打破眼下的沉默 蛮横 狂妄 自私 鼠目凑光 但是他的实力 无疑 这短短片刻之间 宁渊给神秘人的印象差到了极点 但是他仍就不得不正视一件事情 宁渊很强 强到了远超他的想象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也是让他此刻陷入被动的原因 话语权 永远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无论想要谈论什么 前提 都必须是拥有相应的实力 你见过一个万人之上的帝皇 与街头的乞丐 商谈江山大事吗 现如今也是同样的道理 神武圣殿之所以想要招揽宁渊 原因只有一个 他的实力 一人横扫百位先天 轰杀先天神境周天云 这样的强者 是如今神武圣殿迫切可求的 更不要说他现在还年轻 未来有着巨大的可能 将他招揽 神武圣殿的力量将会大增 在未来甚至能够出现一位绝世强者 而现在 他们更是需要这一股力量 因为接下来 他们将要迎来一场大战 一场可能关乎无数人命运 甚至于北域生死存亡的大战 所以他来了 希望宁渊能够答应加入神武圣殿 一同抗衡三大圣地 甚至于神周与妖魔两界 在他看来 宁渊没有拒绝的理由 也没有拒绝的余地 因为早已经和三大圣地不死不休的他 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更不要说那武神传承的谣言 已经让他引起了神周与妖魔两界的注意 三大圣地 忠于神周 妖魔两界 面对这样的存在 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整个北域 只有神武圣殿有这个力量庇护他 还有他的家人 所以他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加入神武圣殿 这样才能够保住他和他的家人 这是危险吗 不 仅仅只是忠告与情形而已 起码神武圣殿是这么认为的 只不过现在 无论是宁渊的态度还是实力 太过强横 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所以这里所当然的事情 出现了意外 这也就是神秘人沉默下来的原因 他心中正在衡量与思索着 要如此面对这样的人 就这般沉默了许久 那气氛变得越是紧张的时候 神秘人发出了一声轻叹 说道 方才是我失言了 但这一番话绝非是危言耸听 你始终北域的人 不管是否获得了武神传承 你的立场早已注定 他们不会放过你 你也别无选择 我们带着诚意而来 希望你能加入神武圣殿 为这北域大义 为这一万人族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 宁渊一声轻笑 回应了这一番热血沸腾的话语 神秘人皱起了眉 注视着他 心中不明这一笑之中的意味 他皱眉之时 又听宁渊说道 这话听起来倒是不错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此 神秘人冷然一声 眼神之中已是多出了三分怒以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宁渊这句话语之中的不屑 对于他那番话 还有这神武圣殿的不屑 宁渊那傲慢与蛮横 他可以接受 但却容不得宁渊这般藐视神武圣殿 面对神秘人怒一眼神 宁渊却是神色不变 诞生道 你说为这一万人族 为这北欲大义 那么我想要问问 这么多年来你们又做了什么 这神武圣殿在我看来 指的是那座废墟 至于你们 宁渊没有继续下去 但话中所指已是不言而喻 这话 让神秘人眼神一宁 彻底明白了宁渊的意思 但心中怒火也因此更是汹涌 冷声喝倒 万年以来 我神武圣殿为这北欲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牺牲 如今方才争得了一线生机 你一人欲要独善其身也就罢了 竟然妄自猜测 空口污蔑我神母圣殿 真以为有些许实力 就能横行天下了吗 话语之间 一道冷力见光绽放 呼吸在地面之上 化作了一口冷光森寒的长剑 透着射人的杀机 污蔑 感受这神秘人的杀意 宁渊神色仍是一片平静 但声言道 那么且问一句 神武圣殿之外那一战 身负北欲大义的你们在哪里 这话 怒意汹汹的神秘人不由得一正 随后 这杀意凌冽的眼神 竟然变得有些躲闪起来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应宁渊的问题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 那年以来 你们做了什么 我的确不清楚 但是 神武圣殿之外那一战 我看到 为这北欲出见的只有一人 那个时候 身负北欲大义的你们 是在冷眼旁观吗 听此 神秘人的身躯微微一颤 随后艰难争辩道 有的时候 为了大局总像有人牺牲 当时那一战已经无可挽回 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迎接最后的一战 才能够保住北欲 九泉之下的剑圣前辈一定能够理解 而有朝一日 我们也会为他报仇 一定 话语声渐渐低了下去 但最终又重新振作了浅 那躲闪的眼神再一次化作了坚定 为了大局 听此 宁渐摇了摇头 言道 只是这样的借口 就能够演出一切吗 你 此话一出 神秘人似被利剑洞穿了心 虽是震怒 却道不出一句话来反驳 因为便是他自己 都无法相信那一番说辞 神武圣殿 象征着万代之前的神武纪元 万年蛰伏 只是隐忍 保存力量 默默地守护着北欲 只要机会来临 他们就会重现北欲武道辉煌 这是神武圣殿的宗旨与灵念 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但是 随之在神武圣殿之中地位的提升 了解到了许多之后 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神圣的灵念 更像是一番大义里然的说辞 万年之前 神武纪周末那一场大战 真正修成了武魂的武道修者 都已经为了守护武神 而战死在了神武圣殿之中 至于他们 只不过是懦弱的溃逃者 不要说神周与焦魔两界 甚至连身为背叛者的三大圣地 都不把他们放在眼中 神武圣殿的余孽 就是这样的称呼 他们都未必配得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神武纪之后 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修成武魂 甚至有许多人的武魂自我毁灭 因为他们的武道之魂 在他们溃逃的时候 早就和那些被判者一样消亡了 所以这半年以来 他们渐渐地引入了黑暗之中 甚至于彻底销声匿迹 这说是折服隐人 还不如说是狗言残缓 他们的确和三大圣地开战过 但那不是为了守护什么北域 只是单纯的为了活下去而已 所谓的折服隐人 所谓的小我牺牲 顾全大局 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一个掩饰自身懦弱与无能的借口 撕开那大义里然的神圣爱意 就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残酷事实 只不过神秘人不愿意承认 因为这神武圣殿的灵念 是他们最后的遮羞部了 谁也不愿意去面对这遮羞部之后的事实 但是现在 这一块遮羞部却被扯开了 这个时候 他终于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牧灵运对神武圣殿 一直都是那样的态度 因为自始至终 对于他们牧灵运只有不屑 或者说连不屑都算不上 因为他们根本入不得牧灵运的眼 自欺其人 才是真正的可笑可悲 心中思绪翻涌 不愿承认 不愿面对的 全都浮现在了脑海之中 神秘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探手收回了面前的长剑 望向宁愿 轻声说道 也许你说得不错 但是如今这一战 关乎北域的生死存亡 你难道真的要置身事外 听此 宁愿摇了摇头 道 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 这话让神秘人强压下的怒火再次涌现 喝道 这北域的存亡 亿万人的生死 也与你无关吗 宁愿望了他一眼 说道 你没有资格与我提这些 你 听此 神秘人眼神一宁 片刻之后 才堪开压下了心中的愤怒 话语无比失望地说道 见圣前辈 看错人了 说罢 神秘人不再言语 转身黑雾涌动 随风而散 见此 宁愿摇了摇头 说道 自欺欺人也就罢了 孩子以为是 看来 八成没救了 被玩戴续 第二百三十三章 十日之后 云霄城 自从神武圣殿发生异变之后 北域局势暗流涌动 这小小的云霄城也是如此 不过 如今在云霄城之中 不再是涌动的暗流 而是席卷而来的风暴 或者说 是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北域 这云霄城只是被波及其中 云霄楼内 人声鼎沸 有独行客一人独饮 也有四五人齐聚一桌打九颜欢 热闹至极 与十余日之前 因三大圣地清除异己 而凝重无比的氛围 可谓是天差地别 其中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北域的天 变了 听说三日之前 三大圣地与神母圣殿又战了一场 三大圣地节节败退 尤其是天阴阁 损失极为惨重 如今已经召回了所有弟子 封山闭门 没有想到 短短几日时间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神母圣殿重现北域 并且还与三大圣地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真是世事无常啊 也不知道打了下去 谁才是胜利者 哈哈哈哈 这还用多说吗 你看现在的局势 天阴阁封山闭门 剑魔风也极为惨重 只能够退入九重魔风 而神剑山庄就更是倒霉了 不仅仅被神母圣殿打得节节败退 连那凝陵云都叛离了神剑山庄 加入了神母圣殿 我看啊 这三大圣地已经是日薄西山 狗言残喘不了多久了 什么 凝陵云叛离了神剑山庄 这怎有可能 他可是神剑山庄三大真传弟子之一 怎么会说背叛就背叛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听说和神武圣殿有关 凝陵云似乎得到了某位神武强者的传承 因此自愿加入了神武圣殿 话说回来 这神武圣殿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真的是那武神传承的神武圣殿不成 若真是如此 为何这些年来都不曾听过他们的消息 现在却突然冒出来了 并且实力如此强横 连三大圣地都不是他们对手 你懂什么 那所谓的三大圣地 只不过是无耻的背叛者 万年之前和神周与妖魔两界勾结 共同图毛我北域 神武圣殿的诸位前辈 为了保存北域的武道火种 才甘愿潜伏到了黑暗之中 默默守护着我们北域 同时等待机会 板攻三大圣地 重现我北域的武道传承 不错 如今机会来了 武神传承即将现实 无数神武回归 我北域武道将重现辉煌 也是应该和那武士三大圣地清算清算了 还有那神周与妖魔两界 当初他们与三大圣地勾结 谋害了武神 导致我北域武的陌路 这笔仗迟早有一天要讨回来 不用有一天 现在已经讨回了 知道那位七星剑圣左经云吗 神剑山庄那位七星剑圣 听说他判出了神剑山庄 结果被三大圣地斩杀 还全是在那山谷之中呢 哼 这完全是三大圣地的鬼话 他们与神周勾结 图谋北域 甚至想要将北域化给妖族 要我北域几万人族沦为妖奴 剑圣阁下虽出自神剑山庄 但却为了北域出剑一战 力败三大圣地诸多强者 但不敌神周众多高手为杀 力战而亡 为此 神武圣殿的一位前辈雷霆震怒 亲自杀上了天音阁 将那神周前来的各方高手 杀得个干干净净 可记得 十日之前那一夜 天音阁外神光冲销 正是神武圣殿 那位前辈出手的景象 原来如此 神武圣殿之中 竟然有如此高手 不愧是武神传承啊 几天前 那天 绝风陡然崩塌了 会不会已和神武圣殿有所关联 众人议论纷纷 毫无顾忌 这其中也许是有心人在推波助澜 但也有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倾向神武圣殿 虽然这神武圣殿处处都透着神秘 但神武圣殿之名摆在那里 这是神武纪的象征 武神的传承 乃是北域真正的正统 大义所在 而反观三大圣地 虽然主宰了北域万年 但一直都是高高在上 威压天下 实际并不得多少人心 再加上一月之前的一番血腥轻角 可谓是倒行逆施 北域各大势力 对此已经是极度不满 只不过 鉴于三大圣地是大 只能敢怒不敢言 但是现在不同了 神武圣殿重现北域 担负起大义之名 剑锋直指三大圣地 就等同是那撕裂黑暗的黎明之光 虽然还不至于出现揭竿而起 万人呼应的状况 但绝大部分人心中 都已经倾向了神武圣殿 尤其是一月之前 被三大圣地血腥清洗所波及的人 更是将神武圣殿当做了救世主 而神武圣殿也明白大义所在的重要性 与三大圣地开战的同时 他们也散出消息 将万年之前的真相 与三大圣地的本质揭露 这消息又多少人相信暂且不说 但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 短短半月时间 就已经传遍了北域 在此之后 神武圣殿又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压得三大圣地节节败退 更是加强了说服性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云霄楼之中 才会出现这样的语论 不仅仅是云霄楼 云霄城 甚至于整个北域 都是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舆论扩散着 不过短短半月时间 就将三大圣地主宰 北域万年的威严扫去了九成 而神武圣殿的攻势 也越发雄猛 打得三大圣地节节败退 连最强的天音阁 都不得不封闭了山门 依靠山门大战防守 现如今的神武圣殿 真的是如若燎原之火般是不可打 许多人已经能够看到 神武圣殿代替三大圣地 重现北域武道辉煌 开辟一个辉煌时代的景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各大势力 对于神武圣殿都是支持的 普通人不用说 绝大部分随波逐流 但各大势力可不是因为这些传闻了言 而是因为其中的机遇 三大圣地主宰北域万年 是各大势力难以逾越的三座大山 但是现在 这无法撼动的三座大山崩塌毁灭了 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其中充满了无数机缘 若是能够抓住 便能一飞冲天 各大势力 自然看得明白其中的道理 被三大圣地压制了太久 他们也不想再屈于人家了 这就是风起云涌的大争之事 即将再现的神武辉煌 此刻云霄楼之中的议论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之后 神武圣殿与三大圣地的角逐 各大势力的动作 才是真正的风云中心 所以说 这北域的天 要变了 听着外边众人的议论 云霄楼意见内乡之中 仍旧是一袭金袍的金无命摇了摇头 说道 这帮家伙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整天就会在这酒楼里船这船那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三大圣地 这一次还真的是强到众人推荡 我看他们是没空找你的麻烦了 听此 坐在他宁愿一笑 轻声说道 也许吧 不过都无所谓了 嗯 这话 让金无命神似压抑地忘了宁渊一眼 问道 渊少 你要走了 宁渊点了点头 道 不错 出门了那么久 也是应该回去了 不是吧 金无命瞪大了眼 说道 现在这么热闹的时候 你竟然要走了 不看看神武圣定和三大圣地决战吗 还有那武神传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这都是北遇千年 这都是北遇千年 哦 不 万年以来最惊爆的事情呢 看都不看就这么走了 未免可惜了点吧 听此 宁渊一笑 说道 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 你若是喜欢去看那就去吧 不过我提醒你一下 你目标这么大 穿得还这么显眼 可前往别靠太近了 不然被人物伤那就有得完了 这话 让金无命不由地白了他一眼 说道 我这不是胖 只不过是壮得太明显 事实上 我也很强的好不好 不信你去问最红楼那几个花魁 现在他们还躺在床上呢 难道你批发了几车黄瓜 滚 一番笑骂之后 金无命望了一眼门外 随即摇了摇头 神色认真的对宁渊说道 冤哨 真的要这么快就回去吧 接下来会发生一件大事 你若是错过了 说不定真的要后悔啊 听此 宁渊若有兴趣地看着金无命 问道 什么事 五魂 金无命神色郑重地道出两字 五魂 这话让宁渊挑了挑眉 深深地望了金无命一眼 问道 你哪里来的消息 金无命摇了摇头 道 积压传来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但据说和五魂有关 不要问我这五魂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绝对是好东西 主干他好像就是获得了一道五魂 直接进入了神武圣殿 宁灵云解释 对了 你的朝阳郡主 听说也获得了一道五魂 并且好像还十分了不得那样子 朝阳 听此 宁渊眼神不由一明 南南道 神武圣殿 金无命点了点头 说道 所以愿少女不如留下来 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弄到一道五魂 这好东西便宜了 别人不如便宜自己 就算弄不到 那单看个热闹好了 反正也不差这几千时间吧 嗯 还是算了 为什么 不感兴趣 被玩戴絮 第二百三十四章 在神武圣殿之中 宁渊从五神那里了解到了许多事情 这五魂自然也在其中 五者修行 脆体 练异 化神 体为肉身 异为意念 神为魂魄 踏入先天神境之后 肉身作为成在 意志作为核心 最后 魂魄于一身五道修为作为本源 三者彻底融为一体 才能够铸成一道五魂 这其中稍有差错 就会功亏一篑 就算铸成五魂之后 也无法彻底安占无忧 若是作为核心的意志出现动摇 那么 五魂就会有崩溃的威胁 就好像现在神武圣殿那些人 当初他们不战而逃 导致自身五道意念出现动摇 直接让五魂随之溃散 一身修为回去七成 凄惨无比 但正所谓有力便有弊 有弊也有力 五魂虽然难以修成 但五魂的好处却是无庸置疑的 五魂铸成之后 能够大幅度提升武者的修为根基 肉身体魄 神魂一致 甚至还能够化作第二具肉身 或者第二道元神 几乎可以看作第二条性命 因此 在神武纪之中 常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五魂不灭 武者不死 除此之外 这五魂才能够作为传承 武者消亡之前 可以将一身根基修为 古道造义 禁术融入这五魂之中 只要有人能够获得这五魂传承 那么便能够将这些禁术继承 正是因为这五魂的存在 当初神武纪之时的北玉 才会如此辉煌 一代代武者的积累 成就了无数神武强者 让北玉甚至能够与神周这等 存在一较长短 但是 自从武神被封 神武纪终结之后 这五魂也就随之消失了 当初修成了五魂的武者 大部分都为了守护武神 而战死在了神武圣殿之中 剩下一部分不战而逃 导致自身五魂崩溃 那些没有崩溃的 也应看不到希望 而选择了离开北玉 前往神周或者妖魔两界 在此之后 三大圣地 在神周与妖魔两界的支持之下 以雷霆之势扫除了 北玉之中的武道传承 而武神之魂 又被了六道神之祖宗封印 以至于 北玉天地之中的 武神元公自主运行 阻断外界之人进入的同时 也让北玉之中的天地元气 渐渐变得贫瘠前 传承断绝 元气贫瘠 这种种原因 导致了神武纪终结之后 近乎万年时光 北玉都未曾出现过一位修成武魂的武者 唯一的例外 就是左晶云 但左晶云之所以能修成武魂 也是一个意外 他所领悟出的败王之剑 其核心便是将身体 抑制 魂魄尽数寄予剑中 机缘巧合之下 才修成了武魂 所以 现如今的北玉 没有什么人能够修成武魂 那所谓的神武圣殿也不行 但是金无命却收到了 关于武魂的消息 并且说 宁灵云 灵天 还有朝阳与不少人 都获得了武魂传承 宁渊很清楚 这些武魂来自哪里 神武圣殿 当年为了守护武神 众多武道修者 与神州还有妖魔两界的高手拼死一战 他们战死之后 武魂并未就此消散 而是与神武圣殿融为了一体 守护着神武圣殿与其中的武神之魂 这就是为什么 神武圣殿之中 笼罩着一股无形之力 保护着神武圣殿不受时光的侵蚀 还会对进入其中之人造成压制 必须要有神力加持的神武力 才能够勉强抵消这一股力量 而现如今 神之诅咒的封印已经破碎 武神也自从沉睡之中苏醒了过来 那么 这些武魂自然不需要继续守护神武圣殿 正是因为如此 当初进入神武圣殿的一批人 只要没死的 绝大部分都获得了武魂传承 宁愿在神武圣殿之中待了一整个月 自然也遇到过武魂 并且数量还不少 不过他没要 原因他先前已经说了 不感兴趣 自从目出了自我不败之枪后 宁愿已经明白了自己要走的道路 他不需要 也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传承 封之恒的剑法如此 武神的武道传承也是如此 那些武魂就更不用多说了 所以 现在对于金无命所说的武魂传承之事 宁愿一点凑热闹的想法都没有 只不过 灵天和朝阳获得了武魂传承的事情 倒是让他有些高兴 毕竟 这武魂有着巨大的好处 更为重要的是 在如今的北域之中 只有拥有武魂 才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灵天与朝阳有这样的际遇 宁愿自是替他们高兴 倒是 想着 宁愿抬头看了金无命一眼 清笑说道 话说 回来 既然有武魂传承见识 那么你也真应该去凑凑热闹 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两个的 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听他这话 请无命不由自查一笑 说道 算了吧 人贵自知 我可不想去惹人白眼 这可不一定啊 宁愿摇了摇头 说道 据我所知 这五回传承的选择 不全是看资质的 悟性 心性 甚至人品都是关键因素 金无命望了他一眼 反问道 渊少 你觉得我像是有什么狗屁资质悟性吗 至于人品 大爷的 你以为这相亲呢 还看人品 宁愿摇了摇头 说道 去看看也没什么损是不是 说不定真的有哪个武魂瞎了眼看上你呢 哎 金无命叹了一口气 好吧 就去碰碰运气 说不定家猫碰上死耗子呢 不过渊少你真的不去吗 不去 宁愿摇头说道 对了 消息打听得怎么样 我家里没出什么事情的 听死 金无命一笑 说道 没事 一个月前 三大圣地忙着对付你 之后忙着搞清脚 到现在 又被神武圣殿那帮人弄得火烧没了 哪里抽弹出空闲来 去秦国找你家里的麻烦呢 一切都好得很 放心吧 这我就放心了 宁愿点了点头 起身拍了金无命肩膀一下 说道 就这样 我回去了 你搞定了这里的事情就到秦国找我 最红楼 我请客 他 我怕你那妹子不让你上那最红楼 那就换个地方喝茶好了 清笑之间 宁愿便要转身离去 便是此时 却见一人进入了包厢之中 脚步匆匆 神色焦急 正是金无命的心腹 亲家商行的李大管事 嗯 见李大管事一副神色匆匆的模样 宁愿不由地停住了脚步 金无命也是眉头一皱 问道 老李 怎么了 这么匆忙 您公子 少当家 李大管事向两人行了一脸 随后抬头望向金无命 神色略显担忧地说道 少当家 大当家的来了 恩 听死 金无命也是不由地站起来了身来 问道 什么 老爷子来了 是 李大管事点了点头 说道 大当家如今就在云里去那边等着呢 金无命神色不解 说道 老爷子大病出狱 不在家里好好养着 拔山涉水的来这鬼地方做什么 这小人不知 李大管事苦笑了一声 随后 望了金无命一眼 神色有些忐忑地说道 但这一次 跟着大当家来的是李夫人 恩 听死 金无命眼神顿时一鸣 平天三分寒意 随后冷声笑道 果然又是这个不消停的女人 哼 对于金无命的话语 李大管事也不敢表态 只能攻身说道 少当家 大当家让我来请你回去 好 我也正想要看看那女人又要玩什么把戏呢 金无命冷笑了一声 随后 对一旁的宁渊攻了拱手 道 那渊少 我们就咸阳最红楼见了 宁渊点了点头 道 保重了 我要减肥 还是不保重的好 金无命说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然后也不理会宁渊那无语的眼神 转而看向了李大管事 道 好了 走吧 走吧 但李大管事却是没有动作 反而面带难色地看向了宁渊 而后 又望向了金无命 说道 大当家还说了 也请您公子一同往云里居 恩 听此 金无命与宁渊都不由得一正 老爷子根本不认识渊少道 让他过去使几个意思 金无命皱起了眉坦 对李大管事问道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还是那女人的 李大管事摇了摇头 说道 这小人就不知了 只不过是大当家亲口下令 要小人把渊少爷请过去 说着 李大管事神色略带忐忑的 看向宁渊 他没办法不忐忑 因为此刻他面对的 已经不是咸阳城之中 那个醉生梦死的顽固子弟了 而是 那连斩三大圣地百位先天 威震北域的恐怖强者 这身份与实力的变化 让他实在没办法和以前一样 与宁渊谈笑丰盛 金无命也是望向了宁渊 问道 渊少 你怎么看 听此 宁渊一笑 说道 金大当家邀请 这做晚辈的 当然不能拒绝了 走吧 渊少 这话 让金无命不由地摇了摇头 神色有些复杂 宁渊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事情别想得那么复杂 也许你老爹是见我长得帅 想要介绍你那个妹妹给我认识呢 对了 你有妹妹吗 刚刚有些感动的金无命听死 不由地白了他一眼 说道 两百多斤的鸟不要 我做主嫁给你了 还是算了吧 别拒绝这么快吗 我打赏一千万两银子的嫁照行不行 备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五章 随着金无命 一同来到了云里居之后 宁渊方才发现 此地守卫分眼 门里门外皆是护卫重重 并且暗中还隐藏着三道不弱的气息 自从十二五脉开辟丹田 修成刚元之后 宁渊的感知也就越发的强大了 所以 就算隐藏在暗处 那三人已经是全力收敛了自身气息 但宁渊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甚至清楚他们的修为 三人 都是先天之境的高手 其中两位丹静 一位道静 这样的发现 让宁渊心中感到有些讶异 虽然历经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先天之境对于宁渊而言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先天境界的高手 仍旧是强横无匹的存在 就是北域之中的各大传承之中 先天境界的高手 也是最顶尖最核心的战力 毕竟不是谁都有三大圣地或者神武圣殿那般的底蕴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先天高手的身份极为尊贵 就是在三大圣地之中都能够后个长老当当 其他传承就更不用多说了 什么大供奉 老祖宗 或者太上长老之类的 各种尊贵无上的头衔全都给了 真的是当老祖宗一样给供着 而现如今 这云里居内就隐藏着三位先天境界的高手 将这云里居护卫在其中 看测浮阵势 分明是在保护着某个人 这也就是宁渊压抑的原因 金家虽是财大气粗 势力庞大 但说实话 和北域之中各大传承相比起来 金家到底还是弱了一筹 而就是北域之中的各大传承 都未必有这个底气 让两位先天担静 与一位先天道静的强者 作为故卫啊 那么 现在隐藏在暗中 守卫着云里居的三位先天 是怎么一回事 是金家隐藏了实力 还是 想到这里 银耀眼神微微变换 转而望了身旁的金无命一眼 见他也是眉头紧重 神戴不安之似 似注意到了宁渊的视线 金无命也是望向了他 随后扫视了周遭一眼 说道 看来上一次被行刺 让老爷子警惕了不少 所以 才会带了这么多护卫 渊少 你不要放在心上 金无命所说的行刺 发生在几月之前 金纳当家被人刺杀 并且中了剧毒 之后 还是宁渊从北前山秘境之中 找到了一株灵药赤血红莲 这才把金纳当家揪了回来 也因为如此 金无命在金家之中的地位提高了不少 这一次 才会代表金家前来云霄城参与神武圣殿的事宜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有了上一次刺杀的经历 金纳当家出门多大点护卫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金无命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心中始终有些不安的感觉 尤其是 进入这里离居之后 更是夹剧了 见他这副紧张模样 宁人一笑 说道 这倒是不会 毕竟现在师道有些乱 多带点护卫也是应该的 恩 金无命点了点头 但眼神之中那一丝紧张 却是更甚了 对此 宁渊并未在意 以他现如今的实力 足以纵横北域 三大圣地尚且留不住他 眼前这云理居又能如何 不变应万变 拥有绝对的实力 还怕那点小小的算计吗 心思之间 进入云里居内中通报的 李大管事走了出来 对宁渊与金无命攻卧攻身 说道 少当甲 宁公子 老爷请你们进去 走吧 金无命点了点头 与宁渊并肩进入了内中 阵内中的护卫就少了许多 因为这已经是那三位先天守护的范围 自然不需要太多护卫 李大管事领着宁渊与金无命 很快便来到了一间房前 随即出声道 老爷 少当家和宁公子来了 听此 房内传来了一声苍老低沉的话语声 好 你先退下 无命 还有宁公子 请进来吧 是 李大管事点了点头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金无命则是皱着眉头迟疑了片刻 方才走上前把门退开 宁渊并一同进入了屋内 进入其中之后 发现屋内只有一人静坐着 他长得不像是金无命那般富太 反而十分的消瘦 穿着也是十分的普通 一件灰色的长袍 将他那消瘦矮小的身子包裹了起来 面色十分苍白 仿佛大病出狱一般 眉宇之间还透着一丝虚弱之气 这般的模样 放到外边去 恐怖谁也想不到 他就是那富可敌国的金家宝之主 金浪云 就是宁渊见此 也是有些小小的意外 这么一个人 和他想象之中 那名满尾率的金财神 实在有着不小的出入 爹 见只有金浪云一人 金无命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上前躬身行了一脸 此刻金浪云也是站起了身来 对金无命点了点头 道 无命 你做得很好 果然没有让爹失望啊 这是孩儿分内之事 说着 金无命迟疑了一下 随后还是对金浪云介绍道 爹 这位就是宁渊 与孩儿过命的兄弟 最后一声话语 金无命的声音加重了三分 听金无命这句话 金浪云眼神微微变换 随即笑道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救了我这条老命的恩人呢 说着 金浪云望向了宁渊 笑道 我真是英雄初少年 宁公子 你与无命相交 那么 我也就以往迈劳一次 叫你一声闲职可否 宁渊点了点头 道 伯父严重了 他 不严重 我还怕这一声伯父我受不勤呢 金浪云轻声一笑 随即摆手说道 贤侄请坐 见金浪云如此客气的模样 宁渊与金无命 心中虽满是疑惑 但还是坐了下来 来人 上茶 金浪云又是挥手 让两个侍女端上了香鸣 恩 这茶一上来 金浪云就皱起了眉头 拿起茶杯望了一眼 只见茶水心红如血 但却透着丝丝气人心扉的幽香 在这茶盏之中 竟还隐约可见 一道龙影翻腹腾身 颇为神异 宁渊也是注意到了这些神异之处 不过 并未在意 直接饮了一口 他倒是不怕人下毒 六层的持油之血何其霸道 再加上他如今一身修为 说是万毒不侵也不为过 所以宁渊并未顾忌什么 饮了一口这腥红如血的茶水 随后便感到一阵暖流入体 刺激气血 竟是让宁渊体内的持油之血 隐隐有爆发的趋势 虽然这影响只是片刻就消失了 但也是说明了这茶水的不凡 此时 金浪云也是出声问道 简直 这茶如何 宁渊回道 看起来颇为神异 味道也很不错 呵呵 金浪云一笑 说道这是产自妖界的龙玄茶 据说只有真龙之地可能诞生 虽称之为闲 但实际上是沐浴天地灵气而成 又吸收地脉之中残留的真龙之气 百年发芽 千年成叶 而后万年才能成一株龙咸茶树 金浪云说的风星云淡 而一旁的金无命 却是听得 差点眼珠子都吐了出来 龙咸茶 金无命也听说过 但也只是听说而已 这是传闻之中的茶中制品 西是珍宝 普通茶叶 论金 上等茶叶 论两 而这龙咸茶 论片 一片龙咸茶 价值一成 没有错 就是价值一做成十 因为这龙咸茶之中 蕴含真龙之气 可替人洗经发髓 改善资质 甚至于刺激血脉觉醒 大进修为 这不仅仅是对于普通人 甚至连先天境界都有效果 传闻之中 就有不少先天之境的高手 引了龙咸茶之后突破境界 如此可见这龙咸茶的珍贵 完全是传说之中的东西 纵使金无命也只是听说过 至于喝 那真的只能喝喝了 但是现在 为了招待宁渊 他老爹就拿出了两杯 这让金无命怎么不惊讶 老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 深知这龙咸茶的珍贵 金无命不仅仅没有欣喜 反而更是紧张了起来 连这茶也没有品一口的意思 反倒是 宁渊仍旧是神色自若 直接将这龙咸茶一饮而尽 然后看向了金浪云 说道 味道真是不错 这话语之中 似乎有再来一杯的意思 见此 金浪云心中抽搐了一下 这可是龙咸茶 你以为是白柴水吗 一口一杯 谁弄得起你啊 虽是心痛 但金浪云脸庞至上淡笑不解 言道 我这还有些许茶叶 贤侄竟然喜欢 那便带回去 正好也给宁老太君品尝一下 对老人家很有好处的 听此 宁渊不由一笑 说道 这就不必了 无功不受禄 这龙咸茶如此珍贵 宁渊怕是受不起这份重力啊 金浪云听此 连声说道 贤侄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对老九有救命之恩 我还未曾谢过 如今些许龙悬茶算得了什么 伯父 若这只是谢礼 那么宁渊收下也无妨 但是 话语之间 宁渊望向了金浪云 诞声说道 这真的只是谢礼吗 这话 让金浪云眼神微微一宁 一时之间竟是没有回答 沉默 也让这房中的气氛莫名地变得紧张 与凝重了起来 被玩待续 第二百三十六章 房内一时无声 三人神情却是各不相同 金浪云眼神变幻 金无命眉头紧锁 宁渊神色平静 不同的神情 不同的心思 三人沉默着 让房内的气氛越是变得凝重起来 其实 在金浪云拿出龙悬茶招待宁渊的时候 三人心中都已经明白了 金浪云邀宁渊前来镇云里居 绝对不只是为了答谢宁渊的救命之恩 商人重力 而金浪云能够将金家商行发展到通连北域 富可敌国的地步 无疑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商人 所以 他更加看重利益 也更加明白利益 付出 是为了更大收获 身为金家商行的大当家 富可敌国的金财神 金浪云几乎可以说 站到了普通人能够仰望的顶峰 很少有什么能够让他心动了 如今他邀请宁渊而来 热情招待 甚至不惜拿出了那茶中圣品 价值清成的龙咸茶 这样的付出 若只是为了报答那救命之恩 不符合商人的行事作风 所以 他另有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宁渊不清楚 但是他并不在意 也无需在意 因为 他根本不将金浪云 或者金浪云背后的人放在眼中 正是因为如此 一句话点破了事情的关键之后 宁渊便沉迷不语 静候着事情的发展 而一旁 金无命则是眉头紧锁 注视着一直没有出生的金浪云 心中意识两难抉择 一边是老爹 一边是朋友 金无命实在不想见到他们两人起冲突 但是心中佛想却改变不了事实 金无命十分了解自己的父亲 正是如此 他才更加明白 今天金浪云所为之是非比寻常 想到之后 金无命眉头皱得更是厉害了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 金浪云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今的宁渊实力之强 纵观北欲 近乎无人能与之并肩 和他翻脸为敌 不仅仅多了一个实力恐怖的敌人 还少了一个实力强悍的朋友 做这样的生意 那简直就是赔到姥姥家了 这些道理 自己老爹不可能不明白这些 但他为什么还是 心中疑惑重重 让金无目眉头紧锁 心中更是一片沉重 沉默了片刻 凝重气氛之中 忽听一声轻笑响起 他 轻笑之间 金浪云深深地望了宁渊一眼 道 我真是英雄处少年啊 宁渊摇了摇头 道 伯父过奖了 有什么辩计直说吧 我若是能帮得上忙 定不会推辞 听此 金浪云又是一笑 说道 既然贤直都如此说了 那么我这老家伙也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说吧 金浪云一拍手 客道 来人啊 抬上来 是 随后 愿见到庶人走进屋内 将一个个箱子抬到了宁渊面前 恩 见此一幕 宁渊微微皱起了眉蓝 因为他发现 这些箱子竟全然都是用乾坤玉制造而成的 因为乾坤玉能够抵消重力的特性 所以乾坤玉制造而成的东西 向来都是装极为沉重的物品 例如兵器 那么眼下 宁渊心中所想之时 金浪云已是站起身来 将一个箱子打开 随后便感到一阵澎湃杀衣浮现 再看箱子之中 赫然是一杆通体血红的长枪 那凶凶杀衣 便是从这枪中溢散出来的 仙天神兵 宁渊一眼便看出了这杆枪的品贴 如此汹涌澎湃的杀意 只有通灵的仙天神兵能够拥有 只不过 金浪云拿出这一杆仙天神兵之列的长枪来 是想要做什么 宁渊疑惑 一旁的金无命也是摸不着头脑 神色不解地看向了金浪云 问道 爹 你这是 金浪云没有理会金无命 而是看向了宁渊 说道 贤侄 听闻你擅使枪 并且用的是出神入化 曾在天诀风上 一枪横扫百味先天 这般年纪便有如此实力 在这本玉可谓是天下无双啊 宁渊摇了摇头 道 伯父过奖了 哎 这可是真心话 金浪云一笑 随后 将手中那样通体血红的枪 横于宁渊面前 道 此枪名换血压枪 是以千万云铁之精为根基 北域三位大将师开启大地轰炉锻造 枪成之石 以上牵头三品妖兽血迹起灵 位列上品先天神兵 听金浪人介绍 宁渊心中仍是有些不解 说道 的确是一口上品神兵 不过伯父拿他出来要做什么 哈哈 金吴命一笑 道 神兵赠英雄 自是赠予贤之你了 恩 这话让宁渊眼神微微一宁 却没有说话 因为现在事情又回到了先前的状况 金浪云宗龙闲卡已经让人奇怪了 现在还搭上一杆上品先天神兵的血牙枪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神兵赠英雄 这种客套话听挺可以 可不要当真了 想到这里 宁渊扫了金浪人手中的血牙枪一眼 道 多谢伯父美意 不过我已经有兵器了 这枪太过贵重 伯父还是收起来吧 听此 金浪云却是摇了摇头 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道 贤侄 今日我邀你前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这 听此 一旁的金无命 总算是想到了什么 当即站起身来 说道 爹 爹自有分寸 然而金浪云却是一口打断了他的话语 随即对宁渊说道 贤侄 如今我也就直说了 我希望你能将那血龙胆退回来 血龙胆 听此三字 宁渊总算是明白了金浪云的用意 竟是为了他手中的血龙胆 这结果 让宁渊有些意外 他想不明白金浪云要血龙胆做什么 这血龙胆性质特殊 无法承担钢源运行 也只有在宁渊的手中 才能展现出五匹为能 其他人根本无法使用 但是现在金浪云却要用那珍贵无比的龙咸茶 还有这一口上片先天神兵的血牙枪 来换回他的血龙胆 难道是这血龙胆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能让金浪云付出这样的代价 当初在咸阳城 金家商行那林供奉 也来找他索要血龙胆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 心中疑惑之间 宁渊看向了金浪云 随后摇了摇头 说道 伯父 这个忙 我帮不了 话语直白 拒绝的意思已经不用多说了 一路走来 血龙胆陪在宁渊身边 可谓是历经无数 开启枪道修行 激发赤油之血觉醒 还有一场又一场的血战 他对于宁渊而言 已经不是一件兵器那么简单 如今血龙胆已经彻底认主 与宁渊性命双修 宁渊如何可能把血龙胆交出去 见宁渊拒绝 金浪云不由地叹了口气 说道 贤侄 我知道这是不情之情 但是 这血龙胆对于我基甲而言关系重大 希望贤侄能够忍痛割爱 这些便算是小小的补偿可否 说着 金浪云又将其他乾坤玉将打开 其中赫然是一件件神兵宝甲 这是上片先天宝甲龙林海 由蛟龙逆林铸造而成 注入纲源 可催动蛟龙之际护身 先天道境之下 无人能破 这是上片先天神兵破日宫 配有十二根破日神剑 分别蕴含十二种天地之力 微能不凡 还有这 金浪云不断介绍着 全都是先天神兵 并且品质不低 和当时宁渊甩卖的那些残刺品 简直是天差地别 连金吾命见此 也是不由地瞪大了眼 他身为金家的少当家 虽然知道金家是财大气粗 富可抵国 但还是没有想到 金家还有这么多宝贝 这可是先天神兵了 连三大圣地都没有多少的先天神兵 情日里能见一见两见就不错了 但现在摆在这里的可是七八见 并且都是精品 不对 金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先天神兵呢 自想到了什么 金吾命猛然皱起了眉 精仪不定地望向了金浪云 而金浪云没有在意金吾命的眼神 只是注视着宁渊 说道 贤侄 只要你能将血龙胆退回来 那么 这些神兵保甲那大肯拿去 若是不合你意 我金家愿意不惜代价 为你寻找合适的神兵 或者让神兵阁的大将师亲手铸造 大将师铸兵之术出神入化 再由我们金家收集材料 定然能够铸造出一口合适你的兵器 一口气 将所有的筹码都推了出去 因为金浪云知道 自己只有一个机会 若是如此还不能打动宁渊 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 还有西式真品龙咸茶 甚至金浪云不断加注的筹码 付出这样的代价 只为换回血龙胆 金无命皱着霉 神色不解地看着金浪云 他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金浪云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换回血龙胆 宁渊也是皱起了霉 但很快便摇了摇头 道 不错的诚意我看到了 但这血龙胆对于我而言 意义非常 此事我不能答应 听此 金浪云神色不由一变 仍是不甘地问道 贤侄 这血龙胆对我金家真的无比重要 希望你能割爱 有什么要求 我金家竭尽所能都为你办到 爹 听这话 金无命也是忍不住了 上前问道 这血龙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错 宁渊也是说道 伯父若是有什么难处便直说 我也许能帮得上忙 然而宁渊话语方落 便听门外传来一声冷笑 他 你若是想要帮忙 那就请将血龙胆归还活神武圣殿 备完戴续 第二百三十七章 神武圣殿 听门四字 房内又是陷入了沉默 方才放缓一丝的气氛 更是再一次变得紧张地浅 这话 让金浪云脸庞之上露出了一丝无奈苦笑 抬头往外望去 便见两人身影缓步而来 见此一幕 金无命不由地种起了梅 心中终于明白了过来 但在此之后 却是更多的不解与疑惑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身为金家的少当家 金无命十分清楚金家的财富 的确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但就是富可敌国的金家 也不可能拿得出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 因为这已经不是财力的问题了 先天神兵威能不凡 并且拥有诸多神庙之处 广往被视作一脉传承的象征 纵观北域之中 也就只有三大圣地 拥有多件先天神兵而已 其他势力 就是霓裳云五格 这拥有诸多先天高手 实力仅次于三大圣地的传承 也不过只有一件残天九零罢了 由此可见 这先天神兵的珍贵与稀有 金家虽是富可敌国 但这先天神兵的价值 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如果金家真的有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 怕是早就被人灭了满门了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这句话虽然老套了些 但道理却是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先前金浪云一口气 拿出了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的时候 金无命一脸无比震惊的神情了 金浪云能拿出这么多的先天神兵 无非两个可能 一是金家隐藏着 连金无命都不知巧的底蕴 二就是金家的背后 有不为人知的势力支持 前者不下 那么就只剩下后者了 一个不为人知 并且能够拿得出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的势力 纵观北域 除却了三大圣地之外 也就只剩下那神秘无比 在北域之中 折服了万年的神武圣殿了 神武圣殿 金无命心中喃喃了一声 冷眼望向了那缓步踏入屋内的两道身影 心中思绪翻转不定 这些年来 随着在金家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金无命知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其中包括金家的发家史 金家 人本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骨 但是 却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发展壮大 到了现如今 已是同兰北域七国的庞然大物 富可敌国的存在 哪一个从底层崛起的势力 脚下不是堆积如山的森森白骨 金家能够发展到如今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绝佳的经商天赋 更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横的实力 才能够在那如狼似虎的各大势力面前站住脚跟 那么 原本只是一个小商骨的金家 如何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也只能是有人在暗中支持的 想到这里 金无命眼神一鸣 终于明白了 自己老爹为什么一定要宁愿交还血龙胆 甚至不惜用如此多的先天神兵来作为补偿 不是他愿意坐这陪到姥姥家的生意 而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啊 金无命心思之间 那两人已是进入了屋内 两人分别是一男一女 女子年纪不大 眉宇之间还带着一丝星色之气 但面容娇美 身姿妙满 巧巧奄然之间 更是让人不由心动 而比起容貌来 更让人侧目的是她的实力 先天之境 虽然只是出入先天 刚气入穴的先天气境 但先天就是先天 这少女年纪不大 看起来是比宁渊还要小上几岁 这就踏入了先天境界 放到哪里 都能够称呼一生绝世天才了 这样的年纪 如果单论修为境界 他甚至能够压过 纪无双与苏木婉行一筹 由此可见 这少女的不凡之处 而这少女身后 是一神色冷峻的青年男子 手中抱着一口长剑 散发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给人一种生人无尽的赶紧 而她的修为 同样是先天境界 不过远超过那少女 已是踏入了道境 这般的实力 在北域之中 不说横行天下 但也绝对算得上一方高手了 但是现如今 她却紧随在这少女身后 冷峻神情之中带着一丝警惕 似乎感知着周遭的情况 提防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 从此便能够看得出来 她是这少女的护卫 否则的话 两人脚步也不会是以这少女为主了 严济轻轻便踏入了先天境界 又有一位道境的高手 作为提身护卫 看样子这少女的身份 怕是在神武圣殿之中 也是极为尊贵 见着少女走进屋内 金浪云也是快步赢了上去 随后便见这位金孩神 微微攻了攻身 轻声说道 金浪云见过直视 这一幕 让一旁看着的金无命 眉头皱得更是厉害了浅 她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自己的老爹向人攻身了 见金浪云向自己攻身行礼 李切眉一笑 言道 姑父不必如此拘谨 换我切眉便好 金浪云摇了摇头 说道 既是切眉如此说 那么姑父便确实不攻了 姑父 听两人话语 金无命眼神不由一了 隐约可见一丝恨意 虽然这恨意只是一顺便恢复如常 但仍旧是为了李切眉身后 那个青年男子察觉到了 他直接让向了金无命 眼神之中透出了一丝冷冽杀计 先天道境的气势展现开来 让虚空顿时随之一凝 先天道境 乃是修成了道之领域的境界 因此 只要心中所想 那么一举一动都能够牵动自身大道之力 所以这气势压迫 绝对不只是心理上的 虚空一宁 紧接着金无命便感觉一股恐怖的压力袭来 宛若一座万丈重山镇压而下 让他身躯不由的一颤 就要跪倒在地 就是此时 那众若万针的压迫 忽然消散无形 金无命身影一晃 虽是有些量强 但还是站住了步伐 你 此刻金无命也回过了神来 神色惊怒交加的 看向了那里千眉身后的青年男子 但是那青年男子 却没有理会他 而是注视着金无命身边的宁渊 冰冷眼神之中 隐隐可见一丝忌惮之色 他不得不忌惮 因为方才他释放出的道径威亚 就是因为眼前之人而粉碎的 那种感觉 就像是滔滔怒浪席卷而来 要吞没一切 但结果 却是一头撞在了一座万丈高山之上 这后果 自然是气势汹汹的浪泡状的粉碎 而山岳仍是不动丝毫 虽只是气势交锋 但他已经是深深感受到了眼前之人的强横 一番碰撞 虽是无声无言 但金浪灵河等敏锐 自然是察觉到了这边的情况 回身一望 见金无命一脸惊怒之色 便不由地皱起了眉坛 随后 便见他眼神异朗 低声喝倒 无命 不可失礼 爹 听此 金无命心中不愤 但触及金浪云的眼神之后 又不得不将心中的怒意强压着下去 低下了头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宁愿摇了摇头 但却没有出声多言 显然 金然与神武圣殿之间有着什么关系 或者说 这金家就是神武圣殿扶持起来的 这一点 从方才金浪云对那里千梅的态度与称呼 就看得出来 所以眼下 金浪云对金无命才是如此态度 宁愿与金无命是朋友不错 但这是他的家事 在事情尚未明了之前 宁愿不好插手 所以宁愿选择了沉默 然后看向了那里千梅 神武圣殿 心中南南四字 宁愿脸庞之上 已是多出了一丝冷笑来 观人行色这门功夫 已经是炉火纯青的金浪云剑刺 心中也是一尘 赶紧打圆场 对宁愿说道 贤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神武圣殿的十二执事之一 李千梅 听此 宁愿一笑 说道 神武圣殿 十二执事 听起来好大的名头啊 话语之中 不屑之意已是毫不掩饰 这让金浪云有些尴尬 但还是强笑了一声 准备给李千梅介绍一下宁愿 但还不等金浪云说话 便见李千梅上前一步 对宁愿说道 哪里 和宁公子比起来 千梅区区一个弱女子 又算得了什么 话语虽轻 但其中 却是带着一丝针锋相对的意外 见此 金浪云心中甚至无奈 但也知道是已至此 自己已经是插不上话了 所以 心中虽有些担忧 但还是退到了一旁 扫了这里千梅一眼 宁愿也是直接 对李千梅说道 有什么便直说吧 我赶时间 李千梅听此 但笑一声 言道 话不是已经说了吗 希望宁公子能够将血龙胆交还与我神武圣殿 宁愿冷声一笑 道 这我也说了 办不到 听此 李千梅眼神便换了一阵 说道 宁公子 神武圣殿带着诚意而来 若是眼下这些神兵还不够 那么宁公子大可出声 任何要求 我神武圣殿都会竭力满足 只要宁公子交还血龙胆 是吗 宁愿仍是冷笑 说道 如果我不答应呢 李千梅淡淡一笑 轻声道 宁公子不妨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要这么轻易就下决定啊 哦 听此 宁愿扫了李千梅一言 道 如果我就这么决定了 你待如何 那么宁公子可否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做先礼后兵呢 被玩待续 第二百三十八章 先礼后兵 一句话语 好似图穷避现 轻声之间透出了一丝冷意来 说实话 无论是神武圣殿还是李千梅 心中都不愿意与宁渊为敌的 因为宁渊的实力有目共睹 天绝风一战 他一人横扫百位先天 震惊北遇 不久之前 又是轰杀了天音阁法宗太上长老 先天神境三重的强者周天云 只要脑子没有坏掉的人 就不会去平白招惹这么一个对手 神武圣殿和李千梅的脑子 当然没有坏掉 他们也更加清楚多出这么一个敌人的后果 但是那血龙胆实在太过重要了 无论是对于神武圣殿 还是对于李千梅 所以 他们必须将血龙胆取回 也不得不找上宁渊 为了避免与宁渊的冲突 又能够取回血龙胆 神武圣殿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先找到金浪云 借着金无命的关系 把宁渊邀请到了这云里居 之后 又拿出了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 以此换回宁渊手中的血龙胆 若是单论价值 那七八件上品先天神兵 绝对不逊色血龙胆 甚至超出了许多 这是神武圣殿的诚意 也是神武圣殿的决心 对于血龙胆 他们实在必得 但可惜 哪怕神武圣殿做到了这等地步 宁渊仍旧没有答应 所以 李天梅现身了 因为他知道 金浪云再说下去 也是徒劳无功 宁渊绝对不会把血龙胆交出来 既然李不成 那么 也就只能兵容相向了 如果有的选择 神武圣殿不想平白多出这样一个敌人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没得选择了 血龙胆对于神武圣殿而言 关系重大 他们必须将之取回 哪怕为此与宁渊兵戎相见 他们也在所不惜 先礼后兵 听此 宁渊不由一笑 注视着李天梅两人 说道 你认为你有这个实力吗 呵呵 李天梅轻声一笑 神色淡然言道 如今被遇 谁人不知宁公子实力惊人 纵观被遇 喊逢敌手 连那三大圣地都无可奈何 千梅一个弱女子 自然没有这个能威 但是千梅没有 不代表神武圣殿没有 轻声话语之中 是无比的自信 如果放在以前 神武圣殿没有这样的实力 但现在不是以前了 武神传承重现本域 神武圣殿随之崛起 辉煌再现 连高手如云的三大圣地 都被他们打得节节败退 如此只能够归作在山门之中 依仗着山门大镇 最后一重屏障苟延残缓 这就是神武圣殿的实力 他们承认 宁渊很强 但对于他们来说 仍旧构不成威胁 因为这里是北域 武道天下的北域 而他们是神武圣殿 象征着武道传承的神武圣殿 武神传承现实 北域武道即将重新崛起 而他们将会成为 这北域唯一的主宰 在此之前 区区一个宁渊又算得了什么 听闻这自信无比的话语 宁渊不由地一笑 说道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做 有对比才有高低 和你比起来 先前那人真的是聪明了 太多太多了 果然是一样弥养百样人 恩 听此 李千梅神色确实不变 他不知道宁渊口中所说的那人是谁 但最不重要 所以李千梅忽略了宁渊最烦让人玩味的话语 但笑说道 宁公子 无论是神武圣殿还是千梅 都不想与你为敌 所以 血龙乃之势 还请你多做考虑吧 不必考虑了 话语之中 只见右手在虚空之中一抚而过 紧接着 一道新红血光绽放开来 斜着无边凶煞之气撕裂虚空 重重地轰击在了地面之上 轰 只听一声轰鸣巨响 整座邻里居都震动了起来 引起一片混乱 不过李千梅并未在意 因为此刻 他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眼前那一杆 心红如血的长枪之上 枪身心红如血 散发着射人的冷光 无边凶煞之气在其中翻腾涌动 宛若一头折服着的绝世凶龙 虽未苏醒 但那里然凶威 仍旧惊人无比 这便是血龙胆 见此 李千梅眼神不由的一阵变幻 激动之色竟是难以遮掩 宁人冷声一笑 说道 这就是血龙胆 你们若是有这个本事 那就拿去吧 恩 这话让李千梅眼神一凝 抬头望向宁渊 随即轻笑说道 既然宁公子若此说了 那么 千梅也就抖胆一试 说吧 李千梅转身望向了身后 那神色冷峻的青年男子 轻声道 孤灵 麻烦你了 恩 那名幻孤灵的青年男子点了点头 走上前来 打亮血龙胆片刻之后 终于探出了手 李千梅与孤灵都看得出来 这血龙胆之中 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煞气 不能轻易触碰 否则的话 宁愿也不会抛下方层那句话了 但如果因为这血龙胆的凶煞之气 就放弃的话 那么他们还来这里做什么 所以 孤灵复首了 感受血龙胆之中散发出的凶凶煞气 孤灵不敢怠慢 将体内一身肛原催动到了极致 以至于 他手中之中 都泛起了一道道冰蓝色的双寒之气 连周遭的虚空 都有被冻结的趋势 他有先天道径的修为 也许不是宁愿的对手 但想要抗衡一口神兵之中的煞气 应当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这神兵再强 也不过是一口先天神兵而已 没有人催动 就算他有滔天雄威 也一样爆发不出来 心念之间 孤灵探手握向血龙胆 手掌之中冰寒之气涌动 渐渐将那凶煞之气抵消 见此 孤灵与李千眉眼中 都浮现出了一丝喜色 随后 孤灵也不再迟疑 五指压下 便要将这血龙胆拔出 但就是在他手指即将触碰到 血龙胆相伸之时 一便陡声 轰 只听一声轰鸣 无边凶煞之气爆发 顿时 血龙的枪身周遭虚空扭曲破碎 刹那烟灭 而孤灵的手也遭受这煞气波及 啊 一声凄厉的悲鸣声响起 冰霜寒气烟灭 孤灵探出的右手 在那煞气之中粉碎开来 不仅仅是手掌 连那一只手臂都遭受波及 血肉成灰 骨骼破碎 这个时候 孤灵方才回过神来 惊恐而退 只是当他退开之后 那要比已经粉碎了小半 伤口之处是一片心红 但却没有半滴鲜血流出 因为任何鲜血流淌到了伤口之后 就会被其中肆虐的煞气毁灭 正是因为如此 那伤口之处才流不出血来 不仅仅流不出血 那煞气还不断肆虐着 欲要冲入孤灵体内 孤灵也是一个狠绝果断之人 感受到右臂伤口之中煞气肆虐 心知沙沙气冲入体内的恐怖后果 所以他是想也不想 左手拔出长剑 催动体内刚软 随后猛然一斩 烟红鲜血 凄厉喷勃而出 整只臂膀都被孤灵一剑斩了下来 孤灵 见此一目 李千梅也是神色一变 里面上前 扶住了身躯亮枪的孤灵 这煞气 孤灵身躯微微颤抖着 面色一片惨白 眼神惊骇地注视着前方的血龙胆 他不明白 一口没有人催动的先天神兵 如何能够爆发出这般恐怖的煞气 连他的护身甘远 在这煞气之前 也如若一张保险般的脆弱 难道是他暗中动了手脚 自想到了什么 李千梅眼神惊怒交加地望向了宁渊 喝道 你竟然按做手脚 卑鄙 对此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 是你没有这个本事 宁渊没有做什么手脚 他也不需要做什么手脚 这血龙胆本就蕴含惊人的凶煞之力 之后又吸收天绝风那几日千年的煞气 由此彻底蜕变成了一口绝世凶兵 所以除去了宁渊之外 谁都不可能使用血龙胆 甚至触碰都不能 眼前的孤灵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但李千梅却不知道这些 他也不想知道这些 因为这都不重要 好 很好 李千梅冷冷地注视着宁渊 韩生说道 宁渊 今日之事 我李千梅记下了 神母圣殿 冰冷的话语 没有说完 就胎死腹中 因为此刻 星红如血的枪 已是落在了他那雪白如玉的紧箔之间 此时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那冰冷的枪风之中涌动的煞气 就好似一片翻腾的雷霆 随时都会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能 而在这枪风之下 他的脖子 不会比一块朽木坚硬多少 至于那护体刚气 更是一个笑话 这个时候 他终于感受到了 什么是尽在咫尺的死亡 小姐 直视 见到这一幕 孤灵与金浪云神色大变 想要上前阻止 但却又顾忌宁渊腔下的李千梅 不得不僵立在了原地 你 李千梅的身躯也变得僵硬了起来 注视着面前的宁渊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也不敢说些什么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道 你不用记下 现在我便与你清算清楚 话语之中 雀龙胆腔风微微一压 李千梅景波之上 顿时多出了一缕鲜红 不可 便是此时 一声冷喝响起 被玩戴絮 第二百三十九章 惊呼声中 黑雾涌动 凝聚成一人身紧 出现在了屋内 正是当初在天觉风上 与宁渊见过一面的那神秘人 恩 见此 宁渊眼神微微变换 手中的血龙胆减去了七分力道 但仍旧是停留在李千梅的紧波之间 紧尖的疼痛 死亡心的咫尺的感觉 让李千梅那一张小脸变得煞白一片 身躯更是紧绷将硬着 不敢动他嘶吼 其实今日前来 李千梅根本没有与宁渊动手的意思 现如今 神武圣殿正在与三大圣地交战 虽然迎回了武神传承的他们 占据了绝对上风 但三大圣地到底是三大圣地 主宰了北玉万年的传承 纵然因宁渊折损了大量高手 但剩下的实力也不可小看 所以直到现在 双方之间战局仍旧是处于胶着状态 神武圣殿的神境强者根本无暇分身 否则也不会让李千梅带着几个先天境界的护卫 就来找宁渊取回血龙胆 而李千梅也是清楚 宁渊实力强悍 没有先天神境的实力 根本难以与之抗衡 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和宁渊动手的想法 先前之所以现身 更多是为了试探 能取回血龙胆固然是好 不能也没事 毕竟他如今代表的神武圣殿 又有金家在一旁调和 李千梅相信 只要自己不刻意去激怒宁渊 他就没有道理对自己动手 李千梅想到了许多 但是可惜 他却错漏了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宁渊将来是个不按常位出牌的家伙 一路走来 也就只有苏木婉晴能稍微吃得住他而已 为此 苏木婉晴还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付出了多少代价 而李千梅 如何能够与苏木婉晴相提并论 所以事情就发展到了现在 就连变成了李千梅无力控制的局面 甚至连自己的生死 不由他掌控了 景伯之间的枪 散发着害人的煞气 死亡威胁之下 李千梅神色惨白 早已不见了那一份从容自信 而一旁的孤灵与金浪云身躯 也是江丽的原地 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不敢动 是因为他们不能承受李千梅出事的后果 反倒是金无命见词 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甚至还拿起了桌上的龙咸茶喝了一口 然后就默默地站在一旁 唯一做出动作的 只有那陡然出现在屋内 周身上下皆是被黑雾笼罩的神秘人 宁渊 神秘人快步走了上来 见宁渊手中血龙胆 仍旧是停留在李千梅的颈薄之上 语气顿时变得有些急促了 连声说道 千梅并非是有益的 请你绕过他一命 虽然心中焦急 但神秘人的语气 却没有多少强硬 反倒是有几分请求的意味 自从天觉风那一次见面 他已经明白 对这个人强势 那只会换来更为强势的回应 现如今 李千梅身死尽在宁渊一念之间 他可不认为 宁渊会顾忌神武圣定而不敢下手 当初他一人就敢独挑三大圣地 如今神武圣殿虽是如日中天 但和当时的三大圣地相比 也强不到哪里去 他不惧三大圣地 难道会怕神武圣殿吗 这一点神秘人很清楚 所以他话语姿态放得很低 因为他实在不想看到李千梅身死 更不想看到神武圣殿与宁渊 彻底走向对立面 神秘人的出现 并未让宁渊的神色有丝毫变动 手中的枪 也是没有半点挪开的意思 只是说道 一句话便想要把事情接过去 真以为神武圣殿四个字有这么大的面子吗 听此 神秘人也甚是无奈 轻声问道 那你要如何 恩 宁渊注视着神秘人 沉吟片刻之后 方才说道 也许我们应该单独谈谈 好 神秘人想都不想的就答应了下来 他此次前来也是为了血龙胆的事情 本就要和宁渊商量的 见此 宁渊点了点头 忘了李千梅一眼 道 你捡了一条性命 说吧 宁渊收回了血龙胆 李千梅的身子随之微微一颤 紧接着便飞速往后退去 一旁断了一臂的孤灵 也瞬间挡到了他的身前 惊魂未定地注视着宁渊 然而宁渊却没有半点理会他们的意思 将血龙胆收入体内 随后便看下了那神秘人 感受到宁渊的视线 神秘人摇了摇头 转而望向了惊魂未定的李千梅 说道 千梅 你先出去吧 此事交与我来处理吧 神色苍白的李千梅听此 心中虽是万分不甘 但眼神触及宁渊之后 也不甘顿时化作了惊恐 随后便是想都没有多想 就不乏慌乱地离开了房间 那断了一臂的孤灵剑词 也是赶忙追了上去 李千梅离开之后 金浪云方才走上前来 对神秘人行了一礼 话语弓声说道 又是 见金浪云 神秘人轻声一叹 道 让你为难了 这话让金浪云弓着的身子弯得更低了 连声说道 又是此话严重了 此事因我金家而起 全在我金浪云之后 还未请了幼使降队 哪里敢说为难二字 对此 神秘人摇了摇头 道 你先下去吧 是 金浪云点了点头 随后迟疑了一下 忠是转而望向了宁渊 道 闲直 关于这血龙胆之事 还望你能多做考虑 金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说吧 金浪云向宁渊拱了拱手 随后便拉着一旁的金无命退出了房间 一时之间 屋内就只剩下了拉宁渊与神秘人 虚空之中蔓延着一丝刺鼻的血腥味 让这气氛变得有些紧张微妙了起来 见此 神秘人不由地发出了一声轻叹 对宁渊说道 千眉年轻气盛 行事难免又不妥之处 还望你多多见谅 不要与他计较 宁渊神色平静 轻声道 既是清楚这一点 那么 就不应当随便把他放出来 否则下一次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这话让神秘人沉默了下去 并未反驳宁渊的话语 因为宁渊说得不错 虽然先前 宁渊断了孤灵的一条手臂 又举枪抵住了李千梅的咽喉 可谓占尽强势 所以现在他这番话 颇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换成其他人 若是有宁渊这般的实力 那么 这李千梅怕是早就命运枪下了 为了让宁渊交出血龙胆 李千梅可谓是威逼利诱 甚至还把金家扯了进去 这何止是挑衅而已 就凭这一点 宁渊杀了李千梅丝毫不为过 他先前之所以没有下手 不是因为这神秘人 也不是因为神武圣殿 而是因为金家 神秘人解清楚这一点 所以无法反驳宁渊的话语 沉默片刻之后 方才说道 这一次的确是千梅行事不妥 我在此代 他向你赔罪 这倒是无所谓了 宁渊注视着神秘人 问道 你在神武圣殿之中是什么身份 这 听此 神秘人迟疑了一阵 而后 周身营绕得黑雾骤然一战 让他的身影渐渐清晰了起来 最终 黑雾散去 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了宁渊面前 论容貌 只能说是普通 但是他的眼神却尤为坚毅 眉宇之中 更是透着一丝不逊男儿的鹦鹉之气 让人一眼便印象深刻 恩 见此 宁渊微微挑起了眉 先前有黑雾笼罩 根本看不清他的模样 甚至连声音都被影响了 所以宁渊也不知道 这神秘人竟是个女子 见宁渊眼神有些诧异 那白衣女子向他点了点头 道 神武圣殿又是 李军月 李军月 宁渊喃喃一声 随后摇了摇头 他并不在意这神秘人的身份是什么 说道 金家与你们神武圣殿是什么关系 李军月神色平静 言道 金家是我们神武圣殿所扶持起的势力 你可以将金家制作神武圣殿的一部分 原来如此 宁渊点了点头 道 那这血龙板又是怎么一回事 说实话 宁渊也不知道为什么 神武圣殿不惜代价 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血龙胆 要知道 在遇上宁渊之前 这血龙胆只是一件鸡肋 是血龙精的特性 让他虽有先天神兵的威能 但没有人能够使用 因此 放在神兵戈之中 积了整整十年的尘 而依照李大管事所说 这血龙胆是一位无名将士铸造而成的 以五百万两的银子 卖给了金家商行 怎么会和神武圣殿扯上关系呢 再且说了 如果这血龙胆真的这么重要 为什么整整十年时间 金家与神武圣殿都不曾理会 直到现在才提起来 请宁渊问起血龙胆之事 李军月心中也是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道 这血龙胆 其实是当初武神四有之一 神将天缺所铸造的十二口传承神兵 传承神兵 听此 宁渊也是一正 不错 传承神兵 关系着十二武魂传承的神兵 李军月蓝蓝一声 向宁渊叙述起了这血龙胆的来历 其实 这血龙胆 根本不是什么无名将士铸造而成的 而是在万年之前 有武神四位好友之一 有北域第一神将之名的天缺 亲手铸造的十二口神兵 这十二口神兵所使用的材质十分特殊 因为天缺铸造他们的用意 不仅仅是用来战斗 更是用来充当一枚钥匙 万年之前 为了唤醒沉睡的武神之魂 武神的十二位弟子牺牲自我 以十二武魂布下神之祭坛 这十二武魂融入神之祭坛之后 就再也无法脱离 因此 神将天缺才铸造了这十二口神兵 只要拿着这十二口神兵 进入神之祭坛 就能够唤醒十二武魂 得到武魂传承 并且将其融入这神兵之中 凭借这武魂之力 让这十二口神兵进行蜕变 成为超越先天神兵的存在 只不过 当年天缺铸造完成十二口传承神兵之后 三大圣地与神州妖魔两界的高手 就杀到了神武圣殿 大战之后 这十二口传承神兵也不知去向 这八年以来 神武圣殿一直都在搜寻这十二口传承神兵 但是 大海捞针弹何容易 再加上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二口神兵的具体情况 所以 整整万年时光 他们也就只收集了八剑 神武圣殿也没有想到 这十二神兵之一的血龙胆 在机缘巧合之下落入了一人手中 而后 那人又以五百万两银子的价格 卖给了金家商行 但因为其太过鸡肋的原因 并未引起金家的注意 所以才会被遗忘在神兵阁之中十年 直到遇上宁渊 这血龙胆才展现出了自身的神异之处 这个时候收到了消息的金家才反应过来 猜到这可能是十二神兵之一 便匆匆派出那林大供奉 想要向宁渊取回 但结果却是碰了一脸灰 再然后 事情就变成了如今这个局面了 原来如此啊 清除了这血龙胆的来历 宁渊也是错愕 他倒是没想到 还有那么曲折离奇的事情 李军月注视着宁渊 话语认真地说道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将血龙胆交还于神武圣殿 为了对抗神州与妖魔两界 我们需要这十二五魂传承的力量 听此 宁渊眼神不见一丝波动 道 那与我无关 你 这话让李军月心中不由一怒 但还是强压得下来 说道 这血龙胆乃是天缺前辈的心血 为的是 让我北域之中 有人能够承接十二五魂的传承 它不属于你 是吗 听着话语 宁渊冷然一声 反手换出血龙胆 又是将其刺入大地之中 言道 那么你别问问 谁才是他的主人 你 注视着眼前的血龙胆 李军月脸色也是难看了几分 他的修为不比那孤灵高多少 自然也没有拿走血龙胆的本事了 如此也是说明了宁渊的态度 这让李军月心中不由一怒 冷声道 宁渊 这血龙胆乃是我神母圣殿之物 对此 宁渊神色不变 冷声言道 即使如此 那你们便拿出这个实力来取回 何须牵扯其他人 这一次我不与你们计较 但下一次 话语之中 只见 助力在地的血龙胆猛然一震 无边煞气狂笑而出 李军月身躯一颤 感觉自身好似陷入怒海汪洋之中 随时都有可能被这无边煞气粉碎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惹目我的后果 被玩戴续 第二百四十章 你 煞气汹汹之下 李军月身影难以支撑 但下一瞬 那煞气忽然消散 让他总是勉强站住了身子 但脸色却已是一片惨白 而宁渊也不理会李军月的反应如何 收起血龙胆 直朝屋外走去 推门而出 便见外边金浪云与金无命正在后着 金浪云眉头紧锁 站在他身旁的金无命 反而是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贤侄 见宁渊走出房门 金浪云连忙迎了上来 神色紧张而期待地看着宁渊 问道 如何 血龙胆 伯父不必多说了 宁渊却是打断了金浪云的话语 道 这是我与神无圣殿的事情 听此 金浪云也是明白了过来 脸色不由的难看了几分 说道 可是 爹 然而金无命却是忽然打断了他的话语 道 我们今家行赏 讲的就是诚信 东西已经卖出去了 哪里有抢逼着客人退回来的说法 这话让金浪云是气得不行 狠狠地瞪了金无命一眼 贺道 你这混账东西 你懂些什么 金无命听此 这脾气也逝起来了 打断了金浪云的话 说道 我不懂 但我知道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然后 金无命也不理会自己老爹那一脸愤怒的表情 转门对宁渊说道 冤少 走了 说着 他直接转身 朝云里居外走去 见此 宁渊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上了金无命的脚步 见两人离去 金浪云脸庞之上露出了一丝深深的无力 眼神之中更是掩不住的担忧之色 金浪云知道 宁渊对金家幼 不仅仅在摆断山救了金无命一次 还用赤血红年救了他的性命 这恩行金浪云自然没有忘记 若是有的选择 他也不想事情走到这一步 但现如今 他和金家还有选择吗 金家能够有今日的辉煌 是因为神武圣殿的支持 没有神武圣殿 那么这富可敌国的金家 只会变成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 在这北域如狼似虎的各大势力面前 随时都有被撕碎吞噬的可能 所以 他才不得不这么做啊 想到这里 金浪云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而就是此时 先前离开的李千梅竟是全而复返 步伐匆匆的朝屋内走去 见此 金浪云张口想要说些什么 却不想李千梅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直接快步走入了屋内 见此一幕 金浪云似乎明白了什么 摇了摇头 男男说道 罢了 罢了 由他去罢 说罢了 金浪云转身往外走去 那嗖若的身影 变得更是不起眼了 而李千梅带着孤灵 快步走入了屋内 随即 一眼便看到了 神色仍是有些苍白的李军月 见李军月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李千梅已是明白了许多 但仍旧冷声问道 那血龙达呢 听着隐隐有质问之意的话语 李军月摇了摇头 望了他一眼 道 千梅 你不该把金家牵扯进来 哼 听此 李千梅冷声一笑 道 此事全今他们有眼无珠 办事不利 耽误了我神母圣殿大事 这一次 是给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否则 天骑哥哥怪罪下来 谁也担待不起 这话让李军月眼中也是付出了一丝怒辞 冷声喝道 你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 雀龙胆没有拿倒 反而让我们神母圣殿多出一个可怕的敌人 可怕的敌人 呵呵 圣宁元吗 李千梅又是冷声一笑 道 我承认 圣宁元的确很强 但那就如何 天骑哥哥即将完成武神试炼 一旦天骑哥哥出关 我神武圣殿便能再现武神辉煌 圣宁元如何张狂 在武神传承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你 见李千梅如此自信满满的模样 李军月怒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看向李千梅的眼神之中 尽是失望之色 见此 李千梅却是不屑一笑 道 九姐 你便是什么事情都太过小心 太过谨慎了 所以那宁元 我神武圣殿已经拿出了诚意 但他却不识好歹 那么就不要怪我们神武圣殿 以大欺小了 李军月沉声问道 你可知这样做的后果 后果我很清楚 李千梅一副秀 言道 如今天旗哥哥正在闭关参悟武神传承业迹 在他出关之前 我们务必要集齐十二传承神兵 开启神之祭坛 继承十二武魂传承 以此与天气各个配合 一举覆灭三大圣地 再现我神武圣殿辉煌 在此之前 莫说区区一个宁愿 就是千难万祖 也要将其扫平 话语之中 李千梅上下扫视了李军月一眼 不由冷笑道 纠结 我记得半月之前 家主让你去招收 这宁愿入我神武圣殿 结果你失败了 此事失败也就罢了 但蓄龙胆之事绝不能有事 所以这件事还是交由我来处理吧 李千梅 一声怒吓响起 骇人威势随之爆发 直阵的李千梅身躯一颤 不由得僵力在地 神色错愕地 看着雷霆震怒的李军月 见此 李军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冷声道 这件事我会回禀家主与圣殿诸位长老 请他们做出决定 在此之前 你不要轻举妄动 趁不要把金家再一次牵扯进来 否则 休要怪我行惩戒之权 说吧 李军月也不理会一脸错热的李千梅 转身离去了 直到他离开之后 李千梅才回过神来 娇美的脸庞之上 不由得涌现出无边怒火了 含声道 李军月 你好大的威势 不要一位家主和几位长老看中你 给你个幼时当当你就目中无人了 太天气哥哥出关 承接武神之位 我看你还能张狂到几时 还有那宁渊 今日之事 我李千梅必然千倍讨回 话语森森 带着划不开的愤怒与恨意 回荡在这房间之中 此时此刻 云里居外 宁渊与金无命并肩而行 两人皆是沉默不语 片刻之后 两人已是到了云霄城城门之前 宁渊这才停下脚步 对金无命说道 今天这件事情让你为难了 这话应该我来说才是 金无命叹息了一声 轻声道 渊少 这件事情 我老爹也是身不由己 你别往心里去 我明白 宁渊点了点头 道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是留在这云霄城呢 还是跟我一起回秦国去 金无命一笑 道 当然是留下来了 我还有一堆事情没弄好呢 走不开了 那好 听此 宁渊拍了拍金无命的肩膀 道 有事就派人到百段山找我 当然 这我可不会跟你客气 金无命笑道 随后 让手下人牵过了一匹乌锥马 道 竹竿好像学会什么鬼欲剑飞行了 所以 把这踏雪乌锥送给我了 但我用处不大 给你吧 好 宁渊也不矫情 翻身上马 随后对金无命道 就这样了 下次最红楼见 不醉不归 一定 说吧 宁渊策马一送 一骑绝尘 冲出了云霄城 见着那奔腾而去的身影 金无命不由一笑 道 大爷我这一生有这么几个朋友 也算没有白活了吧 他 被玩戴续 第二百四十一章 十日时间 如白马过系 从云霄城离开的宁渊 终于回到了大秦帝国境内 如今已经穿过了云海三周 正往百段山脉过去 和往日相比 现如今的百段山脉明显热闹了不少 过往商队也是多了起来 其中原因 自然是因为 宁家扫停了百段山之中的盗匪 彻底打开了这条黄金商路 百段山脉是通连云海三周与帝都咸阳的捷径 走百段山脉 只需要一日时间 便能从云海三周进入秦陵关 而若是走其他两道关卡 花费的时间是十倍以上 对于商人来说 时间就是利润 拖了越久 获得的收益也就越低 甚至还会发生不可知的变数 因此 百段山脉被宁家贯通之后 便彻底成为了一条黄金商路 虽然宁家设下的商税与关税也是不低 但比起那群穷凶极恶的盗匪来说 无疑好了太多 并且安全性也有了极大的保障 再加上通行这条百段山脉的利润 自然是吸引来了大量的商行行商 所以 这一路走来 宁愿遇见的商队 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起码有上百之数 他们给宁家带来的纯收益 就起码有上千万两印子 由此可见 这百段山蕴含了惊人利益 当初大秦皇室以盗匪之名 占据这百段山脉的时候 不知道借此收敛了多少钱财 大秦帝国近乎一半的财政支出 可以说都是百段山镇边提供的 如今宁家掌握着百段山 富可敌国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而宁家的底蕴 正好能够将这财富 源源不断地转化成为实力 那驻扎在百段山脉之中的 十万宁家战兵 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然在这强者如云的世界 千军万马不再是无敌的象征 但整整十万战兵 也是一股不可小失的力量 有这十万战兵宫位 再配合宁渊环绕孤独风布下巴阵图 这百段山脉的防御 可谓是固若金汤 先天神境之下 绝无可能对宁家造成威胁 百段山优劣独特的地势 再加上足够强横的实力 宁家的前景自是一片大好 已有辉煌崛起之势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原本山高临深 人际罕至的百段山 渐渐地变得有些繁荣了起来 宁渊骑着踏雪窝追 不紧不慢 在那条贯通了整条百段山的大道之中走着 他虽没有尽相勤泻的感觉 但心中却思量着不少事情 如今又已经到了百段山 自然没必要火急火燎的赶路了 如今宁渊心中所想 无疑就是神武圣殿的那些事情 虽然他对于这所谓的神武圣殿很不感冒 但有一件事 宁渊也不得不承认 这神武圣殿实力的确不弱 尤其是迎回了武神传承之后 更是如日中天一般 已经有了再现北域武道辉煌圣事的趋势 当初在神武圣殿之中 宁渊没有承接武神传承 但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道路 而不是因为武神传承太弱 那开辟了武道修行圣事 以一己之力抗衡六位神主的武神 怎有可能是弱者 赢回了武神传承 还有众多武魂在手 只需要一段时间 神武圣殿之中就能够涌现出大量的强者 并且还是拥有武魂 能够在这北域动用先天神境之力的强者 到时候 以神武圣殿的实力 覆灭三大圣地 不过轻而易举 甚至一统北域 再现神武祭之时的辉煌 都不是什么难事 可以说 神武圣殿的崛起已经是必然 而如今因为血龙胆的事情 宁渊与神武圣殿的关系 变得有些紧张 甚至说是对手都不为过 既然是对手 那么 自然不应该给对方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宁渊完全可以趁着神武圣殿 没有崛起之前将其击溃 他有这个实力 神武圣殿现在虽是声势浩大 但真正的强者其实并不多 也就是几位隐藏的先天神境 还不能轻易出手 至于那五神传承和五魂传承 还没有成长起来 虽潜力无限 但算不上顶层战力 若不是因为宁渊扫命了三大圣地与神舟的一众神境强者 那么神武圣殿不要说将三大圣地打得节节败退 能够保住自身都不错了 所以 现如今 宁渊真的可以直接去当平了神武圣殿 但是 当初在神武圣殿之中 他成了武神一个人情 而如今 这神武圣殿如何的不堪 都是武神的传承 再加上朝阳和灵天 也进入了神武圣殿 宁渊不想让他们为难 不看僧命看不灭 宁渊这才没有对神武圣殿下手 否则的话 他哪里会傻愣愣的 等着对手发展壮大 然后杀上门来 只不过 雀龙胆的宁渊手中 神武圣殿始终不会善罢甘休 现如今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赖恨宁渊 但若是等他们有了 届时 宁渊心思之间 踏雪乌锥忽然发出了一声嘶鸣 打断了他的思绪 回过神来 宁渊抬头一看 便见到前方一座雄关助力 雄关一山而成 高达百丈 大气磅礴 关下一队战兵助力 铁甲森森 无声之中透着肃杀之气 让人不由心中生畏 这正是宁家建立的百断管 百丈之高 依山而成 恶守险要 纵是有千军万马 也未必能够冲破这一座雄关 除此之外 这百断关已经处于八阵屠笼上的范围 有阵势之力加持 不仅仅让这雄关壁垒均不可摧 还有近空镇压之能 一旦阵势发动 就是先天到境的强者 都未必能够凌空飞起 失去了玉空之能的先天强者 就要面临百段关内驻扎的战兵军阵 与八阵途正式配合绞杀 到时候 若是没有先天神境的修为 那就是九死一生的下场 这就是守护宁家的第一道屏障 在此之后 便是宁家建造起的宁城 而宁城的核心腹地 正是那孤独风 终于回来了 见到这百断关 宁渊也是一笑 将心中佛想暂且抛之脑后 催动身下的踏雪窝追 只往前方奔腾而去 什么人 踏雪窝追奔腾而至 顿时引起了一众战兵的反应 大鹤之中已是兵刃出桥 关卡之上的弓箭手 正是拉满了弓弦 见此 宁渊也是拉住了踏雪窝追 轻笑道 是我 渊公子 还不把家伙收起来 城门也赶紧打开 这是关卡之前的一位统领 方才认出了宁渊 又惊又喜 连忙让手下的士兵收起武器 然后迎了上前 道 末将一时眼中 竟没有认出公子来 请公子恕罪 这就不用了 宁渊一笑 随后 往官内望了一眼 顿时疑惑地问道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守卫 这百段关帝是险要 一守难攻 又有八镇图 这是支力加持 几乎可以说是一道不破的壁垒 因此 往日宁家带此驻守的战兵不多 只有千余人 但是现如今 这百段关内 却是铁甲如林 城墙之上 站满了士兵与弓箭手 连城门先前都是紧闭的 与宁渊离开的时候相比 实在有些异常 听此 那统领摇了摇头 说道 此事末将也不清楚 只是老太君亲自下令 让我们增派人手 老太君的命令 听此 宁渊眉头不由地引众 统领点了点头 道 还有 老太君吩咐了下来 若是见到公子你回来了 就让公子马上去见他 我知道了 听此 宁渊也不再多问 催动踏雪乌锥 直接冲入了百段关内 往宁家赶去 他不在的这段事情 应当是出了什么事情 否则 宁家也不至于如此严阵一态 不过看样子 局势应该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虽是如此 宁渊心中仍是有些担忧 快马加鞭 飞速赶回 而此时此刻 宁家大厅之中 满头银霜 但鹦鹉之气 却不减丝毫的宁老太君 坐于手座之上 手中拄着龙头拐 更添三分威严气度 眼神冷漠地注视着 下方坐着的一人 那同样是一名老者 满头银发 但却是面白无须 眼神深沉 隐约透出一丝 如若苍鹰一般的锐利感 恍若要直刺人心 他静坐着 略显销瘦的身躯之上 穿着一件大红蟒袍 嘴角时刻保持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只是这笑容 给予人一种很不舒服的阴逸感觉 似乎用浓郁的腐朽 与紫气环绕在他周身 连阳光都无法照开一般 大厅之中 就只有宁老太君与这人 气氛也变得莫名有些压抑起来 直至片刻之后 那人忽然轻声一笑 用那奸邪而阴冷的声音说道 宁老太君 已经七日了 不知道您考虑得如何了 哼 听此 宁老太君冷哼一声 拄着龙头拐杖说道 陛下的好意老身心灵了 但我那孙儿已是心有所属 这次婚之事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吧 这话让那人阴沉的眼神微微变换 随后又是轻笑道 宁老太君这话就不对了 九日之前 自从万遇归来的三皇子殿下欢庆寿臣 这咸阳城之上便天降降位 显出龙凤城降之下 龙降咸阳城 凤五百段山 天佑我大秦 季姑娘滋容清城 举世无双 与三殿下正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凑成了这一对人 皇家和宁家就是一家了 如此美事 老太君真不该拒绝啊 听此 宁老太君神色不变 冷声言道 老身心意已定 赵公公无需多言 回去如实向陛下回禀就是 嗯 听此 赵高阳冷声一笑 没有起身 更没有离去的意思 反而仍是说道 宁老太君 此事还是多做考虑的为好 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二章 宁老太君望了赵高阳一眼 韩生道 赵公公这是听不到老身的话吗 呵呵呵 老奴只是希望 宁老太君能够三思而后醒 赵高阳冷然一笑 起身说道 使皇陛下赐婚 便是想要皇家与宁家之间 化干戈为玉博 过往之事 陛下都可既往不救 所以宁老太君就这么拒绝了陛下的心意 怕是不好吧 听死 宁老太君眼神之中怒意更甚 义主龙头拐 立刻说道 你这是在威胁老身 宁老太君这话言重了 老奴区区一个内侍 如何有这个胆量来威胁老太君呢 只是 话语之中 赵高阳又是冷声一笑 道 只是临出咸阳之前 陛下亲命 让老奴务必说服宁老太君你 老奴这也是不敢有为皇命 更不愿意见到我大秦再起兵戈 所以 才苦心相劝 望老太君见谅 不愿再起兵戈 宁老太君冷然一声 注视着赵高阳 寒生言道 若老身之意不答应 陛下是否就要徽君杀入这摆断山 哎 老太君何必这么固执呢 赵高阳摇了摇头 道 如今宁家坐拥摆断山 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若是再与皇室结亲 那么 这宁家崛起之势 还有谁可阻挡 对了 清文记姑娘经脉受窗 所以 帝妃娘娘特地炼制了一瓶凤元丹 对经脉损伤有喜小 老奴已经带来了 话语之中 赵高阳取出了一个玉瓶 放到了桌上 随后 神色玩味地注视着宁老太君 道 帝妃娘娘是何等人物 想必宁老太君也清楚 如今这摆断山之中的大阵 虽是神奇 但对帝妃娘娘而言 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 还请宁老太君好好思量思量 万万不可一错再错啊 否则的话 那就不要怪陛下不念当年宁大将军开国之功了 混账 听此 宁老太君心中更是震怒至极 几乎压着不住 龙头拐杖之下 那青石地面甚至都已粉碎开来 见此 赵高阳摇了摇头 笑道 是老奴说话不中听 老太君万万不可气坏了身子 老奴先告退就是了 不过 还是要提醒老太君一句 半月之后 便是我大秦帝国开国圣典 是皇陛下希望能够就此宣布三殿下的婚事 所以 还请老太君早做准备 老奴告退了 说吧 赵高阳就要转身离开 便是此时 大厅之外 呼闻一声冷喝响起 既然来了 这么快便走做什么 话语声中 一道身影缓步踏入大厅之内 步伐雄陈 稳若泰山 直让场中气氛位置一凝 恩 见此 赵高阳终是止住了步伐 注视着那缓步而来的身影 心中一时惊疑不定 冤儿 宁老太君一正 反随后便回过了神来 脸庞之上是惊喜交加 风尘仆仆的宁渊走入大厅之上 也不理会那赵高阳 直接到了宁老太君身前行了一礼 道 奶奶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见真正是宁渊 宁老太君心中怒意 已是被欣喜取代 眼神打亮着宁渊不住的点头 脸庞之上的喜色越来越浓亮 此刻 赵高阳也是明白了宁渊的身份 竟立于一旁思量了片刻 随后 脸庞之上露出了一丝淡笑来 注视着宁渊却没有出声 直到宁渊转过身来 望向他 冷声说道 你方才说 要我宁家做些什么准备 听宁渊这引带质问之意的冰冷话语 赵高阳仍是淡笑 说道 这位便是渊公子吧 我真是名不虚传 少年英才啊 宁渊却是冷声一喝 回答我的问题 呵呵 渊公子不必如此激动 赵高阳摇头一笑 道 老奴子翻前来 是奉了始皇陛下与帝妃娘来的旨意 希望皇家与宁家 能够化干戈为玉 始皇 帝妃 听此 宁渊眉头不由一皱 转而望向了宁老太君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询问之意 急匆匆赶回宁家之后 宁渊便来见宁老太君 方才在外边只是听到了直言片语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不清楚 至于这始皇与帝妃 那更是听都没有听说过了 这大秦之主不是那秦皇赢天阙吗 什么时候多诸个始皇和帝妃来了 心中疑惑之间 宁渊扫了这赵高阳一眼 道 那我倒是要听听 你们准备如何各话干戈为玉博 呵呵 赵高阳淡笑一声 对宁渊说道 渊公子今日方才回来 怕是还不知道九日之前那天将祥瑞之事吧 哦 什么天将祥瑞 听此 宁渊也是有些好奇 赵高阳仍是笑着 人道 这可是上天奇诏 九日之前 三殿下受臣之时 咸阳城上空 献龙祥凤武之想 最终 龙影入咸阳皇城 为三殿下说的 而那凤影落到了这百段山 融入了季姑娘体内 这正是上天之意 让皇家与宁家重修就好 所以始皇陛下下旨赐婚 希望两家联姻 联姻 听闻二字 宁渊已是明白了许多 眼神之中渐渐泛起了一丝冷意 道 皇室要与我宁家联姻 赵高阳将宁渊的神情尽收眼底 但脸棚之上淡笑仍是不变 言道 不错 便是联姻 三殿下人中之龙 季姑娘奉仪天下 这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仪对 此事若成 宁家皇家以后便是一家人了 老奴还得称渊公子一生决议呢 是吗 听此 宁渊竟然没有动怒 只是望着赵高阳 言道 使皇和来的底气赐婚 虽听出了宁渊话语之中的藐视之意 但赵高阳却是神色不变 但笑说道 渊公子 这是陛下的一番好意 想必渊公子也不愿意刀兵相剑 血染这百段山吧 听此 宁渊冷然一笑 言道 我想要看看 你拿什么来血染这百段山 话语之中 宁渊踏出步伐 下一瞬 便已出现在了赵高阳身前 宁渊临身瞬间 赵高阳眼神一明 但却不见半点慌乱之色 反而戏事顿时一变 冰寒彻骨的纲员 在他那瘦弱的身躯之中汹涌而动 随之爆发 先天丹静 这赵高阳 恶然是一名先天丹静的高手 在宁渊离开的这段时间之中 大秦帝国发生了诸多变故 原本已经示弱的皇室忽然实力大增 甚至连先天之境的高手都能攻其驱使 这也正是宁渊出手的原因 他倒想要看看 这大秦皇室何来的顶弃 第243章 虽然赵高阳看起来已经是垂垂老矣 一副夕阳迟暮之下 但一身实力却是不弱 在宁渊临身瞬间 体内刚员吹动 冰冷彻骨的寒息随着他一掌击出 顿时虚空之中泛起道道冰冷寒霜 以此挡向宁渊攻势 然而却见宁渊一拳破空而出 无比恐怖的力量爆发之下 寒霜纷纷破碎 全势力重如山 只与赵高阳击出的一掌 正面碰撞在了一起 砰 沉重碰撞声之中 寒气纷纷湮灭 赵高阳身躯随之震退而出 直至十余步之后 才堪堪止住退逝 但随即又猛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那与宁渊对汗的右手 此刻已经是扭曲了起来 不住地颤抖着 手臂之上的伤势还是其次 最为严重的 还是那震入赵高阳体内的无形肛员 不知道为何 这无形肛员之中 虽没有蕴含半点天地之力 但其兴致却霸道无比 震入赵高阳体内后 便如若风暴一般肆虐开来 将他五脏六腑震伤 连丹帖之中的肛员 都有紊乱之势 感受体内的伤势 赵高阳的眼神微微一凝 他知道 宁渊实力非凡 但却没有想到 竟恐怖到了这阵境地 只是一拳 似乎还尚未全力 就将他伤势如此 看来陛下得到的消息果然不假 这宁渊当真是个棘手无比的人物 赵高阳心中喃喃一声 但脸庞之上却不见半点惧色 反而露出了一丝微笑 抬头望了宁渊一眼 见他没有再次动手的意思 这才出了一张白金 将腓脚边的鲜血擦拭干净 随后 对宁渊躬身行了一礼 道 渊公子如此实力 真是让人佩服不已啊 见赵高阳如此反应 宁渊神色不变 冷声问道 你便不怕我杀了你 听此 赵高阳轻声一笑 神色淡然 老奴到了这把年纪 生死早已经无所谓了 若是渊公子想要 这条性命拿去便是 赵高阳话语平静 他明知道 这柏断衫之中有阵式笼罩 要杀他不是难事 但他还是来了 显然已经是做好了准备 见此 宁渊冷然一笑 道 回去给始皇传一句话 若是想要坐稳他的皇位 那么 他最好安分一些 恩 这话让赵高阳眼神微微变幻 但很快便恢复如常 清孝说道 渊公子的话 老奴一定会如实回禀陛下 宁渊一挥手 道 来人 送客 话语之中 早已守在门外的一堆 战兵步入大厅 神色冰冷地注视着赵高阳 对此 赵高阳也不以为意 反而攻了攻身 道 渊公子 宁老太君 老挪告退了 说吧 赵高阳便直接转过身 离开了大厅 一队战兵也紧随了上去 提防他做什么手脚 众人离去之后 宁渊也转而望向了宁老太君 说道 奶奶 我不在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始皇与帝飞又是什么人 听此 宁老太君不由一叹 男男说道 此事说来话长 渊儿 你可知晓 这大秦帝国是如何建立的 恩 宁渊点了点头 虽然他以往并不关心这种事情 但怎么说 也是宁家的嫡长孙 对这先祖与大秦帝国的历史 还是有所了解的 千年之前妖独进宫 北域除去了三大胜帝之外 全然被妖族所占据 之后以三大胜帝为首 召集北域各大势力组成联军 在天掘风与妖族展开了一场决战 妖族战败 人族开始全力反攻 在这一场扫荡妖族的战争之中 北域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 驱逐妖族之后建功立业 甚至于开辟的一国皇朝 北域七国就是由此而来的 而当初大秦帝国的开国元勋共有七人 其中两人已是踏入了先天之境 最终一人成为了这大秦帝国之皇 一人成为了永振天南疆域的天南王 剩下五人 包括宁家先祖在内 发展为了大秦帝国五大世家 大秦帝国由此建立 传承至今时今日 已经是整整一千五百年 历经七皇 回忆至此 宁渊猛地想到了什么 神色惊异地看向了宁老太君 问道 这始皇难道是大秦的太祖皇帝 宁老太君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就是太祖始皇 话虽如此 但宁老太君神情之中 也是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大秦太祖始皇 乃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人物 当初他与天南王联手 葬平了大秦帝国之内大的小小的妖族 最终夺回了这咸阳古城 将其定为国都 以此建立了大秦帝国千年基业 在始皇的统治之下 大秦国力日渐强盛 成为了北域七国之中 实力最为雄厚 疆域也最为广阔的大国 甚至有吞并其他六国 一统北域 建立无散皇朝的趋势 由此可见 这位始皇帝是何等的雄才大略 只是可惜 在始皇帝野心勃勃 遇到一统北域天下的时候 三大圣帝插手了 显然 三大圣帝不允许始皇将北域统一 而始皇也没有抗衡三大圣帝的资本 所以 北域一直维持着七国并立的局势 就这么过了数百年 数百年之后 始皇受援将近 毕竟 他只是先天之境的修为 受援也就只有五百年而已 受援将近的始皇 在临死之前 以举国之力 建造了秦皇帝陵 这秦皇陵可不是随便一座陵墓 而是一座大镇 以此 汇聚大秦一国契运 融合十方帝势 最终 凝聚成了一条大秦龙脉 据说当年 始皇为了铸就秦皇陵之中的这条龙脉 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甚至让大秦因此国力大损 但付出自然有收获 秦皇陵之中的龙脉 成了大秦皇室最大的底蕴 每一位秦皇都能够吸收龙脉之气 以此踏入先天境界 虽然这样的先天境界没有数百年的寿源 但却拥有极为强横的战力 以此 大秦帝国方才能够延续整整千年 不像是其他六国那般几经易主 这就是大秦始皇 一位绝对可以称之为雄才大略的皇者 若不是因为三大圣地的原因 说不定他早已一统被遇 在历史之中留下龙脉一笔 名垂千古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死人就是一个死人 如何还能够从那陵墓当中爬出来呢 想到这里 宁愿眼神微微一宁 难难说道 难道当年他是假死的 当初天阅风之战后 这妖族虽是战败 但仍旧有不少强者 始皇能够当平妖族 建立大秦帝国 那么这一身实力绝对不弱 最起码都是先天道境的修为 先天道境的修为 再加上数百年的时间 说不定他早已经突破了先天神境 只不过没有传扬出去 而突破先天神境之后 就要面对北域之中武神元公的压制 再加上三大圣地的威胁 那么始皇假死 借此 惠也幕后也不是不可能 先天神境九重 每一重都能增进一千年的寿源 始皇若是踏入了先天神境 能够活到现在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先天神境的修为 大秦始皇吗 难怪 思绪翻转 宁渊心中总是有些明白了过来 若真的是那位雄才大乐的始皇重掌大秦 容不下宁家也是理所当然了 毕竟摆断山就在咸梁城旁 侧卧之踏 岂容他人酣睡 而宁渊与皇室之前的种种冲突 让宁家已没有臣服皇室的可能 始皇更加不能让宁家这么做大下去 想到这里 宁渊抬头看向了宁老太君 说道 那这什么天降祥瑞赐魂之事 也是皇室的把戏头 这倒是不一定 宁老太君摇了摇头 神色疑惑地说道 九日之前 真的有一道凤影飞入百段山 落在孤独峰上 其他人都靠近不得 只有无双能够上前 而无双上前之后 这凤影竟是自主融入了他的体内 什么 听此 宁渊不由一惊 他向来不信所谓的天地鬼神 所以他更加不相信无缘无故 老天会降下什么祥瑞了 再且说了 这里是北域 武神元公笼罩之下的北域 就是真的有什么天地祥瑞 那八成也和武神有关 现在这龙影凤影是几个意思 而那龙影融入了什么三殿下体内 季无双收了凤影 这难道是老天闲的没事干来做没吗 绝对有问题 牵扯到了季无双 宁渊心中不由的有些担忧 连忙对宁老太君问道 奶奶 无双没事吧 见他这般着急的模样 宁老太君不由一笑 道 放心 他好得很呢 你急什么 宁渊也没有听出老太君话语之中的调笑之意 心中仍是放心不下的他 直接站起了身来 说道 我还是去看看吧 元 等一下 然而宁老太君却是叫住了他 宁渊问道 奶奶还有什么事 听此 宁老太君眼神之中多出了一分凝重之色 道 元儿 除去了那始皇之外 你必须小心一个人 见老太君如此凝重的神情 宁渊也是皱起了眉弹 问道 谁 宁老太君站起了身来 沉声道出四字 神女低飞 为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四章 大秦帝国之中谁人都知 太祖史皇乃是一位雄才伟劣的君主 他荡平了妖族 开辟了大秦帝国的盛世基业 威福四海 土国晋帝国都曾俯首称臣 甚至有一统北域 剑指妖界之士 可谓是北域七国诸皇之中第一人 这就是始皇的传奇 但是却很少人知道 在这皇舍的传奇之后 有一个更为传奇的女子 神女帝妃 在千年之前 那妖族肆虐的北域 一位近乎神异般的传奇女子 传闻之中 这位帝妃不仅仅有倾国角色 更有惊天伟帝之才 琴其书画皆是大家 又精通其闻术法 单道震道 甚至于周天星算之术 可谓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惊 当初始皇与妖族大战之时 实力薄弱 远非妖族的对手 但是 在这位帝妃运筹帷幄之下 竟然数次仪寡胜多 连破妖族大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这位帝妃辅助之下 始皇的实力不断强大 最终 当平妖族 建立了大秦帝国 北前山通往妖族秘境的阵法 就是出自她的手笔 当初盈盈拿出的秘宝先凤图 也是她留下的宝物 甚至连这大秦帝国的根基所在 龙脉汇聚的秦皇帝陵 都是这位帝妃一手建造的 除此之外 这位帝妃自身的实力也不容小视 当初最后一战 身负妖族黄血的怒龙王横扫十方 就是始皇与天南王联手都难以抗衡 最终 这位帝妃处战 与始皇双剑合璧 引发天子剑与天凤剑之中的龙凤神能 将怒龙王斩于剑下 虽然那一战双剑之威是关键 但能够胜过身负妖族黄血 实力堪比先天神境的怒龙王 可见这位帝妃的实力 智觉天下 术法无双 国色清澄 还有如此实力 这般的女子在凡人眼中 不是神女一般的人物是什么 当初始皇能够开辟 这大秦帝国的盛世基业 甚至有一统北日之势 七成功劳 都要归于这位帝妃身上 所以建立大秦帝国之后 始皇不封后 而是封了帝妃之位 寓意为帝 与始皇平起平坐 同治大秦帝国 去往孤独封的路上 宁渊回想着 关于这帝妃的一切 不由的微微皱起了霉 以宁渊献如今的实力 完全有着与先天神境一战的资源 所以对着始皇宁渊 与其国人丝毫不惧 但若是加上一个帝妃就不同了 这始皇与帝妃 可不是周天云那般专英术法 不善与人正愿战斗的先天神境 当年他们还是先天道境之时 便可双剑何必斩杀堪比先天神境的怒龙王 可见 两人战了一枝强横 现如今千年已过 谁也不知道 这始皇与帝妃的实力达到了哪个境界 若是他们达到了神境三重 甚至于踏入了第四重地界之境 那么两人联起手来 将会是何等恐怖 宁渊实力如何强横 但终究只是先天道境的修为 战力全开之下 也许能够胜过始皇 但如果再多一个帝妃 双剑合臂之下 宁渊未必能抵挡得住 然而 这还不是帝妃最让宁渊头疼的地方 宁家先祖是追随始皇扫平妖族的大将之一 所以对于这位帝妃也有所了解 而在宁家先祖的记载之中 这帝妃真正可怕的地方 不是智谋 也不是术法 而是她的正道之法与练兵之术 帝妃在阵道之上有着非凡造诣 千年与妖族大战之时 她便亲自布下了一众大阵 一战灭杀数十万妖兵 更将一位妖王活生生炼化在了阵内 和她的阵法比起来 她的练兵之术更是神奇 大秦帝国的玄武禁卫 天南续卫 这些百战不败的钢铁雄师 就是由帝妃的练兵之法而成的 玄武禁卫 都是以一笛来的精锐 拱卫皇城 是大秦皇室坚不可摧的壁垒 天南续卫 天南王麾下百战之师 驻守南天千年 硬生生压的妖族不能进入天南一步 那天南关之下的大帝 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妖族的尸体 然而就是玄武禁卫与天南穴位 都还只是残刺品 和千年之前 帝妃亲自练就的五大禁卫比起来 简直不堪一击 那五大禁卫极其神秘 据说是帝妃亲自训练而成的 每一支禁卫军都有着无比恐怖的实力 当年楚国与晋国之所以臣服 就是因为帝妃分别派了一支禁卫军攻入两国之中 当年楚国与晋国虽不如大秦 但实力也是不弱 之中更有诸多先天高手 雄师百万 否则也不可能驱逐妖族 开国立朝了 但是在帝妃那两支禁卫军面前 这两国却是节节败退 人国都都被晋或攻破 最后只能够向大秦俯首称臣 这就是那五大禁卫的实力 连先天之境的高手都难以抵挡的无敌战兵 凭借这五大禁卫 大秦帝国方才有了横扫七国 一统北域的实力 若不是三大圣地插手 如今这大秦早已经是北域之术了 这就是为何 先前提及帝妃之时 宁老太君神色凝重的原因 在宁老太君看来 如今宁家之所以能稳如泰山 全仰仗着宁渊那位师尊所布下的阵法 还有手中的十万宁家战兵 大阵途正式运转 十万宁家战兵拱位 宁家在这百段山之中 才算是固若金汤 但是现如今对上这帝妃 宁家的优势彻底消失了 对于阵法之道 宁老太君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这八阵途是否能够与帝妃抗衡 但是在战兵方面 宁老太君可以确定 宁家这十万战兵 绝对不会是帝妃那五大禁卫的对手 一旦宁家与大秦皇室开战 那么势必要对上这五大禁卫 再加上始皇与帝妃这样的强者 宁家如何能够与之抗衡 正是明白这一点 先前明知道这赵高阳的来意是什么 但宁老太君 还是不得不忍住心中的怒火 那五大禁卫的问题 也是宁愿如今皱眉的原因 他一人可以挡住帝妃与始皇 如果实在不是对手 那还可以动用英雄塔 但是宁家如何抵挡那五大禁卫军的绞杀 宁愿可不想自己打完之后回头一看 整个宁家就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了 这是个问题 要不要抽取一张地级英雄哈 然后杀上咸阳城 将那始皇与帝妃斩杀 然后顺手再灭了那什么五大禁卫军团 但是现在他的肉身 根本无法承载地级英雄卡的力量 斩杀始皇帝妃也许不是问题 但想要灭了整整五大禁卫军团 那就有些麻烦了 等一下 战兵 战兵 似乎想到了什么 宁愿猛地止住了步伐 呼唤系统 我要抽卡 目前主人拥有二十万八千点灵气质 请选择卡牌等级 抽取方式 宁愿想了想 说到 先抽玄机看看 指定抽取 指定抽取玄机英雄卡 需消耗一万点灵气质 请选择抽取范围 剑 刀 枪 弓 竖法 阵法 担导 系统的提示声 在宁愿脑海之中不断响起 各种选项之中 是拥有对应技能的英雄 如果选择建这个范围 那么 就有可能抽出去西门吹雪 燕南天这些修炼剑法的旋即英雄 如果选择阵法或者竖法 那么 可能就会抽取出诸葛亮之类的人物 而宁愿如今要选择的 就是 练兵 扫过众多选项 只有这一个符合宁愿的心意 没有错 他打算抽取一个能够训练精锐战兵的英雄 帝飞能够训练出什么五大禁卫军团 那么 他为什么就不能打造出一只无敌之师 宁愿不相信这么多英雄里面 就没有一个在练兵之法上面 胜得过帝飞的人物 指定范围 练兵 抽取成功 获得特殊英雄卡 系统冰冷的话语之中 一张星红如写的卡片浮现在了宁愿脑海之中 但是 并未翻转过来 特殊英雄卡 宁愿听此也是一证 问道 这特殊英雄卡是什么 特殊英雄卡是其能力特殊 因此 被额外判定的卡片 主人若是要抽取这张英雄卡 需要增加十倍灵气值的消耗 什么 听系统的回答 宁愿顿时愣住了 十倍的消耗 也就是整整十万点灵气值 为了抽取一张全级英雄卡 花费整整十万点灵气值 这值得吗 那可是一张地级英雄卡的价格 一时之间 宁愿陷入了犹豫之中 但很快他就有了决定 人的心痛说道 十万就十万吧 抽取 宁愿之所以这么选 是因为他想要为宁家留下一重宝障 一重就算他不在 宁家也能安占无忧的宝障 一个八阵图显然不够 而宁愿手中能够利用的资源 也就只有宁家的武者与那十万战兵了 两者相比 宁愿更倾向培养那十万战兵 因为培养一人的话 起码要将其推入先天神境 才有守护宁家的实力 并且还得保证他绝对忠诚 但培养那十万战兵就不同了 起码忠诚这一点可以绝对保证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支军队 想要让一支军团彻底叛变 远远比策反一个人困难 只要能够抽取出一个足够强悍的英雄 也许就能让这十万战兵 成为守护宁家的无敌之师 宁愿心念之间 十万点灵气值已然消失不见 随后那一张通体星红的英雄卡 在宁愿脑海之中翻转了过来 卡片之上 是一身披白色战甲 血色披风随疯狂舞 一双眼眸之中透露着无边杀意的男人 这是 未完待续 第二四十五章 白喜等级 玄机线 既能血战八光 横扫六合 人图八光白喜的麾下战兵 能获得杀神之一加持 无视术法影响 无视伤痛疲倦 能可吸收杀戮与死亡之力化为己用 永久性提升自身力量 修罗战场 此去全台昭旧部 经七十万斩年罗 白衣以杀神之力 接连修罗道 开出一处修罗战场 以此训练战兵 进入此中的战兵 必须为百战精锐 方可承受修罗之力加持 杀神修罗位 六道修罗 杀神精卫 当这支军队归来 时间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六雄之敌 修罗杀神 人图五安君 虽已经有了猜测 但见到这张英雄卡的时候 宁渊心中还是有些小小的激动 纵横战国 辟逆天下 一生未尝一败的人图五安君 杀神 白起 这十万点灵气 值得 又是看了一遍白起的三下技能 宁渊脸庞之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若是能够训练出这杀神修罗位 那么 日后就算他有事离开 宁渊也能安枕无忧 只不过 这修罗位的训练要求极为严格 不仅仅需要足够的修为 还要强韧的肉身与意志 这才能够承受得住修罗之力的洗礼 宁渊十万战兵 虽是百战精锐 但真正能够满足这修罗位入选要求的人 怕是实不存一 不过 就算只有一万修罗位 应该也足以应付帝妃那的五大禁卫军团了 有了白起这种英雄塔 宁渊的心情也是好了许多 他倒不是怕了那什么始皇或者帝妃 只是要顾忌宁家 但如今有了白起 再训练出修罗位 那么 日后宁渊行事 就能少去许多牵挂 而白起这种英雄塔之所以被判断为特殊 是因为他能开启修罗战场 这修罗战场与修罗道接连 能由此借助修罗之力训练杀神修罗位 并且修罗战场与外界的时光流速不同 近乎是一比十的比例 还会影响到宁渊身上英雄塔的持续时间 因为是特殊英雄塔 白起的维持时间是整整十天 受到修罗战场的影响之后 将会延长成一百天 让宁渊训练修罗位 这一百天的时间看似不多 但有修罗战场 再加上宁渊战兵都是百战精锐 一百天的时间 足以让宁渊训练出一只修罗位了 修罗战场之内百天时光 外界也就过了十天而已 始皇与帝妃应当不会那么快动作 就是他们动手了 宁渊想必也已经训练出了一部分修罗位 也许还不至于覆灭五大禁卫军团 但护住宁渊上下 应当不成问题 想到这里 宁渊加加快了脚步 不过并未前往军营 而是往孤独峰去了 虽然训练修罗位是重中之重 但宁渊心里还是有些忧心计无双 所以打算先去看看他再说 片刻之后 宁渊已经来到了孤独峰下 仰头望去 只见孤峰耸立 植入云霄 颇为壮丽 这孤独峰虽是宁家的核心腹地 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居住 因为这孤独峰的地势实在太过特殊 上下不易 所以绝大部分的宁家族人 包括宁老太君都居住在山下 只有喜欢清静的纪无双和几个侍女 在孤独峰上住着 不过在峰下 却有一支战兵助手 其中还有宁家的诸德高手 守卫着孤独峰 这是因为 现如今既无双修为尽时 而这孤独峰之中的阵法 又是宁家的命脉 自然不容许出现意外 扫了一眼 峰下的守卫 宁家摇了摇头 随后身影化作一缕清风消散 片刻之后 便出现在了孤独峰大殿之外 这就是修成了刚原的好处了 玉空飞行 若是没有打通十二条五脉的宁渊 还得一步步地爬上去 虽然不累 但总归没有飞上去的舒服 坐落于孤独峰之上的宫殿幽静 宁渊心知 孤独峰便在其中 脚步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很快便步入了店内 来到了孤独峰的据说 什么人 宁渊并未隐藏自身动作 所以她的到来顿时给人发觉了 只见树的倩颖一晃 冷寒见光闪烁之间 已将宁渊包围在了其中 是我 见此 宁渊有些无奈 不过心中却是很满意 这些侍女的修为不弱 都是宁家惊娇细选出来 不仅仅是照顾鸡无双的生活起居 还肩负着护卫的责任 所以 见他们这般警惕 宁渊还是很满意的 孔子恕罪 见是宁渊 几个侍女也是回过了神来 连忙收件行礼 宁渊摆了摆手 道 不用 乌双呢 一个侍女功声回道 小姐正在屋内呢 我这就是去通船 不用了 我自己去吧 宁渊却是快了一步 直接走进了院子里 见此 那侍女不由的一愣 随后连忙说道 可是公子 小姐她 然而侍女话还没有说完 宁渊就已经走到了房门之前 心中想要给纪无双一个惊喜的她 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把门退开 然后 一步踏入其中 我回来 宁渊这话方才说道 一般就硬生生的卡住了 屋内伦目缭绕 腰香弥漫 一片朦胧之中 隐隐有水声响起 而后 便见一人走出 口中还说道 炎儿 让你去取几件衣裳 怎么去了这么久 然后这话也是如若宁渊方才那般卡住了 因为这个时候 她不仅仅听出了方才那声音不对 更是看到了站在门前的人 然后身子不由地僵在了原地 神色错愕地注视着眼前的人 神情同样是这般错愕的人 还有宁渊 她一时之间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便看到了某些不应该看的东西 有道是冰雪为机遇为骨 美人出遇最销魂 雾气朦胧之中 她正正地站着 那若阳之美玉般的肌肤之上 还有水滴滑落 乌黑如墨的长发垂落而下 云那肌肤的雪白映衬着 与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对比 随后再往下 便是一阵雪白的起伏 那 兄长 某人视线不自主地往下滑落之时 季无双方才回过了神 失声一喊 随后 双手无措掩在了身前 但是只有一双手 又哪里遮得住什么 又慌又乱想 什么都见了 这事宁渊也回过了神 连忙解释道 闹哥 我不知道你正在 季无双此刻 哪里有听他解释的心思 发现两手哪里都遮不住之后 连忙躲到了一旁的屏风之后 随后 羞脑交加地对他喊道 你还不出去 哦 宁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自己不该继续站在这里 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把门关上 关上门之后 无论是门外的宁渊 还是屋里的季无双 都同时松了一口气 季无双想不到 自己正在屋里沐浴的时候 宁渊竟然回来了 并且还直接闯了进来 而他因为修为尽失 根本没有察觉到 甚至还以为是为他去取义物的 是女言而回来了 所以是想都不想 直接就走了出来 然后 就变成这样了 现在什么都给他看光了 自己该怎么办 一时之间 既无双感到有些发热 也不知道是泡了太久的原因 还是因为 有这般感觉的人 也不只是他一个 门外的宁渊更是不堪 甚至额头之上都冒出了汗来 让他不由地甩了甩头 让自己清醒一下 淡定 淡定 这算什么 不就是 不对 我什么都没看到 淡定 宁渊强行自我催眠着 但发现 这并没有什么用处 他脑海之中 终是不断回放着方才那一幕 这让他额头上又是冒出了不少汗来 这让宁渊感觉有些不合理啊 他也不是什么厨 以前地球上那各种洗礼就不说了 最红楼里的姑娘花魁们 他也光顾了不少 甚至当初在神仪之地 和苏木晚晴节地双生神邪 而坎诚相对的时候 他都没这么紧张啊 现在只是看了一眼 还没看完呢 怎么就满头大汗了 肯定是天太热了 想着 宁渊不由地擦了擦额头之上的汗珠 公子 便是此时 一众侍女也赶了过来 见宁渊满头大汗的样子 神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也不敢说话 就这么盯着宁渊 宁渊被他们几个盯着 更是有些心虚的 勉强笑了笑 心中想着 要不要找个忌口掀开六代说 但还不等他说话 便见一个侍女小跑了过来 手上还捧着几件血色的衣裳 显然是姬无双的衣服 这正是姬无双的贴身侍女颜二 此刻跑了过来 见宁渊堵在门外 也是有些讶异 说道 公子你回来了 是啊 刚刚道 宁渊勉强回了一句 这可是太好了 公子你不知道 在你走的这段时间 小姐可是夜夜都念着你 对了 小姐 言而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宁渊笑道 公子麻烦你让让 我还要给小姐送衣服呢 说着 这小丫头便直接绕开了宁渊 推开门走进了屋里 一边走还一边说道 小姐 你快来看啊 公子回来了 嗯 小姐你脸怎么这翻红 是这水太热了吗 言而 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六章 约末半个时辰之后 小院之中 宁渊注视着 一脸冷色的纪无双 有些尴尬的说道 其实刚才我只是想要给你个惊喜 但没想到 见宁渊尴尬的模样 纪无双却是神色如常 轻声道 兄长也是应当改改 这冒冒实施的毛病了 宁渊连忙点了点头 我一定改 只要你不生气就好 其实吧 我刚才也没看到什么 毕竟水雾那么大 兄长 听这话 纪无双终时忍不住了 狠狠地瞪了宁渊一眼 他是故意的 还是真的没脑子 自己好不容易不去想方才的事情 他反倒好 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我没说 对了 被纪无双这么一瞪 宁渊也是反应了过来 联盟忽略掉了这件事情 随后 起身坐到了纪无双身旁 问道 方才我听说 几天前有什么凤凰之影落到了这孤独风 还被你收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纪无双点了点头 也是稍有疑惑地说道 即日之前的确有一道凤影落入了孤独风 好像是被这八阵图的阵势牵引过来的 当时我还以为是一头妖兽 剑乃呢 他们无法上前 就想要催动阵势攻击 结果不曾想 撤阵势方才移动 这凤影便直接朝我飞了过来 然后 说着 纪无双将左手的袖子拉了下 然后伸到了宁渊面前 宁渊低头这一看 这才发现 纪无双浩万之处 竟是有一幅栩栩如生的凤凰图案 神渺之下 气度尊贵 尽显神明 更是隐隐有展翅玉飞 冲入九天之室 见此 宁渊眉头一皱 伸出手握住了纪无双的手腕 仔细地端详着这幅凤凰图 被宁渊握着 纪无双一震 然后不由得地抽了一下 想要把手收回来 但却脱不开 反而引起了宁渊的注意 宁渊抬起头来 见纪无双神色似乎有些异样 便问道 怎么了 没 纪无双不由地避开了他的眼神 随后低声道 兄长 这凤凰图有什么问题吗 听此 宁渊的注意力也是被转移了过去 重新将视线落在这凤凰图之上 问道 那道凤凰之影融入你体内之后 就来你手上的凤凰图 恩 纪无双点了点头 随后又是说到这凤凰图出现之后 还主动吸收了我体内残留的绝先见影之力 之后乃能尝试过 将自身钢器注入其中 也被这凤凰图给吸收了 不过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能吸收钢器 听此 宁渊犹豫了片刻 然后小心翼翼地堕入了一缕钢园进去 说实话 如果这凤凰图出现在自己身上 那么宁渊肯定不怎么放在心上 反正他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也不差这一两个的 但是 在纪无双身上就不同了 再加上 他如今修为浸毁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便有可能危及性命 容不得宁渊不小心 因为宁渊所领悟出的 是自我知道 在此之前 也没有修行过什么内修功法 因此 他十二五脉贯通 开辟丹田之后 体内所拥有的钢园十分之纯粹 没有掺杂半点天地之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宁渊的钢园是无形无质的 不像是其他先天武者那般 拥有各种天地自然之力 这以这如此独特的方式 踏入先天道际 古往近来 也许也就只有宁渊一个了 虽然宁渊的无形钢园 没有掺杂天地之力 无法拥有例如 风火雷霆 水木狂涛那般的力量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宁渊的无形钢园 十分纯粹 大到至极 就是和更高层次的真园相比 也不逊色丝毫 以至于宁渊先天道际的修为 便有了近乎于先天神境的根基 也是因为这无形钢园的纯粹 宁渊才敢度入纪无双体内 不用担心会出现属性相冲的情况发生 只不过宁渊钢园注入之后 这凤凰图仍就是没有半点反应 见此 宁渊微微皱起了眉 抬头望向纪无双 问道 无双 有什么感觉吗 纪无双沉吟了一声 又是细细感受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道 没有 宁渊再次问道 什么都没有 纪无双点了点头 一脸认真的回答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这就奇了怪了 宁渊皱着眉 注视着纪无双手腕之上的凤凰图有些不解 他注入的纲原 的确是被这凤凰图吸收了 否则的话 纪无双不至于什么都感觉不到 但是 这凤凰图吸收了他的纲原 却没有出现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他注入的纲原太少了吗 想到这里 宁渊再一次运转体内纲原 渡入了那凤凰图之中 随着宁渊不断地渡入纲原 片刻之后 一变抖声 银 只听一声奉鸣响起 紧接着 便见既无双手腕之上 顿时神光绽放 无边神圣气息闪动之中 那一只凤凰竟是活了过来 双翼震动 周身更是生腾起了金黄色的涅槃之火 仿佛随时都会从纪无双手中飞出 嗯 见此一幕 宁渊眼神不由一鸣 因为他竟是从这凤凰之影当中 隐约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虽然这感觉有些熟悉 但一时之间 宁渊却也说不出来是什么 无 便是此时 即无双忽然发出了一声低吟 身子竟是不由地软到了下去 无双 见此 宁渊急忙伸手揽住了即无双的腰身 将他抱到怀里一看 发现他此刻正双眸紧闭 呼吸急促 似乎有些痛楚的模样 不好 见此 宁渊神色顿时一变 手中滑光一闪 随后 一个玉瓶便出现在了他手掌之中 打开玉瓶之后 便见药香弥漫 一颗通体散发着淡淡灵光的丹药 直接从玉瓶之中飞了出来 随即便被宁渊一手抓住 便疗胃入纪无双口中 但不等宁渊动作 那一声凤铃在起 随后 纪无双周身竟是升腾起了金色火焰 不断蔓延燃烧 顷刻之间便将它包裹在了其中 只不过令人惊奇的是 这金色火焰虽是熊熊燃烧 但宁渊却感受不到丝毫炙热感觉 并且 这火焰就只是在纪无双身子之上蔓延 并不往其他地方扩散 连抱着纪无双的宁渊身上 都没有被这火焰波及到 置身在这金色火焰之中 纪无双仍是双眸紧闭 但神情却是渐渐平和了下来 那金色火焰燃烧着 却没有对它造成半点伤害 甚至于连它的衣服都是完好无损的 这不会就是 见此 宁渊眉头一挑 心中猛地想到了一个可能 灭团之火 在众多的传说与神话之中 凤凰是不死神鸟 在火焰之中死亡 又从火焰之中重生 不死不灭 这就是传说之中的凤凰涅槃 而眼下 纪无双身上蔓延的金色火焰 蕴含着磅礴生机 正不断地融入它的身体之中 这与那凤凰涅槃的传闻和其相似 只不过 纪无双现在又没死 这涅槃之火想要做什么 还有那一道凤凰之景 难道真的是传说之中的凤凰不成 宁渊心中满是疑惑 但见纪无双并未出现危险 因此 一时之间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静静等候着 好在先前 宁渊已经让炎尔与一众侍女退了出去 这院子里 就只有他和纪无双两人 所以这一幕不会引起什么慌乱来 涅槃之火不断燃烧 纪无双也一直沉睡着 就这般持续了半个时辰 又听一声奉鸣响起 那涅槃之火开始渐渐地收敛 最终汇聚在了纪无双胸口之上 化作了一道金色神光 彻底融入他的体内 涅槃之火消失 纪无双却仍旧没有苏醒 这让宁渊不由地种起了霉 心中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探出了手 解开了纪无双的衣领 衣领解开之后 便见到那一片雪白肌肤之上 竟是浮现出了一道道金色的纹路 见此 宁渊神色一变 连忙连纪无双的衣衫拨开 随后便赫然看到 在纪无双的胸口之上 一道栩栩如生的凤凰图 正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滑 凤凰图 宁渊沉声道出三字 这正是先前出现在 纪无双手腕之上的凤凰图 如今竟然转移到了 纪无双胸口之上 并且 纹路还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滑 让这一只凤凰更是栩栩如生了 不过令人讶异的是 这金色光滑很快就暗淡了下去 那凤凰图也渐渐的消影不见 不过是眨眼之间 就彻底消失 恩 见此 宁渊一正 探手一抚 发现 这凤凰图真的是彻底消失了 见此 宁渊有些疑惑 难难道 这怎么回事 无 也正是此时 一直沉睡着的纪无双 悠悠转醒了过来 随后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 还有些迷离的眼眸往身前遗忘 然后 气氛就僵硬住了 因为纪姑娘此刻才发现 自己胸前已经是一片凌乱 那洁白如雪的外衣已经被解开了 连贴身衣物都被拨到了一旁 最为过分的是 某人的一只手正不偏不倚地落在了 兄长 被玩待续 第二百四十七章 这一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宁渊信誓旦旦 义正言辞 竭尽所能地 让自己这句话听起来比较有说服力 既无双坐在她的面前 没有听她的解释 专心整理着自己的衣裳 一张精致的小脸之上 是冷若寒霜般的神情 晴空让这小院的气氛下降了不少 见她这副模样 宁渊神色更是尴尬了 先前出了那么大的状况 她一时之间哪里来得及想了吗 所以 刚才宁渊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过是已至此 她是不是故意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既无双心里怎么想 想着 宁渊抬头望向了既无双 楚遍不经的心境 如今竟是有些忐忑起来 生怕她生气起来 正巧 既无双也望向了宁渊 只是小脸之上的冰冷之色不减丝吼 四目相对 两人一时无语 让这小院之中的气氛更是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就这样 两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相互看了许久 直到宁渊有些扛不住的时候 既无双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轻声说道 方才让兄长引担心了 见她笑了起来 宁渊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连声道 连声道 对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忽略掉那有些暧昧的事情 宁渊关心的还是既无双的身体状况如何了 虽然那面盘之火蕴含磅礴的生命契机 但到底是来历不明的东西 宁渊实在没办法彻底放下心来 听此 既无双也方才回过了神 闭眼查看了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片刻之后 她脸庞之上忽然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 兄长 我的丹田还有经脉已经全然愈合了 既无双话语惊喜地说着 随之探出了右手 遗止凝见 一道剑气自从她指尖飞出 在前方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之上 留下了一道轻微的痕迹 虽这一道剑气的威力弱得几乎可以忽略 但却是说明了一件事情 既无双破碎的丹田与经脉恢复了 什么 见此 宁渊也是一惊 起身走到既无双身边 探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查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 宁渊方才收回了手 神色亚异不已 既无双的经脉与丹田 真的全然已经恢复了 不仅仅恢复了 甚至还被淬炼了一番 经脉与丹田变得更为坚韧开阔 现在已经重生出了一缕泪气 当初既无双自爆了决仙剑印 不仅仅一身修为禁费 丹田与经脉更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损伤 连天音阁的疗伤圣药圣血神丹 都只是勉强保住了她的性命 如此可见 这经脉与丹田的损伤是何等严重 为此 宁渊才会前往神武圣殿 并且 在神武圣殿之中 寻到了一枚先天神丹 与树枚先天道丹 希望能够以此恢复 气无双损伤的丹田与经脉 若是这先天神丹都不行 那么 宁渊也就只能够再抽取出作词的英修塔 以三卷丹经之中记载的丹丹 为继无双疗伤了 但是没想到 在这灭团之火的作用下 继无双受损的丹田与经脉 竟是直接恢复了 这意外的变故 无疑是一件惊喜 但宁渊却因此皱起了眉蓝 心中沉思 这凤凰图到底是什么来历 咸阳城之上的天降降锐 又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这始皇与帝飞 心思翻转之间 宁渊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神渐渐地多出了几分冰冷来 也许始皇那一番动作 真正的意图 并不是为了针对宁家 更不是为了继无双 而是因为这凤凰图 想到这里 宁渊心中已然是升起了一丝杀技 他不知道这凤凰图究竟有什么来历 但是现在凤凰图已经与继无双融为一体 始皇与帝飞要打吃凤凰图的注意 那么势必会牵连到继无双身上 这是宁渊不能容许的事情 所以 看来要尽早完成修罗位的训练 将此事彻底了结 涌出后患才是 兄长 宁渊心中沉思之际 一声呼唤响起 打断了他的思绪 恩 宁渊回过神来 抬头一看 见继无双正望着他 神色有些担忧的模样 见此 宁渊轻声一笑 道 方才想些事情入神了 是吗 季无双深深地望了一眼 随后轻声一叹 南南说道 这些日子来一直让兄长你担心 真是对不住 这是什么话 宁渊摇了摇头 重新坐了下来 说道 不过现如今你的经脉与丹田已经恢复 应当可以重新修行了 只不过 那什么绝先建议就不要修炼了 我这里有几门功法还算不错 你来看看那一门合适 说着 宁渊探守一扶而过 一阵光滑闪动之间 石桌之上已然多出了十余快御剑 如今 既无双丹田与经脉的损伤已经恢复 那么 自然要重新修炼 但他以前只修炼过绝先一脉的传承玄功 也就是那绝先建议 知晓这绝先一脉的来历之后 宁渊当然不可能再让继无双去修炼那什么绝先建议 因此 特地准备了这十多门修炼玄功 这与这十多门修炼玄功怎么来的 这就要从当初天英阁那一战说起了 当时死的宁渊剑下的 不是出自四大神宗 就是出自妖剑龙族 最差的都是法宗或者剑宗的太上长老 以他们的身份 手中的兵器或者其他宝物 肯定价值不菲 但是可惜 因为太医神子最后一招 催动到了极致的阴阳之力逆转之下 整片战场都被波及 化作了一片混沌 太医神子虽不是真身降临 但这以神之源能作为力量源泉的命魂分身 也是十分之强横 一是阴阳逆反之下 波及到的事物都被混沌之力彻底毁灭 那些人身上的兵器宝甲或者其他宝物也不例外 所以最后 宁渊人是杀了不少 但战利品确实毛都没有一根 没办法 为了补偿一下使用英雄卡的损失 宁渊只能去了天音阁的宝库一趟 心想 这怎么说也是三大圣地之手 多多少少都要东西给他挽回一下损失吧 他要求也不多 给百八十颗先天妖丹就好 那说不定 他就可以凑够一千万点灵气质 去抽一张天极英雄卡看看 然而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有些残酷 天音阁的宝库之中 的确有不少妖兽内丹 但可惜不是先天妖丹 虽然数量不少 但全部加起来 也就是十多万灵气质而已 寒酸的简直丢了三大圣地的脸 宁渊当然不知道 天音阁为了接引神舟之人进入北域 再将现在神母圣殿之中的弟子接引出来 耗费了大量妖丹 最后还能剩下一点 已经是不错了 所以 去了天音阁宝库一趟的宁渊 最终的收获 就是价值十多万灵气质的妖丹 还有就是一些丹药和这些玄宫武器的 那些丹药就不用说了 和宁渊从神母圣殿之中收集的灵丹比起来 不值一提 也就是 对宁渊尚未踏入先天的舞者有些用处 不过 那些宁渊五纪都是很有用处 宁渊虽然用不到 但宁渊却用得到 宁渊五纪 可是一个传承的根基所在啊 而现如今 宁渊拿出来的十多门修炼玄宫 全都是上乘玄宫心法 并且都是寒冰属性的 十分适合纪无双重修 看着石桌之上那么多快御解 纪无双有些惊讶地忘了宁渊一眼 不过却没有多问 微笑着挑选了起来 很快 纪无双就挑选了一门玄宫 名幻 玄天剑点 似乎是剑宗一脉的玄宫 和纪无双之前修炼的绝线剑印一样 都是玄寒属性的玄宫心法 并且还配有十二门剑法 着重剑道修为而非根基 纪无双悟险绝佳 在剑道之上的修为造诣也是不低 只不过因为决先剑印的缘故 才迟迟没有踏入道境 如今修炼着玄天剑点 正好能够弥补这遗憾 剑纪无双选定了弓法 宁渊也是一笑 又取出了几个玉瓶 说道 无双 这些丹药能辅助你修炼 丹药 剑此 纪无双打开了一个玉瓶 却见灵光一闪 一颗丹药竟是直接飞了出来 好在一片的宁渊 眼疾手快地抓住了 望了宁渊手中那灵光闪动 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 既无双不由一正 师生道 这是先天灵丹 宁渊一笑 书道 准确地来说是先天道的 并且性质温和 原本是用来疗伤的 所以 不用怕吃了之后 要利会损伤自身 正合适辅助你重修 先天道丹 用来辅助修炼 兄长你这 纪无双呆呆地望着宁渊 这个时候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兄长那败家子的性格 这可是先天道丹 一颗便能活死人肉白骨的 先天道丹了 这能够随时救自己一令的东西 谁不当成命 根子一样好好藏着 宁渊倒好 现在大大方方地拿出了几瓶来不说 还让他拿来辅助修炼 这先天道丹拿来辅助修炼 那和普通人把人身灵之当下韭菜有什么区别 简直就是抱舔天吾老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能够败家败到他这种地步 也算是一种实力了吧 见纪无双呆呆地望着自己 宁渊也是有些奇怪 出声问道 是不是还不够 我这里还有几瓶 纪无双 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八章 纪无双的资质与悟性都数上乘 虽然破碎了绝先建议之后 一身根基尽废 但境界修为还在 再加上涅槃之火的淬炼 让他的丹田与经脉 比之先前更为强韧 所以 重修这悬天见点对于他而言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短短片刻的时间 他就已经踏入了 玄天见点第一重 修为也恢复到了九品之境 只要纪无双 能够将玄天见点修至九重 再将那十二门剑法融会贯通 便能够以此修成玄天剑印 由此再入先天境界 这对于纪无双而言 只不过是些许时间的问题 因为接下来的数个时辰 他就已经将玄天见点修炼到了第六重 如今正在准备将体内真气化为钢气 这让一旁看着的宁渊 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人比人得死 或比祸得扔 既无双的资质悟性 起码甩了宁渊十几条街 如今重新修炼 更是有破而厚利之事 宁渊感觉可能都用不了几天 他就能够恢复自身修为 重入先天之境 甚至根基更胜以往 这让宁渊不由的有些感叹 同样是人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 既无双自然不知道宁渊来胡思乱想些什么 整个人已经全然沉浸入了悬天剑点的修炼之中 因为他也清楚 宁渊现如今的举世如此凶险 之前无法修炼也就罢了 如此能够重修了 那么自然不能有所懈怠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不过也没有出声打扰他 转身离开了孤独峰 现如今始皇与帝妃 不知道何时会有动作 因此 去练修罗魏史当务之急 所以 宁渊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孤独峰之上 离开孤独峰之后 宁渊直接来到了校场 此刻在这校场之中 宁渊十万战兵已全然集结 铁甲如脸 军事如山 肃杀之气 让虚空都有宁结之势 千军万马 便与人无比的震撼了 何论这十万百战精锐 十万战兵 浩荡军威 已是有了青山赴海之势 宁家战兵便已如此 那曾经一军破一国的五大禁卫军团 又是何等的威势 那由修罗战场铸链而成的杀神修罗魏呢 想到这里 宁渊心中也是隐隐有些期待 快步走上了点降台 此刻在这点降台上 一身戎装的宁老太君与宁家诸位长老已是等候了片刻 见宁渊终于来了 众人便迎得上来 宁老太君走上前 对宁渊说道 圆儿 我宁家十万儿囊 如今已全数集结在此了 多谢奶奶 宁渊向老太君行了一礼 说道 剩下的事情便交于我吧 听此 宁老太君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随即轻声一笑 说道 好 便交于你了 说吧 宁老太君回身 直接退到了一旁 而剩下的一众宁家长老见词 神色却是有些迟疑 他们虽然知道宁渊实力强横 但问题是 实力是实力 和带兵打仗是两件事情 宁渊从未接触过这些 如今突然就召集了十万大军 这些长老不担心才是问题 然而还不等他们说话 便见宁老太君诞声说道 原而是冰圈的儿子 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诸位长老在一旁静观其变就是 这 好吧 老太君发话了 几位长老心中虽是有些放心不下 但也只能够点头答应了下来 退到了一旁观望着 而宁渊此刻一时走上了点降台 高台俯视之下 只见铁甲如脸 一眼难望尽头 十万战兵肃立 汹汹军事 让人不由心惊胆怯 然而 立身于点降台之上的宁渊 却是神色平静 一人之事 竟是隐隐压住了这十万军威 无声之中 让这校场之中 气氛更添了三分肃杀之意 点兵 随后 只听他一声轻客 校场气氛随之一变 出将不由之主地上前一步 单膝跪下 静候军令 修为达到六品者 上前一步 宁渊话语落下 军阵直接往前挪移了一步 近乎九成的士兵都上前了一步 因为宁渊这要求实在不高 而这十万宁家战兵全都是精锐 除去了刚刚那招入伍的新兵之外 每一个士兵都有着六品境界的修为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宁渊为了供养这一支军队 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没有占据摆断山之前 宁渊差点连家底都投进去了 才能够勉强维持住这支军队 不过对于宁渊来说 这些战兵的修为并不是最重要的 栗战时长者 出列 宁渊就是下了一道命令 这一次出列的人就少了许多 虽然宁渊这十万战兵 被称之为买战精锐 但这毫无疑问是夸大之词 连将军都有百战死的说法 普通的士兵又怎有可能真正身经百战呢 历经三场大战 可以称之为老兵 历经六场战役 那便是军中精锐 历经十场 那真正可以称之为百战精兵了 宁渊这十万战兵虽是精锐 但满足这一要求的人也不多 所以这一次只有两成的人出列 不到两万人 见此 宁渊点了点头 继续到斩敌百人者 出列 这 听此 众人不由一正 直至片刻之后 方才有人踏出队列 战场之上生死难料 能够历经实战 一是精锐之中的精锐 而能亲手斩敌百人者 那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 这一次出列的战兵 只有寥寥数千人 和那十万战兵相比 实在是少了太多 对此 宁渊并不在意 兵在精不在多 而想要承受住修罗战场的淬炼 非得是百战精锐不可 让其他人进去 那只会害了他们 扫了这数千百战精兵一眼 宁渊点了点头 道 其他人都退下吧 是 众人心中虽是不解宁渊的用意 但也没有人胆敢多问 除去了那被选中的数千百战精兵之外 其他人纷纷撤出了战场 在后方一直观望着的宁家诸位长老见词 眼旁之上也满是疑惑 不知道宁渊挑选出这数千百战精兵想要干什么 宁老太君倒是明白了什么 走上前来 对宁渊说道 袁儿 你要以这数千精兵应对帝妃那五大进军 宁渊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嗯 这话让宁老太君皱了皱眉 说道 袁儿 帝妃那五大进卫 不仅仅是精锐之中的精锐 并且数量不少 据说 每一支进卫军团都有数万 你只要这数千精兵 是不是太少了些 宁渊一笑 轻声说道 兵在精不在毒 这别足够了 宁渊话语之中自信满满 他知道眼下这数千人的确不多 虽是百战精兵 但实际上能起到的作用都不及一个先天境界的高手 但这是现在的他们 十日之后 这区区数千人 能让大秦 甚至于整个北域 站立 与此同时 大秦帝都咸阳 称武殿内 龙盘黄坐之上 一人端坐着 身穿九龙锦袍 身以为暗 就好似一座不可逾越的巍峨重山 虽没有言语 但仍就是透着无上威严 让人不由心生敬畏 不须多想 这黄坐之上的人 便是那大秦开国之族 曾经名震北域的无上皇者 史皇 在史皇之前 身形消瘦 穿着一件大红蟒袍的赵高阳公的身子 轻声说道 陛下 那宁渊实力的确强横至极 一朝便将老奴击败 好似还尚未动用权力 宁渊 听此 史皇沉吟一声 南南说道 不曾想到千年之后 宁狂竟然有这么一个后裔 真是可惜了 与朕为敌 听此 赵高阳公身低头 没有言语 便是此时 一道缓步踏入真武殿中 身姿妙满 气度滑贵 便是与黄坐之上的史皇相比 也不见逊色半点 只是 他周身有一道道朦胧梦幻的光芒涌动着 撑掩住了他的面容 让人难以看清那一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 娘娘 见此 赵高阳连忙攻身行礼 连黄坐之上的史皇都站起了身来 快步走到了帝妃身边 搀伏住了他的身子 随后轻声道 爱妃 你尚未恢复 怎么能够轻易出关呢 听此 帝妃摇了摇头 说道 此时关系陛下宏独大业 妾身如何能够坐视不理 爱妃 史皇听此不由一叹 竟是扶着帝妃坐到了龙椅之上 随后望向了拿赵高阳 道 你退下吧 老挪告退 赵高阳当即攻身离去 让这真武殿内只剩下了史皇与帝妃两人 赵高阳离去之后 帝妃周身涌动的光芒才渐渐散去 史皇注视着他 随后发出了一声心痛的叹息 言道 爱妃 明日朕便亲征百段山 夺回那凤凰元神 让你早日恢复 然而帝妃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陛下不可轻举妄动 那宁愿如此年纪 便可一人抗衡三大圣地 听闻连先天神剑都曾在他手中陨落 对这样的对手 不可轻视啊 听此 史皇却是冷哼了一声 道 朕千年之功 莫说这一黄口小儿 便是 那三大圣地与神武圣殿都来了 朕也丝毫不惧 爱妃 你放心吧 帝妃叹息了一声 道 陛下 还是等窃身的五大禁军 自从皇陵日中苏醒 再亲征百段山堡 听此 史皇微微皱眉 说道 但是这还需要不少时日 那凤凰元神会不会出现变故 帝妃一笑 诞生道 陛下无需担心 那凤凰元神寻常人根本动之不得 如今又与那既无双融为一体 宁家之人更是不可能轻举妄动了 十日 十日之后 帝五大禁军苏醒 妾身与陛下一同亲征百段山 史皇点了点头 道 即使如此 那愿依爱妃所连 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九章 百段山 所观封山已是整整十日 这十日的封锁 让这方才昌盛起来的百段山 再一次陷入以往的清冷与死寂 不知道有多少商行 因为这封锁而损失了大量金钱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谁敢怨言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在这百段山之中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这是一场决定了谁为大秦之主的战争 也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 君之踏策 启荣他人酣睡 趁不要说是宁家这一头凶凶猛虎 纳北自从秦皇陵之中重出 在这千年之后 在线人世的大秦始皇 如何能容得下这一颗眼中钉 肉中刺 所以 当宁家拒绝了始皇赐婚的消息传开之后 各大势力心中都清楚 大秦皇室与百段山宁家之间必有一战 并且是决定生死存亡的一战 胜者 获得一切 败者 满盘皆输 生死之间 没有半点预留的可能 所以 十日之前 百段山便已然锁关封山 宁家十万战兵严阵一带 而同样在咸阳城外 数十万大秦铁甲进军集结 兵封建制 战火一触即发 双方虽现出对峙之势 但是不知道为何 却始终没有打破沉默 宁家固守百段山还情有可原 毕竟大秦皇室是大 数十万截甲进军拱内咸阳 还有十万御林军固守皇城 兵力对比 只有十万战兵的宁家 无疑是绝对的烈士 而实力对比 那重现人士的沈皇与帝妃 更是传说之中的绝世强者 宁家之中 近乎无人能够与之抗衡 所以 一只手在百段山之中不出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令人奇怪的是 宁家不动 这占据了巨大优势的大秦皇室 竟也是不动 数十万大军 虽已然集结在咸阳城外 但却没有兵发百段山的趋势 这让大秦帝国之中的各方势力 心中满腹疑云 只有咸阳城之中的三大世家 明白使皇在等什么 五大进军 由帝妃亲自训练 受使皇直接捅下 千年之前便横扫妖族 威震北御 曾经一军破一国壮举的五大进卫军 这是传说之中的军队 连先天强者都难以与之抗衡的军队 千年之前就横扫北御七国 让使皇近乎完成了北御一统的千秋伟业 当年随之使皇驾崩于咸阳 这五大进卫军团也随之消失在了诗人眼中 无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甚至无人知道他们是否还存在着 但是现如今 使皇与帝妃重现人士 再让秦国 众人相信 那凶名威震北御 让七国未知战立的五大进卫军团 必然也会随之重现 而现如今使皇所等待的 就是这五大进军 诗的伯兔 尚且权力 大秦皇室虽然是大 还有使皇与帝妃这等强者存在 但想要就此覆灭宁家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也许 那十万战兵算不上阻碍 但有一人 绝不能无视 宁愿 距离天绝风那一战 如今已经过了整整两月 两月的时间 足以将消息传遍北域 天绝风上 一人一枪 横扫百位先天 那鲜血淋漓的例子 便在眼前 谁敢视而不见 各方势力相信 使皇对此也是心有忌惮 所以 才会与宁家对峙了整整十日 同样他们也相信 局势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当使皇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 这样的对峙就会被打破 届时 便是一场最为残酷的生死搏杀 而这一战 也将影响整个大秦帝国的势力格局 若是是皇胜 那么宁家将不再存在 整个大秦帝国将会重现千年之前的辉煌盛世 甚至完成千年之前未完的遗憾 荡成六国 一统被遇 但若是宁家胜 那么 这传承了千年的大秦帝国 也是该换换名号了 各方势力都知晓 这一战关系重大 其中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只是可惜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更没有这个胆气去参与 只能在一旁观望着 静候这一场大战的开始与结束 就这般 大秦帝国在这暗流勇动之中过了十日 十日之后的今天 对峙中被打破 宁家武力谋反 通敌叛国 更与妖族勾连 使皇震怒 与帝妃娘娘遇见亲征板断山 数十万鞋甲进军未动 但五大进军已至秦领官 大战一触即发 宁家尚未有动作 但有消息传出 十日之前 那宁渊抽掉了宁家数千丁兵 随后便不知所踪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使皇之事而逃了 这也说不定 那宁渊虽是强横 但又如何挡得住使皇麾下的五大进军 千年之前 晋国与楚国亲国之力一战 同样动用了大量先天强者 还不是九日之间就被攻破了国兜 不得不向使皇陛下扶手称臣吗 不错 当年若非是三大圣地强势插手 这北狱早就晋归大秦一统了 如此使皇与帝妃在写 重掌大秦 这汹汹大事面前 宁家拿什么与之抗衡 暂必锋芒才是明治之旋啊 那宁渊逃得倒是痛快 可惜了摆断山之中的十万战兵 使皇带现 定然要一战立威 此战过后 这摆断山之中 不知道又要多出多少王魂来 各方议论之时 秦岭关已是关门打开 武军护卫之间 九头蕴含蛟龙之血的龙马 拉着一辆金龙软车 只往摆断山而去 金龙蓝车旁 五大进军拱卫武方 肃杀之时冲入云霄 直让风云色变 方圆十里走兽飞鸟惊逃 可见 这君为之事 蓝蛇之内 一身九龙金袍的使皇端坐 俊朗鹦鹉的脸庞至上戴着淡笑 巨目望了一眼前方的摆断山 随后便看向了坐在自己身旁的帝妃 笑道 艾飞 正观这摆断山牵引了十方地脉汇聚 以此组成了一众大阵 看来 这宁家的确是有几分门道的 帝妃点了点头 书道 此阵以地脉为阵法之源 接连天地之势 划分八方 击杀阵 困阵 换阵为一体 变化万千 若是以寻常手段 实在是难以破解 可谓高明时分 有这样的奇人在 难怪是宁家有底气与陛下为敌了 他 只是可惜 他们太高估自己 也太小看阵了 使皇冷声一笑 连道 以为一仗这一重阵法 便能与阵抗衡 殊不知 在镇的爱妃之前搬弄这阵法之道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听此 帝妃摇头一笑 轻声说道 话说如此 但那宁愿实力不弱 并且 这名家之中 说不定还有别的高手 陛下还是小心为上 听此使皇 却是不以为意 反而问道 爱妃这么说 看来已经是有了破解那宁家大阵的办法了 恩 帝妃微微点头 说道 这摆断山之中的阵势虽是高明 但却只能依靠大阵变化攻杀 其中十万战兵 根本无法完美配合这阵势运行 这便是其破绽所在 话语之中 帝妃望了一眼 护卫在链舌旁的五大禁决 随后说道 待会儿只需让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位破关入阵 他们有龙器加持 入阵之后分主四方 便能够轻易牵制住这阵势 届时 切身再以四位为人 布下四项杀朕 以朕破朕 截断这摆断山之中的地脉 那么 这阵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哈 不愧是艾飞啊 连麒麟卫都无需动用 使皇大笑一声 随即冷声说道 待这阵法破了 朕就亲自去会一会骂宁渊 看看这宁狂的子孙 到底是狂到了什么地步 竟然敢与朕为敌 见使皇自信满满的模样 帝妃轻声说道 陛下既然要亲自出手 那么就万万不可让那宁渊脱逃了 否则 后患无穷啊 使皇点了点头 说道 斩草除根的道理 朕自然明白 爱妃你便放心吧 扫平了这种阻碍之后 你与朕日后便无需 说到这里 使皇眼神之中浮现出了一丝坚毅决然之色 那杀意也因此更为汹涌了 见此 帝妃发出了一声轻叹 握住了使皇的手 南南说道 这一切都是切身之错 让陛下苦等千年 如今又要再起一番兵戈杀戮 听此使皇眼神不由于宁 紧握着帝妃的手 冷声说道 爱妃不可如此说 为了你 莫说这区区一个宁家 便是倾付了这大秦 甚至整个北域 朕都在所不惜 眼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陛下 帝妃话语也是不由一颤 随后也进化坚定 沉声道 为了陛下千秋雷叶 妾身令竭尽所能 与此同时 百段山内 宁家大殿 素末凝重气氛之中 宁老太君一身戎装 神色冰冷 在他身后 是宁家的一众将领与长老 只不过 绝大部分人都面带慌乱与焦急之色 坐立不安 见宁老太君久久不语 终于有人忍不住出声了 如今已是兵临城下 渊公子仍是没有消息 老太君 这该如何是好 不错 这一次 使皇来使汹汹 五大禁卫军团骑出 还有帝妃辅佐 我等真的能守得住这百段山吗 尚未开战 以线烈士 这 来 众人话语之中 宁老太君终于转过了身来 眼神扫过 眼带慌乱 甚至于未切的众人 老太君神色仍是不变 冷声道出四字 省军 迎战 备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章 百段关前 五大禁军压境而来 浩荡军威 更有直破百段山之势 寻官之上 宁老太君领军而立 注视着兵临城下的五大禁军 神情仍是平静 在宁老太君身后 是宁家的一众长老与将领 不同于宁老太君 他们神色之中隐隐透着慌乱 尤其是扫过关下的五大禁军之后 更不由地多出了一丝惊惧 他们虽然不知道 千年之前那一军 九日破异国的传说是真是假 但此时此刻 押近而来的这五大禁军 却给予了他们无比沉重的压力 在百段关前 五大军阵分立 拱卫着中央的金龙软车 五方军阵之上 无边肃杀之气冲销而起 竟是直接凝聚出了五头神兽之影 盘踞在天穷之中 散发着汉人的威压 军威城市 试隐天象 武者踏入先天道境之后 可形成大道领域 以此引动天地之能 爆发出恐怖无比的力量 破山摧月不过轻易 正是因为如此 军队虽有千军万马 但也难以为先天道境的强者抗衡 但是眼下这五大禁军不同 一支军队的战力如何 就在其精气神之上 精强则猛 气族则勇 神格则成事 而现如今 这五大禁军的精气神 已经是达到了顶峰 千万人之力相容一体 浩大军事之冲云霄 这才能够引动天地 而演化出了这神兽意象 一支军队的军事意象 就等同于先天道境顶峰强者 才能够掌握的大道领域 但论其为能 却是远远胜过了领域之力 如果非要对比一下 那就是 一人与千军万马之间的差距 一旦这五大禁军展开进攻 那五大军事便会接连天地 将战场彻底隔绝 在这军事之中 就算是先天道境的强者 也要深受万军之压 难以催动天地之能 甚至连玉空飞行都办不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千年之前 在这五大禁军的兵峰之下 楚国与晋国 连九日都支撑不住 就被大秦攻破国度 不得不俯首称臣 因为除缺了先天神境的强者之外 根本无人能够抗衡这样的军队 千年之前 若非是三大圣地强势插手 这五大禁军早就为始皇扫平六国 一统北域的 现如今这五大禁军在写 整个北域之中 还有谁能够与之抗衡 三大圣地 就是三大圣地也不能 金色轮车之上 始皇冷冷一笑 注视着前方那摆断雄关 轻声言道 依山而成 近战帝势 又有阵势加持 此关的确算是固若金汤 但只是区区一座关卡 就想要拦住阵 未免太过天真了 秦破军 末将在 铿锵一声当中 一位战将领命而出 他身形高大 穿着一件寒光森冷的漆黑战甲 将他全身都包裹在了其中 便是头颅也不例外 只有双眼之处有一道裂缝 露出了一双散发着星红光芒的眼眸 透着无边凶煞杀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行动之时 宛若一座山岳 沉重的步伐 他践踏在大地之上 让这地面都在微微震动着 仿佛难以承受这般恐怖的力量 他正是使皇麾下五大战将之一 统领玄武进位的秦破军 注视着秦破军 秦皇倾笑说道 破军 为朕破了死关 末将领命 说吧 秦破军起身 雄不踏出 直至百段关前 同一时间 身披七黑战甲 手持巨盾重剑的玄武进位 也随之踏出军列 虽是万人 但这步伐却是一之无二 每一步踏出 都仿佛是一头玄武巨兽在行动 让这大地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甚至连百段关都受到波及 百战城墙也在微微震动着 让驻守在城墙之上的众多战兵 眼神之中都露出了一丝惊骇之色 不要说这些普通士兵 就是宁家的一众长老与战将 都是神色惊骇的 注视着那一步步攻向百段关的玄武进位 千军万马 宛若一人 浩荡军事之下 似乎一切都将被无情碾碎 这就是这玄武进位给予人的感觉 震撼 强大 难以匹敌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宁家众人都沉默了下去 连宁老太军眼中都浮现出了一丝宁重之色 玄武卫 始皇麾下五大进军之一 最善破关崔城 当年便是这玄武为功法楚国 只是一日时间 便将楚国纳隐有北于第一雄官之称的大楚官攻破 如今宁家这百段关虽是雄官 但和大楚官相比 还是逊色了一筹 想要凭借关卡之事 挡住这玄武进位 简直就是妄想 不过 好在宁家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轰 只听一声轰鸣 大地震动 八阵图阵势随之运行 宛若太阅之山镇压而下 让这微微震动百段关稳定了下来 城墙之上更是浮现出了一道道玄黄之光 八阵图 击杀阵 困阵 换阵 守阵为一体 如今发动阵势 千亿百段山十分地脉之力 加持于这关卡之上 这防御可谓是稳如泰山 先天神境之下 无人能够撼动 眼见关卡一问 而那玄武进位已是逼这关卡 宁老太君眼神一冷 鹤岛 宫 随着宁老太君一声令下 顿时 道道破空之声响起 剑势如雨降下 将玄武进位笼罩在内 然而 却听一阵阵 轰枪撞击之声响起 在这玄武进位的铁甲与巨盾面前 飞射而出的利剑拳术被弹开 就是侥幸有几根射入了战甲的缝隙 那玄武威也是恍若味觉一般 仍旧一步步的朝百段关轰 一轮见雨之后 竟是不见一个玄武被受伤倒下 虽然心中已经是有了准备 但见此结果 宁老太君眼神仍是不由于宁 随即冷声道 弩炮 轰 一道道轰鸣声响起 城墙之上的十余座弩炮开始发射 这是神兵阁研制出的战争戾气 发射出的弩箭甚至能够动穿三品污热的护身钢器 就算有铁甲巨盾防御 但弩箭之上蕴含的恐怖力量也足以将震飞 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 这食余座弩炮骑射 足以让北域七国任何一支军队遭受到无比严重的损伤 但是放在这玄武卫身上 结果竟是 轰轰轰 一阵阵轰鸣声响起 巨大的弩箭挟着千军之力轰击而下 但却是被那玄武进卫以手中巨盾挡住 随后天穷之中的玄武之影鹿叫一声 一众玄武卫身上 顿时爆发出了汹涌无比的漆黑光芒 随后 声声狂喝之中 这玄武卫竟是以手中巨盾硬生生的 将那十余根弩箭振飞 连弩炮都 见此一幕 摆断关上的一众战兵 与宁家的诸多长老战将 神色都不由得一变 他们知道 这玄武卫强悍 但未曾想到 会强悍到了这等地步 这可是弩箭 玄铁铸造而成 重打百斤的弩箭发射出去 连一座山都能够击穿小半 但是现如今 这些玄武卫竟然凭借手中的巨盾 就硬生生的把这弩箭震飞了出去 这是怎样的实力 这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众人不知 但看着那一步步踏来的玄武进卫 恐惧已是乐止不住的 在众人心中蔓延开来 首位这百断关的宁家战兵 的确是精锐不假 但这精锐也只是寻常军队的精锐 面对这恐怖的玄武进卫 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深深的无力感在众人心中涌现 这玄武进卫 就好像一面一动的铜墙铁壁一般 没有任何的弱点 宁家所有的攻势 似乎都难以撼动这一支军队 甚至连阻挡其前进都做不到 面对这样的对手 恐惧已是压制不住 战役更是在逐渐崩溃 一时之间 百断关上气氛凝重 压抑地让人窒息 崩溃 绝望 这个时候 宁家众人终于知道为什么 千年之前的楚国 雄兵百万 强者无数 更有众多雄官险要热手 但结果还是被这玄武卫攻破了国兜 并且只用了九日 这样一支军队 有什么可以抵挡 又有什么能够抵挡 宁家众人沉默 更是有不少人低下了头去 以此掩饰脸庞之上的惶恐与不安 唯要宁老太君神色不变 冷漠地注视着 已经逼连这百段关城墙之下的玄武卫 此刻宁家战兵虽是士气大损 但并没有因此而崩溃 仍旧做着最后的努力 投石 弩炮 火油 用尽了一切办法 全力地抵挡着玄武进卫的脚步 见此一幕 金龙岩蛇之中的使皇冷冷一笑 说道 垂死挣扎 坐在他身旁的帝妃 却是沉默不语 注视着前方战场 静候着一人现身 宁渊 帝妃明白 整个宁家之中 死人才是关键 虽然有传闻他已经逃离了百段山 但帝妃不相信 如果宁渊会逃 那么先前为什么不答应使皇赐婚之事 那直接就能免去一场兵戈 宁家也有更多的时间撤离 根本不会走到眼前这一步 他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肯定有缘金 或者是更大的图谋 难道 帝妃喃喃一声 随即对使皇说道 陛下 让青龙 白虎 朱雀三位动手 速速破了这关卡 然后布下四项大阵 恩 听此使皇忘了帝妃一眼 但也没有多问什么 直接下令让三军出战 第二百五十一章 青龙 白虎 朱雀 三军启动之时 玄武卫也是攻至了百段关城墙之前 破 只见玄武卫中 秦破军长笑一声 顿时引动玄武之影仰天咆哮 紧接着 每一个玄武卫身躯之上 都冲涌出了道道漆黑光芒 全处注入了秦破军体内 随后 便见秦破军纵身而出 手中沉重无比的玄武重剑横空一展 玄武之影亦是昂笑撞击而出 一撞之力 好似太越青岛 雷霆万军之势 毫无保留地轰击在了百段关的城门之上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玄武重剑怒斩之下 整座百段关也未知一阵 城墙之上附着的玄黄之光 剧烈地颤抖了浅 眨眼之间 已是崩裂出了一道刺目的裂痕 只是一击 便撼动了这百丈雄关 这还是有八阵途之力加持的百段关 若是换成其他关卡 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秦破军这一件 在千年之前 楚国那威名赫赫的天下第一雄关 大楚关 就是被秦破军以剑悍然轰破 以至于这大楚关一日而下 现在百段关谁挡住了这一击 但谁都看得出来 仅仅只是凭借着百段关 根本不可能抵挡住玄武卫的脚步 更不要说已经动作了其他三大禁军了 震动的百段关上 宁家众人身影也随之一阵亮枪 注视近乎一箭破冠的秦破军 众人眼神之中一片骇然 再见那三大禁军也开始进攻之后 心中慌乱更甚了 老太军 这五大禁军非是我等能够抗衡 还是暂且舍弃这百段关 退入后方 以阵法支持敌党吧 不错 只能能够拖住一时 等渊公子回来 那便还有反攻的机会 初位长老与众将纷纷出声 他们自然看得出来 这百段关已经是守不住了 继续强撑下去 只会多出不必要的牺牲 所以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这五大禁军尚未破关之前 暂且撤退 将五大禁军引入阵中 然后运转阵势攻击 这样一来 纵然不能将这五大禁军击败 但想必也能够争取到一段时间 无论是拖延到宁渊归来 还是早做准备撤离这百段山 都是好的 事实上 更多人倾向的是后者 因为没有人知道 宁渊什么时候能够赶回来 就算退一步说宁渊回来了 但他们又拿什么来抵挡 这五大禁军的兵峰呢 更不要说 那还未出手的始皇与帝飞 所以 不管如何看 这战局都已经陷入了 无可挽回的境地 若是不想尽数覆灭 在这百段山之中 那么撤退是唯一的选择 这是大部分人心中的想法 只是建议里冷色的宁老太军 无人胆敢在此时此刻提出来 宁老太军眼神扫过战场 他何尝不知道眼下的局势 继续死守这百段关 的确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宁渊归来 宁渊要做的 也不是和这五大禁军拼死一战 而是拖延时间 心想至此 宁老太军便有了决定 冷声说道 全军听命 退入阵中 是 听此 众人急忙领命 开始从百段关撤兵 见此一幕 百段关外 被其灵位守护在中央的始皇 冷声一笑 言道 如此便打算弃官而逃了 看来 这宁家的子孙只是继承了宁狂的狂气 却没有继承他的血腥啊 帝妃摇了摇头 说道 陛下 这宁家打算退入大阵之中 以此抵挡过大军兵风 听此 始皇大笑一声 说道 既是如此 那就更不能让他们有这个机会了 朕亲自出手 破了这百段关 陛下且慢 然而帝妃却是拦住了始皇 连声说道 那宁渊到如今都尚未出现 说不定是有什么图谋 陛下不可以身犯险 说吧 帝妃又是望了一眼 正在攻城四大进军 随后说道 如今我军大势堂皇 为皇者之师 不管那宁渊在暗中谋化了什么 都不足为虑 在四大进军破关入阵之后 妾身布下四项大阵 沈宁家就受众之别了 届时 陛下再亲自出手斩了拉宁渊也不迟 恩 听此始皇微微皱起了眉 但还是坐了下来 说道 既然如此 那远依爱妃锁了眼镑 两人话语之间 四大进军已是攻至百段关下 随后 只听一声声咆哮怒吼响起 四大进军借助四项神兽之力 接连轰击守护着百段关的玄黄地窃 如此攻势之下 那守护着百段关的玄黄光芒不断震动 崩碎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痕 虽然这正是迁移来了地脉之力 能可源源不断地恢复 但是这恢复也需要时间 哪里赶得上四大进军的攻势 因此 不过是在片刻之间 这玄黄之光已是摇摇欲坠 破碎在即了 一旦这玄黄之光被破 那么这百段关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抵挡 这四大进军的攻势 见此一幕 帝妃点了点头 随后只见他探守一招 那仙仙御守之上 一道神光绽放开来 直接化作了一张阵图 这阵图之上 可见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项阵守四方 正是耗吹了帝妃大量心血 配合四大进军所创的四项大阵阵图 望了一眼 已是即将破碎的百段关 帝妃抛出手中四项阵图 阵图随之扩张 飞入天穷之中 遮天蔽日 轰 意识同一时间 秦破军玄武重剑怒然一战 雷霆万军的一击轰下 那早已满是立文的玄黄之光 彻底破碎开来 随后 这重剑之势 神就余力不解 一剑斩下 这百段关后重无比的钢铁大门 竟是不比九木坚韧多少 直接被这玄武重剑轰然破碎 杀 关门打开之后 四大进军一阵咆哮 以玄武卫为首 徽军杀入了百段关之中 不过此刻 这百段关内 已然是空无一人 守军已经全数撤退了 只留下这一座空荡荡的关墙 见此 四大进军攻势不停 冲过了百段关 便要直接杀入宁家腹地之中 然而他们刚过百段关 便见狂风怒笑而起 黄沙滚滚 遮天蔽日 更有道道雷霆闪动 一副天怒深发之下 正是八阵徒正式运转 欲要绞杀这四大进军 然而四大进军却是全然不顾 分化四方而立 浩荡军士之中 四头神兽之影仰天长笑 引动天穷之中的四项阵徒 四项之影与阵徒相互互应 以四大进军为阵教 四项之力为核心 刹那成阵 四项大阵步下瞬间 便听一阵阵咆哮之声响起 虚空震动之间 但见四项之影顶天而立 那狂笑的风雷随之消散 震动的大地也归于平静 滚滚黄沙之影 更是消失的一干二净 以阵破阵 见此一幕 已然退到百段关扣树里的宁家众人一片恍然 大阵被破了 那地非果然 如今大阵已破 渊公子还未回来 这该如何是好啊 老太君 众人六神无主之际 纷纷望向了站在前方的宁老太君 听此 宁老太君不由地闭上了眼眸 随后 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叹息 他何尝不知道 现如今已是大势已去 大阵被破之后 宁家已经彻底无险可守 唯一选择 就只剩下逃了 但是这么多人 又能够逃到那里去 兵败如山 无力回天 不 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自想到了什么 宁老太君眼神一冷 沉声喝倒 准备迎战 将他们挡在此地 听此 众将沉默了下去 随后下令 准备布阵迎战 事已至此 已是退无可退 因为身后便是家园 他们还能退到哪里 唯有决死一战 就算这一战结果 是早已注定 与此同时 百段官之外 剑八阵图被四项大阵压制 帝妃点了点头 使皇更是朗生一笑 言道 爱飞的四项大阵果真非凡啊 陛下夸赞了 帝妃也是一笑 道 这主要四大禁军蕴含的龙脉之气压制住了百段山的地脉之力 切身的四项大阵方才能够如此轻易地破除这百段山之中的阵势 龙脉之气 到底值得朕等了千年 使皇大笑一声 随后下令道 禁军 朕想要看看 事到如今 这名家还能有什么把戏 话语之中 九头龙马长思 拉着金龙轮车前进 而那拱卫在一旁的麒麟卫也随之动作 只往百段关之内走去 便是此时 呼闻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 天地疏然一震 天穷上空 遮天蔽日的四项阵图猛然一颤 竟是崩碎出了道道列文 走然而来的经历 让金龙车轮一停 使皇与帝妃都没有皱起了眉蓝 抬头往天穷之上看去 随后便见 天穷之中 一道道世光绽放 将那遮掩天地的四项阵图彻底撕碎开来 星红如写的光芒之中 风云自变 一轮烈日随之浮现 只是这一轮烈日 也是如写般的星红 透着如妖似魔般的不祥 血日当空 璀璨绽放的血光 让人感受不到丝毫暖意 只有冷 仿佛要渗透血肉 骨髓 甚至于灵魂冷冷 第二百五十二章 血日当空 透着无尽的妖邪与不祥 在那星红如写的日光照耀之下 只感觉寒意彻骨 仿佛置身于九幽灵狱之中 死亡 便近的咫尺 血日 见着血日 便是使皇眼神也是微微一凝 转而望向了身旁的帝妃 虽有深光遮掩 但千年的相伴 还是让使皇察觉到了帝妃脸庞之上的凝重神色 然而帝妃却是没有感受到使皇的眼神 仰望着天穷之中 那一轮星红如写的烈日 不由诗声道 这是 艰难吐出了两字 话语声都在微微颤抖 可知帝妃此刻心中的震惊 爱妃 见此 使皇神色一变 连声问道 怎么了 使皇话语方落 便听一声轰鸣 血日绽放出一道星红血光 坠入大地之中 随后便见虚空破碎 一片血色的古战场随之浮现 战场之中 满是残破不堪的战甲兵人 还有随风而扬的残破战骑 鲜血在流淌着 将大地浸染 以至于那片世界之中 连空气都弥漫了浓郁的血腥 就是在这一片血色古战场之中 一支军队 静静地助力着 如写的战甲 透着森森肃杀之意 手中的冰刃 反映着触目惊心的星红 无声 无言 沉默到了死际 连风也停止了吹拂 万物无声 四阴这片世界之中 早已不存半点生机 唯一剩下的 便是这一支军队 一支象征着死亡 杀戮的军队 修罗道 沉重无比了三字 自从帝妃口中道出 声线都在微微颤抖着 也就是 在帝妃话语落下的这一瞬间 他们动了 没有杀声 没有咆哮 就是在这冷酷的死寂之中 他们踏出了修罗战场 化作一道血色洪流 直往那四大禁军冲杀而去 迎战 见此一幕 秦破军方才回过神来 虽然身为战将的直觉 让他感到了无比的不安 但还是被他强压了下去 狂吓一声 玄武卫随之展开军阵 准备挡下这一次进攻 虽然眼前这支军队 透着无边的鞋抑郁与恐怖 但秦破军相信自己能够挡得住 因为他们是玄武卫 曾经立汉妖族 横扫北遇 义军破一国的无敌之势 玄武卫 连那凶狂至极的妖族妖兵 都无法撼动他们 这一支军队又算得了什么 随着秦破军一声长笑 玄武卫军阵展开 巨顿在前 周身散发这漆黑如漠的光芒 在上空凝结成了一头玄武之影 冷眼注视着那席卷而来的血色洪流 在这玄武之影的加持之下 玄武卫组成的军阵 就好似一座外战虫山般难以撼动 任何撞上这一座山的结果 那就是在坚不可摧的壁垒之下粉碎 这就好像是那怒涛轰击在礁石上的景象一般 玄武之势 不动如山 而面对展开了防守之势的玄武卫 那一支自从修炼战场冲出的军队 仍旧是沉默着 但脚步却不曾慢下半点 随着他们的脚步 一道道心红如血的血光 在他们躯体之上绽放开来 彻底化作了汹涌的血色洪流 斜着万军之势 撞入了玄武卫的军阵之中 然后 凄厉无比的血光 就如若那粉碎的浪花一般飞溅而出 只不过 这一次撞得粉碎的 不是那席卷而来的血色洪流 而是 那不动如山的玄武军阵 只是在双方刀兵相接的瞬间 那玄武之影就直接崩碎开来 甚至连一声悲鸣都来不及发出 而那玄武卫更是来不及反应 惊骇之间 已经被这修罗内组成的血色洪流汉然贯穿 撕裂 粉碎 这个时候 他们方才发现 在这腥红如血的刀锋之下 他们手中的巨盾 身上的盔甲 甚至于体内作为生命源泉的龙脉之气 都变得无比的脆弱 甚至于不堪一击 巨盾被展开 战甲被撕裂 血肉残肢在飞溅 落在那本就腥红的战甲之上 神那么的不起眼 那么的微不足道 伴随着飞溅的鲜血 凄厉无比的悲鸣也随之响起 将这战场的血腥与残酷 连离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但这一支军队 仍旧是沉默着 无声地进行着吐露 却没有一人能够阻挡 这是一支 本不该存在于世间的军队 死亡与杀戮的象征 修罗位 在这腥红如血的刀锋之下 什么玄武军事 什么坚不可摧的壁垒 都成了一个残酷无比的笑话 只不过是在寝客之前 这数千修罗位便撕裂了玄武卫的军阵 一万玄武卫 寝客之间便倒下了七成 剩下三千人 也是军不成阵 一片混乱 根本阻挡不了那屠戮的刀锋 怎会这样 见此一幕 满脸不可置信的秦破军咆哮一声 纵身杀出 手中玄武重剑怒然一掌 一道漆黑的剑光破空而出 蕴含龙脉之气的一击 甚至能够撕裂先天道境的护身甘软 便是此时 忽见一道星红刀光横空而至 邪入无边杀意 与那剑光正面轰击在了一起 轰 一声铿锵轰鸣之间 剑光粉碎 星红刀锋却是余事不解 撕裂虚空 刹那斩至秦破军身前 扑 血肉被利刃撕裂的声音 鲜血飞溅之中 一颗头颅抛飞而去 战魁遮掩了他的面容 但却可以看见那战魁裂缝之中 一双泛着红光的眼眸 渐渐暗淡地下去 凝固在其中的 是死亡之前的惊骇与恐惧 随着秦破军的五手尸身倒地 一个身披血色战甲的修罗战将 甩去了刀锋之上的鲜血 随后冷声道出了一字 杀 杀声铿枪之间 青红刀锋横斩而出 又是在这军阵之中掀起一片血色浪花 该死 见此一幕 车轮之内的始皇惊怒交加 长笑一声 已是化作一道龙形之气冲出车轮 欲要插手战场 然而始皇方才一动 一道血色长红便破空而至 只与始皇化作了龙气轰然一装 轰 轰鸣声中 龙气崩散 始皇身影浮现 血色长红倒飞而出 轰入地面 化作了一杆星红如血 散发这无边凶煞之气的长枪 你的对手 是我 轻声话语之中 但见一人身影缓波而现 第253章 宁渊 眼见来人横阻 始皇眼神一冷 心中雷霆震怒 不过 并未就此爆发 而是冷冷注视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人 黄者森森目光之下 宁渊却是没有言语 直接拔出了血龙弹 随后枪风一扫 直指眼前这位大秦之主 这其中意思如何 依然是不言而喻的 一人便敢独挑阵 真是好气魄啊 见此 始皇冷声一笑 随后 周身金色神光闪动之间 一道道道龙吟之声响起 只见道道龙气奔腾而泣 凝化为一口长剑 落入了始皇手中 长剑厚重 剑柄为龙手 口角剑深 之上道道金色龙门盘绕 自生出一股皇者威严之气 似将山壳万里纳入手中 尽显皇者威势 仿佛一念之间 并可服侍百万 雀留千里 正是那先天神兵天子剑 原本被楚灵天带走 但是不知道为何又重新 落入了始皇手中 天子剑入手之后 皇者威势更甚 隐约可见 九道龙影环绕在始皇身旁 透着无上威严细息 直压地周遭虚空一阵扭曲 似难以承受 随后 只见始皇冷眼横眉 天子剑锋直指宁渊 寒声鹤倒 但是鹤逆在真的面前 也是自寻死路 不来 然而 在这外军之中的皇者威压之下 却听一声冷鹤响起 宁渊踏步上前 手中血龙胆爆发出无边凶煞之气 枪风锁过之处 虚空随之寸寸崩碎 惊天雄危 剑扫皇者之事 此枪不凡啊 剑此一幕 金龙乱车之中 帝妃眼神异明 但并未有所动作 竟立于一旁观望着 似乎并未有与使皇联手的意思 使皇自已是能看出 宁渊手中之枪不凡 但这位大秦之皇 仍是神色不变 手中天子剑一转 周身环绕的一头龙颖长笑 刹那 便融入天子剑锋之中 便让朕看看 这宁狂的子孙 到底有什么底气 胆敢与朕为敌吧 冷喝一生之间 使皇剑出人洞 金色寒光撕裂虚空 隐隐带出一片江山河海之下 以至于 这一件立重如山 有一拨江山气韵之力 势不可挡 正是龙脉之气 天地有灵 若世间有人皇诞生 那么 十方地脉就会自主汇聚 化为一条真龙龙脉 成为人皇根基 异国之本 若是得了这龙脉 不仅仅一身修为会大大增进 还能引动江山之势 万民契运加持 万法不侵 正是因为如此 每一位人皇都是绝世强者 上古之时的三皇五帝 更是横压一个时代的存在 甚至能与上古诸神并肩 当年始皇之所以想要平定六国 一统北域 也是为了想要成就北域人皇之位 获得真龙龙脉 从而打破五神元公的束缚 踏入更高的境界 但是可惜 三大圣地 绝无可能让北域出现一位人皇 所以强势插手 以至于始皇的毛化功亏一篑 因为当时的始皇 尚没有与三大圣地抗衡的资本 所以只能另想他法 这就是始皇假死的原因 他假借修建秦皇陵之名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让帝妃布下了一众大阵 以此强行凝聚大秦十方帝脉 化为真龙龙脉 只不过这大秦帝脉之力有限 那么帝妃布下阵法强行凝聚 也远远达不到化为真龙龙脉的要求 最终结果 就是成就了九道龙脉之气 也就是现如今环绕在始皇周身的 那九道龙颖 虽不是真正的真龙龙脉 但这九道龙脉之气也是非凡 如今始皇将一道龙脉之气 融入天子剑中 便引动了大秦江山之势 一剑宛若万里江山倾覆而来 尽显是不可挡的皇舍之威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一剑 宁愿一步重探而出 周身血光方腾 汹汹煞气冲销而起 竟是引动了那血日之光 照耀在他的躯体之上 雀龙脉胎至极凶杀之气 阴动修罗沙士 两者加持之下 宁愿一枪轰击而出 宛若远兴贯穿虚空 直迎向始皇天子剑锋 轰 枪剑正面对汗之间 一声轰鸣巨响 于尽肆虐之下 周遭大地崩碎 下陷三尺 在这尘烟飞扬之间 但见两人枪剑相对 始皇唇钩冷笑 手中天子剑锋之上 金色龙影环绕 皇者为事 不减丝毫 宁愿静默不语 烟红如血的枪锋之上 无边凶煞之气翻涌 吟有粉碎虚空之事 一击对汗 两人竟是不相上下 平分秋色 对此 始皇却是冷然一笑 说道能受得诸振一道龙脉之气 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但若是只有如此 那么今日镇着天子剑下 怕是又要多出一条亡魂了 宁愿神字冷峻 不为皇者言语所动 沉声道 若有这个本事 那别来吧 他 见此 始皇冷声一笑 手中天子剑长笑一声 龙脉之气奔腾翻转 更是加成天子剑威 汗然一压 竟硬生生将宁渊逼退一步 见此一幕 金色鸾蛇之中 帝妃微微点头 心中南南说道 这宁渊手中之枪非同凡响 蕴含惊人凶煞之力 但是他修为太弱 无法将这凶煞之能彻底发挥 对上陛下的九龙之气 全然陷入烈势 再论根基 更是毫无算是 只不过 这修罗道究竟怎么一回事 心中南南之间 帝妃暗自皱眉 抬头望向天穷之中的那一轮雪日 心中隐隐不安 但却没有出声 重现将视线转回战场 冷冷注视着战场之中的宁渊 心中不断思量着 而战场之中 始皇家催龙脉之气 天子剑强横重压之下 宁渊已被逼退了一步 烟覆反 感受枪风之上传来的雄臣力量 宁渊眼神异了 随后枪身翻转 回反化力的同时 又是一枪轰出 扳门弄斧 然而雪房仍是一副淡然神色 倾笑之间 天子剑横风一挡 将山之势顿化不破壁垒 轻而易举的 便将宁渊一枪攻势进化为武 一剑挡下汹汹枪势 随后 始皇探手一张轰出 掌下龙颖翻腹 磅礴龙脉脉之气随之奔腾爆发 一掌之势 竟有笑动山河之威 见此 宁渊不闪不退 身那血龙带无比凶煞之气 随之催动虎煞之神 一拳击出 迎向那长笑而来的金色龙眼 拳掌轰击 龙虎对焊 一声轰鸣之间 宁渊身躯竟是被震退了十余步 堪堪止步之时 宁渊唇边已是多出了一缕刺目星红 体内气血翻滚震荡 久久难以平复 始皇不愧是始皇 千年之前雄才北略 净乎一统北域的不是皇者 对上他 宁渊几乎毫无优势 尤其是在修为根基之上 始皇虽然只是先天神经三重的修为 但有龙脉之气加持 他的根基便是比之神经四重也不逊色多少 只有先天道境修为的宁渊对上他 自然是没有半点优势 而修为根基之后 再说手中神兵 宁渊血龙的虽是胸为滔天 但有始皇龙脉之气加持的天子剑 更是强横 就是五纪战法 这位千年之前扫平瑶族 以武泰国的大秦太祖 也丝毫不逊色于宁渊 身处如此烈士 宁渊神色不变 探手是去唇边心绪 随后 手中血龙胆猛然长笑一声 青红如血的枪身之中 无边凶煞之气汹汹爆发 竟是悍然灌入宁渊体内 煞气入体 摧毁血肉生机的同时 也带来了无比强横的力量 甚至让宁渊体内无形刚人随之转化 尽数化为至极凶煞之力 恩 见此一幕 使皇眼神易冷 环绕周身的龙颖又是长笑而起 这一次 双龙齐出 注入天子殿之中 先前一番攻势 只能算是试探 现如今才是真正的薄命开端 而使皇更是有了速战速决之意 因为使皇清楚 自己每拖延一刻时间 那么 四大禁军的死伤便会增多一分 这可是日后他扫平北域 注就千秋八叶的一场 怎能够就这么折损在这里 所以 使皇才会催动三道龙脉之气 加持天子剑 势必要将宁渊斩于剑下 随后 池元在修罗为血腥刀锋之下 节节败退的四大禁军 心念只是一瞬之间 三龙之气加持天子剑 使皇纵身一跃 身后绽放出璀璨金光 其中竟是显化出一片江山河海之景 随后 又化为百官朝凤 黎民腐败之下 正是皇者之道 恩 见此一幕 一旁观战的帝妃 也是眼神一凝 他与使皇相伴千年 自始心有灵犀 瞬间便明白了使皇速决之意 陛下遇到速战速决 但这宁渊胆敢一人出战 定是有所依仗 如此看来 心思之间 帝妃手中神光闪动 一声奉鸣体响之间 一张通体雪白 凤语点缀了长弓 便浮现在了他手中 随后 火光闪动 一根燃烧着金色烈焰的长弘箭 浮现在了凤凰公弦之上 随后 便是弓拉满月 剑指战场 静候着一箭绝杀的机会 战场之中 正对皇者汹汹威势 后临凤公冷箭逼杀 宁渊神色仍是不必 紧握着手中的枪 步步踏出 一双眼眸之中 战役激勇 奔腾不止 不来 一声冷喝之间 血色枪风横扫 十方震动 再开一场生死搏命之战 备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四章 百端雄关 血日单空之下 皇者博士之剑 不败无敌之枪 再开一场生死搏杀 君欲八方 三道龙脉之气 引动江山之顺加持 使皇手中天子剑锋 接连闪动 不过是眨眼之间 便展出了千百道金色剑光 纵横交错 横扫六合八方之势 面对着 微不可挡的皇者剑矢 宁愿剑神冷漠 周身血光宛若怒浪 惊涛般汹汹翻涌 随后便听血龙袋 长笑一声 枪风腾动 在虚空之中 划过了一道星红血光 悍然轰入了使皇剑矢之中 碰碰碰 只听一声声 吭枪轰鸣响起 剑光枪风数次对汉交错 于尽肆虐之下 周遭大地遭催 进城窗移 神兵极端交锋 皇者雄为对汉 霸道枪势 使利与利的碰撞 根基与根基的拼搏 一时之间 竟是平分秋色 难见胜败 如此的结果 让一心绝杀的使皇眼神异朗 将体内的皇者龙元 不断加催 在他周身金光闪动之间 这天子剑 威势节节攀升 道道金色剑光纵横交错 宛若狂风咒语一般 将宁渊笼罩在内 使皇的剑招 单论招式也许并不精妙 但是 却盛在唐皇浩达 势不可挡 先前一番试探之后 使皇十分清楚 宁渊的枪法造诣不凡 肉身之力更是霸道 再加上手中纳运含 无边凶煞之气的神兵 一身实力当真是强横至极 面对如此棘手的对手 使皇唯一的优势只有一个 那就是根基修为 而想要羁败宁渊 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 以绝对的力量将其碾碎 这也正符合使皇所修的皇者之道 所以 使皇的剑招 厚重雄臣 重力重势 虽少了诸多灵巧变化 但却将那皇者 雄微催发到了极致 每一剑都有横扫六合八荒之力 势不可挡 然而 如此见识之下 宁渊仍是不退私吼 一身神力爆发之下 手中之枪 宛若一头狂怒的凶龙 不断狂笑而出 血色枪锋在虚空之中 撕裂出一道道星红枪影 接连与使皇天子剑锋 轰击在一起 然而 力量碰撞 根基对拼 宁渊始终处于热势之中 而使皇不断加催体内皇者龙园之下 天子剑势更是雄臣霸道 哼 终于 一声轰鸣震撼响起 使皇一见怒斩之下 无边雄力爆发 宁渊终是抵挡不住 被这一剑震退束杖 只不知时 握枪之手已是鲜血喷涌 沿着枪身流淌 落入了脚下那满是疮痍的大地之中 武征千秋 见此一幕 心中尽是绝杀之意的使皇 自然不会给宁渊半点喘息之机会 体内真人在催 皇者见识强招待血 江山之井随之变化 化作了千军万马 纵横沙场之相 随后 边见使皇天子剑锋一扫 那幻象之中的千军万马 竟是由徐为时 奔腾而出 浩荡君威 直朝宁渊碾压而去 不来 面对万军攻杀之事 宁渊冷喝一声 眼眸之中已是血光方腾 体内持有之血汹汹而动 随后一步重探而出 轰 一声轰暴 十方震撼之间 宁渊深浪无尽凶煞之气 一枪轰出 便悍然破碎虚空 攻入奔腾而来的千军万马 正是霸着支枪 破军之事 一枪碎空 无边凶煞之气爆发之下 那奔腾而来的万马千军 竟是宛若泡影一般 瞬间便已破碎开来 崩碎的幻影之中 使皇的身影再一次浮现 但这一次 却已经是转弓为首 以天子剑阁挡住了明渊枪锋 虽是挡住了这一击 但使皇眼神之中 却不由地多出了一丝惊涩 因为他感觉到了 这一枪之中陡然攀升的力量 让这一枪的威能 已然能够与他三道龙脉之气 加持了天子剑抗衡 甚至还有强压一头的趋势 是他还有所保留 还是 这陡然爆发出的惊人力量 让使皇不由地皱起了眉蓝 冷眼一扫 触及宁渊之时 顿时一宁 因为他看到了一双 星红如血的眼眸 透露着无边凶煞之气 还有那汹涌激荡的战役 宁家战血 见此一幕 使皇已是明白了过来 心中不由地一沉 对于宁家流传的战血 使皇并不陌生 因为在千年之前 与他并肩作战 扫荡妖族 最终建立了大秦帝国的五位大将之中 便有一人身怀着这样的血脉 那人便是宁家的先祖宁皇 当年七人在妖族肆虐的乱世之中一展宏土 最终建立了大秦帝国 使皇与天南王都是先天之境的强者 所以一个登上了皇位 成为了大秦之主 一个永振天南 成为了一方王者 但是其他五人也不可小视 否则的话 就不会人说这大秦帝国使七人开国了 在这五人之中 以宁皇实力最为强悍 虽没有先天之境的修为 但身怀战血 一旦激发之后 甚至能可力战先天腰架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使皇对于这宁家战血 印象深刻 只是使皇不曾想到 时隔千年之后 他再一次见到了 这身怀宁家战血的人 只不过 这一次不再是并肩而战 而是生死相对 这也是使皇此刻心中沉重的原因 当年他亲眼见过 爆发了战血的宁皇突破极限 悍然搏杀了一位实力强横的先天妖将 那浴血搏杀的狂暴姿态 使皇至今都还记得 后天与先天之间难以逾越的天窃 都被这宁家战血突破 如今可见彻战血的力量是何等强悍 而现如今 赤宁渊也身怀宁家战血 并且看这样子 血脉之力的觉醒程度 还远超当年的宁皇 若是让他将这战血之力彻底爆发出来 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景象 这样的对手 已经不仅仅只是棘手的问题了 心中隐隐感受到一丝威胁的使皇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绝燃之色 那还环绕在周身的六道龙吟长笑一声 竟是全然注入了这天子剑中 口 九道龙脉之气全然注入 天子剑顿时爆发出了一声龙吟长笑 金色剑光璀璨绽放 无边恐怖的力量随之爆发 轰 随后 便听一声轰然惊爆 九龙之力爆发之下 当真是吃不可挡 宁渊虽是强悍 但也被震退出十余帐外 震退宁渊之后 使皇长袭一气 手中天子剑至上九龙环绕 九道龙脉之气加持下 竟让这天子剑都难以承受 厚重凶臣的剑身之上 已是裂开了一道细密的裂痕 但使皇却是不管不顾 剑锋一展 再次催动皇道之剑 陛下 见此一幕 一旁凤功满弦 静后时机的帝妃眼神一凝 随后 已是明白了使皇心中所想 当即 将体内真元催动到了极致 随着帝妃真元悍然注入 那长红剑矢之上的金色烈焰 顿时剧烈燃烧了起来 甚至连周遭的虚空都被焚烧得扭曲 几率破碎 帝妃酝酿极致狙杀一剑的同时 使皇同样将体内真元催动到了极致 天子剑上九龙奔腾 那江山之巷再一次浮现在虚空之中 笼罩战场 无比沉重的压力随之降下 宛若万里山河重压在间 便是宁人也感到了一阵沉重压力 显然 使皇已是动用权力 欲要一招决定这一战胜败与生死 见此一幕 宁人眼神亦是一宁 此刻他同样是战力全开 不仅仅吸收了血龙胆之中的无边凶煞之气入体 赤油之血与不败之意也随之催动了 对这使皇倾尽全力的至极之招 宁人也是丝毫不惧 手中血龙胆枪锋一扬 顿时一声龙吟怒笑而起 无比恐怖的凶煞之气爆发 似连神佛都要被之动容 杀 随后 宁人抢先而攻 一枪轰出 一枪 只是一枪 虚空之中顿时引发一阵长笑 随之寸寸崩碎 露出一片无尽黑暗 好似那禁忌深渊之中的凶兽 终于彻底觉醒 冲出深渊 杀向天穷 摧毁那九天之上的神 正是血龙胆真一神武第二世神器 天地尊皇 宁渊枪书同时 始皇至极之招一爆发 天子剑一展而出 万里江山之势随之尘涯而下 风云失色 天地动容 下一瞬 枪宁剑出 至极之招 正面对汗 但就是此时 一变斗声 他 只听始皇一声冷笑 天子剑之上的九龙之气顿时回转 原本惊天动地的一剑 唯能顿时九成 在这最后一招 生死搏杀的关头 始皇的举动 完全出乎了宁渊的意料 始皇为什么要这么做 宁渊不知道 但是现如今枪锋已动 宁渊不可能如若始皇一般收回力量 否则 这无边凶煞之气反噬 就足以让他身受重创 所以 对于始皇的意动 宁渊没有随之停手 反而加吹力量 一枪轰出 轰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狂暴的鱼禁随之爆发 周焦地面刹那粉碎 尘烟飞扬之中 只见一人身影倒飞而出 星红的鲜血随之漫天飞洒 凄厉无比 与此同时 帝飞奉公满行 金色焰火剧烈燃烧的长剑破空而出 宛若一道金色长红 只取喷鞋飞出的那一道人影 第二百五十五章 血染长空 宁渊身影倒飞而出 身躯之上一片星红 触目惊心 已然是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身受如此重创 尚未来得及喘息一瞬 便见凤功闲动 一道烈焰长红破碎虚空 逼命绝杀而至 凤与神功 赤焰剑红 这是一套上品先天神兵 千年之前 帝飞曾经以此功 在天南关爱一剑射杀了一位 先天神境的妖族强者 而现如今 凤与神功在动 汇聚了帝飞磅礴真源的 赤焰剑红破空而出 这酝酿了许久的绝杀一击 已然在现了那千年之前射杀神境妖族的威能 在这凤与神功之下 连一位以受身称雄的神境妖族都被一剑射杀 现如今 这已经身受重创的宁渊 如何能挡 又拿什么来挡 他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 在这赤焰剑红破空而出的同时 帝飞唇边已是勾起了一丝冷冷笑意 似乎已然看到了这一战的结局 心中所想 不过是在一念之间 眨眼 赤焰剑红破空而至 下一瞬 便要贯穿宁渊身躯 便是在这千军仪法之间 忽闻风声骤起 风起萧萧 在这不及眨眼的瞬间 生死逼命的瞬间 冷厉的剑光 随风声纵横而现 风 不及眨眼的快 剑 超脱生死的快 这一瞬之间 帝飞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赤焰剑红便已如若烛火一般消弭 散射风中 怎会 是在必得的一击绝杀 最终却是功败垂成 走然而生的变故 让帝飞不由失声 眼神当中尽是惊衣不定之色 再看前方 散去的风中 一人身影浮现 白发风冷 衣媚飞扬 一双眼眸冷若深渊 手中之剑泛着森森寒光 透出无边肃杀之意 而她的面容 竟是与宁渊一般无二 这 见此一幕 便是帝飞也不由的一正 但她不愧是那有惊天伟帝之才的神女帝飞 见是远非一般 眼神一扫之后 就已经看出了诸多端倪 这人气息与宁渊相连 相生相存 面容又一般无二 这是 刹那 帝飞眼神一鸣 诗声说道 身外化身 与此同时 战场之中始皇所在 忽然响起一声声龙吟怒笑 漫天沉烟飞扬之间 但见一道璀璨金光绽放 一道伟岸身影浮现 身躯之上的龙袍已然破碎 取而代之的 是一剑金光夺目的九龙战甲 战甲通体金黄 散发着璀璨神光 之上 鹤剑九道龙影盘绕 浑然天成 无有一丝缺憾 上下截然透着皇者威严气度 有江山之事 万民意愿加持 坚不可摧 神魔难害 这正是九道龙脉之气为根基 承载大秦万里江山之事 与亿万黎民意愿 方才铸就而成的人皇战甲 真龙天护 很少有人知道 这龙脉之气最为强横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强悍无匹的攻击 而是坚不可摧的防御 龙脉之气 汇聚十方地脉而成 有天地之力加持 更承载着 异国江山设计与亿万黎民的意愿 来是气运所在 自然万法不侵 神魔屁易 由这九道龙脉之气 铸造而成的真龙天护 自然是坚不可摧 也是始皇以身应受 宁渊至极一腔的底气所在 身外化身 只听一声冷语响起 始皇永不踏出 身躯之上的真龙天护金光闪动 不断吸收周遭天地之力入体 随后便将在其胸口之处 那被宁渊一腔轰出的裂纹 再迅速地恢复着 这真龙天护是仁皇战甲 有大秦江山之势加持 不仅仅坚不可摧 还有泄力之效 这也就是为什么 始皇身受宁渊全力一腔 身躯都不曾后退一步 因为宁渊一腔爆发出的威力 尽数被这真龙天护吸收阁挡 根本伤不到始皇半殿 而在江山之势最为强横的是 只要始皇身处于这大秦疆域之中 那么就能够吸收天地之力为己用 无论真龙天护受到了何种损伤 都能够迅速恢复 所以方才宁渊全力一击的唯一战果 就是让这真龙天护之上多出了几道无关紧要 并且已经开始迅速修复的裂痕 而始皇也不在意这真龙天护之上的裂纹 只是冷眼注视着横见于前的人 随后纯标勾起了一丝冷笑 言道不曾想到与真一战 你竟然还有所保留 他不过这也让你侥幸捡了一条性命啊 始皇森然冷笑 话语之中已是胜券在握之时 再看宁渊 此刻已经是连战都站不住 半跪在地 周身上下已然被鲜血染红了一片 一道道血肉模糊的伤口 盘踞在他的躯体之上 血肉模糊的一片 可只是触目惊心 若是精通一理之人在此 一眼便能看出宁渊身躯之上这些伤 不是剑伤 也不是利刃切割造成的外伤 而是被无比恐怖的力量冲入躯体 由内而外爆发 硬生生将血肉撕裂造成的伤势 这样的外伤 说明了体内的伤势将会严重数倍 甚至十余倍 说不定五脏六腑早已经被震得粉碎了 身受如此重创 不要说是支撑身躯站立了 就连话都未必能够说出来 剑宁渊已是伤众至此 使皇摇了摇头 轻生说道 这般的年纪 竟有如此实力 甚至能够让朕动用这真龙天护 宁渊 你当真让人佩服 只是可惜 你选择了与朕为敌 话语声中 冷然杀意见起 使皇步伐踏开 便要彻底了结宁渊的性命 见此一幕 宁渊站魂分身眼中冷光一现 横见于前 似要一当使皇逼杀之事 他 垂死挣扎 不自量力 见此使皇冷声一笑 雄不踏出 金色光芒闪动之间 便已攻至宁渊分身之前 见使皇攻来 宁渊分身见风闪动 冷风呼啸之间 道道见光纵横 已是将使皇笼罩于见识之下 哼 对此 使皇面露不屑之色 不闪不当 任由道道见光 展在自己的躯体之上 碰碰碰 一声声哼枪之声响起 道道见光崩碎开来 使皇仍是毫发无损 身躯之上的真龙天护 更是连半道猎蚊都不见 这真龙天护的防御实在太过恐怖 先前宁渊倾尽全力一击 甚至动用了神器之招 也不过在真龙天护之上 轰出了一个缺口罢了 甚至还未能够彻底贯穿 而宁渊这一句战魂分身 只继承了他西城根基修为 又没有肉身之力加成 哪怕施展出风之痕剑法 也无法突破这真龙天护的防御 使皇也是明白这一点 干脆不闪不闭 以身应接凌渊分身见风 这真龙天护又是浑然一体 上下没有半点缺陷 哪怕凌渊一剑斩向使皇 没有战甲所在的面庞 也会被一道金光挡下 全然无功 因此 哪怕凌渊剑速摧发到了极致 也难以伤到使皇半点 甚至阻挡不住他脚步前进 见此一幕 宁渊分身眼神一冷 箭头风势 顿时狂风呼啸 化作一个风之漩涡 牵引拉扯 总算勉勉强强牵制住了使皇动作 这极致的风之一静 你再一次让朕意外了 但仅凭如此 又能挡住朕多久呢 见此 使皇仍是面带不屑 冷笑之中踏出步伐 身躯之上 真龙天护抵挡狂风卷动之势 一步步地突破这风之漩涡 与此同时 战场之外的帝飞 也是再一次举起了凤雨神光 真言凝聚 化作一根燃烧着烈焰的赤红利剑浮现 虽然施了赤焰剑红 但帝飞毫不在意 因为此时此刻 他要射杀的是一个已经身受重创 命为锤子之人 哪怕没有赤焰剑红 杀他 也是轻而易举 冷然一笑之间 帝飞弓弦弹动 一道长红随之贯穿虚空 直射向那半跪在地的凝渊 此时此刻 战魂分身正在全力拦阻始皇 无暇分身 宁家之人 也不可能越过百段关的战场 就远宁渊 眨眼 已是绝境 下一瞬 剑如长红而至 虚空之中 对时飞剑出一道凄厉血光 只不过剑出鲜血的 不是心口命脉 而是一只手 一只悍然握住了那立剑长红的手 一手便接住了帝飞 这时在逼得的一剑 但跪着的宁渊 缓缓缓站起身来 周身竟是涌现出了一道道月光 与他一身星红交相辉映 形成了无比鲜美的对比 恩 见此一幕 帝飞眼神一明 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当即再开凤语神功 体内真缘催动 凝化为九道烈焰长红飞射而出 是在绝杀 与此同时 始皇也是察觉有变 催动体内皇者龙缘 雄不突破了风之剑矢 随后 手中天子剑金色剑光绽放 直斩宁渊而去 两人攻势 配合无剑 默契十足 交错之下已成绝杀之势 然而却见两人攻势之下 身受重伤的宁渊不闪不闭 手中血龙带向天一举 轰 只听一声轰鸣响起 天地惊变 当云掩日 漫天雷亭交错 大地腾动破碎 一副灭世之景 便是在这风雷惊错之间 宁渊举枪向天 周身泛起的荧光随之汇聚 尽数凝于血龙带枪身之上 玄黄溺乱 苍天气血 一声怒吓 天地惊变 禁忌之兵 在线人士 被玩戴续 第二百五十六章 风雷惊动之间 忽见一股吞天灭地之势爆发 横扫十方 震撼虚空 帝妃神剑与始皇斩出的剑气遭受波及 竟是刹那崩毁消散 破碎的剑光之中 只见一人身影行天而立 举枪向天 血色枪身之上 银月光滑闪动 随后枪化为己 一片心红之中 交缠道道引摆 宛若苍天之血 分外刺目 这口神兵现实之后 天穷央云汹涌 千百道雷霆闪动 仿佛随时都要轰杀之下 毁灭这不容于事的存在 而宁渊周身也是一片扭曲 虚空破碎 脚下的大地 早已承受不住如此恐怖的力量 崩碎开裂 下线三尺 恩 如此禁忌神兵现实 便是身有人皇战驾护持的史皇 也感到一阵沉重压力 神色不由一宁 握紧住了手中的天赐剑 而在战场之外 手持凤与神宫的帝妃剑刺 心中更是隐隐升起了一阵不安 如此都压制不住 便是在史皇与帝妃心中惊疑不定之时 宁渊终于动作了 喷喷喷 一阵阵轰鸣之声 宁渊步伐踏开 脚下大地随之一寸寸崩碎开来 手中支枪 宛若一头苏醒的恐怖凶兽 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所过之处 都遗留下了一道 猙獰无边的漆黑痕迹 那是虚空承受不住 而扭曲破碎的景象 眼见宁渊向自己走来 史皇眼神渐冷 但却没有丝毫畏惧之意 同样是雄步踏出 凝向来是汹汹的宁渊 下一瞬 只见宁渊重不已他 手中天之血破碎虚空 交错风雷 斜着无比恐怖的威能 一枪轰杀而出 心之宁渊手中神兵威能恐怖 史皇不敢怠慢 催动一身皇者龙元 注入天子间当中 金色剑光纵横 但却非共逝 而是剑化成盾 全力一挡宁渊汹汹共逝 轰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响起 十分惊爆之间 金色剑光随之崩碎开来 天之血枪风长驱直入 重重地轰击在了这天子剑身之上 砰 枪风轰击在剑身之上 顿时响起了一道刺耳无比的破碎声 那本就已经裂开一道裂纹的天子剑 竟是无法承受这一枪的力量 在枪风之下崩碎开来 怎会见此一幕 史黄神色不由一变 这天子剑如何说都是一口上品先天神兵 虽然其中的真龙元神已被史黄抽取 又没有龙脉之气加持 但也不是随便就能击碎的 这一枪的威能 究竟是恐怖到了何种境地 便在史黄心经之间 宁渊手中天之血已然是长驱直入 直轰向史黄心口 枪风逼临身躯 史黄终于回过了神来 但此时此刻 他已经是避无可避 不过史黄也没有闪避的意思 他先前就没有想过 凭天子剑能挡住宁渊 之所以全力一挡 主要还是想要试探宁渊手中神兵之威 宁渊这一枪威能的确恐怖 连天子剑都被一击破碎 但史黄能够肯定 这一枪还达不到破碎真龙天护的地步 所以在宁渊枪风临身之时 史黄不仅仅没有退让闪避 反而是一步他出 真龙天护之上 揪得龙颖翻腾 身后更是显化出一片万里江山之势 尽数加持史黄真龙天护之上 轰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响起 禁忌神兵遗憾人皇战甲 震起尘沙漫天飞扬 随后便见史黄身后显化出的万里江山之象一阵扭曲 隐隐又承受不住而幻灭之势 史黄身躯亦是因此猛然一颤 头中溢出一缕鲜血 脚下更是不由道退半步 重重踏入地面之中 泄入大地的尽力 直接让他脚下崩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蔓延百丈 真龙天护 有万里江山之势加持 坚不可摧 万法不清的真龙天护 竟也无法彻底挡下宁人这一枪的威能 首次见红的史黄 眼神之中 已是浮现出了一丝无比凝重的神色 对于真龙天护的防御 史黄有着无比的自信 否则之前那不会收取九成之力 以身硬抗宁渊神器之招了 但是现如今 连这真龙天护都难以彻底挡下宁渊的攻势 他手中的这口神兵 究竟是何来历 心中惊疑不定的同时 史黄眼神易冷 真龙天护之上 九道金光绽放 九龙之影长笑而起 竟是融为一体 龙影融合的瞬间 史黄身后的万里江山之势猛然一变 化作了朝臣百官 千军万马 还有一万黎民朝外的景象 这正是真龙天护所承载的亿万黎民之愿 异国弃运之力 万里江山之势 让真龙天护无坚不摧 还能卸转力量 同时 吸收天地之力补充自身 强横至极 而亿万黎民意愿所成的异国弃运之力加持更是恐怖 不仅仅让真龙天护有万法不侵 神魔屁一之笑 还能汇聚亿万黎民意愿 以此 将任何攻入真龙天护之中的力量谈反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先前宁愿施展神器之招 倾尽全力的一枪 不仅仅没有攻破这真龙天护的防御 还反而让自己遭受到了无比严重的伤害 就是因为这真龙天护的弹反攻击之效 宁愿触不及防之下 才会吃了这么大的亏 而现如今 始皇便是要顾忌重拾 再催真龙天护之中的弃运之力 将宁愿这一枪爆发的力量谈反 哼 只听一声铿枪巨响 九龙长笑 真龙天护之中 顿时爆发出了一股狂暴无比的力量 拳术冲入了天之血枪身之中 然而这一次 宁愿却是窥然不动 甚至连这天之血都不曾颤抖过丝毫 真龙天护反弹出的力量 竟是你入海一般 被这天之血尽数吞噬 什么 眼见真龙天护反弹无功 始皇眼神不由一变 心中已是生起了一丝退意 现如今始皇所依仗的 无非是真龙天护坚不可摧的江山防御 与那气韵弹反之力 结果 现在这江山防御 也无法彻底挡下宁愿的攻势 气韵反弹之效 又被天之血抵消 这人黄战将的优势 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无法反弹宁愿攻势 单靠着真龙天护的防御支撑 九首必师的道理 始皇如何不明白 所以如今始皇心中退意一声 冷然扫了宁愿一眼 右手真元吹动 欲要先发一掌 正的退离之际 然而还不等他真元爆发 宁愿已是一步他出 天之血宛若凶浓 长笑一声 枪身之上 血色交汇银光闪动 神力加摧 一枪爆发 哼 一声铿枪轰影 始皇身躯被宁愿一枪轰退束步 那真龙天护之上 崩裂出了一道道裂本 天之血刺入真龙天护之中 几乎贯穿这人皇战甲 啊 无法卸转的力量 震入了始皇身躯之中 直让他感觉一阵剧痛传来 五脏六腑仿佛要被震碎一般 口中再一次喷出了鲜血 陛下 见此一幕 战场之外的帝妃大惊失色 惊呼一声的同时 凤与神功在动 烈焰之剑九星连珠 一剑之力更甚一剑 贯穿虚空 直射向宁渊头颅 这已即使唯未就诏 不求射杀宁渊 只求让始皇正的一丝喘息逃离之机 然而烈焰之剑方才破空 便听风声呼啸而起 冷力剑光纵横之间 九剑尽碎 宁渊分身随风而现 剑出无痕 攻向帝妃 与帝妃所想那般 宁渊这分身没有斩杀帝妃的想法 只是要将他拖延在此 分身拖住帝妃同时 宁渊手中天之血猛然长笑 枪身回转 神力加摧 恐怖威势在天三分 于始皇那惊骇的眼神之中 一枪横扫而出 攻势汹汹 近身而战 始皇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 只能举手一挡 真蒙天后金光绽放 身后再画万里江山之势 已是将这人黄战甲智能 摧发到了极致 轰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天之血横扫而至 毫无保留的轰击在了始皇手臂之上 真蒙天后防御 卸转去了这一枪七成的力量 但剩下那三成之力 仍是重若泰山 万军之力镇压而下 便是始皇都难以抗衡 皇者之躯 更是猛然跪倒在地 同时 汹汹于尽爆发 两人脚下已是破碎不堪的大地 直接崩毁 下陷整整翻帐 他陷在大地之中 沉烟飞扬 两人身影渐渐浮现 一人立身于大地之上 身若泰山 威鹅难害 一人单膝跪地 口中鲜血喷涌 凄惨不已 你竟敢让朕跪下 扶手跪地 身躯之上的痛楚 又怎能比你内心之中的屈辱 始皇身躯微微颤抖着 一双眼矛盾化 心红一片 是怒 是恨 还有即将踏入极端的疯狂 现在你还意外吗 对这皇者之怒 是一声冷声回应 一句话语 是宛若利剑一般 深深刺入了始皇的心头 你 该死呀 怒急恨急 雷霆震怒的始皇狂笑一声 真龙天护之上 九龙之影奔腾 随后 竟是有破碎的趋势 他竟是要舍弃这千年之功 自毁真龙天护之中的龙脉之气 陛下不可了 见此一幕 帝妃不由的失声 但宁渊分身阻拦 让他根本无力阻止 绝境之下 他不由的高呼出声 嘲讽 随着帝妃一声呼喊 天穷之中 骤然降下一道 星红如血的剑光 直斩宁渊而去 第257章 剑光星红 破碎虚空而至 其灵力锋芒 便是宁渊也不可无视 身一转 手中天之血横扫而出 影响这陡然而来的一剑 哼 只听一声铿锵巨响 天之血一击横扫之下 那星红见光应声而醉 一人身影随之浮现 横挡在了宁渊身前 这是一个男子 身穿黑衣 中年模样 身形伟岸若山 面容鹦鹉刚毅 只是眼眸之中带着一丝沧桑之色 让他多出了一丝颓废之气 气质虽是颓然 但此人一身修为 却是不可小视 周身隐隐涌现得雄魂真软 绝对是先天神境的高手 恩 见此一幕 宁渊也是微微皱眉 他倒不是怕了眼前这人 而是再奇怪他如何能够出手的 在这北日之中 武神元公笼罩之下 先天神境的强者不可轻易动手 始皇之所以例外 是因为他身怀九道龙脉之气 有大秦国运加持 才能够不受武神元公的影响 但其他人显然不在这个范围之中 就连一旁的帝妃都是如此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只是使用凤与神功 居杀宁渊 眼前之人也是先天神境的修为 如今出手 却没有引动武神元公的轰杀 难不成 他身上也有如此龙脉之气 那般的至宝 是你 便是在宁渊心中惊疑不定之时 忽闻一声惊呼响起 让场中气氛猛然一变 这师生之人 赫然是那准备要自毁龙脉之气 与宁渊搏命一战的始皇 只不过 现如今 他已经停止了自毁之举 神色错愕地注视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人 这震惊的神情 甚至比真龙天护被宁渊击破之时 更为骇然 听到这一声惊呼 那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转身望了始皇一眼 轻声说道 迎姑明 真是许久不见了 嘲讽 你竟然没死 见此 始皇竟是不由地倒退了两步 脸庞之上一片惊怒交加之色 见此 嘲讽一笑 说道 是啊 我竟然没死 让你意外了 是吗 一句竟是自嘲语嘲讽的话语 让始皇神色不由一变 一时之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但嘲讽却没有理会始皇的反应 只是转过了身躯 神色平静地注视着宁渊 陛下 与此同时 帝妃也冲入了战场之中 赶到始皇身边 联手说道 事已至此 不可再为 暂且退吧 然而帝妃话语方落 便见一道银血之光撕裂虚空而至 斩草除根 今日始皇与帝妃若是活着离开 那么 明日宁渊就要多出两个心腹大患 这可是先天神境的强者 在这北域之中已是顶峰的存在 宁渊虽然不惧 但宁家却是承受不起他们的疯狂报复 因此 剑两人心生退役 宁渊便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天之血微能加摧 斜着五匹雄力 像始皇轰杀而去 少年人 你这又是何必 剑子 那朝风摇了摇头 遗旨未见 探守在虚空之中一点 一道血色剑光随之绽放开来 汹汹煞气席卷而出 挡向了宁渊攻势 喷 枪势与剑光正面对叹 一声轰鸣之间 朝风身躯被宁渊一枪轰退束步 但宁渊攻势也因此位置一晚 见此一幕 帝妃赶紧拉住了始皇的手 连声说道 陛下 再忍一时 退吧 震 始皇眼神一颤 心中虽是不愿承认 但他也知道 眼前战败之局 已经是无法改变 再不走 那么 他就只剩下一个选择 那就是 与宁渊同归于尽 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先前是被怒火冲散了理智 现如今回过神来 始皇心中已经有了取舍 强行压下心中翻腾的怒火 冷声喝倒 腿 说吧 始皇与帝妃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化作两道神光 在那九道龙脉之气的护持之下 往战场之外飞去 竟是连那五大禁军都不顾了 恩 见此一幕 宁渊眼神异朗 纵身便要追杀 这位小兄弟 你还是不要追了 然而 却听一声轻语响起 那条风身影变幻 竟又是拦在了宁渊身前 让开 见此人又是挡在面前 宁渊冷然一喝 手中天之血长笑而出 神力加催之下 只见一道银血之光撕裂虚空 雷霆万军一般扫向朝风 少年人的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见此一幕 朝风心中也是无奈 一身雄浑真元催动 周身血光闪动之间 一道虚影在他身后浮现 看不清这虚影的容貌 但却能感受到 他周身汹涌着磅礴无皮的气息 随后 只见这一道虚影与朝风一同动作 探手一盏轰击而出 宛若万军雷霆闪动 石营向宁渊横扫而来的天之血 轰 又是一声轰鸣 血光爆开 朝风身影直接被震飞出了十余掌 艰难止不之时 唇边也是多出了一缕鲜红血迹 虽一枪轰退了朝风 但是宁渊却没有继续追杀 因为那始皇与帝飞在九龙之气的护持之下 已经化作两道神光消失在了天际 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 宁渊就是想追都追不上了 始皇与帝飞逃脱 让宁渊心中不由一沉 冷脸回望向那朝风 随后踏开步伐 持着天之血朝他走去 见此 朝风摇了摇头 勉强平复了一下体内翻滚的气血 随后连声对宁渊说道 少年人 不要急着动手 先听我说几句可好 恩 听此 宁渊眉头一皱 但还是停下了脚步 停步的原因 是因为宁渊在这朝风身上感受不到一丝杀意 甚至他的眼神之中还带着几分善意 这让宁渊十分奇怪 这人先前挡住自己 让始皇逃得了一命 那应该是始皇一方的人 如今向自己表达善意是几个意思 心中疑惑 让宁渊止住了步伐 冷眼注视着朝风 问道 你是什么人 见宁渊没有继续动手的意思 朝风不由的一笑 道 虽然打起来的时候 比宁老弟还要疯狂三分 但却始终不失冷静 这实力与新性 藏真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错 真是不错 难怪那心高气傲的小丫头会看上你 她 听她这番话 宁渊不由皱眉 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朝风一笑 说道 朝风 你先祖宁狂的故交 你也可以叫我一生天南王 这样 你想必更明白一些 天南王 听死 宁渊眉头皱得更是厉害了 朝风点了点头 笑道 你就是宁渊 我那小孙女的心上人 恩 这番话 让宁渊不由的一正 随后方才明白过来 朝风口中那小孙女九成就是朝阳了 这人是朝阳的祖父 纳北天南战神的父亲 第一任天南王 想到这里 宁渊终于是清楚了这人的身份 但心中的疑惑却没有解开半点 问道 方才你是什么意思 朝风摇了摇头 说道 不必激动 其实比起你来 我更想要宁孤明的性命 这话让宁渊心中更是不解了 冷声说道 若是你方才没有插手 他已经死了 听死 朝风一笑 说道 不错 若不是方才我插手挡住了你 你也许已经杀得了宁孤明 但是杀了他之后 你认为你能活下来吗 少年人 不要强撑吧 你 这话让宁渊不由地皱起了眉蓝 随后便感到体内一阵剧痛爆发 让他身躯不由一颤 不由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直接搬跪在了地面之上 同时 他手中的天之血 也是一阵荧光闪动 最终消散不见 重新化作了血龙弹 先前使皇依仗真容天赋的弹反之力 重创了宁渊 让他不得不动用了天之血 这天之血 是当初在神母圣殿之时 武神赠予宁渊的宝物 也是宁渊唯一从武神身上得到的东西 武神所赠 自然非同凡响 这天之血更是如此 这是一口十分特殊的上古神器 据说 使天之血泪与月之魂破凝聚而成 因此 能够与元神融为一体 吸烧神魂意念之力 从而先变万化 拥有重重神意之力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元神足够强大 这天之血就能够随之变换 无论是神兵还是宝甲 甚至连生灵都能够显化出来 如今宁渊虽尚未修成元神 但他拥有不败之意 神魔难悍的不败之意 借助天之血 宁渊能够将不败之意突破到第三重 而天之血也能吸收第三重不败之意的力量 爆发出神魔动容的恐怖威力 正是因为如此 动用了天之血的凝冤 在第三重不败之意的爆发之下 强行压下了体内的伤势 然后 悍然击破了始皇的真龙天护 只不过 使用天之血 会自身神魂造成极为严重的负担 而不败之意的爆发 也只能暂时将宁渊的伤势压制下去 无法将这伤势治愈 所以 一番大战下来 宁渊已经到了极限 无法继续维持天之血的力量 这强压的伤势 自然也随之爆发了 伤势爆发之下 宁渊已是连战力都有些艰难 不过 好在此时 修罗尉已经扫平了那四大禁军 迅速赶到了他身旁 将他护卫在其中 见此 朝风摇了摇头 对宁渊说道 待你伤好之后 我再与你细说此事 说吧 朝风身影一转 化作一道剑光破空而出 眨眼便已消失不见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 百段山一战的结果传出之后 大秦震动 没有人想到 千年之后重现人士 欲要横扫六国 成就北御人皇之位的史皇 重出第一战便遭遇到了惨败 虽然史皇与帝妃都侥幸逃得了一条性命 咸阳城还有数十万大秦铁甲与十万玉林军 看似还有一战的资本 但谁都能看得出来 如此的大秦皇室已经是万强中干了 连五大禁卫都覆灭在了百段关之下 这区区数十万铁甲又算得了什么 史皇与帝妃虽然逃得了一命 但是已至此 他们难不成还有逆转局势的手段吗 各方势力都很清楚 这大秦皇室气负一尽 而宁家崛起之势 就是无人能打 凭借那一支覆灭了五大禁卫的修罗之君 再加上一战力败使皇的宁渊 这大秦皇位对于宁家而言 大真是破手可得 甚至一桶被遇 问鼎仁皇之位都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远望之人 已是见到了宁家未来辉煌盛世 不少势力心中以身异动 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搭上宁家这条大船 虽然锦上天花不如雪中送炭 但有总好过没有不是 现如今北遇暖世之下 神武圣殿以武神传承之名再出 三大圣地背后隐隐有神舟之柱 如今再加上一个宁家 未来这北遇说不定会出现三足鼎立之士 是在三大势力之中加缝生存 还是加入一方阵营 在这乱世之中有一晴天之柱依附 这两者之间如何选择 已经无需多想了 但是这三方势力之中 神武圣殿高深莫测 三大圣归属神舟 都不是那么好搭上的 只有宁家不同 若是宁家打算问顶北遇仁皇之位 那么定然要招兵买马 壮大势力 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可是从龙之功的 念及此处 各方势力更是异动 只等着宁家兵出百段山 便取兵相拥 先凭大刑 再扫六国 最后辅助宁家登上仁皇之位 成就千古霸业 但令人奇怪的是 百段山之战后整整半月 宁家都没有动作 更没有兵出百段山的意思 而咸阳城也是如此 整整半月时间都没有使皇与帝飞的消息 那数十万铁甲进军仍旧是拱卫着咸阳城 这好似又回到了开战之前 双方对峙的局面 宁家不动 大秦皇室也是不动 如此诡异的局势 让各方势力摸不着头脑 一时之间也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他们有了投向宁家的想法 但大秦皇室还没有彻底覆灭 唆死的骆驼比马大 何况 这骆驼现在没死的呢 因为这些原因 本应该爆发一场内战的大秦 到现如今仍旧是风平浪静 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外境暗流涌动 而作为这一切的中心 摆断山之中的宁家 却是一派悠然 尤其是在孤独风上更是如此 兄长 这样舒服吗 用力一些 用两只手 两只手 这样吗 嗯 就这样 再用力一些就好了 这样好些了吗 好多了 无双你的手法是越来越熟练了 兄长 能不能回房里去 在这儿 要是有人来看到了怎么办 看到了又怎么样 宁愿神色疑惑地问道 难道现在连按摩也犯法吗 可是 听他这话 既无双低下了头呢 看着枕在自己腿上的宁愿 那一脸惬意的模样 脸颊之上不由地泛起了一丝羞红 不过既无双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倒也不是羞得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任由某人去了而已 谁让他现在受了伤呢 见宁愿眉宇之中的那挥之不去的疲倦之色 既无双脸庞之上浮现出了一丝无奈的笑容 双手轻柔落在宁愿的额头之上 葱白如玉的食指之上 先天刚气运转 虽是修玄天渐点而成的先天刚气 但如今却是不见半点灵力气息 反而是如水般轻柔 随着既无双指尖点动 一缕缕融入宁愿体内 对此 宁愿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既无双怀中 心中回想着半月之前的一战 当初天南王说得不错 那个时候的宁愿的确是在硬撑 第三章的不败之意 能让他无视自身的伤势 并且爆发出更为强横的战力 但无视伤势不代表他不会死 接连爆发 是在透支身体当中的生命潜能 这生命潜能透支过度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受缘大损 一夜白头都是小问题 严重的一点 说不定爆发过后 就直接受缘枯竭而亡 宁愿有吃油之血 还有十二五卖住旧的绝强根基 能够弥补这爆发之后的损伤 但哪怕如此 在与始皇一战之后 他还是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 这肉身之上的伤势还是其次 真正严重的是宁愿神魂的损伤 天之血的力量 来自魂魄意志 只有吸收了足够的神魂意志之力 天之血才能够展现出相应的威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修为达到先天神境四重 跨入地界 炼救元神之后 才能够使用天之血 宁愿虽有不败之意 但到底没有修炼成元神 以不败之意强行催动天之血 虽然爆发出了惊人的威能 连始皇的真龙天护都难以匹敌 但是这也让宁愿的神魂 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伤 现在宁愿养了半个月的伤 肉身的伤势已经恢复如初了 但神魂的损伤 却连一半都没有恢复 搞得这半个月来 他一直都是浑身无力 头疼眼花 这感觉实在不怎么好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 和始皇一战的时候 宁愿被始皇打得 只剩半条命的时候 才动用天之血 不是他脑子有问题 想要被人虐 而是使用这天之血 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神魂不像是肉身 受到损伤之后 恢复十分缓慢 宁愿也是如此 以他现在的情况 在没有修成元神之前 使用天之血 一次还勉勉强强 两次说不定就神经错乱了 三次之后变成白尸 都有可能 四次 也许没有四次了 毕竟白痴不太可能 继续使用天之血 也正是因为宁愿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既无双才由着他 换成平时 哪里能让他这么 为所欲为 按摩也就罢了 还躺在腿上 这分明就是得寸进尺了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想到这里 宁愿不由地一笑 这让季无双低头望了他一眼 问道 兄长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继续 宁愿当然不能告诉 季无双自己方才的想法 随便糊弄了一声 便将心思转了回来 宁愿现在的首要问题 只有一个实力 几番奇遇之后 终于打通了十二五脉 铸就了近乎天下无双的根基 以先天道境的修为 与先天神境争锋 这般的实力 绝对称得上强悍了 在这北域之中 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抗衡 但是 对于宁愿而言还远远不够 因为他强 他的对手更强 神州那边暂写不说 就是这北域 宁愿也不是彻底无敌的 先是继承了五神传承 又作用着诸多五魂的神五圣殿 几乎是北域未来的主宰 一旦那么彻底掌握了五神传承与五魂的力量 那么 不知道会有多少高手 而除去了神五圣殿之外 这北域之中 难道不会出现始皇这样的人物 那天 南蒙超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上这些高手 在不动用天之血的前提之下 宁愿能胜 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 他可不想每一战都被人打得半死不活的 所以 提升自身的实力 是宁愿如今的首要目标 但是宁愿现如今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 肉身已经修成先天战体 石油之血也觉醒到了第六层 在短时间内 是不要想再次突破了 根基之上 宁愿十二五脉开辟的丹田广阔无边 让他拥有了天下无双的根基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宁愿想要突破先天神境 那必须大量时间的积累 所以 这也不要置罢了 肉身无法突破 修为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进境 那么 相来相去 能短时间内提升宁愿实力的 也就只有英雄塔了 抽取了白起这张英雄塔之后 宁愿还剩下十万点灵气值 足够他抽取一张D级英雄塔 虽然这也能抽取玄机 但对于目前的宁愿而言 玄机的英雄塔战略提升已经不明显了 除非是白起那样的特殊英雄塔 但宁愿想了想自己的运气 还是打消了这想法 他灵气值不少 但也不能这样浪费了 抽取D级英雄塔才是正道 而宁愿现在已经无法动用天之蟹了 急需一张保命的底牌 就抽一张D级英雄塔吧 心念一定 宁愿换出了系统 再一次抽取英雄塔 他要求也不高 只要一张与风之痕同等层次的英雄塔就足够了 要是太强 他的肉身根本承载不住那样的力量 抽取D级英雄塔 系统冰冷的话语之中 一张金光闪动的卡片浮现在了宁愿脑海之中 随后缓缓翻转了过来 卡片之上 竟是一个白发狂舞 周身无数剑气环绕 但身躯却已然化作透明的老者 看到这张卡片 宁愿不由的一愣 心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获得D级英雄塔 剑圣独孤剑 魂 未完待续 第259章 独孤剑 魂 等级 D级能 圣灵剑法 剑二三 灭天绝地剑二三 六灭无我剑二三介绍 无双剑传人 天生剑之 五岁西剑 九岁成名 十三岁彻物剑等 创圣灵剑法 临死悟出惊天动地的灭天绝地剑二三世 以原神御剑 奈何天命难危 功亏一篑 肉身毁灭 魂魄飞散 但剑亦不朽 重聚剑圣之魂 以此 推演出 至极剑二三世六灭无我 既能介绍圣灵剑法 剑圣独孤剑与爱奇功本雪灵所创造的剑法 前十八世唯有情之剑 取三三不进 六六无穷之意所创 剑法奇快 灵力一成 剑十九之剑二二唯无情之剑 狠辣凶残 剑出无回 剑二三圣灵剑法至极傲义所在 剑之极锦之招 以心欲剑 威能巨大 施展之时甚至能可让时光短暂静止 灭天绝地剑二三 剑圣灵死之前所悟 剑已突破肉身极限 心化为神 以神御剑 此招一出 圣灵剑法前二十二世随之运行 自成一方剑一空剑 其中二十二道圣灵剑是无穷无尽 万物任其宰割 记住 此招非凡人所成之招 施展后 会对自身神魂造成严重伤害 六命无我剑二三 剑圣魂飞魄散之后 剑已在宁 以此推演出了剑二三进境之招 有灭尽六道之能 神威莫测 记住 此招以元神为剑 若是元神太弱 施展此招之后 将会魂飞魄散 慎勇 这个时候 宁愿已经不知道如何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坑 大大的坑 是前句坑的坑 之所以说坑 不是因为这剑圣不强 相反 这剑圣很强 甚至强得过分 尤其是最后仪式六命无我剑二三 威力之恐怖 绝对不逊于魔流剑锋之痕 但问题是 这强横无比的剑招有问题啊 灭天绝地剑二三 以神御剑 施展之后 会对自身神魂造成极为严重的损伤 这损伤程度是多少 宁愿不清楚 但系统既然特别标示出来了 那么就说明 神魂损伤的程度绝对不会轻 宁愿才刚刚动用了天之血 神魂受到的伤害还未恢复 若是再施展一招灭天绝地剑二三出来 鬼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这灭天绝地剑二三也就罢了 神魂损伤还能够勉勉强强接受 但后面这六灭无我剑二三是个什么意思 以元神为剑 施展之后魂飞魄散 元神都魂飞魄散了 那么连元神都没有修成的宁愿一用 用脚趾头来想都知道是什么下场了 所以 这剑圣固然强横 但宁愿使用这一张英雄卡之后 能够继承的也只有剑圣的根基与圣灵剑发 剑圣的根基就不用多说了 是远不如风之痕的 依照宁愿的推算 至多也就是先天神经四重到六重的修为 因为这个境界刚刚好能够修炼出元神 这样的根基 如果没有那灭天绝地狱六灭 无我两十剑二三 这张英雄卡可能都不会被评为地际 根基不足 那圣灵剑发对于现在的宁愿而言也是有些入了 唯一有作用的就是剑二三式 但在不损伤神魂的前提之下 宁愿只能够施展普通的剑二十三式 这融合了圣灵剑发精妙 能可时空静止的一招听起来虽然很强悍 但实际上和燕十三那死亡十五剑比起来 强不到那里去 这一张地级英雄卡能够动用的最强一招 竟然和玄级英雄卡差不多 这不是坑人是什么 花了自己最后十万点灵气值 竟然兑换出了这么一张英雄卡出来 自己这运气未免太好了点吧 哎 想着 宁愿不由得一叹 神色颇为郁闷 兄长你怎么了 听他叹息 纪无双也是有些疑惑 俯下身来望了望他 看看是不是又犯病了 没事 宁愿神色郁闷的摇了摇头 说道只不过我需要点安慰 话语之中 宁愿翻了翻身子 侧躺在纪无双怀里 兄长 你不要闹了 见这家伙半张脸都埋在了自己怀里 既无双小脸不由一红 想要伸手把它推开 却又顾忌这他身上的伤势 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见既无双有些手足无措的慌乱模样 宁愿不由的一笑 总算是坐起了身份 而后探手聊起他额前散乱的几缕银发 说道好 不闹了 来看看你的修为静静如何 任门 既无双点了点头 心中也是悄然松了一口气 花了一会儿时间平复好心情之后 这方才抬头看向宁愿 随后探出手来 轻声说道 兄长 这玄天剑点十二式剑法 我已修制画镜 凝成玄天剑印 彻底巩固了先天境界的根基 话语之中 既无双雪白如玉的手中 一道剑光绽放 画出了一道剑银 剑银之中 隐隐透出十二道剑银 其中意境虽然不同 但却又相辅相成 不分彼此 浑然一体 正是玄天剑点的精髓所在 玄天剑印 剑即无双手中凝化出的玄天剑印 宁愿有些无语 他知道 既无双天赋绝佳 悟醒更是惊人 如此以玄天剑点重修 那修行速度定然极快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 惊人快到了这种地步 几日时间 完成了内气画针 深气画钢 恢复后天一品的修为 之后在宁愿养伤的半月 修成了玄天剑点十二式剑法 凝聚玄天剑印 以此正式踏入境界 也就是说 既无双重修之后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踏入了先天 并且根基稳固 远胜先前 虽比不上十二五脉开辟丹田的宁家 但也仅仅只是逊色一筹而已 这么快恢复了修为 其中固然有宁愿无比败家的 用先天盗胆给纪无双修炼的关系 但纪无双的自治与悟性 才是真正的原因 毕竟丹药再好 也只是辅助 自身才是根本 这一点以前宁愿是深有体会 想着 宁愿摇了摇头 又是叹了一口气 见宁愿叹气 纪无双也有些奇怪 收回了玄天剑印之后 问道 兄长 你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宁愿轻声一笑 对纪无双说道 就是这妹妹太冰雪聪明了 让当兄长的感到有些压力 听这话 纪无双不由的摆了宁愿一眼 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了 见此 宁愿不由一笑 重现扯在纪无双腿上 随后说道 说实话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恩 纪无双歪了歪头 盯着枕在自己腿上的宁愿 神色有些好奇的问道 兄长有什么想事情不明白的 宁愿望了她一眼 皱着眉说道 无双 明明是兄妹 为什么你就这般聪明 我就始终不开窍呢 这是遗传出了问题吗 听此 纪无双也是一正 随后不由的低下了头来 话语隐隐透着一丝慌乱的说道 哪里有 兄长你不是继承了宁家的战血吗 还有兄长你现如今的资质 可是远远胜过我 宁家战血 算是吧 宁愿并未察觉到 既无双话语之中的异常 心思已是转到了这宁家战血上面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宁愿十分清楚 他身上的血脉之力 从英雄卡中继承的持有之血 和宁家战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只不过 这两种血脉性质差不多 再加上宁愿的身份 其他人自然就误以为 他身上的血脉是宁家战血了 不过是不是宁家战血 其实都无所谓 反正一千多年来 这战血 只有宁家先祖宁狂觉醒过 谁知道这玩意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见宁愿没有继续问下去 既无双心中 也是悄然松了一口气 低头注视着闭目养神的宁愿 唇边不由地勾起了一丝笑容来 不过却没有出声说些什么 只是可惜 这平静只维持了片刻 便被一阵脚步声打破了 公子 呼喊声中 然而快步走入了院内 见到了枕在纪无双腿上睡着的宁愿 也是不由的一阵 望向了纪无双 轻声问道 小姐 公子他 有什么事情 不等纪无双回答 还闭着眼眸的宁愿就先出声了 听此 然而连忙说道 公子 有贵客来了 老太君让你过去 贵客 这话让宁愿与纪无双都是一阵 对于现如今的宁家而言 还有什么人称得上是贵客 甚至连宁愿都要过去 兄长 心中疑惑之间 纪无双望向了宁愿 说道 我陪你过去吧 那好 走吧 宁愿点了点头 他现在身子还有些虚弱无力 自己一个人根本下不了孤独风 只能靠纪无双了 恩 纪无双扶着宁愿站起身来 随即周身道道 剑光绽放 将他与宁愿身影笼罩 下一瞬 剑光环绕着两人凌空而起 直接飞下了孤独风 出了孤独风之后 便来到了宁家府邸 只不过 此刻这幅底之外 竟有三千修罗位助手着 肃杀军事 直让上空的云彩渲染得一片星红 修罗位 见此一幕 宁愿没一条 随即笑道 看来真的是伟贵客呢 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章 修罗位成军之后 就部署于宁家战兵军列 只受宁愿与宁老太军统侠 而宁愿 为了避免使皇的鱼丝瓦破 对宁家进行报复 所以 这半月来 一直都让修罗位助手在百段关周围 提防任何异动 但是现在宁老太军 却将修罗位照了回来 可见 这一次登林上门的贵客 不仅仅是身份尊贵 一身实力更是惊人 现如今在这北域之中 与宁家有所关联 又值得宁老太军摆下如此正式的强者 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一人了 心思之间 宁愿眼中倒是多出了几分好奇来 在继无双的搀扶之下走进了大厅 进入大厅之后 首先见到的 便是坐在手座之上的宁老太军 只见老太军满脸笑意 高兴不已 和外面那满脸肃杀的修罗泪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手座之下 静坐着一人 身形伟岸如山 举手投足之间 透露出不反给一群强者气度 正是那先天神静的强者 天南王朝风 果然是他了 见到朝风 宁愿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了然之色 随后走上前向宁老太军行了一礼 见宁愿来了 宁老太军脸庞之上笑容更甚 问道 元儿 你的伤可好一些了 宁愿点了点头 道 好多了 这就好 宁老太军一笑 随后介绍道 元儿 快来见过天南王爷 当年与我宁家先祖可是至交好友 我们已经见过了 话语之中 宁愿转而望向了朝风 眼神颇为安慰 见此 朝风也是一笑 转而对宁老太军说道 老太军 可否让我们两人单独谈谈 这 听此 宁老太军有些迟疑 如今宁愿伤势未悦 两人单独谈话 若是朝风骤然抱起 对宁愿出手怎么办 虽然朝风是宁家先祖的至交好友 但那已经是千年之前的事情了 现如今宁家与大秦皇室施不两立 谁也不清楚这朝风的态度如何 再加上他的实力 着实让人顾忌不已 否则的话 宁老太军也不会把修罗略掉来了 不是宁老太军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而是宁愿现在是宁家的晴天之助 容不得出现半点意外啊 见宁老太军迟疑 朝风也不说话 只是看向了宁愿 见此 宁愿一笑 转而对宁老太军说道 奶奶 便让我与王爷单独谈谈吧 嗯 见宁愿开口了 宁老太军心中虽仍旧有些担忧 但还是点了点头 起身说道 既是如此 你便与王爷在此议事 王爷 老身便且先告退了 见此 宁愿也转而身边的纪无双说道 无双 你也出去吧 季无双望了一旁的朝风一眼 随后在宁愿耳旁轻声说道 兄长你伤识未遇 千万小心些 宁愿轻声一笑 说道 放心 不会有事的 好吧 见此 纪无双也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担忧 上前扶住宁老太军离开了大厅 老太军与纪无双离开之后 便只剩下了宁愿与朝风 两人眼神交错 四目相对之间 这气氛变得十分微妙起来 片刻之后 朝风方才出声 说道 你便不怕我对你出手 宁愿淡笑一声 言道 料想忙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听此 朝风不可置讽的一笑 说道 既是如此 那么我也就不废话了 今日我来寻你 只为了两件事情 哦 见朝风如此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来意 宁愿眼神也是多出了几分好奇之色 问道 不知王爷是为了那两件事情 朝风一笑 言道 第一件事 杀影孤明 轻笑话语之中 已是泛起了森森杀意 让这大厅之中的气氛随之一凝 恩 听此 宁愿眼神一阵变坏 说道 王爷当真是简单直击啊 不过 在此之前 是不是先给我一个解释呢 宁愿话语所指 自然是当初在摆断关外 朝风出手拦下宁愿的事情 听此 朝风摇摇头 说道 你竟然还记着这件事情 未免太小心眼了吧 宁愿一笑 说道 只是心中不解 不吐不快 哎 朝风又是摇了摇头 说道 当日我出手了你 原因有三 一是我欠了育儿 也就是地妃一个人情 二是我不想看你玉石俱焚 银姑明虽然是个废物 但他身上那九道龙脉之气非同凡响 若是他自毁龙脉之气与你一战 那么结果只会是玉石俱焚 我可不想让我那小尊女还未嫁就先当了瓜子 至于三么 说到这里 朝风眼神变换了一阵 随后沉声说道 那就是银姑明 不能就这么死了 恩 听这话 宁愿也是皱起了眉胆 问道 为何 听此 朝风冷声一笑 说道 因为他身上那九道龙脉之气 龙脉之气 宁愿神色有些不解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龙脉之气是什么东西 见他一脸不明 朝风摇了摇头 解释道 这龙脉之气 乃是那银姑明假借秦皇陵之名 布下大阵 强行聚集大秦将于十方地脉而成的 你若是要杀银姑明 他定然不会坐以待毙 一旦他自毁龙脉之气 以玉石居焚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危险 这大秦也会因龙脉之气破碎 而导致地气流失 天灾降临 届时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听此 宁愿眼神异了 韩生道 当真是好手段啊 若不是有这一重护身符 千年之前他早就已经死了 朝风冷哼一声 话语之中 却是隐隐带着一丝悔恨与不甘 听此 宁愿望了朝风一眼 心知千年之前 他与那始皇定然有一番恩怨 不过看他的神情 似乎不想提起 所以宁愿也没有不识趣地发问 而是说道 既然那营孤明有龙脉之气护身 那么王爷打算如何杀他 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啊 朝风倾笑说道 听此 宁愿微微皱起了眉蓝 说道 只怕要王爷失望了 如今我伤势未悦 再对上营孤明 胜算不足三成 宁愿说三成其实都是高的 无法动用天之血的他 根本不可能对有 真龙天后护身的始皇造成威胁 至于剑圣那张英雄塔 不提也罢 他还没有发疯到 拿自己的命去换始皇的命 听此 朝风魂不在意的一笑 说道 不如听我说完 你再思量看看 要不要拒绝 恩 宁愿眼神微微变换 注视着朝风片刻 方才说道 王爷醒说 见此 朝风脸庞之上的笑容更甚三分 问道 你可知营孤明折服千年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宁愿却是开门见山的说道 王爷还是不要卖关子了 有什么话便直接说吧 果然是一家人 朝风摇摇头 道 千年之前 营孤明欲要横扫六国 一统北域 以此 成就北域人荒之位 获得北域龙脉加持 但在三大圣地的插手之下 功亏一溃 他心有不甘 所以 方才建造了秦皇陵 在其中折服千年 终于成就了九道龙脉之气 如今重出 看起来 是要完成千年之前的遗憾 奔顶北域人荒之位 但其实 他的图谋远不止于此 话语之间 朝风眼内浮现出了一丝丝冷沙意 难难道 他不仅仅要当北域人荒 还要当那妖界妖皇 恩 听此 宁渊眼神终是不由一变 不过 却没有出生 朝风望向了他 轻笑说道 若是以寻常的办法 自然没有半点可能 毕竟妖族桀骜不驯 以他们的性格 就算被灭族 也不会承认一个人族的皇者 但如果迎孤灵能够得到那一样东西 就不同了 听此 宁渊心中也十分好奇 问道 什么东西 龙脉 朝风话语一沉 冷声说道 妖族的龙脉 妖族的龙脉 这话让宁渊也是一惊 不错 便是妖族的龙脉 朝风点了点头 目光森冷地说道 在上古之时 主宰神舟无语的 并非是人族 而是妖族 亿万妖族遍布神舟大帝 那个时代 妖方是正统 妖族之中有无善皇者 建立了妖族地庭 掌遇天地 这两位妖皇 一位被称之为天皇 一位被称之为帝皇 乃是上古之时最为顶峰的强者 据说 远古神都难以匹敌 天皇 帝皇 宁渊 难难说道 对这上古心秘 他心中也不由地 升起了一丝好奇 而朝风则是继续叙述道 在那个时代 妖族是天地之间的主宰 无人能敌 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何 妖族还是衰败了下去 天皇与帝皇不知所踪 随后 人族崛起 三教百家争鸣 再之后便是那一场上古神战 神舟破碎 化为五句 宁渊听了一阵 终于忍不住问道 这和妖族龙脉有什么关系 朝风一笑 说道 妖族虽是衰败 但妖族那两位无善皇者 曾经以大神通 凝聚神舟十方地脉 化出了一条妖族龙脉 作为妖族再次崛起的底蕴 谁得到了这条妖族龙脉 那就是无可置疑的妖族之谎 而现如今 这一条妖族龙脉 就在大秦疆域之内 话语之中 朝中望向了宁渊 笑道 我想 你应该知道是哪里了吧 宁渊眼神一明 陈生道出三字 北前山 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一章 不错 正是那北前山之中的妖族秘境 朝风喃喃一声 想宁渊叙述起了千年之前 那一场人妖之战隐藏的新秘 千年之前 妖族倾尽一介之力 妖族十大皇外为首 统领亿万妖兵攻入北日之中 这一战来得太过突兀 太过意外 北域各大势力都没有防备 根本挡不住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妖族 因此 半年时间 北域九城将域 尽数沦陷于妖族之手 只有三大圣地信念于难 接下来 妖族盘在北域之中 盘踞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才被三大圣地为首的仁祖联军在天掘峰击败 不得不退出了北域 虽然击败了妖族 但是 北域各大势力 心中都有一点疑惑无法解开 妖族为什么要进攻北域 那东方妖界将域广阔无银 资源丰富 虽然意变之下 天地元系日渐稀少 修行之路也变得艰难起来 但怎么说 都好过被五神员工笼罩的北域不是 这五神员工 可是等同于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 妖族攻入北域 这不是再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既然不是为了疆域 也不是为了生存资源 妖族为什么要承受着五神员工的威胁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甚至于十大黄外进出 倾尽一介之力攻入这北域之中呢 妖族这么做 肯定不会是吃饱了撑着险的没事干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图毛什么 所以最终 众人随便给妖族找了一个生性凶残 欲要图入北域的理由之后 就不了了之了 但有些事情终究是无法彻底掩埋的 妖族攻入北域所图毛的东西 最终仍旧是被一个人发现了 这个人 就是帝妃 那被誉为神女的帝妃 他辅佐使皇荡平妖族 夺回了咸阳古城之后 便发现了北前山之中的妖族秘境 当时这妖族秘境之中 有一位黄血大妖守护 哪怕使皇兵临城下之后 这黄血大妖也没有半点退走的意思 帝妃看出了不对 便与使皇还有朝风三人 联手将这头黄血妖族斩杀 然后一同探索这妖族秘境 结果第一次探索 却是无功而返 什么都没有发现 再之后 使皇平定了妖族祸乱 建立了大秦帝国 封朝封为天南王 让他镇守天南 提防妖族再次来反 说到这里 朝风不由地一笑 只是笑容尽是自嘲之色 南南说道 那时我完全相信他 一字一句都没有怀疑 结果没有想到 他却骗了我 不错 帝妃骗了朝风 其实第一次探索妖族秘境的时候 帝妃就已经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妖族龙脉 只不过他没有告诉朝风 因为他知道 这龙脉之主只能有一人 而这个人 不能是朝风 所以在大秦帝国建立之后 在帝妃的授意之下 使皇将朝风封为天南王 让他永远镇守在天南 然后使皇便能一人独占 这妖族龙脉 但是使皇与帝妃没有想到 朝风最终还是发现了 这妖族龙脉的秘密 使皇与帝妃 虽发现了这妖族龙脉 但使皇修为太弱 又是人族 根本无法吸收这妖族龙脉的力量 帝妃再一次被使皇筹谋 让他横扫六国 然后一统被遇 问顶人皇之位后 以人皇之尊吸收妖族龙脉 但是这个办法 也因为三大圣地的插手 而功亏一篑 不得已之下 帝妃只能够让使皇假死退隐 建立秦皇陵 吸收大秦相遇十方地脉 凝练九道龙脉之气 在帝妃的毛话之中 只需要千年时间 这九道龙脉之气便能汇聚完成 届时使皇在这北域之中 便是无敌的存在 轻易便能扫平三大圣地 然后一统北域 问顶人皇之位 最终将纳妖建龙脉吸收 然而帝妃没有想到 这个过程之中 出现了一个意外 那就是朝风 当年朝风与使皇 同样是帝妃的追求者 结果帝妃选择了使皇 朝风心中不甘 但却也无可奈何 因此 他被封为天南王之后 就没有再回过一次咸阳 直到使皇假死 朝风想着 见帝妃最后一灭 便来到了秦皇陵 然后他便发现了 帝妃在秦皇陵之中 布下的阵发 这让朝风心中生疑 便潜伏了整整半年 至于见到了帝妃与使皇 从秦皇陵之中离开 随后 朝风追踪两人 来到了北贤山妖族秘境 终于发现了 这妖族龙脉的秘密 但随后 他也被使皇发现了 虽然他与使皇是结义兄弟 但天家无情 皇陵之下 连父子都可反目 这区区结义之情 又算得了什么 为了守住这妖族龙脉的秘密 使皇下了杀手 帝妃也站在了使皇这一边 以奉与神功将朝风一箭射杀 不过这一次 使帝妃骗了使皇 他在暗中做了手脚 让朝风假死 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初在百段官下 使皇见到朝风之时如此失态 因为朝风对于他而言 是一个已经死了整整一千多年的死人 而朝风在帝妃见下夹死逃生之后 便寻访古迹 甚至前往妖街与神州 探索了诸多上古秘文 终于彻底明白了使皇的图谋 然后他回到了北域 也折服了下来 等待着使皇重出 终于他等到了 千年之后 使皇重现 已经身负九道龙脉之气 朝风知道 自己无法遇之抗衡 所以他仍旧隐藏在暗中 等待着机会 直到使皇亲征摆断衫 结果在宁元手中惨败 遇到自毁九道龙脉之气 玉石俱焚之时 没有办法的帝妃 喊出了他的名字 这个时候朝风才知道 帝妃早已经发现了他 只是一直没有开口 直到眼见使皇 要与宁元玉石俱焚 他才不得不将希望放在了朝风身上 为了还帝妃当年的救命之恩 也为了不让宁元与使皇玉石俱焚 还有避免了九道龙脉之气毁灭的严重后果 朝风这才出手拦住了宁元 让使皇逃得了一条性命 一番叙述之后 朝风看向了宁元 自嘲一笑 说道 这就是一切的始末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曲折离奇 嗯 一般吧 宁元魂不在意地说道 事实上 当宁元听到朝风换那帝妃交育儿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三个人之间有一段十分曲折的过往 一个是大秦之谎 一个是天南之王 再加上一个风华绝代的神女帝妃 简直是各种电视剧与小说的绝佳设定 所以 这三个人搅合在一起 出现多么狗屑的事情 宁元都不意外 甚至他都准备好听朝风和帝妃有一腿 始皇其实戴了一千年的绿帽之类的故事了 所以宁元表示很淡定 反正这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朝阳是朝风的孙女 怎么也不会变成帝妃的女儿来 所以宁元该怎么弄死地 非与始皇就怎么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话又说 回来了 废话了这么多 重点一直没提出来 要怎么样 才能够再不毁灭的九道龙脉之气 把始皇解决掉 想着 宁元望向了朝风 感受到了宁元的眼神 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朝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杀宁孤明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等他吸收妖朵龙脉 恩 听此 宁元挑了挑眉 问道 怎么说 朝风眼神之中泛起一丝冷色 寒声道 假死之后 我前往妖界里终遇 查找了无数古籍 终遇找到了 宁孤明要如何吸收妖界龙脉的办法 那就是 以自身人黄龙脉注入妖界龙脉之中 让这两条龙脉融为一体 他方才能够将其吸收 否则 这妖界龙脉的恐怖力量 他根本承受不住 宁元昼眉说道 但是现在他没有人黄龙脉了 他 这还不是归功于你 听此朝风不由的一笑 说道 宁孤明如何也想不到 千年之后 竟然出现了你这样的变数 连真龙天护都挡不住你 如今他在你手中惨败 大势一曲 不要说一统北域问鼎人皇 连着大秦的皇位他都坐不住了 再加上你的威胁 他想必已经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要么逃 要么就是铤而走险了 说道之力 朝风笑容之中多出一丝冷意来 南南说道 颖孤明自然极其自负 为了这妖族龙脉 他折服千年 现如今要他逃 如何都不可能 所以他只剩下一条路 以九道龙脉之气 代替人皇龙脉 强行将那妖族龙脉吸收 届时 便是斩杀他的最好机会 他 看来王爷已经算好了一切了 听此 宁渊不由笑道 朝风望了他一眼 道 你也无需这般看我 若是你尝试过 那被最信任与最心爱之人联手杀死的滋味 那么你便知道 用什么手段来复仇都不为过 不错 宁渊点了点头 笑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件事情就免去我那份吧 和王爷这等枭凶人物联手 实在让人难以放心 再且说 王爷要复仇 何须拉上我这重伤未遇的人 神武圣殿现如今应当还有不少先天神经的高手吧 恩 听此 朝风眼神一明 深深地望了宁渊一眼 随后不由地大笑 道 当初宁狂老弟若是如你一般 那么 这大秦防卫 就不是那迎孤明能做的了 被完戴续 第262章 一番话语之后 听内却是一时无声 两人眼神交错之间 气氛更是变得莫名紧张 宁渊神色平静 先前一番话语 已然言明了 他对于朝风的态度 他并不信任朝风 虽然他是朝阳的祖父 但朝阳是朝阳 朝风是朝风 两人不可混为一谈 现如今宁渊与朝风见面才不过两次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陌生人 宁渊便是心在大 也不可能信任朝风 更不要说 他还是神武圣殿的人 当日在百段关下的一战之中 宁渊动用了天之血 上古禁忌神兵之威 便是有真龙千护在身的始皇 都难以抵挡 但朝风却是正面挡住了天之血一击 让始皇抓住机会逃了一命 这不仅仅是因为朝风的实力强横 更是因为他身上有一样十分关键的东西 五魂 正是因为有了五魂 朝风才能够在北律之中施展先天神经的实力 并且挡得住宁渊的天之血 显然 这五魂并非朝风自己修成的 若是他能修成五魂 那么 他怕是早就杀尽秦皇陵斩了始皇呢 哪里会等到现在 既然不是自身修成 那么 这五魂只可能是继承而来的 这就和神武圣殿脱不了关系了 先前宁渊就直接点破了这一点 而朝风的反应也是默认了宁渊的话语 因此 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宁渊和神武圣殿的关系绝对谈不上友好 而朝风又是神武圣殿的人 仅凭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让宁渊心生提防 再且说 谁也不能保证朝风方才那些话就是真的 若这是帝妃在背后算计 所设下的一个杀局怎么办 宁渊伤势未遇 不能动用天之血 手上也只有一张剑圣的英雄哈 若是陷入帝妃的杀局之中 如何能抗衡身怀真龙天护的始皇 更不要说还有朝风与帝妃两人 所以宁渊拒绝了朝风联手朱沙使皇的提议 这不是他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这其中的道理 朝风也是明白 所有现如今两人都是沉默着 无人出声 在这般微妙的气氛之中过了片刻 朝风终于打破了沉默 轻声道 心有戒备是理所当然 你若是直接答应了 那么反倒该换我怀疑了 不过此事关系重大 你当三思而行 恩 听此 宁渊眼神变幻一阵 却没有出声 只是宁望着朝风 朝风神色平静 轻声说道 你不出手 我杀不了盈姑明 而一旦让盈姑明成功吸收了妖族龙脉 那么 这北玉再无一人是他敌手 你想必也不例外 届时后果如何 你应当逼我清楚 听此 让宁渊不由地皱起了眉蓝 若是那妖族龙脉 真的如若朝风所说那般存在 那么 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 以宁渊现如今的实力加上修罗位 完全不将始皇与帝妃放得严重 就是加上一个朝风 至多也就是五五之数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是皇若是吸收了妖族龙脉 这平衡毫无疑问会被打破 届时宁渊也许能够安然无恙 但宁家上下怕是 想到这里 宁渊眼神之中 渐渐多出几分冷意来 妄想朝风说道 王爷既是神武圣殿之人 那么 为何不请神武圣殿出手 这妖族龙脉 神武圣殿难道就不动心吗 神武圣殿 他 听此 朝风却是不屑一笑 说道 你与神武圣殿也有过了几番接触 难道还不知道这神武圣殿如何吗 这话让宁渊眉不有一条 眼神压抑地望了朝风一眼 说道 王爷这话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朝风仍是淡笑 言道 因为我是神武圣殿之人 所以 才更是了解他们 此事传出之后 他们定然会出手 这妖族龙脉 也必将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宁渊一笑 说道 这不是正好吗 反正我对这龙脉也不感兴趣 朝风也是一笑 说道 我知道你对龙脉不感兴趣 但问题是 这妖族龙脉 可是和你那小妹 气无双有关了 恩 此话一出 宁渊眼神亦是不由一宁 追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见宁渊隐隐有些着急了 朝风也不卖关子了 说道 你该不会忘记错 不久之前 有一道凤凰之影 落入百段山中 与寄无双融为一体的事情吧 宁渊冷声说道 这与那妖族龙脉又有什么关系 朝风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清楚 但若是与那妖族龙脉没有关联 宁渊明岂会费那么多手脚 先是派人赐婚 之后又亲征百段山吗 所以 无论这妖族龙脉是被淫孤明吸收 还是被神母圣殿占据 对你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吧 这话让宁渊沉默了下去 对于融入既无双身体之中 那一道凤凰之影 他一直都戒怀于心 只不过 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前 宁渊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朝风再一次提起 宁渊就不得不重新正视这个问题了 现在 想要将那凤凰之影 从尽无双体内驱出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一来 宁渊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铤而走险 心想至此 宁渊看向了朝风 说道 我身上的伤势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 听此 朝风点了点头 道 无妨 凝孤灵当初被你打破真龙天护 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他就是想要冒险吸收妖族龙脉 也需要将这伤势恢复 我们应当还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吗 宁渊喃喃一声 心中思量了片刻 随后对朝风说道 那你可知识皇什么时候会动作 朝风微微一笑 说道 当初为了封住那条妖座龙脉 不被外界察觉 帝妃在北前山设下了大阵 如果那阵法已经被我回去 他们想要重新进入秘境 就必须再次建造阵法 我便会有所察觉 届时便来通知你 好 宁渊点了点头 随后又是想到了什么 问道 忘了 你方才说来 咨询我有两件事 第一件说了 那么 第二件呢 你不说我都忘了 听此 朝风不由的一阵大笑 随后 神色玩味的扫射了宁渊一眼 道 不过我决定还是不说了 有些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一点为好 宁渊 被玩待续 第二百六十三章 半月之后 北前山军营之外 十万铁甲进军驻守 层层环绕 三冷冰封将这北前山包围的水泄不通 凶凶速杀之势 更是让人不有心惊 正是此时 却见军营之外 两道身影缓拨而泄 什么人 突然出现了两人 顿时引起了守卫禁军的注意 冷声一喝之间 已然是刀兵出窍 随时都有可能冲杀而出 十万禁军 肃杀军士 一眼便可让人心惊胆烈 但却两人脚步仍旧是不吉不徐 一派自信从容 不吉不徐的脚步 但速度却是极快 缩地成寸一般 不过 眨眼之间 便来到了一众铁甲禁军之前 杀 见此 禁军守将眼神一冷 虽心之来者是绝顶的强者 但如山军令之下 他仍旧是毫不犹豫 冷喝一生之间 已是身先士族 带领一众禁军杀将缓步而来的两人 禁军冲杀而至 道道杀声长笑而起 先军万马之势 宛乱怒海狂笑 似要吞没一切 然而那两人脚步仍是不停 一人步步踏开之间 周身涌现出蓬勃无比的真缘 怒海千涛一般席卷八光 真缘蓬勃 施不可挡 席卷所过之处 铁甲禁军断线风吹一般倒飞而出 落到之时 虽未毙命 但却是周身麻痹 难挤动他们了 伤而不伤 恰到好处 尽显出手之人 高深莫测之修为 面对如此高手 十万铁甲禁军 虽是汉不畏死的冲杀而上 但仍旧是拦不住两人脚步 真缘席卷所过 无数铁甲禁军皆被轰飞而出 不过 片刻之间 两人便已进入来到了北前山军营中心 也就是那一座通往妖族秘境的大阵所在之处 千年之前 帝非发现了 这妖族秘境之中隐藏的妖族龙脉之后 亲手布下了五行五项大阵 以此封印妖族龙脉的气息 同时 也隔绝先天之境的高手入内 只不过 妖族龙脉需要妖族之力孕育 才能够渐渐苏醒过来 所以 千年之前 帝非驱赶了不少妖族进入秘境之中 之后 又定下了每十年一次的大秦妖猎 说是 为了避免秘境之中的妖族壮大 其实 真正的目的是 为用这些妖族之喜来滋涨龙脉 让其苏醒过来 有了这个名义 再加上这五行五项大阵的存在 千年以来 都无人发觉 这妖族秘境之中隐藏的龙脉 全都以为 这只是一处寻常的秘境而已 但这隐藏了千年的心力 最终还是被人揭开 而这一重五行五项大阵 也成了一片废墟 只不过 现如今 在这废墟之前 站着一人 身穿泥雨宫装 头戴凤冠狭配 周身更是有道的朦胧神光闪动 贵不可言之间 更是透着无上威严气度 家人独立 最难以看清她的面容 但谁都可以确定 在这朦胧光芒之后 一定是一张倾国倾城 风华绝代的绝世容颜 无庸置疑 能够拥有如此气度与风姿的女子 在这北狱之中 也只有那一位称之为神女的帝妃了 见到帝妃 两人的脚步也是一停 嘲讽眼神变换不定 注视着眼前这一个自己爱了千年 也恨了千年的女人 眼前之中是难以形容的复杂 而宁渊则是忽略了帝妃 看向了她身后建立起的那一个传送门 早就在始皇与帝妃开始亲生摆断山的时候 嘲讽就来到了这北前山 将帝妃辛苦设下的五行五象大阵尽数回去 正是因为如此 始皇与帝妃战败逃离之后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这妖族秘境之中 无法进入秘境 又要担心宁渊的赶尽杀绝 始皇与帝妃只能够回到了秦皇陵 疗养伤势的同时 也是在为最后一步做准备 始皇与帝妃都十分清楚 五大禁军覆灭之后 只凭他们两人根本无法抗衡宁渊与修罗位 而无法跨越宁渊这一重阻碍 纳横扫六国 一统北域问鼎人皇之位 也都是空口白话 在这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始皇与帝妃就如若朝风预料的那般 做出了铤而走险的选择 打算强行吸收这妖族龙脉 只不过五行五象大阵被朝风回去 以大秦帝国陷入金的资源 根本无法重新建造这么一座阵法 无奈之下 帝妃只能将妖族秘境的通道打开 这秘境通道受妖族龙脉指令影响 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帝妃要设下五行五象大阵的原因 就是为了封闭这妖族秘境 如此这秘境通道再一次打开了 也就是说始皇已经进入其中了吗 心想至此 宁渊望了身旁的朝风一眼 朝风也是回过神来 向宁渊点了点头 来着北前山之前 宁渊与朝风就已经商议过了 由朝风挡下帝妃 宁渊去斩杀始皇 之所以这么分配 是因为那阵妖剑还在朝阳手里 朝风没有神兵 防守有余而攻击不足 而始皇虽然要将九道龙脉之气打入妖族龙脉之中 但一身修为根基还在 朝风出手也不知道能不能斩杀始皇 若是给始皇争取到时间将那妖族龙脉之力吸收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宁渊的任务进入妖族秘境 迅速使皇斩杀 而朝风则是全力出手拦住帝妃 让她无法持缘 这虽然让人心中有些生疑 但宁渊既然选择了与朝风合作 就已经有了铤而走险的准备 眼神交错之后 宁渊便迈步朝秘境通道走去 而此刻那帝妃也是回过了神了 那千千玉手在虚空之中一抚而过 顿时一声奉鸣响起 化作一口长剑落入了帝妃手中 正是与那天子间配对的先天神兵 天凤剑 剑子朝风摇摇头 轻声一叹之间 身影闪动而出 直接挡在了帝妃天凤剑前 言道 玉儿 事已至此 你还是放手吧 听此地妃也是不由一探 低声说道 陛下已经开始吸收妖躲龙脉 千秋鸿途江城 朝风 是我对你不住 但这一次 我不能让 朝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神渐渐升起一丝森冷沙鸡 难难道 既然如此 玉儿 莫要怪我了 话语之间 只见道道星红见光绽放 在朝风深后 凝聚出一道虚幻身影 气势蓬勃 隐隐于天地之中的武神原功产生共鸣 威势更强三分 正是那武者精气神三力凝聚 一身武道根基所在武文 一出手 便尽全力 不只是朝风心中杀鸡一动 更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 帝妃的恐怖 纵然他身怀武魂 在这北域之中站尽了地利 对上他也不敢有丝毫轻视 眼见朝风动用武魂 阎镇一带 宁渐脚步也是加快了几分 朝秘境通道走去 见此 帝妃没有再次阻拦 因为他也十分清楚 朝风是不会让他拦住宁渊的 冷免注视着宁渊进入逆境通道之后 帝妃方抬望向了朝风 轻声说道 不想千年之后 你我再会 竟然会是这样的局面 对此 朝风不语 平静地注视着帝妃 眼神似要穿透那一层朦胧的神光 看到之后的面容 甚至于他的内心 这般沉默了片刻 朝风眼神之中浮现出了一丝莫名神情 南南说道 千年了 你我相识以来 我始终看不清你的心 凝孤明是不是也同样 帝妃摇了摇头 轻声言道 他与你不同 是吗 朝风眼神便换着 最终发出了一声轻笑 道 我想知道 究竟是怎样的不同 让你从我们几人之中选择了它 听此 帝妃竟是不由一笑 南南说道 很快 你就会明白了 恩 这一句话语 让朝风眼神微微一宁 心中莫名地感到有些不安 与此同时 妖族秘境之中 穿越了那空间通道 再一次来到了这妖族秘境 宁愿便感受到了一股雄尘无比的力量 自从天地之中降下 先是压在它身躯之上 随后穿入体内 将它一身雄厚的肛原尽数封进 任由它如何催动都无法运转 这就是妖族秘境之中 源自于龙脉的封进力量 宁愿身为人族 体内没有妖族原力 自然会被这龙脉之力影响 所以 这一身肛原都被封住了 寻常舞者 体内原力被封之后 一身实力可以说去了九成 因为舞者的力量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体内的原力 而想要发挥神兵的威能和施展强横的武技 全都需要体内原力作为催动 不过 好在宁愿除去了一身肛原之外 还有更为强横的肉身 肛原被封 虽然它的实力降低了不少 但起码还有一战之力 这也是宁愿进入妖族秘境的原因 若是换成朝风进来 先天神境的力量引动龙脉之内镇压 到时候别说杀屎黄了 他能不能动弹都是个问题 感受着体内被封禁的肛轮 宁愿摇了摇头 他现在只希望那屎黄也受到这妖族龙脉之力的压制吧 否则的话 心思之间 宁愿抬起头来 欲要寻找屎黄踪迹 不要看妖族秘境不小 但宁愿却一眼就锁定了始皇的方位 因为此刻 在东方天穷之中 有九道龙颖长孝翻腾 金色神光涌动 是冲云霄 表演夺目 被玩戴续 第二百六十四章 这么大的阵仗 就是宁愿想要找不到都能忘 望了一眼 那九道长孝的龙颖 宁愿摇了摇头 身随风行 眨眼便已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之后 宁愿便赶到了那龙颖长孝之处 赫然是一条山脉 这一条山脉雄伟至极 自从东方骑士 蔓延近千里 宛若一头神龙俯卧在地 山脉之首 也就是宁愿如今所在之处 更有一座高峰昂阳向天 隐隐成龙手之态 见此 宁愿眼神不由一鸣 南南说道 果然不愧是妖族龙脉 若是再给他几千年 说不定就要彻底化龙呢 宁愿没有兑换诸葛孔明的技能 因此并不精通奇门顿甲之术 但两次使用英雄卡布置八阵图 让宁愿对于这风水地势也有几分了解 天地有灵 天灵难寻 地灵难定 这天灵指的是上天气运 只有极其特殊的人才能够获得这天运加持 例如历代人皇 三教教主 百家巨子 又或者每一个纪元的天地主角 如若妖族天地双皇那般的人物 才有可能身负天运 因此万法不侵 神魔屁易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能化险为已 所以这天灵气运是命中注定的东西 求也求不了 不见使皇辛辛苦苦 为了趁北御人皇之位谋化千年 结果还是功亏一篑吗 天灵气运虚无照妙 自然是难以寻找 但地灵却不同 地灵指的就是地势地脉 真真正正存在的 只不过这地脉与大地融为一体 宛若潜伏在大地之中的蛟龙 寻常人纵然是知道地脉所在 也无法掌握这股力量 所以叫做地灵难定 但如果有大神通 也不是不能将这地脉凝聚 好像帝妃 他就布下阵法 强行汇聚了大秦帝国的地脉 以此练就出九条龙脉之气 而眼前这妖族龙脉也是如此 上古之时 大妖族两位无双皇者 汇聚神舟十方地脉 凝聚成了这一条独一无二的妖族龙脉 当时那一条龙脉 几乎可以说是一头真龙脉 有这样的一条龙脉庇护 足以让妖族在昌盛一个纪元 但是不曾曾想到 炼却妖族龙脉之后 天地双黄无故消失 这一条龙脉重新融入大地之中 妖族无力掌控 接下来便是人族崛起 三教百家争鸣 最后上古神战 打得神舟破碎 化为五玉 这与神舟大地融为一体的妖族龙脉 也遭受波及 破碎成数段 分别落入无欲之中 所以 这妖族秘境之中的龙脉 其实只是妖族龙脉的一部分而已 但哪怕只是一部分龙脉 如今都有化为灵慧的趋势 一旦化龙 那就是天生神灵 能可比你上古之神的存在 一旦让始皇将这一条龙脉吸收 不要说这北域了 就是强者如云的神舟 怕都没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 心念至此 宁愿也顾不上欣赏这龙脉的威势 身影一纵 冲入了山脉之中 直往那九道龙脉之气 盘绕之处赶去 这九道龙脉之气所在 赫然是这山脉之中的一处山谷 也是这龙脉核心所在 只要将这九道龙脉之气 注入山脉之中 便能够与妖族龙脉融为一体 将其吸收 宁愿赶到这山谷之时 便见那九道龙脉之气环绕当中 一人身影凌空而立 九龙环身 龙袍地关 不是那始皇盈孤明又是何人 宁愿见到了盈孤明 盈孤明同样也见到了宁愿 不过他却是毫无句子 反而不屑一笑 冷声说道 只有你一人而已 杀你足够 宁愿十分干脆 探少换出血龙胆 横枪而立 杀鸡暴起 杀朕 就凭你 他 见此 盈孤明不由的一阵大笑 随后 周身九道翻腾的龙脉之气 长吟一声 直接轰入了大地之中 九道龙脉之气 注入大地之中 顿时 一阵阵龙吟 怒笑之声响起 大地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波及到了这一座山脉 使其不住地颤抖着 山体不断地崩碎开来 这给予人的感觉 就好似一头被埋葬了千年的怒龙苏醒 如今正要从大地之中挣脱而出 龙吟怒笑 地动山摇 这妖族龙脉之力已被唤起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见此 宁愿也不敢怠慢 纵身越过虚空 同时 一枪横扫而出 破碎风云 直攻盈姑明而去 对此 盈姑明是冷冷笑 体内黄着龙人催动 身影随之变换 直接避开了宁渊来势汹汹的一击 历经百断关之下 那一场惨败之后 盈姑明深知宁渊实力强横 纵使有着妖族秘境之中的龙脉之力封禁 也一样不可小视 而他如今将九道龙脉之气注入妖族龙脉之中 没有真龙天护在身 哪里敢正面抵挡宁渊的攻击 所以 一开始 盈姑明就选择了闪退避让 以此拖延时间 主要九道龙脉之气 与妖族龙脉融合 他便能借这妖族龙脉之力为己用 届时不要说一个宁渊 就是北域之中 所有先天神经的高手全部杀了 盈姑明都不放在眼里 眼见盈姑明不断退让 宁渊如何不明白 他是想要拖延时间 但明白归明白 宁渊一时也无可奈何 他体内肛原被封 连凌空虚度都有些困难 而盈姑明的皇者龙元 却能抵挡妖族龙脉的压制 能够动用真元 盈姑明又一心拖延 宁渊一时之间还真的奈何不了他 这让宁渊皱起了眉感 心中便打算使用英雄卡的时候 忽然 银 一声龙银怒笑而起 天地震动 整座山脉竟是轰然崩碎开来 崩毁的山体之中 一道道金色神光绽放而出 冲入云霄 直将千穷渲染的一片金黄 朕的龙脉 终于 见此一幕 盈姑明不由地长笑一声 也不再理会宁渊 直接往那崩毁的山脉之中冲去 欲要吸收妖族龙脉之力 但盈姑明方才一动 翻腾崩毁的山脉之中 骤然绽放出一道璀璨金光 宛若射日一剑 直接射向了盈姑明 什么 见此一幕 盈姑明神色骤然大变 惊骇无比地欲要闪退 但他的速度 又怎有可能企及这龙脉之力爆发的惊天一击 轰 只听一声轰鸣 金光贯穿虚空 直接轰击在了盈姑明的身躯之上 龙脉之力 恐怖的难以形容 盈姑明是连一声悲鸣都来不及发出 身躯就被这一道金光轰击的粉碎 漫天血肉飞洒 隐约破空破碎的龙袍与地关 落入那震动崩毁的山脉之中 这位大秦之主 曾经约要一统北域的皇者萧雄 最终竟是落得这么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被玩戴续 第265章 眼见盈姑明被龙脉之力一击轰杀 宁元也是一脸的错愕 方才眼见盈姑明就要吸收龙脉之力 宁元都已经准备不惜代价 使用剑圣的英雄卡 与盈姑明生死一波了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转眼 这还气势汹汹的盈姑明 就被龙脉之力给轰杀承扎了 这算什么 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着吧 不对 不过很快 宁元便从错愕之中回过神来 低头往下方的山脉看去 眼神顿时一凝 此时此刻 只见 就到龙脉之气 化为龙颖怒笑 在这山脉之中不断翻腾穿梭 以至于这一片山脉都在剧烈地震动着 一座又一座的山巒崩塌破碎 大地轰然裂开 隐隐透出一道道璀璨夺目的金色神光 龙脉 这妖毒龙脉已经开始苏醒了 那九道龙脉之气 如今已经化作了一片星红 宛若九头血龙在山脉之中 不断穿梭方腾着 但他们不是与这龙脉融为一体 而是在不断地攻击着这妖毒龙脉 似乎要倾尽一切的力量将其毁灭 只不过 这九道龙脉之气虽然不凡 但是 和这上古妖毒龙脉相比起来 人就太过弱小 弱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在这九道心红如血的龙脉之气冲击之下 骤然 大地震动 石座散乱崩塌 而后 璀璨金光绽放之间 一幅震撼无比的景象 呈现在了宁人眼前 已经崩毁了大半的山脉之中 只借一头金色神龙盘卧 龙身庞大至极 绵延千里 龙手威严 透着屋上气度 昂扬向天 璀璨夺目的金色神光绽放 将千雄都渲染了一片金黄 风云湿色之间 一声震撼九天十地的龙吟之声怒笑而起 银 一声龙吟怒笑 天地震撼 那九道龙脉之气遭受波及 竟是连挣扎都挣扎不了 直接就崩碎开来 化作九道血光冲入了这金色神龙体内 吸收了这九道龙脉之气候 这金色神龙再一次仰天怒笑 紧闭着的龙眸骤然睁开 眼眸之中透着彻骨的冷漠 随后 这目光便落在了宁渊身上 眼神一落 立重如山 让宁渊身躯猛然一沉 直接从半空之中坠落而下 重重地轰入了地面之中 身躯坠落之后 那压力更是恐怖 让宁渊感觉 自己仿佛被十座万丈高山镇压一般 不仅仅无法运转体内真元 甚至连动弹都变得有些艰难起来 强 强到了恐怖 这就是这条妖多龙脉给予宁渊的感觉 不过 这沉重的压力 只是维持了短短的片刻 甚至还不等宁渊使用英雄卡抗衡这股力量 那头金色神蒙便已长笑一声 庞大至极的身躯腾空而起 向远方飞去 方向 赫然是这妖族秘境的出口 难道 此刻 宁渊终于明白了什么 神色不由一变 急忙朝秘境出口赶去 与此同时 北前山下 妖族秘境通道之外 朝风与帝妃两人仍在对峙 朝风不动 是因为他不敢妄动 他对于帝妃的忌惮远远超过了始皇 再加上他的任务是拦阻帝飞持缘 因此 能不动是最好 帝妃同样是不动 四不在意 用四在思量着什么 朝风看不清朦胧光芒之后的那一张脸庞 是怎样的神情 就如若他始终看不透 这位女子的内心一般 两人就这么对峙着 沉默之中 气氛变得十分之微妙 这般的沉默维持了片刻 最终 猛然被一道龙吟长笑之声打破 恩 听龙吟生气 朝风眼神不由一变 转而望向了 那通往妖族秘境的空间通道 只见其中神光闪动 透着无边磅礴的气息 让人不由心惊 龙脉之力 难道宁愿失败了 见此一幕 朝风心中不由的一沉 但还不等他动作 便见一道道金色龙气奔腾而出 直逃地飞冲击而去 怎会这样 这让朝风不由的一震 转眼望向地飞 却见他仍是气度从容 面对这席卷而来的金色龙气 不仅仅没有闪退臂杖 反而是上前一步 任由这金色龙气 将他的身影笼罩在内 你 见此 朝风终是明白了什么 眼眸之中是不可置信 还有交错的金怒之色 金色龙气自从空间通道之中 不断奔腾而出 源源不绝地涌入地飞体内 随着龙气的注入 地飞周深蒙隆的光芒渐渐扭曲 破碎 最终化作虚无 消散的光芒之后 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 唇沟倾笑 便已然风华绝代 眼神平静 却有闭靡天下之态 这一幕 让朝风震住了 脸庞之上尽是震惊与错愕 他震惊的原因 是因为他看到了 在地飞脸庞之上 那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金色神纹 苗文 你是 一道诗声话语 是无比的震惊 还有难以接受的恐惧 听此 地飞淡淡一笑 神色平静地注视着朝风 道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你 朝风倒退了三步 望着金色龙气环绕之中的地飞 竟是不由地半跪在地 颤声道 这一切 自始至终都是你的布局 为了矛夺这妖族龙脉的布局 听此 地飞点了点头 轻声言道 数千年前 妖族便已经知晓 这龙脉遗落在了北域 只是 这北域有五神元公笼罩 这妖族龙脉也陷入了沉睡 根本不能将其取回 因此 只能另寻他法 朝风抬起头来 注视着神色平静的地飞 不由地露声说道 所以你化多了人族进入北域 千年之前 妖族之所以徽军杀入北域 全都是为了配合你的计划 让你辅助盈姑明 成为北域人皇 然后取回这妖族龙脉 是吗 风言语 地飞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凤盈月 妖族天凤黄脉 地飞这一句话 不仅仅说出了自己真正的身份 同时也是默认了朝风的话语 哈哈哈哈 听此 朝风不由得一阵大笑 注视着地飞 满脸自嘲 难怪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知道你的来历 难怪在我们七人之中 你竟然选择了盈姑明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 我们七人只不过是你的棋子 哈哈哈哈 声声惨笑话语之中 是自愁 更是难以形容的愤怒与悲痛 其实 在千年之前 朝风心中就已经有过怀疑 地飞太优秀了 优秀到了近乎完美了地步 因此 在她没有成为地飞之前 她被称之为神女 近乎于神一般的女子 但如此完美的人 却无人知晓她的来历 仿佛凭空出现在这北域之中一般 而她辅助盈姑明扫平妖族之时 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无论是谋略 术法 震道 练兵还是自身的实力 都让人一次又一次的震惊 那个时候 朝风便已经心有怀疑 只是她不愿相信 所以才将这怀疑也埋在了内心之中 现在一切真相大白 朝风心中的怀疑也得到了证实 那所谓的五大禁军 其实就是妖族黄迈培养精锐战兵的法门 帝妃以此培养出了五大禁军 那自然是横扫北域 无人能敌 而帝妃的术法 阵法 还有诸多秘术 都和妖族脱不开关系 原来这就是一切的真相 朝风惨笑着 注视着帝妃 轻声说道 盈姑明现在怎么样了 听此 帝妃眼神一阵变幻 最终轻声一叹 道 要唤醒妖族龙脉 必须要以一位人黄的血魂精魄作为际限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难怪你费尽心机 甚至亲手筹谋了一场妖族攻入北域的戏码 原来就是为了能让盈姑明有机会登上人寰之位 可笑 可笑啊 笑声之中 项风缓缓缓地站了起来 望了那妖族秘境通道一眼 冷然笑道 盈姑明 你听到了吗 她悬你 不是因为你多么优秀 而是因为你够纯 纯到了整整千年 都察觉不到半点破绽 最后心甘情愿地为她做了嫁衣 帝妃沉默着 无声回答 默认了朝风的话语 见此 朝风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出声问道 千年之前为什么不杀我 帝妃仍旧沉默着 但眼神之中变换不定 这让朝风眼神也是颤动了一下 随后冷声说道 是因为 你还需要一颗棋子 就算宁姑明出现了什么意外失败 你还能有第二个选择是吗 听此 帝妃悠悠一叹 南南说道 朝风 这就是你与她的不同 也是我不能选择你的原因 欺人之中 唯有你察觉到了我的身份 所以当年我才不得不这么做 但我从未想过要害你 我知道 朝风点了点头 道 否则的话 你当初也不会保住天南 但此时此刻 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话语之中 朝风剑指一扫 心红如血的剑光绽放 凝聚在了她指尖 见此 帝妃摇了摇头 南南道 千年前我别无选择 但现如今 我希望能重选 朝风 与我一同离开这北域吧 当年欺人结役 如今只剩一人苟延残缓 与你走 她 朝风一笑 南南说道 我不想成为第二个隐孤明 话语之中 心红如血的剑光纵横而出 直斩帝妃而去 见此一幕 帝妃无奈地闭上了眼眸 随后 周身龙吟狂笑 璀璨见光绽放 刹那 便将那心红如血的剑光吞没 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六章 妖族秘境之内 看着 那彻底被龙脉之力占据的空间通道 宁渊双眉紧锁 神情之中 隐隐带着一丝着急与不安 虽然宁渊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始皇突兀的惨死 已经说明了许多 也让宁渊心中感到一阵不安 所以 这才急匆匆的 想要离开妖族秘境 但是没想到 这离开妖族秘境的通道 彻底被龙脉之力占据 不要说通过了 就是靠近都无法靠近 等了许久 这浩瀚瀚礴的龙脉之力 仍就不见消散多少 那空间通道却已经有些承受不住 开始扭曲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崩溃 一旦这空间通道崩溃 那么自己岂不是要被困在这里 宁渊心中焦急之际 忽然 一声龙音怒笑而起 那磅礴无边的龙脉之力猛然一冲 彻底穿过了空间通道 也正是如此凶猛的冲击 让那空间通道一阵扭曲 即将要彻底崩溃了 见此一幕 宁渊想也不想 身形画风 冲入了那开始崩溃的空间通道之中 轰 一声轰鸣在宁渊耳旁响起 崩溃的空间通道之力 可怕的力量扭曲肆虐 轰击在宁渊身躯之上 直让他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不过宁渊还是强行压下了伤势 敢在这空间通道彻底毁灭之前冲了出去 冲出空间通道之后 宁渊扫视周围 欲要寻找地飞和崩溃的行踪 在他看来 宁孤宁如此突兀的被龙脉之力轰杀 肯定和地飞或者崩溃有所关联 但宁渊扫视了周遭一眼 却连半个人都见不到 地飞与朝风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剩下满地窗移 似乎被无比恐怖的力量肆虐过一遍似的 连周围的军营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见此一幕 宁渊也是不由的遗政 但之后还不等他仔细探查周遭的情况 便见到那崩溃的空间通道之中精光绽放 一道龙颖破碎空间而出 还有龙脉之力余留在妖族秘境之内 见那龙颖飞出 宁渊不由地皱起了眉蓝 他自然是不知道 先前朝风心生死意 与帝飞拼死一战 让帝飞不得不动用了龙脉之力将他轰杀 结果引动了天地之中的五神员工 化作九道神雷轰击而下 五神员工威能恐怖 帝飞只能够强行将龙脉之力吸收大半 以此挡下那九道神雷 然后不敢在北域之中停留 直接以妖族龙脉之力破碎虚空 离开了北域 帝飞带着大腕的妖族龙脉离开 但还是剩下了一部分龙脉之力 化作了 如今这一道龙影自从妖族秘境之中冲出 冲出秘境之后 这一道龙影竟也毫不停留 直接往远方飞去 方向 刻然是百断山所在 见这龙影竟是往百断山飞去 宁渊神色一变 先是想到了继无双体内的凤凰元神 而后又是回忆起了 凝孤明被那龙脉之力轰杀的一幕 虽然这一道龙影只是一部分龙脉之力幻化而成 远不如先前那般恐怖 但宁渊也不敢保证 它落到百断山之后会发生什么 因此急忙追了上去 想要将这龙脉之力拦下来 只是这龙脉之力幻化的龙影速度极快 宁渊虽有风之痕附语的风之敌意 但修为所限之下 仍旧是无法追上这道龙影 只能勉强跟在山后 无论是那龙影还是宁渊 速度都是极快 因此不过片刻 就已经来到了百断山 而后 这龙影也是如若宁渊所想的那般 直接往孤独风飞去 见此 不顾体内经脉受损 燃烧自身肝远 顿时 一阵剧痛自从四肢百孩之中传来 但它的速度却也是暴增三成 瞬间拉近了与这龙影之间的距离 就是此时 孤独风上 既无双所在的院落之中 骤然升起了一道凤凰虚影 与那龙脉之际幻化而成的龙影交相呼应 让这龙影也猛然爆发 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了那凤凰虚影所在 该死 见此一幕 宁渊眼神异朗 不顾丹田损伤 再一次爆发体内刚远 这直接让他周身抱起了一团血雾 剧烈无比的痛楚之间 宁渊化作了一道星红血光 赶在那龙影之前冲入了孤独风 直指那凤凰虚影所在 随后 宁渊便看到 纪无双站在院落之中 身躯之上金色烈焰燃烧 宁化为一道凤凰虚影 展翅欲飞 但纪无双却是一脸疑惑 兄长 纪无双见宁渊冲了进来 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迎了上去 退开 宁渊根本来不及与他解释 冷喝一声之后 便换出了血龙弹 反手一枪扫向了那已然冲入院中的龙影 宁渊不知道纪无双身上的凤凰之影 为何能吸引龙脉之力 但迎孤明血淋淋的惨状在前 宁渊如何都不敢让纪无双冒险 体内肛源爆发之下 这一枪威能更是恐怖 只化作一道血光撕裂虚空 悍然轰击在了那龙影之上 轰 只听一声轰鸣响起 这龙影竟是被宁渊一枪轰碎开来 破碎的金光之中 龙脉之力涌动 化作一道道金色的纹路 散布在虚空与大地之中 将宁渊环绕在内 恩 见此一幕 宁渊眼神一明 但还不等他动作 便见这一道道金色纹路闪耀 空间镜似随着扭曲波动了起来 兄长 见此一幕 纪无双也是一惊 不由上前 不要过来 宁渊却是出声喝止了他 听此 纪无双指住了脚步 看着宁渊周身已经开始扭曲的空间 神色有些慌乱地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宁渊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道 这是空间传送阵法 纪无双也是一阵 随后连忙说道 空间传送 传送到哪里 宁渊摇了摇头 道 我也不清楚 不过你放心 我很快便回来 宁渊话语之中 虚空已然彻底扭曲了起来 让他的身影都难以看清了 兄长 这让纪无双心中一击 不由冲上前来 结果 他方才动作 那金色阵纹骤然崩碎 扭曲的空间随之破裂 等我回来 崩碎的金光之中 宁渊的身影随之消失 之后 那破碎的空间方才恢复如初 但宁渊却已彻底消失不见 留下几无双一人正立在原地 被玩待续 第二百六十七章 焦阳四火 照耀晴空 外里无云的千穷之下 赫然是一片汪洋大海 只是现如今 这无尽汪洋已是千里冰封 尽数化作一片银精世界 纵使他烈日当空 也化不开那白雪银冰 直至虚空之中 猛然传来一阵波动 紧接着 空间扭曲破碎 一道鲜血淋漓的身影 自从其中坠落而下 砸在冰面之上 竟是连这寒冰都撞得粉碎 直接沉入了寒冰之下的大海当中 坠入寒冰之海 冷冽刺骨的海水触及伤口之中 顿时传来了一阵阵剧烈的痛楚 让昏迷不醒的宁渊 勉勉强强睁开了眼眸 随后看到的是一片水下幽兰世界 这是哪里 感觉自己沉入了海中 宁渊本能的便要挣扎起来 但方才一动 周身经脉 四肢百骸之中 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痛楚 一时之间 它竟是动他不得 只能够不断沉入这冰冷海水之中 先前为了拦下那龙脉之力化作的龙影 宁渊强行燃烧体内缸原 对自己经脉与丹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也就是他肉身强横 又有十二五脉铸旧的根基 才能够勉强承受住 换成其他人 就算不死 那经脉与丹田也要粉碎大半 虽然勉勉强强受得住这样的伤势 但正所谓祸不单行 接下来 宁渊被这龙脉之力化作的阵法拉入其中 又是受到了一番重创 这妖族龙脉 是当初妖族那两位无上皇者 以大神通凝聚而成的 不仅仅能够镇压妖族的气韵 其中更是蕴含着两位妖族皇者的传承 帝飞带走的那一部分龙脉 只是纯粹的龙脉之力 这剩下的一小部分龙脉 才蕴含着天地双皇的传承 能够以妖族龙脉的力量建立阵法 将人传送到传承之地 承接妖族两位皇者的传承 宁渊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强行挡下了这妖族龙脉 又恰恰好是在纪乌双旁边 所以这龙脉就自动建造了阵法 将宁渊当作传承之人拉入了其中 但因为这龙脉被帝飞截取了大部分 剩下的这点力量 不足以将宁渊传送到妖皇的传承之地 所以半途之中 这阵法就破碎开来 把宁渊甩入那混乱无比的虚无空间 这虚无空间是世界的暗面 混沌力量的残留 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恐怖的力量 在不断刺猎着 传送阵法正是借助这些力量 才能够眨眼之间穿梭千万里 但若是没有阵法的庇护 这虚无空间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漩涡 能够将卷入其中的一切事物 尽数缴碎 因此阵法破碎 宁渊整个人被甩进虚无空间之后 便接连遭受重创 最后倾尽全力将空间击碎 这才勉勉强强逃了出来 虽然宁渊逃了出来 但如此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周身上下都是一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 体内的骨骼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这样的伤势 就算是宁渊也到了极限 沉入这寒冰之海后 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不断地沉入大海蜂羊之中 这个时候 宁渊要庆幸一下 自己开辟了丹田 修成了先天战体 皮肤毛孔可以代替口鼻呼吸 否则的话 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 也没有死在那虚无空间 最终却在这海里淹死了 那真正是死不瞑目 只不过话说回来 这海究竟是什么海 为什么半点浮力压力都没有 让自己一直在不断下沉呢 宁渊心中惊疑不定之间 艰难扭转了一下身子 眼神一扫 只见海水涌动 却没有半条鱼尔 更不要说什么深海巨兽 海中 只有一片死寂 但并不黑暗 似乎那阳光透过了寒冰 照进了这大海之中 让这海水散发这淡淡的幽蓝光芒 美轮美贯 只不过 身处其中的宁渊 却没有办法欣赏 随着不断下沉 他感受到 这海水之中的冰寒之力 越发的冷冽了 仿佛要渗入身躯之中 冻结血液 骨髓 甚至于灵魂一般 再这么沉下去 说不定他就要直接被冰封 在这大海之中 沉埋千万年都无人知晓 想到这样的后果 宁渊不游地震动了一下身躯 但这除缺了带来痛楚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这让宁渊不游地骤起美来 他现在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他身体的伤势已经达到了极限 根本没有办法动作 就是使用英雄卡也不行 因为这伤痕累累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住英雄卡的力量 就是在宁渊心思要怎么脱离这险境之时 耳旁竟然是传来了一阵滔滔水声 没有错 就是在这深海之中 传来了一阵滔滔水声 与这海水涌动的声音层次分明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这怎么一回事 宁渊心中也是讶异 但还不等他去寻找那水声的来源 那不断下沉的身躯 似乎触碰到了一层柔软 却十分坚韧的薄膜一般 让宁渊的身子微微一顿 但随后愿见一缕缕金色光芒 自从他身躯之上一散而出 这是残余在宁渊体内的妖多龙脉之力 而这龙脉之力最为强悍的一点 便是万瓦不侵 随着这一缕缕龙脉之气涌现 那挡住宁渊的无形之力 顿时破碎消散 随后冰冷彻骨的海水消失了 这冰封千里的深海之下 竟是别有洞天 穿过那一层无形之力所成的结界之后 就好似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水声滔滔 鸟鸣重吟 更是花香随风飘散 处处透着悠闲物争 好似一处是外桃源 不过宁渊还是没有来得及欣赏 因为他的身躯正在急速地往下坠落 半空之中他艰难地翻转过身躯 随后便看着下方 赫然是一处倾泉 泉边倾石之上 半见一道身影侧坐着 长发如瀑般落在泉水之中 牵牵一手挽起一缕缕清烈的泉水 身上披着一件圣血无瑕的长衫 只不过此刻已是退下了半截 隐约可见相间半路 宛若杨时每日般细腻温润的肌肤 见此一幕 宁渊不由的一阵 心中顿时感到一阵不安 他不安 自然不是因为眼前这一幕的相艳 而是他想到了后果 在这个世界 女子将真结是弱性命一般 懂牛郎和七仙女的故事只是传说 放到现在 这姑娘拔剑杀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要是他要动手 那么身受重伤的宁渊怎么挡得住 没被泰水淹死 现在却因为一个误会 要被人当成银贼斩了吗 自己这算是倒霉还是幸运呢 此时此刻 宁渊竟然还有空胡思乱想起来 恩 似察觉到了什么 那泉边的女子抬起了头来 随后便看到了 正从半空之中坠落而下的宁渊 同样 宁渊也是看到了他的模样 以至于他脑海之中莫名响起了两句诗来 春寒刺玉华青齿 温泉水华喜宁之 回毛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黛无颜色 风华绝带之姿 便是那地飞与之相比 也要逊色三分 便以宁渊定力 也因眼前一幕不由一正 一时之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哼 见此 那人冷哼了一声 探手挽起湿润的长发 随后雪白袖袍随手一扫 顿时泉水飞溅 漫天水花化作一道水龙长啸而起 只往坠落而来的宁渊冲击而去 果然 此刻宁渊已是回过了神来 见着女子向自己出手 心中甚至无奈 艰难开口喊道 我不是游 话音尚未完结 那水龙已是撞到了宁渊身躯之上 顿时龙行崩碎 水花带着一缕青游四剑开来 又是把宁渊撞入了半空之中 与此同时 那泉水边的女子已是站起了身板 挽起身上退下半截的衣袍 立于轻拾之上 冷眼望向宁渊 噗 一声闷响 水花四剑 宁渊整个人都坠入了泉水之中 那轻烈的泉水之中 顿时蔓延开了刺目的星红 使人足 见此 站在泉边青石上的那女子一正 并未继续出手 便是此时 一旁的草丛之中跳出一道身影 语音欢快地喊道 公子 我回来了 你看这有好多好吃的 话语之中 只见一个小丫头抱着一堆鲜货跑了过来 她看起来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模样 粉雕玉琢般 眸中透着无边灵气 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裙 远莫胸 脑袋上还戴着一个虎头小帽 看起来尤为可爱 让人有一种 把她抱入怀中疼爱一番的冲动 她抱着一堆鲜果跑到了青石身边 很快便看到了泉水之中的宁渊 先是一正 而后不由地说道 啊 用来一个 那些家伙怎么追得这么快的 我东西都没吃呢 公子 怎么办 是吃了再走 还是边走边吃 话语之中 小丫头转而望向了青石之上那人 然后拿起一枚鲜果咬了一口 听此 那被称之为公子的人摇了摇头 轻声道 她不是 嗯 不是吗 小丫头歪了歪脑袋 又是看向了泉水之中的宁渊 随后喃喃道 这家伙看起来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事的 无 话语之中 泉水里的宁渊艰难地翻过了身子 想要看看正在说话的人是谁 结果还不等她看清什么 便听到了一阵兴奋的喊声 是你 是你 真的是你啊 话语之中 宁渊模模糊糊地看到一道小小的身影朝自己扑了过来 被玩待续 第二百六十八章 原本这泉水并不深 宁渊掉在的地方也是浅滩 所以 他才没有彻底沉下去 但是等她艰难地转过身来 想要解释一下的时候 却连半句话都来不及说 就见一道小小的身影朝自己扑了过来 口中还十分兴奋地喊着 什么是你是你 那语气 就和秦相连千辛万苦找到陈顺美的一样 你是哪位啊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宁渊不由的一阵 想要问你一声 但还不等他开口说话 那人就已经扑到了他的身上 扑 他虽不重 但这一扑的力道可是不小 直接把宁渊整个人都压到了泉水里面 但他却是浑然不觉一般 十分开心地坐在宁渊身上 低头望着他 接连说道 老天有眼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小子 别装死了 快告诉我神上在哪里 咕噜咕噜 看着这个坐在自己身上的小丫头 宁渊想要说话 结果一开口 泉水就灌入了他的口中 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见此 小丫头歪着脑袋望着他一眼 随后竟是气汹汹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哦 我知道了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你这没良心的 可连我当日为了你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你竟然把我给忘了 宁渊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自己如今的感受 真是日了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和这小丫头见过吗 宁渊心中惊疑不定之时 却见这小丫头却说越是激动 最后竟然抬起头来 仰天发出了一声长笑 宁温书 随后 便听到一声惊天地气鬼神的长笑之声响起 周遭水面顿时爆开 宁渊更是感觉 好像有鲜望跟利剑穿透了自己双耳 最终 刺住头颅一般 这不仅仅是身躯之上的痛楚 甚至还刺痛了灵魂 宁渊宁可再一次被甩入虚无空间 都不愿意再听这家伙喊一声 不过 这么有杀伤力的喊声 自己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怎么十分耳熟呢 对了 这是 似乎想到了什么 宁渊刚刚想要开口说话 却见那小丫头又是控制不住自己 悲愤交加之下 又是咆哮了一声 这一声咆哮 就宛若一记重垂一般 轰击在了宁渊脑海之中 本就已经身受重创的宁渊 哪里承受得住这样的摧残 当场就昏死了过去 啊 见宁渊不动他们了 那小丫头总算回过了神来 低头一看 不游着急了 小手扯得宁渊的衣领喊道 喂喂喂 你别装死了 你以前不是很皮糙肉厚的吗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脆弱了 你千万不能就这么死啊 喂 便是此时 一旁响起一声轻语 你再不下来 他真正要死了 公子 听此 小丫头才回过了神来 连忙从伤痕累累的宁渊身上走开 然后 转而望向了一旁青石上站在了那人 问道 现在该怎么办 他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呀 见此 那人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道 把他抱上来吧 对对对 公子 你快救他 他这个人虽然很坏 但看在神上的面子 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说着 小丫头连忙把水里的宁渊救了起来 只不过不是用抱的 而是用炕的 就和炕麻袋似的把宁渊 炕在那小小的尖头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宁渊才渐渐恢复了意识 艰难睁开双眼之后 视线之中便出现了一张模糊的小脸 公子 他好像醒了 醒了便好 你的伤势本来就十分严重 先前又被你这么吼了两声 已经是神魂受创了 你来为他喝了这百花酒吧 啊 这可是公子你最喜欢的酒啊 给这家伙喝 是不是浪费了点 这还不是因为 你这小丫头 张日虎头虎脑的 若不是你方才朝他吼了两声 他的神魂又怎会创伤至此 快些把酒喂给他喝 人家本来就是虎吗 虎头虎脑不是很正常 一阵话语之后 宁渊便感到自己的嘴巴一只小手掰开 然后一些散发着淡淡清幽的液体 便灌入了他的口中 这酒溢入口 便化作了冲灵的元气 不仅仅在修复着宁渊体内的伤势 更是在滋养他使用天之血而受到的神魂损伤 饮下了这杯酒之后 宁渊眼中的一切也渐渐地变得清晰了起来 只不过身躯还是抽得出半分凄力 只能躺在地上 便是此时 那小丫头又凑了过来 上下打量了他一阵之后 便转头说道 公子 你的百花酒果然神奇 他看起来好了不少呢 随后一旁便传来了一声轻笑 这就好 话语轻柔 却有着一种让人不由心对的魅力 似若天籁般 轻人心扉 让人心中不由想象 这声音的主人 是何等的一位绝世美人 而那小丫头听此 脸皮之上也是露出了一丝祈求之色 说道 公子 也给我喝一杯行不行 话语之中带着一丝撒娇意味 但却换来了一声拒绝 小孩子喝什么酒 等你长大些了再说吧 等我长大 那岂不是还有一千 两千 好多好多年 我等不了这么久 公子你就给我喝一口 一小口就好 不行 你给这家伙喝了整整一杯 我喝一口就不行 消气 小丫头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转而看向了地上的凝冤 说道 死了没有 宁渊 见他不说话 小丫头又是冷哼了一声 扶了扶脑袋上有些歪了的虎头小貌 随后对宁渊说道 现在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听此 宁渊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怎么能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 谁能够豪得这么恐怖 这话让那小丫头不由地瞪了瞪见 喊道 恐怖 你这个不懂得欣赏的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音律 你和那个女人待久了 贫围也越来越差了 来来来 我再让你感受一下 好 见他又要嚎一声 宁渊立即说道 是我错了 是我不懂欣赏 求你不要再嚎了行不行 哼 这还差不多 小丫头冷哼了一声 随后便坐在宁渊身旁 双手抱在胸前 气势汹汹的模样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他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找了十多天都找不到的小白骨 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并且还变成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小丫头 当然 样子可爱是可爱 但他那惊天动地的鬼哭狼嚎 威力仍然不减 反而更是恐怖了 宁渊切身体会了这一点 未完待续 第269章 君青衣小骨尔坐在宁渊身旁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气势汹汹地问道 神上呢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 这我也不太清楚 什么叫你不太清楚 你不是一直跟在神上身边吗 小虎而言一瞪 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 看这个架势 若不是宁渊受了伤 他说不定就要直接扑上来了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出了点小小的意外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歌悦十分之神秘 情日里根本不露面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现如今 宁渊又为龙脉之力传送到了这个地方 他怎么知道歌悦有没有跟着自己来 小虎而冷哼了一声 双手抱在胸前说道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就你这个家伙了 说不定那杯百花酒我还能喝一口 听此 宁渊心中有些无奈 问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虎拿起一枚鲜果咬了一口 随后嘟囔着说道 北海 你自己跑来的 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北海 宁渊喃喃了一声 随后问道 离北玉多远 他心中有些担忧宁家的情况 毕竟这一次赢孤宁死得太过突兀 那妖族龙脉的苏醒也十分之蹊跷 若这一切真的是帝妃在背后操控 让他得了那妖族龙脉的话 那么宁家的处境就十分不妙了 所以现在 宁渊只想尽快赶回到北玉 北玉 虎儿歪着脑袋望了他一眼 随后说道 这就不清楚了 你想要知道 那就去问问公子吧 公子 听虎这句话 宁渊不由得一正 回想起先前自己看到的景象 这里好像只有这小虎牛和一个女子 尤其是那女子 虽然宁渊只是模糊地看到了一眼 但那惊艳至美的画面 神就是停留在他脑海之中 甚至于历历在目 那么 这股口中的公子又是那一位 心中亚异之间 宁渊本能地震动了一下身子 从地面之上坐了起来 此刻那百花酒的药力 已经开始发挥效用 再加上宁渊体内吃油脂血的恢复 让她的伤势减轻了不少 虽然仍就是有些虚弱 但坐起身来 却是没有多大问题 宁渊坐起身来 随后转头一望 便见到远处的泉水边 一人静坐在轻石之上 此刻已是下起了朦朦细雨 全边飘渺起了淡淡的雾气 这烟雨迎绕之间 让她的身影变得有些朦胧起来 似真似幻 随后忽然一阵清风吹起 便见那如墨长发随风轻舞 一眉飘动之间 更添三分飘渺之意 似在眼前 又似在天涯之外 是她 见此 宁渊不由一正 心中惊讶 同时又生起了一丝疑惑 转而忘了一眼火 却见这小虎妞 两手抓着一个大大的桃子 此刻埋头啃得正欢意 丝毫没有搭理她的意思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支撑里有些虚弱的身体站了起来 起步朝全边走去 只是她行动之间 这脚步十分虚幅 好像随时都会摔到一般 虽有吃油脂血的恢复 与百花酒的滋养 但宁渊身上的伤势 实在太过严重了 这短短片刻又能恢复多少 所以 这行动还十分的勉强 撑着虚弱的身子 宁渊走到了全边 见她仍是被对着自己 便出身换到 姑娘 听到宁渊的话语 她方才从轻时之上站起 转身望向了宁渊 同时 宁渊也看到了她的模样 虽然先前已是见了一次 但此刻 心中仍旧是不由生起一丝惊艳来 被清风吹乱的末发之下 一双凤某无波 却自有星光盈然 空灵之间透着一丝清冷 一眼便让人心神位置一宁 唇角一勾 似笑非笑 风华绝带之姿 更是让人不由心神皆醉 轮迹气质 在宁渊见过的女子之中 也只有各月能与她媲美 其他人 便是魔女一般的苏木婉行在她面前 似也略微逊色一筹 正是如此 先前那匆匆一瞥 宁渊便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经验 而此刻再见 她还是不由的一正 片刻之后方才回过了神来 出声说道 多谢姑娘方才出手相救 听这话语 她确实摇了摇头 轻声言道 你伤势太过严重 不要强撑着行动 先坐下来休息吧 话语之中 她走下了轻拾 多谢 宁渊点了点头 她现在的身体 的确是虚弱异常 再强撑下去 摔倒在地那笑话就大了 所以她也不客气 坐到了轻拾之上 见此 那女子则是走到了泉水湖边 探守一招 便见湖中飘来了一个木盘 木盘之中端着两只白玉杯 缓缓往岸边飘来 飘动之中 湖面之上的雾气涌动 纷纷汇聚在了那白玉杯上 凝固成水 让那白玉杯中渐渐满了起来 更是散发出了一缕清幽芳香 宁渊秀了秀 感觉有些熟悉 好一会儿方才想起来 这不就是先前那小虎妞灌入自己口中的百花酒吗 当木盘飘到岸边的时候 那两只白玉杯已是半满 那女子便拿了起来 将一杯酒递到了宁渊面前 轻声说道 以神魂受损 这百花酒有滋养神魂之效 请 多谢 见此 宁渊也不矫情 探手接过了那杯百花酒 但还不等他将这杯酒引下 不远处 正啃着一堆鲜果的小虎儿 就闻到了这百花酒的幽香 顿时就将手上的果子扔到了一旁 然后像是脱了江的野狗似的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来 不过一眨眼 这小虎妞就冲到了那女子身边 然后二话不说 就保住了她的腰身 仰着小脑袋 头上的虎头小猫还一颤一颤的 毛子更是泪眼汪汪 可怜兮兮地说道 公子 给我喝一口 一口就行了 好不好吗 看他这般撒娇的模样 谁见了都忍不住拒绝 而宁渊见了也不由的一正 不过 他很快便抓住了重点 看向了那女子 神情变得有些错愕起来 公 公子 这什么情况 宁渊心中满是精一不定之石 被小虎而抱住腰身的军青衣也是十分无奈 低头对撒娇的小虎妞说道 我不是与你说了吗 你还不到喝这酒的年纪 不吗 听死 小虎而顿时闹了起来 双手抱着军青衣的药 不住地喊道 就给我喝一口 一口就好了 不然以后我都不理你了 撒娇没用 他竟是又展开了少无赖攻势 这般闹了一阵之后 军青衣有些无奈了摇了摇头 终于是向他妥协了下来 说道 好了 便衣你 但就只能喝一口 嗯嗯 听这话 小虎儿惊喜无比 小吉卓米一般地点着头 哎 军青衣叹息了一声 将手中的那杯百花酒递到了小虎儿面前 说道 喝吧 但这小虎牛确实不解 反而是仰起头来 闭上了眼睛 小嘴微张 说道 我要公子你来喂我 军青衣 宁渊 无疑 眼前这一幕对宁渊冲击很大 以前这小虎牛虽也是很可爱 但宁渊在他身上只感受到过鬼哭狼嚎 甚至还被他咬了几次 哪里见过他这般撒娇的可爱模样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小虎牛对他的称呼 公子是个什么状况 难道这世上有人叫这名字的吗 如果不是 似乎明白了什么 宁渊望向了军青衣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军青衣似也察觉到了宁渊的目光 对他露出了一丝略显无奈的笑容 说道 是我平日里太宠着他了 宁兄莫要见怪 这倒是不会 只不过 宁渊有些勉强地回了一句 眼神落在军青衣那雪白如玉的颈尖 不见半点起伏之后 他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后往下看去 结果 竟也是不见半点起伏 这让宁渊陷入了无比的纠结之中 军青衣也是察觉到了宁渊的目光 只不过没有理会 仍是面带淡笑 背抱着自己的胡说道 不要闹了 自己喝 然而这小虎妞却是狡黠的一笑 说道 公子喂我 不然等下我一口喝了一杯 公子 你又要骂我了 你啊 听死 军青衣摇了摇头 将那白玉杯递到了小虎儿的唇边 嗅到那百花酒的忧香 小虎儿抽了抽鼻子 随后小嘴微张 让军青衣一点点地将那百花酒喂入了他口中 而他又趁着军青衣不备 张口猛然一息 这杯子里的百花酒顿时空了大半 酒夜入口之后 这小丫头那粉雕玉桌般的小脸之上 便泛起了红韵 身子也软了下来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 这百花酒闻起来幽香弥漫 给人感觉只是甜酒甚至糖水 但实际上却是烈酒 比当初左京云给宁渊喝的那酒还要烈上许多 因此才有滋养身魂之效 宁渊肉身强横 又有不败之意 喝了这百花酒都有些晕乎乎的感觉 这小虎妞虽神异非凡 但却不胜酒力 自然就醉了 见此 军青衣只好把他给抱了起来 随后 看着杯中 那已经被他偷偷吸了一大半的百花酒 十分无奈地说道 不是说好就一口了吗 说吧 军青衣将他放到了青石之上 随后对宁渊一笑 轻声笑道 还未自我介绍 在下军青衣 见过宁兄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章 军青衣 宁渊喃喃一声 随后回过神来 说道 宁渊 军青衣点了点头 但笑道 宁兄的事情 我听虎提起过 这些日子他跟在我身边 被我宠坏了 方才冒犯之处 还请宁兄不要放在心上 不会 宁渊说着 又是上下打量了军青衣一眼 还是弄不清楚状况 这军青衣 到底是他还是他 这个问题 让宁渊心中十分之纠结 这种事情 以前宁渊就遇到过一次 当初在咸阳城的时候 他就把女扮男装的朝阳给认错了 然后下手重了一些 这件事情至今还在咸阳城之中 被人津津乐道 不过哪个时候 宁渊是因为盈盈的缘故 怒气汹汹之下 也就没有注意那么多 后面回想起来之后 他也是发现了朝阳的身份 男扮女装又不是变身 很容易就看出端倪来 例如朝阳 他换上男装之后 虽多出了几分英气 但那俊美无双的模样 任谁都看得出 他是女扮男装来扯 就算是一了容 也能够通过气息来辨认 天地分阴阳 男子阳刚 女子阴柔 气息自是不同 除非修炼了什么特殊功法 否则很容易就能区分 但眼下这君轻衣气息 却是缥缈无定 似有似无 便是宁渊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虽他的模样 换成谁都认定是个女子 但先前那小虎的态度 又让宁渊不得不怀疑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同性相斥这个道理 在这小虎妞身上展现了淋漓尽致 当初在北域之时 他除去了割月之外 是谁也不理会 尤其是女子 一靠近他 就马上炸毛钱 连纪无双都是这样 后面对苏木婉情 他也是慢慢的敌意 而现如今 他却在君轻仪怀里撒着娇 一口一个公子甜甜的叫着 乖顺的何知猫似的 这也让宁渊是越看越糊涂 心中随之纠结不已 别误会 君轻仪虽是极美 但宁渊也不是那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的人 他现如今纠结的 只是要怎么开口称呼君轻仪而已 叫亲衣姑娘 错 人家定是不高兴 那叫君公子 好像也有些不妥 直呼其名 太过生硬了些 幻青衣 才刚刚见面哪里又这么熟 虽然只是称呼的问题 但实在不好乱说 宁渊已经闹过一次乌龙了 他可不想来第二次 见宁渊神色纠结的模样 君轻仪自是明白了其中原因 似乎早已习惯了 因此并未介意 只是轻声道 宁兄若是不介意 换我青衣就是了 听此 宁渊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暂且不去纠结那件事情 说道 青衣 方才这小丫头与我说 你知道如何从这里回北域去 北域 君轻仪喃喃了一声 神色亚裔扫了宁渊一眼 问道 宁兄 你难道是从北域之中来到此地的 不错 见君轻仪神色亚裔 宁渊也是有些奇怪 问道 这有什么问题吗 君轻仪摇了摇头 青生说道 看来宁兄是有所不知 这北域 在万年之前 被那五神 以无上员功封锁天地 从此之后 这北域便与外界隔绝 想要进入其中 只能够通过神州之中的传颂阵法 还有妖界临近北域天南的通道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神州 妖界 听此 宁渊不由地皱起了眉蓝 神州的阵法不用多说了 当初天银阁一战 已经被宁渊一招毁得彻彻底底 就是没毁 以他和三大圣地的关系 神州那边除非脑子坏掉了 才会让他使用传颂阵 这么看来 宁渊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前往妖界 通过天南 才能够回到北域 心想至此 宁渊抬头看向君轻仪 问道 不知要如何才能前往妖界 听宁渊要往妖界 君轻仪沉吟了一声 说道 此地乃是无尽海之北 妖界未处东方 距离这倒是不远 约莫三十万里 只不过 这无尽海之中凶险无数 龙族与海族各脉鱼龙混打 宁凶一人前往妖界 怕是有些困难 宁渊一笑 说道 这不是问题 只要有门路就好 君轻仪点了点头 道 既是如此 那么 宁兄便先在此地 将伤养好吧 这里暂且还算安全 暂且还算安全 宁渊喃喃一声 感觉君轻仪这话 似有言外之意 但还不等他多想 便见趴在一旁的小虎儿 挣扎着爬了起来 虽还是满脸红韵 但眼神却是清澈了不少 似乎这酒已经醒了 他似乎听到了先前那番话 所以爬起来之后 先是望了望宁渊 随后又看向君轻仪 说道 公子 我们不是也要去那什么妖界吗 就让这个家伙跟我们一起去吧 不然你看他这父母样 说不定半路就被哪一只海烧给吞了 他要是就这么死了 以后见到神上 我要怎么交代啊 听此 君轻仪确实摇了摇头 说道 胡 这件事情不可将其他人牵扯进来 这件事情 听这话 宁渊若有所思地望了君轻仪一眼 似察觉了宁渊的视线 君轻仪转而对宁渊说道 宁兄 我此次望妖界是有要事 这一路之上凶险更甚 实在不便与其他人同行 还请宁兄见谅 宁渊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君轻仪没有说 是望妖界是为了什么事情 是不想宁渊牵扯其中 宁渊也清楚她的想法 所以才没有追问下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 君轻仪一身修为高深莫测 便是宁渊也看不出深浅 这一路上究竟会遇到什么凶险 值得君轻仪如此慎重呢 宁渊心中疑惑 但望了一眼君轻仪 最终还是将这疑惑压了下去 一旁的小虎儿 听此也是点了点头 转门对宁渊说道 公子说得不错 那些讨厌的家伙追得这么紧 要是给他们杀上来了 公子还得分神照顾你这家伙 所以你还是别跟来了 自己想办法回去吧 或者干脆就待在这里算了 等公子处理完妖界的事情 再过来带你走 免得再上路被什么海兽 一口推了 宁渊摇了摇头 道 多谢你关心了 我想我的运气应该还没有那么差 你的运气 听此 小虎又不由地瞪起了眼 气呼呼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替你的运气 当初在北狱 你随便在外边和人打一场 结果就打到了神仪之地 我为了找你也跑了进去 差点就被里面的那些怪物吃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个阵法传送出来 结果直接掉进了这无尽之海 好在遇上了公子 说不定我就为了鱼了 说着 小虎儿头一摔 直接扑进了军青衣怀里 这一幕看得宁渊是分外无语 不过也明白了 这个小家伙是怎么跑到了无尽之海来的 原来 他跟在自己与苏木晚晴后面进了神仪之地 难怪当初宁渊从神母圣殿回来的时候 找了他五六天都不见踪影呢 剑队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的小虎妞 军青衣也是无奈 对宁渊摇头一笑 随后说道 不管如何 都先在此地将伤势养好再说吧 恩 宁渊点了点头 他虽是有心宁家的状况 但也知道自己现在的伤势急不来 这无尽之海可不是北域 虽也受天地一变影响 但影响程度较低 乃是神州与北域神武纪之外的第三修行世界 其中强者无数 更有深海巨兽 这等不可以常理是知的恐怖存在 凶险程度远不是北域能够相比的 所以 宁渊不管如何忧心 都得把伤势养好再说 轰 宁渊话语方落 忽然 一声轰鸣响起 空间随之剧烈的震荡了起来 恩 见此 宁渊与君轻衣 眼神皆是一宁 抬头望向了上方 这里是北海之地 因此 上方并非是蓝天白玉 而是一片散发着蓝光的结界 正是这结界的存在 将海水封隔 形成了这一处海中洞天 而现如今 在这幽兰结界之上 有十余道巨大的黑影游动着 随后 便是一声声四下吼 又四龙银的声音响起 十余道黑影 斜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重重地轰击在了结界之上 轰 一阵阵轰鸣声接连响起 结界之上顿时崩裂出一道道 猙獰的痕迹来了 眨眼之间已是摇摇欲坠 见此 小虎儿猛地站起了起来 虎头小帽之上的白毛随之炸起 惊怒交加地喊道 又是这些讨厌的家伙 真是阴魂不散 听此 宁愿若有所思地忘了身边的军青衣一夜 总算是明白了 为何军青衣说 这里只是暂时安全了 这不 麻烦立刻就上门来了 虽然幽兰结界已是摇摇欲坠 军青衣神色仍是平静 转而望了一眼凝冤 随即对小谷儿说道 虎儿 你保护好凝胸 说吧 但见军青衣一步踏出 缭缭身影闪动之间 一时来到幽兰结界之下 与此同时 那十余道黑影再一次轰击在了集结之上 顿时蓝光崩碎 海水道管 随后龙象之声长银而起 斜着无边威势冲入这处海中冬天之内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一章 那十余道黑影将冻天结迹汉然撕碎之后 终于显露出了他们真正的模样 那是一头头庞大至极的深海巨兽 宛若巨精 但却身有四体 头颅顶端 更是有两根宛若巨珠的漆黑撞角 之上倒倒雷霆之光闪动 在这幽然深海之中尤为醒目 深海巨兽龙象精 深海巨兽 或者称之为巨妖 只存于万里江河 或者怒海汪洋之中的恐怖存在 他们的身躯往往庞大至极 其中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并且还拥有血脉传承的天赋神通 那拿眼前的龙象精来说 他们天生便能控制雷霆 一身龙象之力强横无匹 头颅之上的双脚 更是堪比上品先天神兵 因此 这龙象精经常吸收天地雷霆之力 然后陷入狂乱之中 雷霆双脚疯狂冲撞 将眼前的一切尽数冲毁碎 便是有真元护体的神经强者 也未必能够承受住龙象精的一次正面撞击 但就是这如此强横的龙象精 在深海巨兽之中都只是垫底的货色 深海巨兽的王者 在上古传说之中 可是连神都能吞噬的恐怖存在 而上古之后 天地一片降临 除却忠誉之外 各界生灵修行之路都日渐困难 但这些生活在无尽汪洋之中的深海巨兽 却是不受影响 他们仍旧一如既往的强大 甚至成为了这片天地之下最为强大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有众多禁地 那些上古深海巨兽之王沉睡的死亡禁地 连神都不敢踏足 现如今 这十余头龙象精 虽只是深海巨兽当中垫底的货色 但它们的强大 仍就无庸置疑 每一头龙象精 都有搏杀先天神境的恐怖实力 十余头龙象精汇聚在一起 发动龙象冲撞 这片大海都要为之翻覆 而这十余头龙象精之上 正站立着数十人 他们形象不一 或身负站立 或头伸双脚 又或者半人半鱼 对于宁渊来说 是十分之奇特 无尽之海广阔无银 生灵无数 其中不乏各种智慧族群 他们天赋异禀 修炼之后 实力更是强横 几乎可以说是海中的妖族 因此又称之为海妖或者海族 眼下这十余头龙象精之上的人 便是出自海都各脉的高手 气息雄厚 一眼望去 最差都是先天道境的修为 那十余位站立在龙象精双脚之间的人 更是先天神境的修为 算上龙象精 那么就只三十余位先天神境的强者 还有数十万先天道境的高手 这般的阵势 横扫北域都够了 这不是海族之中先天神境多如草芥 事实上 这些人都是海族各脉之中的高端战力 中流砥柱一般的存在 他们之所以联手 显然是为了君青衣而来 心思之间 宁渊扫了一眼 明显出自海族各脉的众多高手 随后望向了君青衣 心中不由地多出了几分好奇 君青衣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让海族各脉放下之间的举 联手摆出这么大的阵战来 宁渊心中沉思之间 那十余头龙象精 已是将君青衣环团围在中央 随后便见那最为巨大的一头龙象精之上 有一位皮肤之上富有幽难占领 满头蓝发随着海拨飞扬的男子 神色冰冷的注视着君青衣 见这人 宁渊身旁的小虎儿顿时皱起了眉来 气呼呼地说道 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娇人 上次公子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 现在他竟然又追了上来 早知道当初我就一嗓子吼死他算了 娇人 宁渊若有所思的男男道 小虎儿听此 也转头望了他一眼 说道 娇人是无尽之海里数量最多的种族 也是 算了 那些事情和你说了你也不懂 记住 等下公子和那些家伙打起来之后 我就找机会带着你跑 你给我安分一些 不然被那些家伙缠上了 还要公子分神来救 说着 小虎儿扶了扶脑袋上的虎头帽子 站在宁渊身边 一副严阵已在的模样 准备随时把宁渊扛起来就跑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今这局是退市理所当然 军青仪虽是深不可测 但对方有十余位先天神经的高手 再加上十多头龙象精 硬碰硬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只不过对方有这么多人 想要逃出去 怕是有些麻烦啊 心想至此 宁渊微微皱起眉来 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虽然仍旧是重伤之躯 虚弱非常 但是在那百花九的滋养之下 也恢复了几分真缘 虽然不多 但逃命应当是足够了吧 宁渊喃喃一声 抬头望向上空 此刻海水已是灌入了洞天结界之中 只不过 半途又被一股无形之力抵消 形成了半水半天的奇景 一众海徒高手骑成着龙象精 立身于翻滚的海水之中 军青仪则是脚踏虚空 白衣翩翩 一人冷对十余位先天神经 见此一幕 那娇人一族的蓝发男子 眼神变换了一阵 随后冷声说道 九殿下 请你随我们回龙神殿去吧 听此 军青仪却是轻声一笑 言道 只有你们 话语轻声 平静的不见一丝波澜 虽听不出藐视不懈之意 但娇人男子心知十分清楚 军青仪并未将他们放在眼中 对此 他并未没有动路 只是冷冷扫了军青仪 一眼 道 九殿下 这是龙君与神殿的命令 还请九殿下不要让我的为难 军青一意拂袖 诞声说道 无需多言 出手吧 听此 那娇人男子眼神微微一宁 但也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冷声道 既然如此 那便请九殿下 恕我等冒犯之罪了 动手 一声冷喝之间 娇人男子坐下的龙象精长笑一声 双脚之上 倒倒雷霆 闪动 凝聚成两根巨大的锁链 贯穿波涛 直向军青衣缠绕而去 见此一幕 其他人也不敢怠慢 纷纷催动坐下的龙象精 凝聚出雷霆锁链 自从四面八方交织而下 要将军青一困锁其中 龙象精天生便有空雷之能 只不过 这深海巨兽无法再生出智慧 所以 一般龙象精的天赋神通 就是吸收雷霆之力 然后凝聚于双脚之上 以此 冲毁免遂挡在面前的事物 但是 这被海族以匿数驯化的龙象精不同 他们的空雷天赋得到了大大提升 甚至比人族之中众多雷法的威能 还要强横三分 平日又能够借助大海之力吸收天雷 所以 这十余套龙象精体内的雷霆之能 可谓是源源不绝 此刻催动 化作漫天雷霆锁链交织 好似一座牢笼 若是被困在其中 连神境地结的强者都未必能够突破 只是动用了这雷霆天牢之后 海族众多高手仍不见半点轻松之色 神情反而更是严峻了几分 注视着漫天雷霆交织之中的那一道身影 皆是严阵以待 璀璨的雷光闪动 已是看不清军星衣的身影 但不过片刻 这交错的雷霆之中忽然响起了一道销声 曲调悠然 似天地之音 蕴含大道之韵 萧尽悠悠 却将那雷霆轰鸣之声掩盖了过去 碧海嘲声 听着萧声 那娇人男子神色不由一变 当即运气体内真远 抵挡他绵绵不绝的萧声 其他人亦是如此 只是他们挡得住 这雷光却挡不住 萧音声声之间 只见那璀璨的雷霆之光 渐渐化作虚无 最终一寸寸销米在了海涛虚空之中 随之 君轻衣的身影再现 仍是静若天渊 只是手中多了一只若清玉碧绿的玉霄 眨眼之间 那十余头龙下经催动的雷霆之光 就煙霄云散 但这销声却是没有就此停下 反而是骤然一变 悠然取掉咒化 杀声吭枪 虚空位置震动了起来 那十余头龙下经 更是发出一阵阵悲鸣 狂乱地怒笑着 似有失控的趋势 见此 海独众多高手神色一变 十余位神境强者 连忙出手攻下君轻衣 剩下的人 则是在全力安抚这些龙下经 否则 这十几头龙下经发起狂来 那后果难以想象 但哪怕海族众人竭力安抚 但这十余头龙下经 神就是狂笑不已 最终 一头龙下经 双脚猛然一撞 呼击在了身旁另外一头龙下经身上 随后 便引起了连锁反应 十余头龙下经 纷纷纷狂暴起来 脚的局面一片混乱 就是现在 跑 见此 小虎儿是想也不想 一把将凝渊 抗在肩膀上 随后身子移动 化作一道闪动 奔腾而出 朝着海中 动天之外 跑去 小虎儿相信军青衣 只要自己与宁渊离开了 那么 军青衣很快就能够脱身 相反 若是他和宁渊被海族的高手缠住 那么事情才真正是麻烦了 所以 他必须抓住军青衣制造出来的机会 趁着混乱逃离这里 眼见小虎动作 被十余位神境强者围攻的军青衣 淡淡一笑 手中的御霄星光绽放 随着霄音波及四方 一时之间虚空冻结 海涛凝固 海族众人皆被一股无形之力锁住了身躯 一时之间竟是动弹不得 趁着这个机会 小虎儿已是带着宁渊冲出了海中动天 随后 却见被霄音禁锢的海族众人之中 陡然升起了一道剑光 只往两人追去 第272章 砰 一声巨响 冰面碎裂 随后 便见一道小小的身影 扛着一个人 自从碧蓝的海水之中跳出 头也不回地朝远方飞去 此时此刻已是深夜 天穷之中 一轮明月高挂 月光洒落 照耀在这千里冰封的海面之上 荧光映照 好似一处水晶世界 每轮每惯 只是 这冰冷寒意并未因此减少 反而平添了几分肃杀 随着冷风呼啸而起 冰寒彻骨 小虎儿自是没有理会那么多 他知道 军青仪不可能一人将海族众多高手全数托住 所以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逃命 甚至连本相都凝现了出来 周身白光涌现 隐隐凝聚成了一头白骨虚影 带着宁渊直往远方奔腾而去 然而还不等他跑出多远 虚空之中 陡然响起了一声冷冽剑影 随后 便见一道璀璨见光随着月光降下 斩破虚空而至 见光斩落瞬间 小虎儿方才惊觉 猛然止住了脚步 向肩膀上扛着的宁渊往后一抛的同时 周身白光凝聚 让那一道白骨虚影刹那凝聚 紧接着仰天长笑 口 一声唬啸震撼响起 直让虚空崩裂出一道道真名的痕迹 那一道斩落的见光也遭受到了波及 宛若流星般破空而落见时不有一顿 抓住这个机会 小虎儿两手一挥 森森白光便凝聚出了两道着影 扫向那道见光 之后他也不看结果如何 身影一转 就打算去接住宁渊继续跑路 能够来追杀军青衣的 无疑不是海珠各脉的高手 最差的都有先天道境的修为 虽然跟随军青衣的这段日子 小虎儿的实力有了巨大的进境 但面对先天道境的高手 还是有些乏力 所以现在他根本没有打算和这人应拼 带着宁渊逃命才是紧要 能不能摆脱这个家伙不是问题 只要能脱到军青衣回来 那就行了 哼 见小虎儿转身就逃 一声冷笑响起 那见光速度骤然加快三分 同时一箭三话 公杀同时又拦住了小虎儿的退路 甚至还分出一箭 斩向了半空之中不断坠落的宁渊 王八蛋 真以为我好欺负是吗 见此一幕 小虎儿也身脑了 身影转 便化作了一头通体雪白的小白骨 身后那白骨虚影也随之扩大起来 两天长笑 薄乌 一声唬笑震撼十方 无比恐怖的力量随声波肆虐而出 顿时周遭兵面崩碎 虚空扭曲 那三道剑光受到波及之后 也是难以承受 纷纷破碎开来 小畜生 随后便听一声冷鹤响起 崩碎的剑光之中一道身影浮现 那赫然是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 面容冷峻 眼神肃杀 周身渐气胶直纵横 似要切割虚空 凌厉异常 最为醒目的是 他的额头之上 赫然长着两根银色鸡脚 周遭可见雷光缭绕 散发磅礴的妖力波动 蛟龙一脉 在这无尽之海万千族脉之中 仅次于三大真龙的龙血族脉 同时 也使海族之中最为凶残的一脉传承 甚至有九胶蒸笼 互相吞噬 来增强自身蛟龙血脉的传统 可见 这蛟龙一脉的凶残 而凶残的资本 毫无疑问就是强大 就如若眼前这黑衣男子一般 先天道尽顶峰的修为 是仅次于 湄弓军青衣那一众神经高手的存在 只不过 此刻他却是一脸猙獰 毛中一丝痛楚之色尚未消失 随后又被汹汹的杀意与怒火吞噬 小虎儿天赋异禀 虎啸之声能对神魂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 这黑衣男子是蛟龙一族 强在肉身 神魂为薄弱之处 先前被小虎儿那一声长笑波及 顿时吃了不小的亏 神魂之中传来的剧痛 更是催发出了这蛟龙一族的凶残杀性 不过他还是强行克制了下来 话语森冷地对小虎儿说道 小畜生 束手就紧 我还能饶你一条性命 他心中虽是震怒 但对于军青衣的忌惮更甚 同时也明白 杀了这小白虎除去了激怒军青衣外 对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他只能强加怒火 打算将这小白虎生擒 以此威胁军青衣 虽然这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但有总好过没有不是 小虎儿听这家话 异口一个小畜生的叫着 顿时火了 张口就吼道 你才是畜生 你全家都是畜生 你这只四脚蛇 也就是趁着我家公子不在的时候 嚣张嚣张 等公子回来了 信不信你连四脚蛇都当不成 四脚蛇四个字 顿时让这黑衣男子的脸色 变得铁青一片 海独千万族脉 其中以三大真龙为尊 蛟龙一脉虽有龙子 但实际上却是蛇身 只不过实力强横 得到了三大龙族的认可 这才被称之为蛟龙 也正是因为如此 蛟龙一脉最为忌讳他人提及自己的根底 四脚蛇这称呼 更是禁忌之中的禁忌 所以小谷儿这番话 就好似往油桶里扔了一把火一般 炸那黑衣男子心中的杀意汹涌爆发 头顶一双蛟龙脚之上雷霆闪动 无比狂暴的妖力随之扩散开来 锁定空间 禁锢十方 人独修者 修为达到先天道境顶峰之后 便能够修成岛之领域 妖独修者同样也是如此 只不过 他们催发的更多是源自于自身血脉的力量 例如眼前这黑衣男子 此刻催发的便是雷霄一脉 所拥有的雷霆之能 随着道道雷霆闪动 禁锢空间之后 无比沉重压力也随之降下 小谷儿的身躯不由一颤 心中暗叫不好 他虽天赋异禀 但尚未成长起来 哪里是这雷霄的对手 若是平时他一人还能逃走 但是现在却多了一个伤势沉重的铭砖 如何逃得了 难道要抛下那个家伙 便是在小谷儿心中思索了如此应对指示 那黑衣男子冷冷扫了他一眼 寒声道 小畜生 我不杀你 但我要你彼此更痛苦 话语之中 见光骤起 挟着汹汹雷霆之力撕裂虚空 逼命而至 见此 小虎儿银牙一咬 再次施展天赋神通 白虎虚影仰天长笑 恐怖声波震碎虚空 直攻那黑衣男子 郭躁 却听那黑衣男子冷然一喝 雷霆之声抱起 以一身寻厚修为悍然挡住了这虎叫之威 随后 树道森冷剑光绽放开来 撕裂虚空 下一瞬便已逼近小虎儿周身 斩向他的四肢 雷霆之力加催 锋芒更是灵力非常 剑碎未至 就让小虎儿感到四肢一阵剧痛 仿佛已经被剑锋斩断一般 虽明白 这黑衣男子公是灵力 但如今小虎儿身躯承受着雷霆重压 一时之间根本无法闪避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道道检光朝自己站来 恐惧之下 小虎儿不由地闭上了眼 但接下来 预想之中的痛楚并未传来 嗯 心中压抑之间 小虎儿不由地睁开了眼眸 随后 愿见一人挡在自己身躯 衣媚飘飞 银发霜冷 这身影有些熟悉 也有些陌生 让小虎儿眼神之中 不由地多出了几分差异神情 冷风呼啸 陡然而现的人 此刻静力不语 眼神平静如水不挤波了 右手两指之间 赫然是一口冷力长剑 之上还有雷光闪动 威势惊人 但就算如此 这口剑还是难以挣脱禁锢 甚至连突进一分都做不到 你 看着一手挡下自己剑锋的人 那黑衣男子神色不由一变 惊骇失声 若只是攻势被打 他不至于如此失态 但眼前这人不仅几两指就挡下了自己的剑 更恐怖的是 他连这人何时出现的都不知道 这般恐怖的速度 若方才他没有选择挡下自己的攻势 而是一剑夺命而来 那么现在会是怎样的结果 心念至此 黑衣男子内心之中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寒意来 随后当机力断 体内雷霆之能爆发 手中常见随之怒笑一声 剑身崩裂开一道裂痕的同时 无比狂暴的雷霆之力肆虐而出 终于将这禁锢破碎 破碎禁锢之后 黑衣男子手中雷光猛然闪动 注入剑身之中 随后剑锋长笑而出 只取眼前之人心口命脉所在 但之后 黑衣男子却是不看结果如何 直接抽身击退 他是果决之人 明白对手远非自己能敌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退走 这一件执辞 不求战果 只希望能挣得几分时间 然而他方才一退 便听风声狂笑而起 那次向宁渊心口的长剑骤然翻转 落入了他的手中 长剑一手同时 那黑衣男子已是暴退出数十战外 随后转身 直往那海中洞天赶去 不敢有丝毫停留 便是此时 呼见冷风吹起 急急而逃的人 顿时间僵立在了原地 冷风呼啸而过 一人身影浮现 衣媚飘飞 手中长剑之煞 一滴烟红的鲜血缓缓滑落 随后便见 虚空之中 一道剑还能缓缓裂开 横过那黑衣男子的颈迫之间 你 看着眼前的人 看着自己配剑之煞滑落的那一滴鲜血 那黑衣男子张了张口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方才到处一字 话语声 便被鲜血凄厉喷勃的响声掩盖 被玩戴续 第二百七十三章 燕红的鲜血溅落在银白的冰面之上 两种刺目的色彩交错 映入眼线之中 更是凄厉非常 哼 黑衣男子重重地倒在了冰面之上 一道剑痕在他颈迫之间横过 鲜血自从其中奔流而出 体内生机已是消失散尽 不过 眨眼之间 一位先天道境顶峰的高手 变成了一条剑下完魂 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太过突兀 便是将一切尽收眼底的小虎儿 一时之间也反应不过来 正立片刻之后 方才回过了神了 扫了一眼前方站着的人 眼神之中 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丝惊异之色 身子也是悄然往后退开了数步 虽然小虎儿平日里看起来一副虎头虎脑的模样 但实际上 他的心思细腻着呢 现如今 他与军轻衣几乎可以说是 与整个无尽之海的海族为敌 这样的处境之下 他无法对任何人报以信任 就算眼前这人刚刚就下了 自己也是一样 不过当这人转过身来时 小虎儿不由地挣住了 你 看着眼前这熟悉的面容 小虎儿待了片刻 之后方才回过神来 急忙转身往后看去 随后便看到了先前被他抛到一旁的宁渊 这怎么一回事 面容一般无二的两个人 看得小虎儿有些头昏眼花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便是此时 那身穿白衣的宁渊身影 骤然虚幻了起来 随后便化作了一道虚影 融入了另外一个宁渊体内 见此一幕 小虎儿才猛地明白了过来 赶紧跑到了宁渊身边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说道 你竟然修成了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 宁渊喃喃了一声 随后说道 算是吧 什么叫做算是吧 小虎儿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那看着宁渊的眼神 简直就和看到一头活生生的怪物一样 这也怪不得小虎儿如此惊讶 上次他与宁渊在神医之地分离的时候 宁家连先天都不是 到现在也就过了五六个月罢了 这个家伙竟然就修成了身外化身 这可是身外化身 一魂双身 双身一魂的身外化身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只有修为达到先天神境六宠 阳神历经地结三维退炼之后 才能够以化身之术将原神分离出体外 从而修成一道身外化身 难道说 这家伙只用了半年时间 就将修为从后天之境提升到了先天神境六宠顶峰 不对 若是修为达到了先天神境六宠 那么应当已经可以阳神出铁了 但现在这个家伙不要说阳神出铁了 甚至连原神都没有修成 神魂还受了不轻的损伤 从哪里看都不像是神境地结的强者吧 但如果不是先天神境的强者 那么方才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黑衣男子可是蛟龙一族的高手 还是蛟龙之中的王血雷骄 又有先天道境顶峰的修为 便是对上先天神境的强者 也有几分战力 结果竟然连他一剑都挡不住 身外化身 便有顺杀先天道境顶峰的能威 那么 本尊的实力又是何等的强悍 果然 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小虎儿心中默默地给宁渊挂上了一个标签 宁渊当然不知道 这小丫头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回首望了一眼那破碎冰面 隐约可见 幽蓝的海水之中一道道光芒绽放 还有龙象精的咆哮不断传来 波涛汹涌之间 这冰封的海门已经开始逐渐碎裂 看着样子 海中的战斗是越发的激烈了 也不知道军青一线的怎么样了 见此 小虎儿也回过了神来 对宁渊说道 公子很快就能脱身 我们快走 小虎儿清楚 以军青一的实力 想要脱身并不是难事 之所以和海族众人缠斗的现在 不过是为了给他和宁渊拖延时间罢了 只要他与宁渊离开了 那么军青一很快就能摆脱那些海族 然后前来会合 宁渊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着小虎儿 见他不动 又看着自己 小虎儿不由得一呆 神色疑惑地说道 你还呆着干什么 走啊 宁渊摇头说道 你看我现在这样子还能动吗 他伤势本就十分严重 先前画出战魂分身 将那黑衣男子斩杀 更是将他体内最好的几分力量彻底消耗 现如今 他还能够站着 就已经不错了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你还受了伤呢 小虎儿吐了吐舌头 又是上前把宁渊扛得起来 像是被麻袋一样扛着的宁渊有些无语 说道 你能不能换个子事 听此 小虎儿不由地白了他一眼 这姿势不好吗 我觉得蛮顺手的 不然你想换什么姿势 难道你想要骑在我身上 你竟然连虎都不放过 真是变态 见着小虎扭乍毛的模样 宁渊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就当我没说好了 赶紧走吧 这还差不多 小虎儿冷哼了一声 周身白光声腾而起 随后 白虎之影双翼展开 随后 便扛着宁渊飞入天穹 片刻之间就消失在了天际 小虎儿血脉非凡 白虎双翼展开之后 速度快得惊人 带着宁渊一路飞驰出了上万里 离开了这冰封海域的范围之后 方才落到了一座小岛之上 此刻夜色渐淡 黎明江线 小虎儿将宁渊放下之后 伸手在自己那虎头小帽之中掏了掏 取出了一块通体幽蓝的宝石 随后往虚空之中一抛 宝石随之破碎开来 之后 便见一片片蓝光闪动 化作结界 将这小岛笼罩在内 完成之后 小虎儿拍了拍手 转身对宁渊说道 好了 有这结界屏蔽气息 那些阴魂不散的家伙 就没办法锁定我们的位置了 接下来 只要等公子回来就好 宁渊点了点头 依靠在一块青石之上 闭目仰慎了起来 见此 小虎儿迟疑了一会儿 随后来到宁渊身边坐了下来 察觉到了他的动作 宁渊也睁开了眼眸 出声问道 有什么事吗 小虎儿却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抱着双腿沉默了一会儿 方才轻声说道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嗯 见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宁渊不由得有些诧异 在他的印象之中 这小丫头一直都是天真无邪 或者说没心没肺 从不见他露出过这样的神情啊 想到这里 宁渊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说吧 什么事 小虎儿抬头望向了他 眼神不断变换 片刻之后 方才平复了下来 轻声说道 你能不能与公子一起去邀界 嗯 听此 宁渊也是一正 出声问道 为什么 小虎儿咬了咬唇 说道 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公子只有一个人 我又帮不上网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那 说到最后 小虎儿的话语声渐渐地低了下去 眼眸之中是说不出的担忧 听此 宁渊也是明白了过来 说道 所以你想我与你们同行 小虎儿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我知道不该将你牵扯进这件事情 但现在我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求你帮帮公子 话语之中 小虎儿不由地抓住了宁渊的手臂 小脸之上满是紧张与忐忑 他虽然不清楚军轻衣去邀界为了什么 但是 这一路来不断地结伤 已经让他认识到了一个事实 他们在与整个无尽之海为敌 蛟龙 蛟人 林族 还有海族各脉的高手都出现了 后面甚至还能够看到三大龙族与龙神殿的影子 有三大龙族与龙神殿的支持 那些人的实力强大得难以想象 这一次他们就动用了十余类先天神殿的强者 那么下一次呢 军轻衣实力虽是不凡 但孤身一人 如何能够对抗整个无尽之海的海族 这一路来 随着那些人的不断截杀 小虎儿心中越发的担忧 也曾想要劝军轻衣放弃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知道 若是就这么放弃 那么军轻衣就不是军轻衣了 这样的处境 让小虎儿越来越害怕 但却没有什么办法扭转局势 因为这里是无尽之海 三大龙族为尊 龙神殿至高无上 与他们为敌 便是与所有海族为敌 所以从一开始 他们就已经孤立无援 而宁渊的出现 则成了小虎儿最后的希望 这不仅仅是因为宁渊方才表现出的实力 更是因为戈月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人能够以一己之力 对抗整个海族的话 小虎儿第一个想到的 毫无疑问 就是戈月 若非如此 先前见到宁渊的时候 小虎儿也不会那么激动 只是宁渊会答应吗 这里可是无尽之海 与海族为敌 需要的何只是勇气啊 心想至此 小虎儿不由地咬住了唇 神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宁渊 见他这父母样 宁渊一笑 伸手揉了揉那毛茸茸的虎头小帽 说道 我倒是没问题 只是亲衣那边 听此 小虎儿不由地大喜 双手抱着宁渊的手臂连声说 公子那里我来说 你要说些什么 小虎儿话语方落 便听身后一声轻语响起 第二百七十四章 公子 听着声音 小虎儿转过身来 见君轻衣无事归来之后 连忙抱了上去 说道 你回来了 见他这父母样 君轻衣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让你忧心了 小虎儿一笑 说道 我知道公子肯定能安然妥身的 就凭那些个家伙 怎么可能拦得住我家公子呢 话虽如此 但他却没有丝毫放开君轻衣的意思 反而是抱得更紧了 见此 君轻衣宠意地摸了摸他的头 随后问道 胡 方才你要与我说些什么 小虎儿这才回过神来 拉着君轻衣走到了宁渊身边 说道 公子 就让宁渊和我们一起去邀界吧 恩 这话让君轻衣微微皱起了眉 摇头说道 胡 我不是与你说了 这件事情不能将其他人牵扯进来 可是他现在已经牵扯进来了啊 小虎儿对君轻衣摊了摊小手 说道 因为刚才他一剑杀了那条四角蛇 什么 听此 君轻衣也是一惊 转而望向了宁渊 说道 宁兄 你方才杀了敖雷 敖雷 宁渊也是一愣 随后才明白 君轻衣所指的是先前那黑衣男子 点头说道 不错 清宁渊承认 君轻衣不由的微微促起了眉 这敖雷身份非同一般 乃是蛟龙一族当中的王血雷娇一脉 并且还是日后九娇真龙的人选 因此 蛟龙一脉早就在他的体内种下了一份真龙之血 凭借着体内的真龙之血 方才敖雷才能够不受君轻衣碧海潮升取的影响 去追杀小虎儿与宁渊 在回来的时候 君轻衣还在想小虎儿是如何摆脱掉这敖雷的 结果没有想到 他竟是被宁渊一箭杀了 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十分之麻烦了 君轻衣明白自己现如今在做什么 正明白这其中的凶险 所以才不想其他人牵扯进来 甚至还打算让宁渊带着小虎儿离开 自己孤身一人前往妖界 但现如今宁渊杀了敖雷 身为蛟龙九子之一 敖雷体内蕴含的那一道真龙之血 不仅仅是血脉 更是真龙一族设下的特殊印记 宁渊杀死敖雷之后 这印记便会自主融入宁渊体内 让他身上多出一份真龙之血的气息 这真龙之血的气息 象征着屠龙者的身份 在外界也许是一份荣耀 但可惜 这里是无尽之海 三大龙族至高无上 统于万千海族的无尽之海 若是给人发现宁渊身上的真龙之血气息 那无论是海族那一脉 都会倾尽全族之力为杀他 到时候宁渊连说回北狱了 能不能出得了这无尽之海还是个问题 想到这里 君青衣不由地摇了摇头 对身边的小虎儿说道 你就没有出声拦一下吗 听此 小虎儿也是无奈 说道 这可不能怪我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 那只四脚蛇就已经死了 这 君青衣有些意外地望了宁渊一眼 敖雷的实力 君青衣十分清楚 宁渊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竟还能一剑斩了敖雷 这实力 当真是让人有些意外呢 建君青衣神色讶异 小虎儿一笑 连忙说道 公子 既然事情都这样了 那就让他与我们一起去邀界吧 嗯 听此 君青衣若有所思地望了小虎儿一眼 随后说道 虎 你先去取些百花蜜来 好 君青衣突然岔开话题 让小虎儿有些不明 所以 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转身去收集百花蜜去了 不过 临走之前 却是朝宁渊眨眨了眨眼睛 将他动作尽收眼底的君青衣剑刺 不由地摇了摇头 待他离去之后 方才走到宁渊身旁 轻声说道 宁兄 虎给你添麻烦了 见君青衣几时猜出了小虎儿的用意 宁渊不由地摇了摇头 说道 小丫头 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明白 君青衣点了点头 随后轻声道 只是此事凶险非常 一不错 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青衣不想其他人 因此而受到牵连 尤其是虎 恩 听此 宁渊微微皱眉 顿道 你打算怎么做 君青衣淡淡一笑 轻声言道 临近妖界之后 我希望宁兄能够带着虎离开 回到北域 听此 宁渊不由沉默了下去 注视着君青衣 片刻之后方才说道 你觉得 这小丫头会答应跟我走吗 君青衣微微一笑 青衣相信 只要宁兄愿意 一定能够把虎带走的 宁渊不由地摇了摇头 说道 这是要我当恶人 他一定会恨我一辈子的 君青衣淡笑一咎 随后 竟是朝宁渊师的毅力 轻声说道 希望宁兄能答应 青衣这不情之情 见此 宁渊眉头皱得更是厉害了 沉默了片刻 方才问道 你说这件事凶险非常 那么我想要知道 这到底凶险到了什么地步 十死无生 一声轻语 淡淡四字 其中听不出丝毫波动 似乎微不足道 或者早已接受 听此 宁渊深深地忘了君青衣一眼 说道 明知如此 你还要去 君青衣神色不变 轻声言道 这是青衣的宿命 早已注定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火 所以 请宁兄答应青衣 这唯一也是最后的请求 宿命 宁渊难难了一声 注视着君青衣说道 你相信宿命吗 君青衣点了点头 道 深为此 死亦为此 这是青衣选择的宿命 平静的话语声在宁渊耳旁响起 虽听不出多少波动 但这声声话语之中 是坚定如山的信念 难以撼动 是吗 宁渊难难了一声 随后 随后 对君青衣点了点头 道 你中了我一命 我该还你一个人情 听此 君青衣一笑 轻声道 多谢 不用 宁渊摇了摇头 随后又是问道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对此 君青衣淡笑不语 只是探出了右手 拇指指尖在中指上移滑而过 那宛若阳之美玉般的肌肤之上 便出现了一道伤口 随后 一滴散发着淡淡金光的鲜血流出 宁于指尖之上 恩 见此 宁渊有些疑惑地望向了君青衣 君青衣解释道 宁兄 你杀了欧雷 身上沾染了真龙之血的气息 现在我以天龙血为你掩盖 足以遮掩一时 但龙族之人还是有可能察觉 日后你要小心 若是可以 尽可能避开龙族之人吧 说吧 君青衣指尖一落 点向宁渊眉心 那滴散发着淡淡金光的鲜血 触及宁渊皮肤之后 便飞速地渗透了进去 随后 君青衣一指为笔 在宁渊眉心之间 缓缓勾勒出了一道淡金色的纹路 片刻之后 最后一笔终射完成 一阵金光闪动之间 那道纹路随之消引在了宁渊眉心 君青衣也收回了手 此时 林中也传来了一声喊声 公子 百花蜜去回来了 话语声中 小伙儿端着一杯花香四溢的百花蜜 跑了回来 递给君青衣 同时问道 公子 又要酱酒吗 君青衣摇了摇头 探手接过了百花蜜 随后又是在右手手心当中化开了一道伤口 见此 小伙儿不由得一惊 连声问道 公子 你这是做什么呢 放心 没事 君青衣一笑 将手放到了百花蜜之上 滴滴鲜血落下 在那花蜜之上扩散开来 很快便化作一片鲜红 这看得小伙儿是心疼不已 但见君青衣没有说话 也就只能够强忍着 片刻之后 君青衣方才收回了手 随后 将这鲜血混染着的百花蜜 递到了宁渊面前 道 宁兄 请 啊 见此 宁渊也是一愣 君青衣笑道 接下来可能要奔波一阵 这能让伤势加快恢复 希望宁兄不要介意 听此 宁渊望了望那与血水 混染在一起的百花蜜 随后接了过来 神色颇为怪异地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喝人血 恩 除了我自己的 君青衣不由一笑 大启道 其实也不算是人呢 也对 宁渊点了 咱们点头 饮了一口 并没有想象之中的血腥味 百花青甜之中 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炽热 十分特别 总的来说 很不错 想着 宁渊直接一眼而尽 随后望向了君青衣 这眼神 让小骨儿瞬间拦到了君青衣面前 喊道 你看什么看 没有了 有也不给 休想打我家公子的主意 不然我咬死你 宁渊 君青衣摸了摸小虎儿的头 随后对宁渊说道 感觉怎么样 很不错 宁渊点了点头 此刻他已是感到体内一阵热流涌现 片刻之间便蔓延着四肢百骸 甚至涌入了丹田之中 开始滋养肉身 恢复气血与肛源 只不过才短短片刻 他的伤势就恢复了一两成 可见 这一天龙显得神奇 这样下去 他的伤用不了几天 就能彻底复原了 想到这里 宁渊望向了君青衣 问道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听此 君青衣眼神一阵变幻 随后轻生炎道 星月九道 慰完戴续 第二百七十五章 上古之时 五欲未分 天下唯有神州 而神州之外正是四海 广阔无银 其中生有海族无数 以龙族四脉为尊 为四海之主 但上古神战之后 神株破碎 因此化作了五欲 四海也随之倾覆 最终归为一体 成为了五欲之间天然的屏障 并且更为广阔 少有人能探寻到这片陆海汪洋的尽头 因此被称之为无尽之海 无尽之海的主宰 神就是龙族 只不过 在那一场四海倾覆的浩劫之后 龙族四脉变成了三脉 分别是真龙 硬龙 天龙 之后 天地一变降临 无尽之海也遭受影响 面临修行之路断绝的局面 为此 三大龙族联手建立了龙神殿 以此统预亿万海族 同时代表无尽之海进入神州 争得了一片传承之地 这才维持住了无尽之海的传承 因此 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各族各脉阶级层次分灵 龙神殿至高无上 三大龙族为尊 十大王脉扶手称臣 麾下还有上百海族战脉 可谓是强者如云 英雄辈出 坐拥无尽之海 统预亿万海族 龙神殿因此成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 纵然是在中欲神州之中 也是强横无比的无上传承 隐隐还有压过各大上古世家 与诸多古神传承的趋势 神州都有如此威势 这无尽之海当中更不用说了 龙神殿就是唯一主宰者 每一个海族 每一条鱼耳 甚至于每一滴水 都是龙神殿的耳目与眼线 在这一片无尽茫羊之中 只有两个地方 是龙神殿无法触及的所带 第一 就是深海巨兽之中的亡者 所沉睡的海域 那里是绝对的禁忌 连神之都不敢踏足的死亡绝地 第二 就是此刻出现在宁愿面前的星月九岛了 宁愿立身于虚空之中 积木望去 只见前方烟云朦胧 笼罩住了近乎千里的海域 一眼看去 都有一种迷失其中的感觉 若是亲身进入其中 只怕要永远沉沦在此了 不过 在这涌动的烟云之中 却隐约可以看到 九道若隐若现的星光 位内九宫之势 映着天穷九星 随着星位扭转而不断变化 看起来就好似一座巨大无比的阵法 时刻运行 永不间断 如此一幕 可谓是壮观到了极点 若是对阵法之道有所了解 甚至可能会失声惊呼一声神迹现世 宁愿虽不至于如此 但见此一幕 也是感到十分震撼 他没有兑换出诸葛孔明的八阵图 在这阵法之道上面 算不上早已非凡 但也有所了解 因此 宁愿十分清楚 眼前这座阵法是多么恐怖 这是一座天地神阵 这一座大阵 笼罩千里海域 那闪动的九道星光 就是大阵的根基所在 上雨天穹之中九颗星辰接连 源源不绝地吸收星辰之力 下雨海中九座岛屿融为一体 不断汇聚方圆外里的大海元气 星辰之力为天 大海元气为地 以这天地之力为大阵根基 难以想象 若是这一座阵法设底催动起来 那将会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画面 怕神连神 都会被磨灭在这一座天地神阵之中吧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 能够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布下了一座天地神阵来 心中惊异之间 宁渊转而望向了身旁的军青衣 感觉到了宁渊的视线 军青衣淡淡一笑 轻声说道 星月九岛能够立足于无尽之海 凭借的 不仅仅是这一座天地神阵 更重要的是 龙神殿的支持 听此 宁渊心中更是惊讶了 一路走来 军青衣向他讲述了不少 无尽之海的事情 其中自然包括这无尽之海的 主宅龙神殿与三大龙族 对于龙神殿与三大龙族来说 这无尽之海是他们的传承根基所带 重要程度无需多言 这君之侧踏 岂能容他人酣睡 所以 没有龙神殿的允许 任何偷渡进入这无尽之海的生灵 都将会被海族与龙神殿视为敌人 驱逐还算是好的了 绝大部分都是直接被杀了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龙神殿与龙族竟然会支持外界之人 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建立一个他们超突他们力量掌控了星月九岛 这和在他们心脏上插了一刀有什么区别 龙神殿与龙族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才会答应这件事情 甚至还亲手护持起这星月九岛来 难不成这星月九岛只是个黄色 背后还是龙神殿不成 见宁渊一脸疑惑的神色 君轻依微微一笑 道当初龙神殿遇要进军神州 结果遭受到了神州各大势力的一致抵抗 为此龙神殿与神州各大势力爆发了一场大战 最终才征来了一片传承之地 只不过作为火鞋与利益交换 龙神殿也要在无尽之海当中让出一个地方 交给神州一方执掌 星月九岛便是由此而来的 原来如此 听此 宁渊转头望了一眼 前方那壮观无比的天地神圳 心中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若是有龙神殿的允许与支持 那么以忠于神州各大势力的抵御 想要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建造起这么一座天地神镇 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反过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龙神殿的实力 若真的是体了心的 想要拔除掉这星月九岛 那么单凭一座天地神镇 还真的挡不住他们 但是 为了能够在神州之中立足 维持无尽之海的传承 龙神殿只能够容许 星月九岛的存在 甚至还要保证星月九岛的安全 所以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若是利益足够 一笑米难愁都不是问题 这点妥协自然也算不得什么 因此 终于神州之中有了一块龙神殿的传承之地 而这无尽之海当中也多出了一个星月九岛 只不过话说 回来了 君清一来这星月九岛做什么 四看出了宁渊心中的疑惑 君清一望了一眼烟云之中若隐若现的星光 说道 待会儿进入星月九岛之中 我要去见一个人 便劳烦宁兄你看过一下湖 听此 宁渊随后问道 什么人 君清一一笑 神色颇为玩味地说道 一个再想还算是朋友的朋友吧 这话让宁渊心中感到有些好奇 几日时间的相处 让宁渊对于君清一的性子也有了几分了解 性情之真 待人处是没有半点虚伪柔宁 所以对君清一来说 朋友便是朋友 敌人就是敌人 算是朋友的朋友 这种说法在君清一口中说出 实在让人感到奇怪 因此 宁渊不由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君清一眼神之中 多出了一丝莫名神情 轻声难难说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与他到底算不算朋友 这一次见面之后 又会变成怎么样的关系 见此 此刻 正如若一只小猫般 趴在君清一肩上的小虎儿一正 随后连忙说道 公子 你不会是要去见那个女人吧 君清一伸出手摸了摸小虎儿的脑袋 道 当真一什么都瞒不过你呀 对此 小虎儿却是高兴不起来 反而露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咬着牙说道 公子 你还是离那个女人远点的好 她让人讨厌 非常非常的讨厌 说着 小虎儿伸出小肘子指了指旁边的宁渊 说道 比这个家伙还要让人讨厌十万倍 哦 不 一百万倍 莫名躺枪的宁渊 对此表示很无辜 你呀 你 君清一摇了摇头 将小虎儿抱了下来 交到宁渊手中 随后说道 这星约九岛乃是神州四大神宗与五方上古世家联合执掌的 所以在九岛之内禁止私斗 无论谁都不例外 十分安全 这几日来一路奔波 宁凶想必也是累的 便带着虎儿在岛上休息休息 若是觉得无趣 也可以到处逛逛 岛上有不少街市 好 见此 宁渊点头 答应了下来 然后把一脸不情愿的小虎儿放到了自己肩头 那就入道的话语之间 君清一探出手来 指尖金光闪动 在虚空当中勾勒出了一道符文 紧接着 这符文飞起 直接冲入了那大阵之中 片刻之后 便见被烟云笼罩的大阵当中 绽放出了一道星光 跨越虚空 随后 随后凝聚成一座星辰之桥 直接延伸到了君清一三人面前 走吧 君清一踏上了这星辰之桥 宁渊也迈不跟了上去 两人上桥之后 无需动作 便见星桥自主回转 一顺百里 周遭景物随之不断变换 不过 眨眼之间 便已进入了那烟云笼罩的星月九岛之中 进入星月九岛的范围之后 宁渊能够便感受到了 虚空之中涌动的天地元气充裕至极 甚至宁化成了器物 将这星月九岛笼罩在内 其浓郁程度 起码是外界的十余倍 后天修行 凝炼自身气血 先天修行 吸纳天地元气 所以 先天境界修炼速度的快慢 关键就在这天地元气上面 这十余倍的天地元气 虽不能让修行速度也提升十余倍 但几倍还是有的 这样的速度提升 绝对算得上修行圣地了 这就是天地神阵的效果之一 汇聚九星之力与大海元气 无论如何贫瘠的地方 也可以变成修行圣地 只是可惜 天地元气并非修行的真正关键 否则 天地一变之后 龙神殿也用不着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从神州争夺一块传承之地了 周遭景物不断变幻 宁渊渐渐地看到了九座岛屿 全然被星光笼罩 再加上周遭涌动的烟云朦胧 藏真是美轮美奂 好似人间仙境 星辰之桥带着军青衣与宁渊 直接来到了一座岛屿之前 随后 又见一道星光画桥而来 延伸到两人面前 只是这一座星桥之上站着两个女子 身着霓裳 之上 星辰点缀 身姿妙满 动人心弦 虽有面纱遮掩了容颜 但那眉宇之间透露的女儿风情 仍旧是让人美不可言 见这两个女子 宁渊却是微微皱起了眉蓝 眼神不住在两人身上扫过 只不过 这两个女子无视了宁渊妹放肆的眼神 神色恭敬的 对军青衣行了一礼 其声说道 青衣公子 殿下已经等候多时了 请吧 军青衣点了点头 转而对宁渊说道 宁兄 我很快便回来 哦 好 听此 宁渊才回过了身来 又不由地扫了那两个女子一眼 眉头紧锁 见此 军青衣也不由地多看了她一眼 不过还是没有多问 转身踏上了那星桥 军青衣上桥之后 那两个女子便转过身去 脚下的星桥回转 直往那九岛之一落去 至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理会宁渊打亮她们的眼神 而宁渊却一直注视着她们 直至星桥消失之后 方才收回了视线 见此 小虎儿不由地白了她一眼 十分鄙视地说道 我说你没见过女人吗 那两个家伙有什么好看的 跟我家公子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你用得着一直盯着她们吗 我都替你丢脸死了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 我觉得她们有些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不是吧 听此 小虎儿再一次白了宁渊一眼 说道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还来这儿逃 我告诉 除非那两个女人脑子坏掉了 否则 鬼才相信你这番话 这话让宁渊十分无语地看向了小虎儿 说道 你这小脑的瓜子里 到底整天想些什么东西 轻衣不会教过你这些东西 你到底是从哪学来的 你管我 小虎儿瞪了她一眼 随后又是喊道 还有 什么轻衣轻衣的 叫那般亲热干什么 再警告你一次 别乱打我家公子的主意 不然我绝对绝对咬死你 先从下面开始咬 说着 小虎儿昂起了小脑袋 故意给宁渊看到她那两根雪白的小虎牙 宁渊摇了摇头 问道 算了 你知不知道她们是出自哪里 这个吗 小虎儿歪着脑袋想了想 随后说道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神宫 哦 对了 星月神宫 星月神宫 宁渊喃喃了一声 似在回想着什么 第276章 上古周末 一场惊天动地的神战爆发 神舟因此破碎 四海为之轻浮 一场烈士浩劫之后 这辉煌无比的上古时代 已变成了一段历史 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神战 诸多传承之中虽有记载 但绝大部分都是直言片语 甚至只有寥寥神战的二字 少有见提及这一战的起因与结果 倒是坊间有不少船的神姑奇迹 五花八门的野史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一场神战因何而起 要如何而终的 其实并不重要 毕竟这已经成了一段历史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遥不可及 没有多少人会在意 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真正重要的 是那一场上古神战之后 导致的天地一变 那一场神战之后 神舟破碎 四海倾覆 天地大变 各族生灵修炼之路 开始日渐断绝 不知道多少上古传承 因此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这天地一变 最为直观的表现 那就是天地元气的日渐减少 不过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真正可怕的是 修行之路上增添了一重重枷锁 先天神境 便要面临九重神节 我则生 不过则死 就是超脱神境九重之后 还有天人五衰 三概六难 不要说寻常修者 就是那居于三天 界外至高无上的神知 都未必是万劫不朽 这一重重的劫难 就好似天道考在 修行者身上的枷锁 因此 这修行之路 也是一条逆天之路 不禁则死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上古结束之后 终于成为了神州 虽然在神州之中 这些修行大劫仍旧存在 但起码有了突破的希望 不像是外界那般直接断绝了道路 如何都无法突破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没有多少人清楚 但上古之后 这终于的确是强者如云 无数人节天骄横空出世 大能纵横 真正在现了上古之时的 辉煌世界 因此 终于方才接替了上古 神州之名 不知道有多少传承 想要在其中 占得一席之地 只不过 这难度不比登天 要简单多少 神州之中强者无数 各大势力错综复杂 人族有三教鼎立 百家争鸣 以及人皇帝朝 上古世家 妖族有无上妖庭 十祖妖帝 魔族有无禁渊 万劫塔 这些传承 都是自从上古 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 延续至今的存在 真真正正的庞然大悟 底蕴之身后 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哪怕过了千万年 沧海桑田 日月更替 他们的地位一样无可撼动 就是主宰这无尽之海的龙神殿 当初进入神州之时 都在这些上古传承手中 吃了不小的亏 最终不得不妥协 让神州一方在无尽之海当中 建立起了星月九岛 因此 这星月九岛的主人 毫无疑问 是神州之中的各大势地 自要 北辰 星月 太一 四大神之传承 公孙 太好 鸡 强 营 武方上古世家 正是这九大势力联手 才有这么大的手笔 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建立起了一座天地深圳 并且分别建造了九座岛屿 经位分明 互不相反 而现如今 宁温所在的这座岛 便是四大神宗之一 星月神宫的地盘 从小 虎儿口中弄清楚了这些事情之后 宁温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难怪刚才他在那两个女子身上 感受到了几分有些熟悉 而陌生的气息 四大神宗之一 星月神宫 心中南南四字 宁温不由地一笑 他此刻也不知道 自己应该感叹是神宗人 还是冤见路战 自己竟然好死不死地 跑到四大神宗的地盘上面了 他可是毁了那六位神之万年谋划的罪魁祸首 让四大神宗千万年的心血复之冬流 并且还亲手斩杀了他们众多高手 如果说四大神宗有什么头号公敌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宁温无疑 如果在这星月九岛之中 他的身份被人发现 那么四大神宗会有什么动作 星月九岛上虽然严禁动武 但用脚趾头来想都知道 这四大神宗会遵守规矩的可能性 不比魔珠上述的可能大多少 想到了这里 宁温忽然感觉有些庆幸 好在当初他杀上天英阁的时候 将四大神宗与龙神殿派到北域的高手都灭了 并且还戴着面具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否则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君清一要见的人到底是星月神宫之中的哪一位 如果他知道了自己与星月神宫之间的恩怨 那么会不会话有为敌呢 心思之间 宁温不由地摇了摇头 南南说道 只希望不要这么试试弄人吧 见宁温又是摇头又是叹息的 坐在桌子上的小虎儿神色疑惑 雪白的肠尾不断在身后扫着 说道 你有心事 恩 听死 宁温回过了神的 看了小虎儿一眼 说道 没有 为什么这么问 小虎儿白了他一眼 道 你找块镜子照照自己的脸都不就懂了 怎么 难道还是因为先前那两只母猴子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母猴子 宁温嘴角抽搐了一下 先前那星月神宫的两个女子 虽算不上清澄角色 但怎么说也是美人 怎么到了这小丫头 嘴里就变成两只母猴子了呢 果然是一山不容二骨 除非一公一母 这小丫头对于异性的排斥越发的严重了 当然 这和军青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想到这里 宁温不由的一笑 神色完美的看着小虎儿 说道 看你这么样 难不成是吃醋了 哼 听死 小虎儿冷哼了一声 竟是直接说道 是啊 我就吃醋了 怎么的 公子竟然要去见那只让虎讨厌的母猩猩 吃醋怎么了 我还想要杀人呢 啊 说着说着 小虎儿越发的激动 到了最后 甚至控制不住自己 猛地从桌子上站了起来 就要来一番鬼哭狼嚎 来发现一下自己心中的愤怒 见此 宁温赶紧拿起了一个桃子塞到他嘴里 要是让这小姑奶人喊起来 他受不受得了 这暂且不说 但这身份肯定要暴露 虽然这里是星月九岛 龙神殿难以掌控局势 但不代表他们在这里没有耳目 进入星月九岛之前 君清医师法 为宁渊改变了面容与气息 又让小虎儿恢复原形 扮成一只普通的灵兽小猫 就是为了掩饰身份 若是给这小虎豪一声 那铁定要暴露了 宁渊可不想一出 星月九岛 就见到龙神殿的一众高手在等着 哼 我咬死你 被宁渊用桃子堵住嘴的小虎儿 也回过神来 但还是恶狠狠地瞪了宁渊一眼 随后便抱着那和他身子 差不多大小的仙桃啃了起来 看那咬牙切齿 一脸凶狠的模样 说不定是将这桃子 当成了宁渊 或者君清医去见的那人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问道 那人究竟是谁 值得你这么生气 小虎儿听此 又是个狠狠的 要下了一块果肉 随后说道 不就是那星月神功的什么神女了 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女人 整天算这算那的 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 她是不知道的 哼 我就不信她能知道 我现在在骂她 母星星 发情了不去找母星星 整日打我家公子的主意做什么 混蛋 星月神女 听此 宁渊也不由地皱起了梅兰 在这神之传承之中 至高无上的 无疑是三天界中的神主 只不过 神主居住在三天界 至高无上 遥不可及 所以 真正执掌这神之传承的 便是神主亲自点定的代言人 也就是世人口中的神之子 例如 那位太医神子 还有眼下小骨二口中的这位星月神女 论身份 这位星月神女与神州各大势力的主宰 是平起平坐 甚至还隐隐高尚几分 而君星医与她竟然是朋友 并且看这关系好像非同一般 想到这里 宁渊心中的担忧又是加重了一分 让她不由地种起了梅 这倒不是宁渊怕了那什么星月神功 只是 她实在不想与君轻一为敌 救命之恩是一 即日相处情义是二 所以 对君轻一 宁渊实在不愿兵封相向 虽是不愿 但这已经不是宁渊能够决定的事情 现在她只能希望 不会走到那样的地步吧 宁渊心中在想什么 小虎儿当然不知道 此刻她已经啃完了那仙桃 将桃和土到一旁之后 又是拿起了一枚猪果 见此 宁渊摇了摇头 说道 说实话 吃素吃得你这么开心的虎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两只小爪子抱着猪果的小虎儿 白了她一眼 道 你懂什么 这叫不食人间烟火 公子就从来不碰那些血食 我也要像公子那般好看 当然不能吃肉了 倒是你 吃得这么开心 小心变成猪 说着 小虎儿又是啃了猪果一口 听此 宁渊不由一笑 道 既是人 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说吧 宁渊望了一眼窗外 虚空之中 虽仍是灵气阴云涌动 宛若仙境 但在这白玉街上 一样是熙熙攘攘 行人来来往往之间 热闹非常 还不时掺杂着叫卖之声 和世俗之中的街市一般无二 传承这地与星月九岛 是龙神殿与神州一方的利益交换 龙神殿要传承之地 是为了延续种族的传承 避免消亡在这一边的天地之中 而神州一方建立星月九岛的用意 一是 为了在无尽之海之中 拥有一股能够制衡龙神殿的力量 二 就是为了无尽之海当中的资源 先前已经说了 天地一边所导致的修行之路断绝 关键并不是天地元气 就算这些年来 天地元气变得有些稀薄 但对于融合四海之力为一体的无尽之海来说 这点天地元气的稀少 够不成多大的影响 所以 这无尽之海真万无数 矿产 灵药 还有各种异宝珍品 资源之丰富 便是神州一方都垂涎不已 只不过 碍于龙族的实力 不敢轻举妄动 但龙神殿在神州立下传承 就让他们有了机会 这星月九岛也因此应运而生了 这九座岛屿 就是九个房市 商业繁华 让神州一方能够源源不断地 获取无尽之海当中的资源 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实力 所以 这星月九岛其实很热闹 并且鱼龙混杂 什么人物都有 同时 珍宝无数 竟然会有什么幸运儿 在地摊上 见到上古神器的传闻 当然 这传闻大多数都不靠谱 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那么多的便宜可以捡 就算有 不怕捡了便宜丢了命吗 因为 要隐藏身份 宁渊并不打算去逛逛街 就想着 在这里等君清一回来 然后 离开这世非之地 否则 让四大神宗发现了他的身份 再想走就难了 虽然不方便凑热闹 但在楼上看看也是可以的 想着 宁渊站起身来 走到窗外 望了一眼皆是 随后 却不由地皱起了眉来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绝对不算熟悉 甚至只见过一面的人 但是这个人对于此刻的宁渊而言 却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当初在天音阁一战当中 神州一方唯一活下来的人 灵星仙子 此刻出现在了这座九楼门前 见此一幕 宁渊不由地皱起了眉来 难难说道 是巧合 还是我的运气真的就这么差 与此同时 一座悬于虚空之中 上下星月神光涌动的宫殿之中 两人相对而坐 在军青衣的面前 是一道虚幻的身影 并且还被一张青纱遮掩的面容 只露出了一双眼眸 一双美得惊心动魄的眸子 眼中更有星月之光闪动 透着无尽智慧 自能堪破一切虚妄 洞悉天地万物 在神舟之中 只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一双眸子 星月神女 星不久天 月眼时地的星月神女 虽然只是一道虚影 但神女之姿 仍是风华绝代 让人不由心罪 但此时此刻 那一双透着无尽智慧的眼眸 却一直在注视着眼前沉默不语的人 如何都不愿挪开一寸 两人相对而坐 注视着彼此 许久之后 方才有一人打破了沉默 青衣 星月神女深深地望了眼前的人一眼 随后叹息了一声 道 许久不见了 君青衣点了点头 道 的确是许久不见了 青月神女一笑 诞生道 我知道你前来寻我是为了什么 但在此之前 我希望你能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恩 听此 君青衣微微皱起了眉感 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但还是问道 何事 放弃一个人 未完待续 第277章 青月神女话语落下 殿内顿时陷入了死记之中 君青衣没有言语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面前之人 对此 青月神女摇了摇头 诞生道 我想你应当清楚这人是谁 这话 让君青衣终时打破了沉默 话语冷然 那你也应当明白君青衣是什么人 相交百年 我如何能不明白 凌风月叹息了一声 点神之中透露出了一丝无奈神情 轻声言道 我不想因为此事而影响到你我之间的关系 恩 听此 君青衣已是明白了什么 点神不犹豫了 起身便要离去 然而 却不等君青衣动作 便见虚空之中 一道道星光绽放开了 凝聚成星 共计三百六十五道星辰 悬浮在大殿上空 以周天之势变幻运行 洒下璀璨星光 直将整座大殿笼罩在内 置身于星光之下 君青衣只感到体内真元运行渐渐缓慢 最后甚至被封禁在体内 如何都无法催动 真元被封之后 连肉身也遭受到了禁锢 让君青衣感到了一阵虚弱无力之感 一时难以行动 周天星辰大震 见这漫天星辰 君青衣眼神一凝 转而望向了星月神女 冷声喝倒 迎风月 你真要如此 听此 迎风月眼神之中透着一丝无奈 若是可以 她何尝愿意这么对君青衣 心思之间 迎风月悠悠一叹 轻声说道 轻衣 是已至此 我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听此 君青衣亦是不由皱起了眉 迎风月出声问道 你与此人相识不过数日 对她又有多少了解 君青一意拂袖 寒声道 直说吧 这让迎风月不由一叹 轻声道 这件事牵扯了太多 四大神宗 龙神殿 还有魔温 六方联手 半年筹谋 所有心血都被她一人而毁 诸位神主已是震怒 事已至此 早已没有回转了余地 此人不得不死 不能不死 听此 便是君青衣眼神之中 也不由得多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不过 却没有出声回应 建军轻衣沉默 迎风月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我知道以你的性子 虽然不会答应这件事情 但此人对于四大神宗而言 不得不除 说吧 迎风月沉默了一阵 片刻之后方才继续说道 你来之前 我已经与其他三位神之子商谈过了 四大神宗将会全力助你前往妖界 并取回天龙九鼎 所以 只要你能答应不插手此事 龙神殿便是想要阻你 也是有心无力 届时 够了 冷声怒吓 直接打断了迎风月的话语 君青衣望着面前的人 眼神之中是未曾见过的怒火 还有掩不住的失望 见君青衣震怒的模样 迎风月 眼神不由便换了一阵 随后喃喃说道 百年以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你如此生气 就为了一个宁愿吗 不 不是因为他 注视着眼前的人 这一张熟悉的面容 此刻 却挤留了君青衣 一丝难以形容的陌生 或者 不是陌生 只是以往不愿看到 也不想看到的真实罢了 听这话语 凌风月悠悠一叹 轻声道 当年四海清父 天地浩劫 天龙已买卫护四海海族 以利抗天 因此 全族尽灭 清衣 你身为天龙一族最后的血脉 如今真的要为了一个相识不过几日的人 放弃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我未曾想要放弃过什么 对此 君青衣神色平静 眼眸之中更是不见半点波澜 但是 他周身空间却开始扭曲了起来 泛起了一道又一道的波纹 让在大殿上空当中运行的周天星辰 随之一阵颤抖 见此 凌风月眼神一鸣 望向君青衣 不由师生问道 青衣 你与他认识不过区区数日 值得你做到如此地步吗 君青衣神色平静 但声言道 他是因我而来这星约久岛 我又岂能弃他不顾 凌风月摇了摇头 道 青衣 你错了 早就在他出现在无尽之海时 我便已经推演到了他的位置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是因为你 所以你不欠这人什么 这件事更是与你无关 放手吧 听此 君青衣衣意意识摇了摇头 但声言道 不 是你错了 四察觉到了什么 凌风月微微皱起了眉 抬头望大殿上方望去 随后 便见到一道道金光闪动 纠缠在那周天星辰之上 直让这三百六十五颗星辰剧烈的颤抖着 已经开始逐渐崩溃 见此一幕 凌风月眼神微微一颤 望向君青衣 不由师生说道 青衣 他值得你如此 此刻 君青衣的脸色已是变得有些苍白 唇边更是不知何时多出了一缕鲜红的血迹 但他却是魂不在意 反而淡淡一笑 轻声道 值得 你 轻声两字 让凌风月心中一颤 一时之间 这位神舟之中 号称算无一策的星月神女 竟是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相交百年 凌风月可以说在这世间 没有谁能够比他更了解君青衣 从一开始 凌风月就明白 君青衣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 他一早就在大阵当中 布下了周天星辰大阵 打算暂且君青衣困在这里 只要困住了君青衣 那么 四大神宗的一众高手 就能从容将宁渊斩杀 此事了结之后 他再向君青衣道歉也是不迟 虽然这会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巨大的影响 但也好过 让君青衣牵扯进这件事情 这一切 凌风月早已算计好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君青衣竟然做到这一步 强行破碎周天星辰大阵 天龙一族 来是开天辟地之中 便已诞生了初始龙族 真真正正的天地神兽 生来便身负九大神通 其中之一 称之为万法不侵 天龙一族诞生之时 正逢混沌开辟 地方活水四法之力肆虐天地 无尽混沌之中 天龙一族获得了抗衡混沌四法之能的力量 也就是这一门天赋神通 万法不侵 混沌开辟 阴阳演四法 地风活水成天地 所以这四法之能 也是天地之间最为原始的力量之一 天下千万数法神通 论其本质 都脱不开这四法之力 因此 天龙一族的这门天赋神通 有破灭一切数法之能 就是迎风月以无尽星辰之力为原所部下的周天星辰大阵也是一样 只不过 这周天星辰大阵是星月九岛大阵的一部分 天龙神通虽是不凡 但也要受到修为的限制 如今君清一要以一人之力 将这周天星辰大阵破除 不知道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迎风月没有想到 为了一个认识不到几天的宁愿 君清一竟是做到了这种地步 纵使明白 这就是君清一的性子 但迎风月仍旧是无法接受 五 一声低吟 君清一身子微微一颤 口中又是溢出了一缕鲜血来 周身的虚空不断地扭曲着 一阵阵液液扩散之间 那三百六十五颗星辰已经崩灭了大半 让这周天星辰大阵已经到了破灭的边缘 但也因为如此 君清一受到了星辰大阵的反噬 伤势渐重 清一 见此一幕 迎风月不由地站起了身 但他方才一动 那本就虚幻的身影 竟开始幻灭起来 仿佛风中的烛火 随时都会消散 为什么 见此一幕 迎风月已是明白了什么 看着面前的君清一 眼神之中是错愕 更是难以信工的复杂 对此 君清一微微一笑 探守是去了唇边的鲜血 轻声道 风月 对不住 话语声中 迎风月的身影顿时破碎开来 在虚空之中化作了虚无 身为星月神功的神女 迎风月的身份非凡 自然不可能亲身坐镇带着星月九岛 先前的她 只不过是一道幻影 没有半点力量 否则的话 她也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君清一 强行破开周天星辰大阵 而束手无策了 幻影 也是束法的一种 在君清一的万法不侵之下 自然也要破碎 君清一这么做 一是 不想让迎风月留在这里为难 而是迎风月幻影破碎之后 一时之间无法再次凝聚 星月神功群龙无首之下 君清一与宁渊离开这星月九岛也会轻松许多 君清一心思之间 笼罩着大殿的周天星辰大阵轰然一声 漫天星光破碎 禁顾着君清一的心臣之能 也随之烟消云从 君清一回身 看向大殿之外 不少星月神功的高手已是被这忽明之声吸引 不顾一切的飞奔过来 在四大神宗之中 神之子是仅次于神主的存在 身份尊贵至极 不可亵渎 那么 只是一道幻影也是同样 所以 这大殿一出世 星月神功的高手就被惊动了 若非最强那几人 以奉命前去斩杀宁渊 此刻早就有人冲入大殿之中了 对此 君清一神色平静 难难说道 要尽快离开 话语终神 君清一身影骤然虚幻 下一瞬便顿入了虚空之中 直接离开了这星月神殿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八章 注视着那灵星仙子 缓步踏入酒楼 宁渊随即闭上了眼眸 放开临时感知 使用天之血这上古神兵 会对自身神魂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伤 但同样 这也是一种淬炼 只要能将这损伤及时恢复 那么 不仅仅不会伤到神魂根基 还能让神魂不断壮大 这几日来 君清一位宁渊疗伤 除去了 酿造能恢复神魂损伤的百花酒之外 还让宁渊饮了数次天龙血 天龙乃是龙中之龙 自从混沌开辟之中诞生的神之生灵 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力量 君清一是这世间最后的天龙血脉 体内天龙血自然是当之无愧的至宝 不仅仅能恢复肉身伤势 壮大气血体魄 还能滋养神魂 有着天龙血的滋养 再加上百花酒 短短几日时间 宁渊肉身与神魂之上的伤势皆已恢复 尤其是这神魂和先前相比已然壮大了几分 神魂的壮大 也让宁渊的灵石感知大大提升 虽然还没有办法和修成元神的地劫强者相比 但和神境人杰的高手比起来 已经是不逞多让了 现如今宁渊闭目宁神 这灵石感知随之扩散开来 瞬息之间便扫过了这间酒楼 甚至连外边的街市都笼罩在内 哼 放肆 胆敢亏是公主殿下 这是那家的小辈 这般不动规矩 随着宁渊灵石一扫 虚空之中顿时响起树声冷喝 随后便有树到极为强横的神魂之能爆发 震透虚空而至 出手之人 无疑不是先天神境的高手 其中一人更是踏入了神境四重 修成了元神的地劫强者 这元神之力施然开来 当真是如若怒海千炮一般是不可当 席卷之下 连虚空都泛起了一阵涟漪来 在这星月九岛之中 神州九大势力定下了规矩 严禁五斗 但这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不得先向人挑衅 现在宁渊显然是触犯了这一点 灵石感知 便是神魂的延伸 无感的放大 像是宁渊这样以灵石窥视他人 那简直合在大街上扒开女子的衣裳 然后往你死命看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脾气好的 也许不会计较 将这扫过的灵石挡下就是 看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的老好人 所以宁渊这灵石扫视之后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直接动用了神魂之力 向宁渊所在攻伐而来 他们感受得出宁渊这一道灵石不弱 可见他修为不低 因此这数道神魂攻势也是不差 汹汹而来 纵使要不了宁渊的性命 也要让他吃一个大大的苦头 与此同时 方才踏入酒楼之中的灵星仙子 不由地止住了步伐 抬头望向二楼的风向 有眉微醋 与此同时 房间之内 感受数道神魂攻势 震透虚空而止 宁渊神色平静 手中陡然绽放出一道星红血光 无边煞气奔腾之间 雀龙胆已是一枪横扫而出 枪风横扫 力重如山 轰击在虚空之中 悍然与那数道神魂攻势正面对汉 神魂之力无形无掷 寻常手段难以抵挡 若非如此 这先天神境九重之中 就不会以是否修成元神 而划分出人节地节了 不过 宁渊手中之枪 乃是至极凶兵 吸收了天爵风无尽煞气之后 更是凶威滔天 有破灭万法之能 只有真龙天护这般的人皇战甲 才有资本无视血龙胆的威能 这几人爆发出的神魂之力 显然不是和真龙天护同等层次的存在 因此 在宁渊这一枪轰击之下 这数道神魂攻势便直接崩溃 连那一道元神之能也不例外 湮灭在了血龙胆枪风之下 随后 却见宁渊攻势不停 一枪横扫而过 重重地轰击在了房门之上 轰 顿时间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无比强横的力量摧憾之下 整座酒楼都随之猛然一震 怎么一回事 有人敢在这新月九岛闹市 走然而来的经历 让酒楼之中引起了小范围的混乱 众人惊疑不定地 看着轰鸣之声传来的方向 神色错愕 但却不见多少慌乱 反倒是一脸不解 这里可是星月九岛 龙神殿与神州交易的关键 也是维持两者关系的纽带 在这里闹市 不仅仅得罪了执掌星月九岛的四大神宗 与五大世家 更是不给龙神殿面子 得罪了这些庞然大悟 那下场还能好 因此 不管是桀骜不驯的凶人狂客 还是雄剧一方的霸主萧雄 进了这星月九岛之后 都得老老实实的 现在又是谁 敢在这星月九岛之上闹市 众人惊疑不定之间 灵心仙子眼神却是一宁 抬头望向了楼上宁愿所在的方向 当即冷声喝倒 动手 知晓已被发现 那么就干脆不再隐藏 随着灵心仙子一颗 虚空陡然破碎 树道星光绽放 宛若自从天穷坠落的陨星 直冲向明远所在的房间 这是 星月神宫的星神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见此一幕 根本不清楚情况的众人 不由地吸了一口冷气 神色错愕地 看着那树刀碎裂虚空而出的星光 心中更是惊疑不定 这星月九岛有天地神阵笼罩 神阵之力加持之下 空间坚韧无比 连先天神境的高手都无法撼动 更不要说破碎虚空了 想要在这星月九岛之中破碎空间 要么是踏入了神境七重的天洁强者 要么就是和执掌星月九岛的九大传承有关 例如眼前这些星神位 星月神宫的两大神位之一 每一位都是神境人杰的修为 深受星月神力加持 战力强横无比 是星月神宫的中间力量 只听从神女与神主的命令行动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连星神位都惊动了 神州和龙神殿翻脸了不成 心思不过一瞬之间 众人惊骇之时 那数个星神位已是杀上了二楼 欲要寻找目标踪迹 但还不等他们再次动作 面见一声狂笑响起 星红血光横扫而至 狂暴无比的力量撼动虚空 一击 宛若太阅天青 势不可挡 轰 只听一声轰鸣 那一个闪避不及的心神位应受一击 虚空震动之间 整个人哀嚎不及 便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撞断一根石柱之后 重重地砸入对面一间商铺之中 生死不知 什么 见此一幕 众人不由一惊 随后便慌忙往外逃去 虽然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看到先前一幕 用脚趾头来想都知道 这些心神位的目标是何等强横 城门失火 当即迟鱼 他们可不想远入这心神位和宁渊的大战之中 那有几条命都不一定够完 众人惊怨而退 场面也随之混乱了起来 但数个心神位却是丝毫不乱 拔出腰间星剑 剑锋接连攻出 下方 那灵星仙子 亦是冷眼注视着宁渊 冰冷的眼神不曾移开半点 历经天鹰阁那一战 游离生死之后的灵星仙子 心境也是随之变化 变得更为果觉灵力 他明白 眼前之人是那北域武神的传承者 实力不可小看 因此 一开始便打算暗中偷袭 但如今偷袭失败 也就只能强攻了 无论如何 此人今日都不能生离此地 心念一定 灵星仙子眼神更冷三分 体内真人涌动 便要施展星月神言 配合心神位攻势 便是此时 一声惊急交加的呼喊响起 搞什么 呼喊声中 只见一道好似猫般的小小身影冲了出来 看着与星神位站在一起的宁渊 又惊又急 连声喊道 快住手 你疯了吗 小虎儿着急大喊 宁渊却是动作不停 手中血龙胆大开大合 一枪强悍数个星神位 不仅仅不落下风 反而越是凶狂 见他不停 小虎儿更是着急 他十分清楚 在这星月九岛纸上动手的后果 虽然有军轻衣在 一般的事情都能压下去 但看宁渊这架势 给他这么打下去 鬼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巨变 到时候 军轻衣也未必收拾得了这烂摊子啊 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又见宁渊不肯停手 小虎儿只能看向那群星神位 咬牙喊道 你们也停手 我家公自逝 化为落定 便见一道剑光破空而至 小虎儿连忙躲闪 但还是被斩续了一缕毛发 混蛋 差点被人看了一见 小虎儿也是炸毛了 但还不等他做些什么 便见被几个星神位围杀的宁渊一枪横扫 强行将几个星神位的攻势逼退之后 便纵身冲到了小虎儿身旁 便伸出手 把他提到了自己肩上 你要干什么 此刻小虎儿才回过神来 连忙问道 宁渊却是没有回答 反手一枪挡下一个星神位的攻势之后 方才轻声问道 这哪里可以出去 小虎儿满是错愕 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算了 宁渊摇了摇头 随后 冷眼扫过再次攻杀儿子的星神位 误解了手中的血龙胆 喂喂喂 你要做什么 见此 小虎儿不由地攀住了宁渊的尖 抓稳 一声话语之间 宁渊手中之枪 已是化作一道星红血光 枪若凶龙 一杀开刀 被玩待续 第279章 心知身处何种境地之中 宁渊没有半分迟疑 一步重踏之间 血龙胆无边煞气汹汹爆发 宁渊入海奔腾 尽数灌入宁渊体内 煞气入体之后 宁渊丹田之中的雄魂刚元也随之运行 不过 瞬息之间 宁渊一身无形刚元 便化作了至极凶煞之力 凶微加催 一声长啸之间 雀龙胆宁渊凶龙出世 血色枪风在虚空之中 划开一道星红轨迹 裂空而出 首当其冲了一个星神尉剑刺 不敢怠慢 当即 手中星剑已转 剑化成盾 转手为弓 欲要挡下这来势汹汹的一枪 作为星月神功两大神尉之一 星神尉的力量 来自于周天星辰之力 这是星月之神的赐福 虽不是自我修炼而成 但若是单论根基 一样堪比先天神境的高手 实力绝技不弱 只不过他们强 眼前这对手更是恐怖 在北域之时 射黄迎孤明 身怀九道龙脉之气 就算不动用真龙天护 这件仁皇战甲 一身实力 已属于神境人节顶峰的存在 但就是那时的盈孤明 在不出真龙天护的前提之下 也密必敢以身应受宁渊的攻势 和盈孤明相比 这些星神尉弱了不止一筹 先前那位宁渊一枪轰飞 生死不知的星神尉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眼下面对来是汹汹的宁渊 这星神尉根本不敢有丝毫保留 体内心力全数注入手中星盾之中 全力一挡 轰 血色枪风轰击而下 震起一声铿锵轰鸣 于尽化波横扫四方 星神尉双脚踏地 身躯虽不住颤抖 但始终不退丝毫 手中星盾之上 更是绽放出了璀璨光芒 隐隐肉反吞了星红血光的趋势 杀 见此一幕 身后的两个星神尉之小击不可施 当即纵身而起 双剑雷魅 直斩宁渊头颅 烟穿梭 两人溅出刹那 宁渊握墙之手陡然一转 神力加催之下 相逢入狂容怒笑 雷霆闪动之间 那挡在面前的星盾 一阵剧烈颤抖 眨眼 已是崩碎出一道道 猙獰猎闻 哼 终于 一道刺耳的破碎声响起 那星盾随之崩碎开来 一道道星光在虚空之中湮灭 化作虚无 星盾被迫瞬间 那星神卫急忙想要闪避 但身未动 一道星红血光便已逼至身前 扑 血肉被贯穿的声响之中 一阵剧烈的痛楚 自从心口之处传来 这星神卫低头往自己胸前看去 便见到了一杆烟红如血的枪 撕裂了他的星辰战甲 贯穿心脉 最终透体而出 但星神卫到底是星神卫 身为神最为虔诚与无畏的战士 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哪怕此刻被一枪穿身 还有无边煞气在体内肆虐 但这星神卫仍是狂笑一声 双手悍然抓住了身前的血龙胆 拼尽性命 欲要拖得一顺时间 对此 宁渊神色平静 握枪之手却是猛然发力 只将这星神卫一枪挑起 鲜血奔流之中 向攻来的两个星神卫当中 一人横扫而去 一枪横扫 逼退这星神卫一剑攻势 但与此同时 另一人已是抓住机会 一剑斩至宁渊身前 枪在寸长寸墙 势众大开大合 被人近身之后 再想回访已是来之不及 更不要说 宁渊这一枪方才扫出 这星光璀碳的剑锋 便已斩至身前 不及闪避 宁渊神色仍是平静 左手以晴天之势往上一举 竟是悍然将这斩下的星剑 一手握住 宁渊体魄虽是强横 但到底是血肉之躯 这星神卫剑锋也是灵力 直接斩入了手掌之中 鲜血流淌 宁渊却是丝毫不顾 一手握住这星剑 使其不能发力的同时 右手一卷 雀龙胆随之回转翻覆 震开另一个星神卫剑锋之后 宁渊松开手中的枪 随后一拳回反而至 剑此一幕 那一剑被宁渊抓住的心神卫眼神异朗 体内星力加崔剑锋 星剑再次斩入血肉三分 甚至切入了骨骼之中 但最终还是被宁渊死死握住 南极突破 君青衣的天龙血 不愧是至宝 让宁渊许久未有静静的苍龙战体 又是强横的几分 隐隐有突破第三层的趋势 虽然这苍龙战体 还无法将星神卫的剑锋 彻底挡住 但他想要一剑斩下宁渊的手 也是难以做到 宫式被阻 那星神卫眼神一凝 正欲要弃剑变招之际 宁渊右手一拳已然重击而至 毫无保留地轰在了他的胸口之上 砰 只听一声沉闷的碰撞声 一拳雄力加催之下 这星神卫只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座大山撞中 冠军之力震透真假 伤及五脏六腑 让他喷出一口鲜血的同时 身躯也不由地往后亮枪退去 近身搏杀 生死不过一瞬之间 便是在这星神卫树窗而退的刹那 宁渊反手握住了翻转而来的血龙胆 随后便是一枪刺出 噗 星红的血 随着那穿透躯体的枪风涌现 紧接着便见煞气爆发 轰然爆裂之声当中 血色如雨 漫天飞溅 凄厉刺目 不过眨眼之间 数个星神卫 堪比先天神境的高手 已是两死两伤 星月神眼 见此一幕 那灵星仙子眼神异朗 催动星月神功无上十法 顿时星光月华闪动 但并未结成功事 而是不断融入虚空之中 说实话 这星神卫已是现如今星月神功在这岛上最强的战力了 这当然不是星月神功没有高手 相反 星月神功高手如云 但这些高手却不能进入星月九岛 在当初龙神殿与神州的协议之中 这星月九岛存在的意义 是双方结盟的象征 神州可以通过星月九岛 获取无尽之海的资源 但却不能让大量高手坐镇在这星月九岛之中 谁也不想自己床边盘踞着一头猛虎 龙神殿也是一样 这星月九岛 有一座天地神镇守护 已经是稳弱泰山 若是再入扎几百个高手在里面 这让龙神殿如何安心 因为顾及龙神殿 九大传承虽然只长着星月九岛 但坐镇在岛上的高手不多 只有几十位神境人解 但就是这几十位先天神境的高手 在不久之前 也因为北域那一战而全军覆没了 他何尝不明白 这五神传承之人不能以常理视之 若是可以 甚至想让星月神宫的顶峰强者出手一招 将宁渊斩杀 但这也只能想想 现在他手中只有这几个星神位 而现如今 这些星神位完全不是宁渊的对手 甚至连党都挡不住 无奈之下 灵星仙子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 千节变 震起 一声冷喝之间 融入虚空之中的道道星光闪动 千万星辰浮现 竟是让这空间骤然转化 变成了一处黑暗空间 唯一的光明 便是在虚空之中闪动的千万星辰 恩 见此 宁渊不由皱起了眉蓝 震发 当然 这不是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 灵星仙子还没有那个身份 更没有那个实力 去催动这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 他此刻催动的是阵中之阵 就好像迎风月 以周天星辰大阵困住军星一一般 灵星仙子施展星月神眼 以此 接近星月九岛之中的星辰之力 布下了这一道阵法 将冥冤困在其中 这一重阵法未必有多么高明 但一旦与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连接在一起 那就变得恐怖异常了 只要有足够的力量 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拳 都能够毁天灭地 灵星仙子的这一道阵法 与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接连在一起 借助源源不绝的神阵之力 不要说宁愿 便使神境地结的强者陷入其中 都要活生生被这阵势绞伤 阵法 星月九岛的阵法 死死抓在宁愿肩膀上的小骨儿 也回过了神来 神色不由地多出了一丝慌乱 在宁愿耳旁说道 这下子麻烦大了 你千万要抗住啊 公子很快就回来了 宁愿没有言语 只是握紧了手中的血龙胆 心中正在思量 是动用天之血破阵 还是将剑胜那张英雄卡用了 给这什么鬼星月九岛来一发灭天绝地剑 二三 其实吧 他更倾向后者 反正和四大神宗已经结了死仇 那么宁愿不介意再给他们找点麻烦 不过 使用剑二三之后的神魂损伤 便是宁愿心中思量之时 漫天星光陡然转动了起来 便要起万星之势 将宁愿绞杀在这阵中 火 宁凶 便是此时 一声轻鹤响起 漫天星光陡然崩碎 虚空之中 踏出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公子 见军青衣回来了 小虎儿一起 连忙跳了过去 但随即发现了什么 看着军青衣那略显苍白的神色 不由一惊 师声道 你受伤了 放下 没事 军青衣摇了摇头 随后快步走到宁愿身边 连声问道 宁兄 你怎么样了 见军青衣回来了 宁愿轻声一笑 言道 先前有些害怕 不过现在好多了 听他这话 军青衣先是一正 注视着宁愿 片刻之后 唇角不由地勾了钱 微笑道 既是如此 那就先离开此地吧 未完待续 第二百八十章 万千星光闪动 接连星月九岛神镇之力 镇中城镇 将整座酒楼笼罩在内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是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少人聚集在了酒楼之外 感受着 那不断催动运行的神镇之能 不由暗自心惊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让星月神功发动大阵了 先前已经动用了一队星神位 如今又发动了阵法 这么大的阵仗 星月神功要对付的是什么 听说几日之前 龙神殿昭告四海 下令追捕天龙一脉的那位九殿下 如今在此的 难不成就是 龙神殿 天龙一脉 九楼之外 众人议论纷纷 近日来的传闻也被提起 让不少出身海族各大王来的人 神色凝重 心中更是惊疑不定 不住地望向那位镇市笼罩的九楼 焦急地想要看到结果 不过他们也清楚 这等待不会太久的 因为这里是星月九岛 虽然碍于龙神殿之故 神州九大传承 没有让太多的高手坐镇 但凭借着这一座天地神镇 星月九岛仍旧是稳如泰山 无人能憾 这汇聚了神州九大传承之力 方才建造起了天地神镇 神威莫测 千年之前 曾有一头半步踏入王者之内的 深海巨兽苏醒 狂兴大发 席卷四海 无人能挡 海独因此而伤亡无数 直至这头深海巨兽 杀到了这星月九岛来 终于被这天地神镇 硬生生困锁在内 之后龙神殿 又是借助这神镇之能 将这一头半步王者之列的深海巨兽 活生生镇压在星月九岛之下 现如今 星月神功虽没有将这天地神镇彻底催动 但也动用了一部分神镇之力 哪怕这镇中之人 真的是天龙一族的那位九殿下 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抗衡这天地神镇之能 所以很快 就能够知道结果如何了 心想至此 不少人眼神又是凝重了几分 注视着那位镇室笼罩的九楼 丝毫不敢挪开视线 与此同时 在万丈天穷之中 有两道身影凌空而立 两人身影为暗 周遭还有道道神光环绕 尊贵之中 银也透着无上威严 只不过身形有些虚幻 气息更是飘渺不定 似真似幻 俯视着下方的星月九道 一人不有冷笑 言道 吴先前还以为这君轻衣是什么人物 竟然能让星月这般牵肠挂肚 现在看来 也不知道该说是吴高看了星月 还是星月错看了这君轻衣 听此 另外一人亦是不由一笑 话语完卫地反问道 子妖 你这番话 是当真不屑这君轻衣 还是因为星月不曾将你入眼 北辰 听这话语 四辈戳了逆拎之处 子妖神子断喝一声 冷然说道 吴与星月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评论如何 呵呵 看来的确是无多嘴了 北辰神子不可置访的一笑 随后腐射了下方星月九岛一眼 道 如今这星月九岛之下 还镇压着那一头深海巨兽 神阵不可轻动 想要留住君轻衣 怕是有些麻烦 哼 以未免将他看得太高了 只要神子冷哼一声 寒声道 区区一个君轻衣 无杀他不过翻手之间 何须动用神阵 北辰神子摇了摇头 轻声言道 杀这君轻衣也许不难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君轻衣乃是天龙一族最后的血脉 杀了他 别的暂且不说 单单就是星月那边就十分麻烦 他若是动起怒了 呵呵 后果如何 想必你便无清楚 哼 听此 只要神子眼神一冷 沉默了片刻之后 方才冷声说道 那你说要如何 北辰神子摇了摇头 道 原本按照星月的计划 五等四方联手 驻君轻衣前往腰界许回天龙九鼎 以此登上腰皇之位 这样一来 五等在神舟之中 也能多出一个盟友 还能制衡龙神殿 两全其美 只是可惜 这君轻衣选错了路 听此 只要神子冷哼一声 言道 即使君轻衣不实抬举 那杀了便是 正好卖个人情给龙神殿 若是盟友 龙神殿不比这苟延残喘的 天龙一族要强得多 你忘了万年之前那件事 伟臣神子轻声一笑 轻声言道 那位龙神陛下怕是的 现在还更更在怀吧 龙神殿 他 是敌非友 听此 只要神子已是多出了几分不耐之色 说道 废话了这么多 你究竟打算如何 伟臣神子仍是淡笑 言道 吴已经通知了九头娇 君轻衣交由他去处理便是 九头娇 那条四脚蛇 听此 只要神子也是颇为讶异 问道 你打算扶持娇龙一脉 不错 伟臣神子点了点头 呵呵 听此 只要神子冷然一笑 道 这些四脚蛇是出了名的忘恩负义 你就不怕杨虎为患 等他们吃够了肉 回头便反咬你一口 伟臣神子笑容依旧 轻声说道 杨虎成患 说的是天龙一族吧 君轻依此人难以掌控 诸他成为妖皇 对吴等而言 是有利有弊 相比起来 这蛟龙一脉就好了太多 便是他想要反咬一口 也能随手打死 不足为惧 听此 只要神子冷声一笑 道 看来你早就已经算计好了 伟臣神子笑而不语 只是望向了星月九岛之外 轻声道应当差不多了 既是如此 此事便交由你来处理吧 说吧 只要神子拂袖转身 那本就虚幻的身躯 渐渐碎裂开来 最终化作虚无 风中消散 见此 伟臣神子摇了摇头 低声喃喃 自咬 一入戏太深了 轰 与此同时 被千万星光笼罩的酒楼之中 骤然传来了一声震天轰暴 轰鸣声中 千万星光烟灭开来 狂暴无比的鱼波 好似怒海仙涛一般爆发 向四方席卷而去 围在酒楼之外的众人 脆不及防之下 不少人直接被这鱼波震飞当场 其他人则是慌忙抵挡 引起了一阵混乱 虽是一片混乱 但不少人还一直关注这酒楼所在 随后 愿见到那崩塌的废墟之中 空间骤然破碎 一道天龙之影长笑而起 直接穿入了破碎的空间之内 破碎的空间之后 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原始混沌的力量残留着 在这片虚无世界不断肆虐 黑暗与混沌之中 隐约可见 一道道星光闪动 交织纵横 构建成了一座无比辉煌的阵法 其中还隐约一道道神闻闪动 这正是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 阵势加持之下 不仅仅让这空间无比坚韧 还封进了虚无世界 以至于无人能够施认顿法或者阵法 传速进入这星月九岛 不过此刻却出现了例外 一道神光璀璨的天龙之影穿梭虚无 竟然无视了这天地神阵的封锁 不断往外界顿去 在这天龙之影当中 宁愿静立着 但他身旁的小虎儿 却是一脸的担忧与着急 因此此刻君轻一正盘坐在两人面前 神色苍白 纯边更是多出了一缕触目惊心的鲜红血迹 周身真缘波动不断 渐渐有了紊乱失控的趋势 公子 小虎儿握紧了双手 虽强忍着不出声 但心跳却是不断的加速 见此 宁愿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要如何来宽慰小虎儿 星月九岛有天地神阵笼罩 四大神宗又虎视眈眈 纵然是宁愿与君轻一联手 也未必能够杀开一条血路 所以君轻一不得不再一次施展了天龙一族的万法不侵神通 破碎空间 然后带着宁愈与小虎儿进入这虚无世界 以此逃离星月九岛 天龙一族在混沌开辟之时诞生 天生便有穿梭虚无智能 所以 这虚无世界之中残留的混沌之力 并不会对君轻一造成影响 但这虚无世界之中 可不仅仅只是混沌之力的残留 还有星月九岛的天地神阵 纵有天龙一族万法不侵的神通 但以一己之力抗衡天地神阵 仍旧是不可忽视的负担 所以 现在君轻一的伤势一直都在加重 甚至有些支撑不住了 不过片刻 君轻一身子微微一颤 口中再一次溢出了一缕鲜血 将三人笼罩在内的天龙之影 也随之一阵颤抖 神光幻灭 似乎随时都会破碎了 轻一 见此 宁愿眉头一皱 便打算上前接手 强行穿过这天地神阵 便是此时 君轻一体内响起一声长啸 那天龙之影随之昂扬一声 化作一道璀璨神光穿透虚无 眨眼便突破了这天地神阵的范围 穿过神阵之后便再无阻碍 天龙之影龙手一扬 直接撞碎了空间 离开了这片虚无世界 脱离了这黑暗的虚无空间之后 那天龙之影便骤然崩碎了开来 君轻一喷出一口鲜血 身躯微微一颤 以示支撑不住 无力地往下方海面坠落而去 轻一 见此 宁渊连亡上前 欲要接住君轻一的身子 但他方才一动 虚空之中便响起了一声凶宁狂笑 虚空震撼之间 一道雷光绽放 携着万军之势 直攻而来 未完待续